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牟川相满》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跃 片刻 全少腾走过来 勾住白牟川的肩膀 将他拉到椅子上坐好 眼对眼地看着他 说得格外认真 我说小白 咱俩是兄弟吧 想说说就直说 不要扰丸子 你知道我嫂子托了多少人给我介绍女朋友吗 你知道我单身多少年了吗 你知道那些想跟我相亲的姑娘等了快一年了吗都 好不容易等到我的春节长假 你天天占有我 不 占用我的时间让我加班 耽误我的终身大事 过分不 相亲 你可拉倒吧 真的 我保证 单身狗也是需要温暖的 一听这话 包间里的另外一群人也尖叫起来 真的假的 我靠 全队也会有人要 太不可思议了 全绍腾眼带杀气地弯过去 你们说什么呢 赛里木马上改口 看着唐元出校 我 我是说像全队这么帅的小伙子 一般姑娘不应该是自残行贿有多远走多远才对吗 怎么就敢跑来和我们全队相亲了 不自量力 你小子求生欲很强嘛 一般一般 快不敢的 全绍腾收回目光 继续看白木川 严肃又认真 所以我说 小白 你看兄弟们都单身这么久 是不是应该放我两天假 让我去乡几个姑娘瞧瞧 万一我的未来 和我那个可怜孩子他妈就在那儿等着我呢 放心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的 小白 单身狗也是有尊严的 行 等这个案子结了 放你长假 如果真爱你的姑娘 一定会等着你他 我靠 哪有这样的 别拼 我还不知道你 如果是有行动任务 全绍腾跑得比谁都快 他喜欢的是刺激 冒险 激情等动态的任务 像这样天天动脑子的行侦工作 他内心完全是拒绝的 小白 你不上班能干嘛 去潜水 骑马 射箭 还是攀岩呢 相亲真的是相亲 我嫂子都给我看照片了 那些妹子长得可好看了 一个个的跟刚发芽的花骨朵似的 刚发芽的花骨朵 哄堂大笑 哈哈哈哈 不信 妹子再好看 能有全顿你这么好看吗 啊 哈哈 那肯定是没有的 全绍腾一本正经的吹牛皮 这世上啊 根本就不存在这种生物 所以有时候为了宗寺的传承和延续 眼光还是要降低一点 眉心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那可以开饭了吗 刚才这妹子一直就没说话 突如其来的声音冷静地像海洋里的水 瞬间就浇灭了全绍腾的相亲眼角 大家一睁 停了下来 各自做好 吃饭吃饭 我还没说完呢 什么情况 她看着眉心 你是不是特别不乐意我相亲的 桌上的菜快凉了 我要请两天假去相亲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桌上的饭快凉了 一顿饭能比我相亲重要 眉心看看她 又看看大家 一脸疑惑 难道 不是吗 气氛突然安静 这两个都是凭实力单身的人呢 他们是在开玩笑吗 不存在的 两个人都说得很认真 眉心更是完全不能理解 她为什么这么生气 一会儿饭菜凉了 吃起来就不好吃了 可不就是浪费了白队的心意 眉心有点委屈 看大家都不说话 又看看白木川 我饿了 我们可以吃了吗 不对 白木川点头 没心拿筷子 看到这些大肉块 我就好有食欲 今天晚上是烤肉 桌上摆放的全是大肉 好好的肉块 被她一说 嗯 她有食欲了 别人就没有食欲了 众人一副 身无可恋的表情 看着她 白木川再点头 拍拍手 大家开动吧 不用客气 今天晚上这顿大餐 就是为了给大家打鸡鞋的 这些天 大家很辛苦 过年也没能好好过 所以呢 吃顿饭就完了 所以啊 吃完了 明天继续干活 我就知道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弱弱地问一句 不应该是晚餐吗 白队你看你把全队给刺激的 午餐和晚餐都分不清楚 要不你就可怜可怜她 准她去相亲吧 你闭嘴 小孩子家家的猫都没长气 总管老人的现实 这绝对是污蔑 白队 我可以证实 我长齐了的 不知谁戴的头 大家疯狂笑起来 吃东西吃东西 瞧你们一个个的 给你们一双翅膀啊 是不是要上天啊 今晚来的人 都是吃瓜群众群里的 除了城镇一个人未到 其他人都到齐了 大家平常经常聊天 都比较熟悉了 说是工作聚会 更像是网友群里的 线下相聚 说说话放松下来 没有什么顾忌 有人提到黄河的事情 问及她的伤 也有人说起了 最近的八卦 关于谢婉婉 群里人并不知道 唐元初的那点小心思 他们说得百无禁忌 向晚却发现 唐元初脸色 稍稍有些难看 哎 明星八卦什么的 咱们就不要说了吧 向晚提议 不想让唐元初难看 哪是什么八卦 这不是与案子有关吗 向老师 咱们谈的可是工作啊 唐元初突然抬头 放下筷子 弯他一眼 没证据的事情 少说 说完 他静止推开椅子 我去上个洗手间 他走了 包间门关上 塞里木看看那扇门 一头雾水 神经 这人是怎么了 没人回答 我说什么了吗 依旧没人回答 我什么都没说呀 对不对 对 这家伙更年期提前了 全少腾投了赞同票 吃饭吧 吃饭吧 莫名其妙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牟川向板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唐元初是在十五分钟后回来的 那个时候 他的表情已经调整好了 晚餐的气氛 全程都很欢乐 唐元初恢复如初 塞里木更是眉心眉肺 根本就忘了那件事 就连全少腾和眉心 也没有再茫然的针锋相对了 没人喝酒 速度很快 差不多一个小时 大家就准备起身 结果刚出包间 就看到谢婉婉和叶伦 手挽手地走了过来 狭路相逢 唐元初脸色有点晦暗 但并未失态 对白木川说 要先下去拿车 就直接走人了 谢婉婉余光瞄他一眼 笑着对向婉和白木川问号 然后邀请他们 这就要走了 要不续个摊 再吃点说说话 不了 我们还有事 白警官 总是这么不肯商量 公务在身 先失牌了 白木川调转视线 与叶伦默然相对 叶伦微微一笑 闪身到一旁 让了个路 各位警官 慢走 大概是他最近出演 惠名单里的 秦术的原因 面相也坏了 总给人一种 阴凉的感觉 不管什么表情 都让人觉得 他不怀好意 向婉扫过他的脸 跟着白木川走了 没有想到 谢婉婉却叫住了他 向老师 我明天可以单独来找你吗 向婉和谢婉婉的关系 始终是有点微妙的 当年他曾经顶这个 白木川女友的名头 无论真假 都会尴尬 因此 向婉并不太喜欢 与谢婉婉深度接触 一个恨不起来 又喜欢不上的女人 而且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这个与白木川交情 非同寻常的美丽女神 又有着那样 令人心疼的身世 向婉觉得 自己有些承受不住 向婉喜欢的 是轻松的相处氛围 而谢婉婉 从来都无法给他 那种轻松的感觉 向婉委婉地拒绝了 说自己明天要赶稿子 最近都挺忙的 谢婉婉微微一笑 没有勉强 然后各自离开 向婉松了口气 可是第二天 他就知道 自己的想法有多么天真 天还没亮透 谢婉婉戴着眼镜 口罩 全副武装地 拎着一个大行李箱 来到白木川家里 按门铃 这个点 白木川还没有起床 他昨晚送向婉回家 又去队上加班 忙到凌晨两点才回来 向婉想让他多睡一会儿 起床的时候没有打扰 为了让他起床 就吃到丰盛的早餐 他大清早就开始忙碌了 所以向婉从猫眼里 看了谢婉婉时 头发随意地绑了个马尾 身上系着一条花布围裙 整个形象看上去 宛如一个慈祥的中年老母亲 Oh my God 这副形象见情敌 似乎有点low啊 可如果是为了谢婉婉 专程去换一身衣服 似乎又太过在意他了 过度重视对手 其实是心里不自信的表现 向婉不想这样 也不喜欢那样的自己 于是他在纠结的时间里 门铃又响了第二次 向婉怕吵醒白木川 硬着头皮拉开门 谢小姐 这是干什么 她眉头微醋着 语气凝重 脸上没有什么情绪 却暴露出她浓浓的不悦 谢婉婉勾唇 慢慢取下墨镜 低头看了一下行李箱 我是投奔你来的 投奔 投奔她 他们熟吗 为什么不直接说是投奔白木川来的 这 我还是不太明白 我最近有点走投无路 向婉微微敏唇 不说话 等着她解释 谢婉婉脱行李箱的手 微微一紧 站在门口 看着穿着朴素的向婉 扬了扬眉头 我没地方可去了 你能收留我几天吗 谢小姐的意思是 要 住进来 可以吗 这 真的很为难呢 但当面拒绝 更为难 谢小姐 你是知道的 现在只有我和白木川两人住在这 言下之意 不太方便 谢婉婉点头 表示了解 我明白的 也知道这样确实不同 可是我 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说到这里 她目光微收 表情比刚才更为沉重 将心高气傲都收拾了起来 唏嘘 无奈 带点哀伤 我也不瞒你 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我觉得是极不正常的 末世之前 因为丧尸案被下架 脏水从我这里引起 又全部泼到了我身上 你觉得有人诚心搞你 我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有人是冲着我来的 谁 谢婉婉沉默片刻 谁像摇头 如果我知道 我就直接抱住她的大腿 叫爷爷饶命了 也许是见不得我好的人 就想看我倒下去 也许是某个资本的力量 在背后推动 毕竟现在的我 不仅仅代表我自己 她还代表了梦式传媒 在同一个行业圈子 水很深 笑婉点头 认可她这种说法 不过 对于她住进来 仍然表示为难 嗯 小白还没有起床 这种事 我怕是要跟她沟通的 而且你一个女孩子 也不太方便 OK 谢婉婉打了个响指 笑得眉眼弯弯 小白那里不是问题 只要你同意 现在谁不知道啊 她就是一个欺奴 为欺命侍从 除非 是你不愿意 当然 也不会是我一个女孩子 住进来 谢婉婉朝向婉神秘一笑 又突然回头 看了一下电梯的方向 过来 听到她的招呼 两个小助理 默默地推着行李 走了过来 好几个大行李箱 装着谢婉婉的 护肤品 化妆品 衣服 包包 放在门口 整整齐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牟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月 两个助理 一言不发 向晚看得目瞪口白 谢婉婉 却是轻轻一笑 小白家里够大 住得下我们的 好像说得 他很熟悉一样 一时间 向晚不知道 能说什么 谢婉婉 将包递给助理 突然双手 叠放在小腹上 冲着向晚 一个九十度的 深深鞠躬 谢老师 拜托了 向晚有些无奈 几个人处在门口 终究是不好看了 进来再说吧 刚进门 谢婉婉 递了个眼神 两个助理 就开始翻箱子 然后向晚 就收到了 谢婉婉 送上的一堆礼物 衣服 包包 护肤品 全是高档品牌 向晚拒绝 又被谢婉婉 硬塞过来 这时候 向晚才发现 以前对 谢婉婉的定位 是有问题的 她是一个 相当会来世的女人 以前的高冷 也许只是 没到需要的时候 她非常能够掌握 人与人相处的情绪 给人舒服 宽松的环境 让人很难拒绝 伸手不打笑脸人 互相客套一下 向晚无奈地 游着他们 把东西放在了沙发上 用礼貌地 为他们倒了水 大家坐吧 沙发上随便坐 没问题 你先去忙 不用管我们 谢婉婉这一提醒 向晚才想到 自己锅里还煮着东西 她慌不迭地 跑向厨房 谢婉婉 就是坐在沙发上 两个助理 也是规规矩矩 坐在她身边 白沐川醒来 就看到家里 多了三个人 一脸蒙 她看着向晚 又看看谢婉婉 谁能告诉我 这是发生了什么 她身上穿着居家服 没有平日里 那么严肃 但她本身 就是一个 极有威仪感的人 哪怕是 站在自家客厅里 绷着个脸的样子 也很难随和下来 向晚心肩一缩 指了指谢婉婉 想说又说不出来 谢婉婉 倒是毫不避讳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明白了 然后指了指向晚 我已经和向晚 讲好了 小白 你可不能拖她的后腿啊 说好了 白沐川视线斜过来 向晚囧在那里 能直接打她的脸吗 我开玩笑的 谢婉婉 在她争冲时 微微一笑 她还没同意呢 说要等你的意思 我说真的 我也不忍心 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 但我实在是 快要崩溃了 你们就当 可怜可怜我吧 她的诚意 可以说很足了 白沐川没有表态 向晚也实在 说不出硬话来 先吃饭吧 你们应该也没有吃 对不对 对啊 可以分享 你们的早餐吗 来来来 餐厅做吧 我煮的有点多 向晚煮的粥 把自己中午的饭 都一起煮了 请人吃个饭 她不觉得有什么 可爱心早餐 就这么被人残忍地瓜分了 白沐川脸上 有些不愿 哼声走向餐厅 这是我老婆专门 做给我吃的 不是吧 吃你一顿饭而已 这是普通的饭吗 白沐川拉椅子坐下 神色不变 为我一个人做的饭 被几个人抢着吃 唉 现晚晚彻底无语了 拉椅子坐下来 想圆个场都难 向晚也有点尴尬 两个助力 更是手足无措 幸好白沐川虽然不高兴 但没有出口碾他们 吃完饭 还抢着帮向晚收碗洗碗 这一副情劳好老公的样子 有浓浓的表现一味 向晚知道 他这是故意的 摆明立场和态度 可看在现晚晚的眼里 就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小白 你变了 面目全非啊 不敢想象 你会是这样的小白 白沐川脚步慢了一秒 少请 又加快脚步去了厨房 向晚其实是 极不喜欢招待客人的 但人家都坐在家里了 不喜欢 也得硬着头皮 保持客气 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这就很累了 白沐川看他一眼 目光微深 林离开前 他快步走出门 想想又觉得不妥 单独把现晚晚叫了过来 他在家里喜欢清静 不愿意被人打扰 明白 我们会自辩的 如非必要 肯定不会去打扰他 明白就好 就怕你不明白 什么 还有我不明白的 他性格大多数时候 都很随和 但千万不能够被人惹恼 要不然 翻起脸来 并不是那么好招惹的 你到底想对我说什么 自面意思 自面意思 是说你的女朋友很优秀 还是说我很拙劣 到你家里来 就是为了破坏你俩关系的 问他最后一句时 现晚晚的脸色暗下来 有些不悦了 小白 我在你的心里 就是一个这么不懂事的人 我只是不希望他不开心 明白了 你只是不希望他不开心 所以警告我 他眼皮垂下 略显低落 为了掩饰难堪 低着头 鲜鲜手指捋向头发 脸色苍白 有一种弱焦的美 言辞间极为疼痛 我知道了 原来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白木川不说话 现晚晚突然抬头 稍稍逼近一步 我们过去的友谊 都不算数了 是吗 这取决于你 怎么说 你不搞事就不会有事 我搞事 我能搞什么事 白木川沉下脸 没有马上回答 在现晚晚病人的目光里 他慢声道 现晚不了解 我是了解的 就算狗仔追得紧 你也不是一个 需要投奔别人的人 毕竟被狗仔追踪 对你来说 已经是家常便饭 你完全可以应对自如 谢谢你的表情 我现在才知道 我在你心里是无坚不摧的存在 白木川再次沉默 如果只是狗仔 我当然可以应付 问题是现在 有人要我的命 你听清楚了吗 我觉得有人要我的命 白木川皱了皱眉 现晚晚脸上的郁怒 慢慢散去 语气也软了下来 小白 我只是走投无路了 想在你家里建筑几天 这是唯一的要求 没有别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相伴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跃 沉默 白木川慢慢将手插在裤兜里 但愿吧 说完 他转身要走 谢婉婉 却突然倒在他面前 等一下 白木川站住 沉默看他 我想说 我不是爱惹事的人 从来都是事情来惹我 有时候 我只是活得太自我 我没想到 你会把我瞧得这样低下 白木川 我不服 最后一句 他击尽咬牙 白木川点点头 突然仰起唇角 笑了起来 行 你不搞事 那请你告诉我 你和叶伦是怎么回事 谢婉婉一睁 数秒后 脸上浮出一丝笑 你是很在意的 白木川眉心皱了皱 目光在谢婉婉脸上一扫而过 我只是好奇 你怎么选了他 没有选择唐元初 既然你问了 我就实话告诉你好了 原因有两个 一是为了挥名单 炒话题 炒热度 炒绯闻 你是知道的 末世之前被下映 梦是损失惨重 其他项目 自从我接手以来 更是屡屡受挫 现在 我把所有的砝码 都押在挥名单 这一部剧上 所以 我愿意为此牺牲 白木川唇角微婉 但笑不达 谢婉婉看他不相信 沉阴片刻 接着就是一笑 第二点 当然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虽然我和叶伦 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我是极度不喜欢 这个男人的 因为他身上 有我厌恶的所有缺点 自私 自大 狂妄 冷血 又卑微 自怜 孤独 痛苦 但是 我后来突然发现 他身上这些缺点 我都有 我讨厌的不是他 而是我自己这样的人 白木川眉上一阳 也不知信了没有 现碗碗勾唇 略略抬高下巴 我从他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最终发现 我和他 其实是同一类人 我们天生就该在一起 一起邪恶 一起坏 半点都不为何 那你应该去找他 如果他可以帮我 我也不会来找你 小白 凭我们的交情 竟是连借住几天 都需要像审犯人一样的 白木川眸子微微眯起 终于 他没有再纠结这个事情 那叶伦呢 他是和你一个想法 你问得有点奇怪 小白 你不是那种八卦的人 更是从来不会干涉 别人私生活的 这是我作为朋友 最后一次问你 最后一次 谢婉婉的笑容 僵在脸上 沉默了好一会儿 他终是笑了起来 是的 很巧 他刚好也这样想 你放心吧 我对你没有兴趣 更没有兴趣破坏 你和向婉的感情 其实他这个人呢 不仅你喜欢 我也喜欢 如果我还有机会 再活一次 我也想活成 他这样的女人 白木川审视着他 慢慢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 白木川刚走到楼下 消息就来了 小白先生 你似乎有点皮呢 白木川冷峻的神色 温柔了下来 他扬扬眉 坐上了驾驶室 给向婉回消息 真是个小机灵鬼啊 你想问什么 宝宝很伤心呢 伤心 对啊 你刚才站在门口 和我的情敌 都几里咕噜了些啥呢 看着屏幕上 跳跃的文字 白木川 微微一睁 忍不住笑起来 向老师 我以为你是一个 不会吃醋的女人 毕竟你对自己的盛世美颜 一直是那样的自信 在谢大明星面前 我那张脸都不够看 好吗 当然 就算全球美女 都放到你的面前 也不是你的对手 在我心里 我家小向老师 是独一无二的 你可拉倒吧 不信 那行 你等着 我马上回家 当着她的面 给你一个答案 得了吧 如果你不愿意 她住进来 刚才就根本不会同意 小白先生 你就直说吧 是不是存了什么 无非心思啊 傻不傻 傻 那我马上回来 让她立刻走人 傻的人是你吧 我的意思是 你是不是因为案子的事 或者是 你相信她真的 因为这个案子 会有生命危险 准备将计就计 这 一半一半吧 什么一半一半啊 说清楚啊 一半是案子 一半 也是因为交情 哦 那这份交情够深的 果然过命呢 语言文字 在屏幕上的苍白雨冰冷 上白木川 很难直接感受到 她的情绪 无奈地叹息一声 她手指触见的速度加快 你需要我现在给你解释吗 得了吧 赶紧去上班 白木川台湾看看时间 系上安全带 那行 我开车了 家里的事就交给你 如果不能应付 随时给我来电话 明白 爱你 表白人来得 猝不及防 向晚捧着手机 心跳微微一顿 又笑起来 哼 这家伙 嘴舔起来 完全是秒杀少女心的呀 注意安全 晚上有时间回来吃饭 给你做好吃的 专心开车 误会 家里突然多了三个人 向晚有些不自在 更不自在的是 还没有适应 新家的小黑黑 又被三个陌生人 撸来撸去 一种自家的韭菜 被别人割的感觉 让她心里有点别扭 向晚在卧室里 待了好一会儿 修正好情绪 才微笑着脸走出来 拎个包 准备去买菜 谢小姐 我现在出去买菜 回头做好吃的招待你们 你们在家里 自便就好 听了这话 谢婉婉 显然有些尴尬 那个 不用麻烦了吧 说完 她回头看了两个助理 又愁愁地问向晚 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 啊 你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你不在家 我们也不好待着 刚好下午也有点事 等下也就出去了 你不用准备我们的饭 不过 你等会下楼的时候 能不能帮我看看 楼下有没有狗仔 或者别的乱七八糟的人 如果有 可不可以给我通个气 关键是我不认识狗仔 鬼鬼祟祟的人 躲在车上拿着摄像机偷拍 或者装着不在意的样子 在小区门外走来走去 这 我看每个人都鬼鬼祟祟的 谢晚晚尴尬 向晚微微敏唇 朝他一笑 你别想太多了 既然已经住下来 就安心住吧 五十步都迈出去了 又何苦再以一百步呢 既然白木川说一半是因为交情 那他作为白木川的女朋友 就得把这一半交情给维护好 不是别的 只为信任 向晚出门了 在小区门口 他还真的就特别注意了一下 有没有谢晚晚描述的那种 鬼鬼祟祟的人 结果没有令他失望 还真有 他发现有一辆 停在街口拐角的车里有人 不下车 有两三个影子在里面晃 门外的路人 也因为心里敏感 变得鬼鬼祟祟起来 向晚轻壳一声 戴上墨镜 默默地走开 低头给谢晚晚发了一条消息 你还是小心一些吧 不是重要的事情 就不要出去了 未免有人 谢晚晚回复很快 谢谢你 在超市买菜的时候 因为家里有客人 向晚特地多准备了一些 然而等他拎着东西 回到家时 谢晚晚他们三个 已经不见了 向晚有点哭笑不得 家里被收拾得 整整齐齐 花浇过水了 地托过了 就连小黑黑的猫龙 也都收拾好了 看着这一切 向晚突然有点无奈了 他知道 这是谢晚晚 在向他表白一种态度 啊 好像他可以庆幸一下了 这几个人在 免费多了两个保姆 向晚扎起头发 微微一笑 把买回来的食材 拎进了厨房 这时 谢晚晚发了消息过来 我今天去见一个投资人 没等你回来就出门了 不好意思啊 晚上呢 我们也不会回来吃饭 你们不用等我 好好过二人世界吧 二人世界 哪来的二人世界呀 白木川恐怕都没时间回来呢 向晚慢悠悠坐在沙发上 看着手机 转了好几个方向 玩自拍 照片里的他 无疑是美丽的 可比起谢晚晚的映照 仍是不够令人惊艳呢 向晚突然有点好笑 这微妙的心思 还真是个小女人 他拍拍脸 想明白了 慢吞吞地回复 好的 你注意安全 谢晚晚不回来 向晚整个人轻松很多 一个人在家里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自由自在 上午 他满了会儿字 懒得在做饭了 将就早上的剩菜剩饭 对付了一顿 下午 他开始往锅里 放食材煲汤 然后又把电脑和小黑黑 抱到客厅里拦码字 小黑黑逗完一会儿 困了 姿势怪异地睡在他身边 窗外有阳光透进来 向晚眯眼一望 玻璃被染成了碎金的光斑 阳光剔透 莫名温暖 向晚打了个喝浅 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第一次 那么迫切地希望 案子快一点结束 然后 上白木川旅行 他的诺言 女人往往将婚姻 寄托在生命的避风港 结果 却总是被婚姻的枷锁所生 熊小男骨子里 是一个独立的女性 理智告诉她 女人不应该对婚姻 抱有太大的期待 但对象是方燕兰 哪怕最终会遍体银声 她也愿意去尝试一番 向晚将键盘 敲得噼里啪啦响 跳跃在指尖的文字 有一点矫情 被包裹在温暖的色味之间 情绪渐渐泛滥 她写了很多 很长 大多是情绪化的东西 结果 她从头到尾一看 又全部删掉了 情绪这种事 只有情绪相同的人 才能切身感受 要不然 作者自己的感触 在别人眼里 就是无病呻吟 删 删得心疼 等页面都空了 心仿佛被填满 她恢复了 还是那个 异常理智的自己 所以 你是白写了一下午 是吗 方圆圆发来贺电 并深切地慰问 她被情敌 住进家里的痛苦 然后又深入地总结 你知道为什么 今天下午 你会白白浪费时间 写了一堆情绪垃圾吗 为吗 因为你心里不安 情绪上头 骨子里就是介意的 偏偏又被人家定义成了朋友 无法拒绝 用通俗意诺的话说呢 就是 哑巴吃黄莲 有苦难言 心里妈妈P 嘴上还得说 哇 好甜 滚 说顺口溜呢 承认吧 扫尼 你没有自己想象中大度 我从来不相信 哪个女人会对 喜欢自己老公的女人 有好感 更不相信 可以在一个屋檐下相处 活成闺蜜的样子 我觉得吧 她并不喜欢白牧川 可拉倒啊你 不喜欢白牧川 她怎么会这样做呀 方圆圆对谢婉婉的看法 比向婉似乎还差了很多 一味地降于向婉 喜欢的男人明明有女朋友了 还去横插一脚 什么生命受到威胁啊 不就是小梦设法 靠近她的生活吗 只有绿茶婊 她会干这样的事 你想想把表姐啊 万一她说的是真的呢 生命受到威胁 真的又怎样 你是警察吗 白牧川是警官啊 其实谢婉婉 对白牧川的感情 我还真没这么认为 她这个人吧 自尊心非常强 如果她爱白牧川 是不会愿意 被白牧川看低的 所以这件事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就是她压根 就已经把白牧川放下了 你不会是傻了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不 我没啥 在喜欢的男人面前 她不会这样铁儿走险 让自己彻底在她心里 失去好感 卧槽 方圆圆浮起了 小姐呀 你对女人 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 你以为人人 都像你那样想啊 得了 你就听我的话吧 方圆圆像一个 恨铁不成钢的闺蜜 恨不能亲自飞到京都来 手把手地帮她把狐狸精 撵出家门 言辞间 充满了痛斥 你呀 想好好照顾你家黄黄吧 等她好起来 你就可以飞过来陪我了 不行不行 我明天 不 后天就过了 我得看住你 要不然 你家房子被人拆了 你都不知道 拜托 我有那么挫吗 我问你啊 如果先晚晚前来求助 被我不见人情地赶出去 真的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你猜 我会不会被人家的口水淹死 然后被树立成一个 见死不救的恶毒女人典型 更何况 她对白木川 应该是曾经有过很大的帮助的 甚至是关乎性命的帮忙 要不 以小白的性格 不会这么记在心上 所以呢 你现在是被道德绑架了吗 没错 确实有一点 向晚还施着被收拾得 干干净净的房子 安慰自己 唉 算了 其实 她也不像那么不靠谱的人呢 向晚 善良是种病啊 得治 方芸芸正在长篇大论地教授她 绿茶表鉴别大法 门铃就响了 哎 不说了 有人敲门 向晚脑壳头 借机站起来 走到房门口 往外一看 是谢婉婉带着一个助理回来了 她压低帽子 从猫眼的视角看过去 有些憔悴和不安 向晚站了两秒 拉开门 回来了 面带微笑 心里却半点笑意都没有 她突然想到方圆圆说的话 内心早就MMP了吧 莫名地 向晚嘴角扯了扯 笑了起来 谢婉婉看到她的笑容 争了争 也有些被感染 亲 我也没有打扰到你 还好 说完 她又感觉这句话太敷衍 递拖鞋给谢婉婉 顺便又问了一句 哎 不是说晚上有应酬吗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谢婉婉 眸底有一抹暗色掠过 随即散开 又轻轻笑了一声 含糊地道 散菊藻就回来了 晚餐还吃吗 谢婉婉把头一转 就闻到厨房里传来的香味 会不会太麻烦你啊 不会 那太好了 我很久没有吃过家常菜了 其实不是很久 是记忆里那种味道都快要消失了 谢婉婉这话说得有点心酸 不是说明星为了保持身材 都是不吃饭的吗 是的 经常不吃晚餐 不过 你亲手做的 想想就很有食欲呢 好吧好吧 你这么说 我似乎得每天为你做饭了 不不不 偶尔一次就好 你要天天为我做饭 小白会把我撵出去的 向晚微微一笑 怂怂肩膀 去安排晚饭了 他是一个形式果决的人 想好了 就好好接受现实 谢婉婉在这里 他也可以让自己过得坦然 三个人很快收拾好餐桌 开饭前 向晚特地给白木川发了一条消息 问他要不要回来吃晚餐 结果不出意外 是不会回来了 没有他在家 向晚更自在一些 毕竟大家都是女人呢 想到这里 向晚突然看了谢婉婉一眼 哎 你们还有一个人呢 他这才发现 谢婉婉的女助理少了一个 三个人来 三个人出去 回来却少了一个人 向晚心里敏感地沉了一下 凉凉地注意力又集中了一点点 这一瞥 他又注意到谢婉婉的脖子上 有一些轻微的红色印痕 这画面触目惊心呢 怎么回事 向晚问的是谢婉婉的脖子 他却不以为意地拉高阴领 随意地将那些伤痕盖住 回答了向晚上一个 关于女助理的问题 他还有些工作没有做完 今天晚上大概是不会回来了 是这样的 怎么感觉有点怪异啊 向晚是一个对情绪极度敏感的人 他心里有疑惑 但对于人家的事情 也不好问太多 行 那咱们就开饭吧 不管他了 谢婉婉主动拿碗 盛饭 随和自在 没有明星架子 当然 在别人家里 似乎也不应该摆架子 向晚见状 客气地阻止 好了 你坐着就行 不用动手 对了 我得去厨房端个汤 马上就来啊 我去吧 没事没事 你坐 不要跟我客气 这种小事我还是会做 两个人客套着 一同进了厨房 先晚晚想帮忙 可对于这个厨房 他明显不熟悉 不知道勺子在哪里 也不知道汤盆在哪里 跟着向晚转来转去 有一点尴尬 有一点手足无措 抢着帮忙吧 还把勺子打翻在地上 最后他干脆摊手放弃 叹息一声 看来 盛汤也是个技术会儿 向晚捡勺子 弯下腰 随意地笑 树叶有专攻吗 谢小姐天生就不是吃这口饭的 你呀 就该在光芒万丈的舞台上 做女神就好了 谢婉婉脸上的笑容 慢慢脸住 她抱着双臂 看成汤的向晚柔和的侧脸 突然苦笑一声 女神没那么好做 其实 我挺羡慕你的 怎么说 简单 干净 自由自在 有一个可以保护你的男人 对女人来说 这就是终极幸福了 毕竟有什么都不如有安全感来的重要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向晚眉心拧了一下 对谢婉婉的看法是基本认同的 即便她是一个知名度极高的大明星 可看她为了躲狗仔的无奈 看她生活的种种不变 看她被人抨击得体无完肤 向晚觉得 她身上的光芒 真的没什么值得羡慕的 如果给她一个机会 让她和谢婉婉兑换一下身份 她不会愿意 哪怕谢婉婉拥有无数的拥护者 和富可敌国的金钱 平凡可贵 也许吧 向晚那就比较惨了 既不能保护自己 也保护不了身边的人 向晚回头 视线在她脸上渐渐凝重 你们今天出去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她今天回来 情绪就有些不对劲 从进门的时候开始 哪怕她始终在笑 脸上是苦的 向晚感觉到了 谢婉婉沉默片刻 慢慢垂下眉眼 看着地面上自己的脚 轻轻地画着地板 我那个小助理 被投资生看上了 所以今晚 应该是回不来的 还有这样骚操作吗 向晚扫向她的眼睛 却只能看到 长翘的两排睫毛 但她脸上的落寞 却是掩饰不了的 人家看上的 应该是你吧 谢婉婉一睁 低垂的脸 猛地抬了起来 直视着向晚 向晚一双眼 动若观火 我说对了 淡淡地肯定句 让谢婉婉拼了命 掩藏的情绪 无所遁形 她挪开了眼睛 不再与向晚对视 双眼突然就红了下来 克制的泪水 闪失了眼眶 是 可我做不到 助理就可以吗 谢婉婉哑然 一直以来 在两个人的相处中 谢婉婉自认在气场上 是压住向晚一头的 如果这是一部电视剧 那么即便向晚是 白牧川故事里的女主角 她只是一个 无足轻重的配角 但她相信 自己在并不多的戏份里 表演张力 不是演技生肆的女主角 可以比拟的 她是闪光的 是观众瞩目的对视 是可以盖住 女主角风光的存在 是始终处于某个高度 俯视向晚的 所以感情上说了 她痛苦过 很快淡然 她自信 自傲 打心眼里 并不认为自己是输给向晚 而是 输给了白牧川 输给她对自己的了解 输给白牧川和她早年的兄弟情 难以逾越 输给了她大男子主义的 甚至有点俗气的审美观 但这一刻 谢晚晚发现 自己似乎弄错了 向晚并不平凡 她眼神犀利 善于观察 睿智精明 克制冷静 很会管理自己的情绪 和生活状态 在锦城 在南木 在京都 一次次事件里 她总能坦然面对 化险为夷 她靠的不仅仅是 白牧川的帮忙 而是她自己有与众不同的思想 比如这一次 她明明可以直接拒绝她住进来 可她没有 而且 还算是热情地接待了她 体面 大方 不让白牧川难堪 还不声不响地 把她架在了一个难堪的角度 兵不血刃 就让她俩的形象 在白牧川面前 高低利显 这样的女人 本身就是一个厉害的角色 向晚 她确实是可以拿住 白牧川的女神 谢婉婉 目光慢慢散开 尖色地回答了向晚的问题 她愿意留下来的 是自愿的 各取所需 一半无奈 一半期待吧 你大概是不能理解那种情绪的吧 向晚深深看了一眼 没有说话 她没有涉及过这些东西 但大概也能理解 那个女助理很好看 坐线晚晚的助理期间 看到的 接触到的 感受到的 全是那个光怪陆离的娱乐圈里的诱惑 以及陷阱 一半想自救 一半想堕落 向晚用了一个通俗易懂的解释 说完淡淡一笑 你也算是个好老板了 还想保护她 我懂的 她还不懂 不知道一脚踏入 也许会万劫不复 既然你同情她 想保护她 你可以自己出钱投资她 包装她呀 向晚 你总让我观目相看 向晚耸耸肩膀 不以为意 这世上的东西 是需要等价交换的 她身上没有我需要的东西 我对她的同情 还不值得我那样付出 她也很明白 投资商可以给她的 我给不了 难道不是你半推半救 把她献祭出去的 毕竟投资商的钱不好拿 她现在还是代表着你呢 既得利益的人 是你才对 很尖锐 不过很客观 我不能理解 以你现在的身份 还需要这么被动吗 我刚才说了 那是各取所需 从另一个层面来讲 那也是我给她的 出头的机会 要不然 她做一辈子助理 也得不到 她需要的东西 向晚沉默了 不是当事人 不能智慧别人的决定 她只看到了 我的风光 但她不知道 所有风光的背后 都有别人 看不到的付出 没有人能 随随便便就成功 走吧 吃饭 谢婉婉没有看错向晚 她确实是一个 冷静果断的女人 允许她住进来 就不会尖酸刻薄 或者故意给她下半子 穿小鞋 她是一个合格的女主人 哪怕平常 她自己一个人在家 会懒得吃外卖 在谢婉婉 住在家里时 一日三餐 都会合理安排 日常也打理得很好 表现出来的 完全是高阶层 女性的风范 这样的女人 嫁入豪门座儿媳 也丝毫不会违和 向晚很坦然 听到消息的方圆圆 却是一点都不淡定了 她执行力超强 转天就丢掉了 她家黄河 直接杀到京都 要帮向晚 撵走狐狸精 向晚迎她进门时 看她一脸凶神恶煞的样子 哭笑不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要是飞机上可以带刀 你该不会拎刀冲进来砍人吧 你说呢 方圆圆眼睛四处乱瞄 人呢 谁啊 小狐狸精 她比我大 那就是大狐狸精 人呢 哪儿去了 这女神 向晚笑着 把方圆圆按坐在沙发上 轻飘飘地问 要喝点什么 飞机上吃了吗 饿不饿 方圆圆咬紧牙齿 撸绣管子 你不会善良病晚期 病毒入脑了吧 问你想喝什么 咖啡 茶 成汁 等着 方圆圆无语 向晚把果汁端到她面前 还顺便添了一碟糕点 方圆圆看到那诱人的食物 没忍住 吃了起来 结果 莫名就成了被向晚审问的对象 向晚很会带话题节奏 明明方圆圆才是前来质问的人 却成了一个回答问题的人 黄河还好吧 嗯 嗯 好多了 你就这么走了 谁来照顾她呀 她妈 她姑妈 她大舅妈 她大姨妈 全都来了 向晚终于破功 方圆圆总是能一本正经地把她逗乐 她亲戚来了 你不是更应该守在病床前 伺候吃喝 做中国好女友 不离不弃 多长脸 多加分呢 姐是需要靠这些加分的人吗 傲娇了 向晚失笑摇头 不过听方圆圆说 黄河身体康复得差不多了 又为她们松了口气 这多灾多难 总受伤的男人 也该好好过点正常日子了 她以后 会恢复原本的工作吧 这让我哪知道啊 我问过 她说 服从组织安排 这确实像是黄河的回答 两个人边吃边聊 方圆圆开向晚过得很好 不像受气的样子 来时满心的力气 又散了一些 正好这个女人没做怪 要不然 我都灭了她 得了吧 你灭得了谁啊 快去洗个澡 休息一下 晚上准备吃我的大餐 什么 一听向晚 每天坚持做饭 方圆圆气得差一点跳起来 我靠 不带这样的吧 你跟我一起住 都经常蹭我 凭什么她和你一起住 你就这么惯着呀 人家是大明星 你是一百二十斤 你能跟她比吗 向晚 你是背着绝交去的 吃错了呀 傻丫头 你跟她是不能比吗 她是客人 是外人 你是我姐妹 是自己人呢 这还差不多 洗澡去了 向晚做好晚餐 白木川还没有回来 谢晚晚也没有 不过 她掐着饭点 发了一条消息 不用等我吃饭 被你们家小白扣留了 扣留 向晚知道这是一句玩笑 真扣留 是没办法发消息的 不过看这样子 重案一号是传唤她过去 协助调查了 案子是有什么进展吗 向晚想了想 去茶几上拿手机 方圆圆正在沙发上撸猫 看她沉着脸的样子 吓了一跳 怎么了 是小狐狸精 不 大狐狸精 作秧了对不对 向晚瞪她一眼 弯腰拿过手机 又在小黑黑的脑袋上 撸了一把 转身去卧房打电话 喂 哎 靠 背后 方圆圆喊了两声 不满的靠 向晚淡定地关上房门 铃声响了一遍时 白木川没有接 向晚不安地拿着手机 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第二遍拨打 又响了好几声 白木川终于接起来 喂 怎么了向晚 平常打电话 第一次不接 她不会再拨 白木川被她的急切紧张到了 不等她说话 又马上解释 我刚才在审讯室 不方便接电话 这不 我刚刚出来准备播给你 你就又打来了 谢婉婉今天晚上没回来 发消息说 是被你扣留了 所以我来问问 最近她不是被盯得很紧 不太安全吗 我怕那条消息是假的 她会有危险 不敢确定 是真的 不过 白木川默了一下 突然低效 你打电话就为这个 不然呢 不是因为想我了呀 想你 你就能回来了吗 当然 陷了就有鬼了 你不试一下 怎么知道 我想你 我想你 好了吧 你快去忙吧 我就是确认一下 她的安全 哦 对了 媛媛过来了 家里热闹了 嗯 就这样吧 我去陪小公主了 向晚挂了电话 与方媛媛过二人世界去了 不 加上小黑黑 是两人一猫的世界 她完全没想到 白木川会真的回来 当白木川开门走进来时 向晚以为自己眼花了 你怎么 回来了 因为你想我了 两人相识 一秒破功 然后都忍不住笑 得了吧 您亲口说的 还想反悔 喂喂 方媛媛看看这个 又看看那个 觉得沙发上 突然长钉子了 你俩这恩爱秀的 哎呀 不行了不行了 我得回房 去找我家小黄黄 打个电话 这一下 她朝向晚挤了个眼睛 抱着小黑黑走了 向晚忍不住笑 称怪地看白木川 真是的 搞得这么矫情 白木川脸色一暗 明紧着唇盯住她 突然又大步冲过来 勾住她的腰 往怀里紧紧一勒 二话不说 低头就滚了下来 白木川 向晚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趁她唤气地当 她别开脸 干嘛呀 这一偏头 白木川的唇 恰好落在她脖子里 温热的呼吸 麻麻的 向晚哆嗦一下 白木川低笑起来 我们会放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月 白木川连续两天 没有回家 这一次回来 共计待了一个小时 零十分钟 方圆圆只见到她一面 然后 她就走了 并且 带走了她的小伙伴向晚 一个人在家 无聊至极 方圆圆给黄河 发消息聊天 黄黄 你说这两个人 是不是都有病 你认为有病的人 应该都挺正常的吧 我靠 要造反了是吧 不不不 我是想说 我真有病 我为什么会觉得 我就很正常呢 我 你有什么病啊 相思表 相反 相反 坐在白木川的车里时 还累得腰酸腿色 不停地埋怨他 落手催花 不懂得怜香惜玉 可到了 钟爱一号 看到一片 忙碌的画面 他马上就 打起精神 进入了工作状态 我的任务是什么 等一下 唐原初会把资料 报到你办公室 测写助理的身份 一个个都热情地 上前打招呼 就连诚心 也远远地招待了一声 甜甜地叫相老师 好像两个人 以前嫌隙不曾存在似的 可以啊 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懂得收敛和克制了 向晚瞄他一眼 微微点头 去办公室路上 一直在笑 白木川皱眉看他 有什么好笑的 没什么 我这办公室 不会都涨霉了吧 他推开办公室 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 不像好多天 没人的样子 白木川勾了勾唇 笑容里 淡了一些 妖宫的意味 怎么样 谢谢领导 白木川回头一看 没看到别人 又压低声音 麻烦你换一个称呼 大人 妾收拾了 小川川 小白白 小木木 木二少大大 我可以掐死你吗 嗯 这里是重案一号 向晚严肃地说完 看他沉下眉梢 突然又俏皮地 吐了个舌头 嗯 即便你是我老公 杀人也是要犯法的 狡黠的女神 一秒拉回战局 白木川脸上的笑意 浮了出来 就说你拼 谢大人不杀之恩 今天晚上 白木川亲自回家 接向晚过来 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 一下风花雪月的小心思 他坐下来 问了唐云初的电话 很快 那家伙就捧着一堆资料过来了 夏老师 丧尸案的卷宗都在这里了 他今天晚上的任务 就是看卷宗 从犯罪测写的角度做出分析 对案件相关的人物进行摸牌 和犯罪心理模拟 卷宗很厚 任务也重 但向晚眼睛里 却闪着朔朔的星光 满脸写的全是探之欲 他翻开卷宗 白木川坐在边上 为他讲解 两个人配合默契 浑然不觉身边还有一个人 唐云初站在办公桌前 看了片刻 默默低头 要没什么事 我就先出去了 去忙吧 唐云初点头 往后走了两步 又自顾自地停下 回头看白木川 那神色完全不像 想离开的样子 还有事 白队 谢婉婉的事 我觉得你有点过于严肃了 他是一个公众人物 被警方三番五次的传讯 对他的个人影响是很大的 现在本就在风口浪尖上 咱们不救他也就算了 怎么能再推他一把呢 过于严肃 敲了敲桌面 白木川突然重重一拍 脸拉了下来 唐云初 你当周王一号是菜市场 可以讨价还价吗 还是你以为 法律全都是摆设 我不是这个意思 唐云初的头 垂得更低了 说得却很坚决 十秒后 他组织好语言 甚至抬头 直面白木川冷决的视线 这个案子里 他一直是受害者 末世之前播放时发生案子 不是他能左右的 结果导致影片被禁播 损失的人也是他 从动机上来讲 他与案子就不存在关联性 还有 天怒计划的参与者里有他的读者 这个就更牵强了 从本质上来讲 这些事与他是没有关系的 粉丝行为偶像买单 这不是法律规定的吧 更何况 他已经因为这个案子 受到舆论攻击了 我们不保护受害者 还火上浇油 也太不厚道了吧 这两天 唐元初一直在关注舆论 案件涉及到谢婉婉 发酵得很快 网络上的键盘侠 见风就是雨 说得极是不堪 有些攻击的言论 让他很难想象 这是一个正常受过教育的人 用来攻击一个柔弱女性 所使用的 这个社会 对女性太不友好了 唐元初没有听到白木川的回答 咽了一口唾沫 又突然脸住目光 眼神犀利地反问 我们这样做 感觉是在为 推他入火坑的人助力 罢队 如果把谢婉婉 换成向老师 你还舍得这么对他吗 办公室突然寂静 白木川脸色微微一变 盯着唐元初 愤懑不平的脸 他隔了左右十秒钟才问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唐元初跟在他身边 这么久 对他是有一定程度了解的 如果不是为了谢婉婉 他今天是断断不敢当面质问的 因为这一问 仿佛在说他假公济私 是非不分 白队 我知道这样说 会让你觉得我很幼稚 但我现在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我不想瞒你 也因为我的领导是你 所以我不想假装 我必须把心里的想法都完全地告诉给你 说 我进警察队伍的时间不长 还在学习阶段 但我一直是想提高自己的 对于这种想不通的事情 不想憋在心里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满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俊阅 向满其实是理解唐元初 不管男人还是女神 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人和事时 真的很难做到完全理智 可他更愿意相信白木川的为人 对谢婉婉 他本就无怨 更不可能故意针对他 问得很好 我可以明白告诉你 手果是向满 我一定会这么做的 说到这里 白木川突然又低笑起来 修长的手指轻抚一下额头 你大概是已经忘了 向满出入警队的次数 从来都不少 嫌疑人的身份也不止一次 在他的问题上 白木川向来公事公办 毫不手软 向满微微一笑 若有所思的腻他一眼 回头见唐元初 罩红了脸 不由出声缓解尴尬 唐网红 你对白队 应该有信心的 他不是那样的人 不管做什么事 一定有他的道理 唐元初僵在那里 觉得脚步有些虚软 向老师 我没有怀疑过白队 只是质疑这样的处理方式 还有 就是担心这事的后续影响 向晚点点头 他望白木川一眼 这个案子 谢婉婉这部分 到底什么情况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他没有涉及案件本身 但其中有几个 天怒的骨干成员 是他的大粉 私底下与他的经纪人 也是有来往的 我们调查他 只是例行公事 向晚沉默一下 看向木头庄子 似的唐元初 微微一笑 你有没有想过 在白队传讯 谢婉婉之前 网络舆论就已经炸开了 各种谣言被传得飞起 如果把事情查明白 最后由警方 给出一个结论 那不是对谢婉婉 真正的洗白吗 他接受调查了 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警方结案 公布案件情况 那不就真正的反转了吗 所以 你不要想太多 白队这样做 才是真心为他好 这解释 白木川看的一样 唐元初也 呆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与向晚护视片刻 如梦方醒一般 挠了挠脑袋 为自己感觉到有些羞愧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是我不好 白队 我脑子太晕 想得不够长远 白队 对不起 那什么 我这就出去干活了 唐元初速度极快 声音没落 就溜了出去 办公室 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你这个代言人 好像很了解我的样子 被我看透心思了 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呀 想多了吧 小姑娘 你和唐元初完全是两个极端 他把我想得太坏 你呢 把我想得太好 白木川贪手 无奈一叹 作为一个暗张办事的警察 我能说什么呢 得了吧你 我是认真的 只是例行公事 是是是 你快去忙吧 我要看资料了 对白木川的心思 向晚完全没有怀疑过 不是他自信 也不是他淡然 而是他惯于接受现实 很懂得调节自己 有些事情 不关生命 不用多想 向晚沉下心来 做案件测写分析 白木川刚走到大厅 诚心就匆匆走了进来 白队 怎么了 诚心往门口的方向 忘了我 有好几个媒体单位说 要来了解一下案件的情况 啊 还有 刚听小舟说 大楼外面 好像有不少媒体记者 在蹲守 白木川沉眉不语 诚心看他的表情 略略带点尖酸 这个血弯弯 还真是个会惹事的人 好像每次沾到他 就总是麻烦不断 白木川俊气的脸沉了下来 媒体采访一律拒绝 相关的案件 需要与媒体交涉的地方 交给唐元初 在应付媒体这方面 唐元初有经验 而且他天生长了一张 讨人喜欢的脸 不容易得罪人 要是白木川 估计用不了三句话 就不耐烦了 好的好的 承心说完 站在原地 没有离开的迹象 白木川目光一冷 还不去干活 哦 承心弱弱地硬了 心细地没耸动一下 又小声地吻 白队 以前我在网上看人扒过 说你和谢婉婉 好像触过男女朋友什么的 那什么 你现在对他这么不尽人情 是不是不想让向老师不开心啊 白木川脸色秒变 工作之外的事情 请不要带入工作中来 那狠狠的一弯 眼封扫过来 凉嗖嗖的 承心立马站直 是 白木川甩手回到办公室 打电话叫了各队几个办案民警过来 几个人做了一个简单的案情分析 又部署了下一步任务 大家就各自忙去了 他打开电脑 点开邮箱 查看向晚有没有发来邮件 并没有 他的速度也不会那么快 白木川搓了搓额头 慢慢躺倒在椅子上 闭上眼睛 让自己沉浸在短暂的休憩状态中 理清思路 正在这时 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喂 白队 白木川一听对方的声音 身体微微紧绷 是我 你说 对方是他派到外地去的一个侦察员 姓范 名叫范智国 在重案一号 大家都叫他老范 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刑警 白队 我调查到 安影 本名叫维刚 他的前妻 大概十几年前就带着他们的儿子移民海外了 后来再没回国 不仅与维刚再无联系 与双方的亲戚朋友 也几乎断绝了往来 可以说是音讯全无 据他前妻的亲戚交代 当年维刚在那所特殊学校任教员的时候 薪水也不高 两人那时带着一个孩子 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 维刚猥亵学生被抓 进去之后 他前妻自觉无脸见人 与他离了婚 然后去了外地打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一年以后 听人说就移民海外了 这一年里发生了什么 没人知道 但亲戚们认为 以维刚前妻的个人能力来说 靠他自己移民 还拖着一个小孩子 怕是不容易 所以 亲戚朋友口口相传的故事版本 他是找了一个高鼻子黄头发的外国老头 把自己给嫁出去了 时间太长 这些事情都不好核实 明白了 你先回去吧 好 挂断电话 白木川双手捧着脸 低下头 在丧尸案里 暗影是组织策划这个事件的头目 受到境外势力的支持 这个无庸置疑 暗影自己也曾在审讯中亲口交代 他当年因为猥亵案进去 出狱后 走投无路 是崔明帮了他 给了他一口饭吃 现在崔明亡死 他就是落不下那口气 要为崔明报仇 另外 也是想要报复社会 天怒计划的最终目的 就是报复 惩罚 在看守所里 暗影也并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后悔 他后悔的 只是天怒计划没有来得及展开 认真说 这个案子的情况很明确了 证据也确实充分 在白木川把情况汇报上去后 上头的意思也是 可以整理材料 准备解案了 只是他自己 心有一点 放不下 他把向晚找来 除了想听听向晚的意见 还有就是 想找一个心理上的支撑点 就算所有人都认为 案情明朗 可以解案 他还是希望 听到不同的意见 这一等 就等了两个小时 晚上11点 向晚发来消息 小白先生 有空吗 白木川看着电脑屏幕上 跳跃的文字 嘴角不知不觉浮上笑容 等着你呢 时间紧迫 我来不及整理文件发给你 简单跟你说几点 我的个人看法吧 先我过来 咱们当面说吧 不用 文字吧 我可以边打字 边理思路 不想见我 喂 严肃点 向晚发了个微笑的表情 然后开始她的意见 维刚 也就是暗影 她的犯罪动机 符合心理逻辑 在当年的猥亵案里 她始终认为 自己是冤枉的 因为那个案子 也影响了她的一生 妻离子散 产生报复社会的情绪 完全正常 从天怒计划开始 到最后破获 查到毒源 也基本可以证明 一切都是暗影 在指挥 调度 她就算是暗 以天怒计划的首脑 是的 还有呢 有一点我还不太明白 崔明在的时候 暗门虽然也做 违法犯罪的事情 但是境外势力 是没有勾结的 而且 崔明本人厌恶 做这种事情 崔明过世后 暗影为什么会在 这么短的时间 就已经外获得了联系 还得到了对方 大笔的资金支持 迅速制定了灭绝人性的天怒计划 你不觉得奇怪吗 你是说中间有人 穿真一线 没错 一般来说 像这么大的计划 两者间要建立起 绝对的线人 是需要一个时间 或者说一个过程 来磨合的 毕竟那不是一笔小开支 不管做什么 首先用的是钱 能够让两者短时间 达成一致 那定有那么一个人 这个人 我认为才是最重要的 怎么说 很简单 有个人的存在 少了一个暗门 抓了一个暗影 并不会影响 对方继续渗透 与破坏 这个人可以再寻找 另外的目标 甚至比暗影 更强大的目标 喝得想想完 你果然是我的知己呀 你也是这么想的 嗯 那你还叫我来 想知道我不是一个人 好吧 这个理由 我服 另外 我还有别的发现 你说 我认为这个案子 就是那些涉及到 谢丸丸粉丝骨干的部分 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是什么 结合事发后 舆论对他的公式来说 很明显 有人在故意栽赃的 这么说吧 其实丧尸粉在任何的地方下毒 效果都是一样的 但对方选择了电影院 作为太端 就是冲着末世之前去的 一开始 可以理解为 想借助这个影片 引发轰动效应 让人们恐慌 可后来挡着影片下映 又把矛头 全部指向谢丸丸 就不那么单纯了 白木川摇了摇椅子 好半生没有说话 怎么了 我说的不对吗 很对 那你怎么不吭声 我只是在想 为什么你半点都不吃醋 小白先生 你的脑回路 可以再轻奇一点吧 不 向晚 我真的觉得 你是一个特别的女人 白木川缓缓地笑着 又开始了 给女朋友脸上贴金的模式 正常情况下 你是不应该为谢丸丸拍拖的 那是女人的天性 但是你 跳脱出了这个范围 是不是又重新爱上我了 是越来越爱你了 嗯 说正事啊 我看了一下卷宗资料 丧尸案可以结案了 你准备怎么办呢 白木川没有正面回答 沉吟一秒 他反问向晚 有没有兴趣 陪他去见见案影 办好手续 签了字 谢丸丸离开中案一号时 已是晚上十点 助理把车开到楼下等待 他把口罩拉了拉 正准备出门下台阶 一个人影就闪到面前 喂 已经下班的成心 换上了变装 背着手 站在谢丸丸的面前 他很高 但谢丸丸穿着高跟鞋 似乎比他还要高尚一些 这让成心略略站直了一点 朝他瞄过去 我叫成心 是成城的妹妹 谢丸丸知道他 但从来没见过 轻轻瞄一眼 他从包里把墨镜拿出来 架鼻梁上 冷漠地说道 我跟你哥不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牟川向板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成心在谢丸丸面前 就像一个傻白甜 一个温室里长出来的花 哪能说得过 谢丸丸这样的女人 成心尴尬地咳嗽一下 想套个近乎 那个 我挺喜欢你的作品 尤其是灰明丹 你演得特别好 灰明丹还没上演 成心又一次被呛住 脸颊微烫 快了快了嘛 反正我差不多是你的粉丝了 我的粉丝 好像都没什么好下场 成心有点抓狂 这个谢丸丸 怎么比向晚那女人还难沟通 向晚是心里有坏水 脸上一片温和 典型的腹黑女 而谢丸丸 是一个连敷衍都欠缝的人 对她不喜欢的人 一律冰穿脸 成心想到这个 有一种自讨没趣的感觉 说话不由地尖刻起来 我今天找你 可是为了你的事 想尽一个粉丝对偶像的责任 谢丸丸脸上 看不到表情 半上 口罩下的鼻翼 一声轻横 哼 程警官 我的时间很富贵 有事直说 成心往大门张望一下 走近半步 又压低了嗓子 用一种 我什么都知道的表情 神色怪异的 充满了八卦气息 我知道你喜欢白木川 老实说 我觉得你俩挺般配的 你比那个向晚漂亮多了 又与他从小认识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是想说 你难道就不想把白木川抢回来 谢丸丸扶了扶墨镜 唇角不经意勾起一次笑 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年年都在搞 程警官身为警察 难道不知道抢人是犯法的吗 别装了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实话告诉你吧 我有一个小秘密 如果你利用的好呢 完全可以 不费吹灰之力 就拆散它们 把白木川抢回来 这么好的事 你为什么自己不做 你不 也喜欢白木川吗 成心一争 也没有想到 谢丸丸会直接戳破呢 欲抱相争 渔翁得利 成警官打得一手好算盘 谢丸丸凌厉的目光 似乎看透了她的心 成心的脸清白不云 再见 谢丸丸拎着包 腰一扭 走下了台阶 我就不相信 你对他们的事 一点都不好起 谢丸丸脚步一顿 停了下来 第N次去看守所 向晚早已没了第一次的感觉 他淡定地跟在白木川身边 抱着个笔记本 像是他的助手 大门框框的声音 半夜里 听得人毛骨悚然 嫌疑人 在看守所的日子 不好过 大多这个时候 还没有睡着 听那声音 就得紧张起来 陪同白木川来看守所的 除了向晚 还有丁一凡和唐元初 一行四人 很快办好手续 去了审讯室 不一会儿 暗影就被狱警带过来 穿着监狱的统一制服 手铐冰冷 一脸憔悴 几天不见 这个人似乎瘦了好大一圈 站在门口 他看到白木川几个 转头就对狱警提要求 我 我要上厕所 狱警看了白木川一眼 白木川点点头 暗影没什么表情 转头去厕所里 目光与白木川 在空中一撞 随即撇开 对暗影的提审 不是第一次了 每一次 他都很配合地交代情况 不过每一次 都很作 上厕所 要喝水 要抽烟 拖延时间 都是尝试 白木川双手抱毙 很有耐性 向晚看着 那个离去的背影 却皱了皱眉 这个人 不好对付的呀 怎么看出来的 看脸 很多时候 人是可以冒相的 白木川没有反驳 四个人静待着 等狱警再次把暗影 带回来 十分钟已经过去了 这人往审讯室的 老虎椅上一坐 先是笑着解释了一下 上了个大号 让各位久等了 众人不回答 暗影不以为意地 抬抬手腕 你看 这也挺不方便的 擦个屁股都费事 这个人 确实挺能耐 很坦然地面对警察 这已经是 了不起的一种能力了 向晚投过去的目光 深了深 白木川倾壳一下 打开了面前的本子 示意唐元初 做好笔录 卫刚 我们今天过了 是还有几个补充问题 想找你了解一下 你问吧 天怒计划的制定实施 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 不是已经问过 很多次了吗 如实回答 暗影了解的点点头 就是那些人哪 不都被你抓了吗 没有抓到的 人家都在国外 逍遥快乎呢 将来这辈子 你们也抓不住了 当初为你和境外势力 牵线搭桥的人 是谁 暗影一针 无声的审讯室 气氛转冷 谈话突然就这么终止了 他不说话 也不看白木川 夜灯下苍白的脸 颓然 无神 向外看着他 一秒都不肯错过他的神色 一个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 陷入仓皇失措的沉默时 只能证明这个问题刚好戳到了他 痛处 隐私 或者其他 生物有相同 人心无同 人心是一个复杂的东西 自己都未必能了解自己 这一瞬 他的表现是最真实的自己 沉默许久 白木川也没说话 两个人像是在比耐性 传递在彼此间的 是无形的气场和压力 啊 为什么要这么稳呢 暗影神色一松 这一松 就是心理上的败阵 谁先开口 谁就输了 向晚看到的是 暗影眼里的无奈 白木川看到的是 他溃败的情绪 你不是一个有能力 接触到境外势力的人 白木川这句话 可以说很损人了 暗影一听 却笑了起来 你似乎很了解我嘛 可能是 暗影一睁 慢慢眯起眼 视线里添了一抹暗萌 审视 回忆 不过 他并没有在记忆里 搜索到这位冷军威严的警官是谁 虽放弃 只淡淡一笑 找回失态前的理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你说的很对 我确实没有那个能力去联系对方 但这并不代表我没有那个实力 让对方主动来联系我 我不行 暗门行 信息量很大呀 白木川点点头 是谁来联系你的 暗影不知不觉 就进入了白木川的循环审讯套路 每回答一句都很艰难 但每回答一句 就会有下一个更重回答的问题接棒 白木川是审讯高手 暗影有一点应接不暇 陌生人 一个陌生人 他找到我 说了这个计划 并说会援助我们一大笔钱 货也由他们负责 这种无本生意 我没有拒绝的道理 陌生人 是什么样的人 时间地点 当时还有哪些人在场 对方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找到你的 在一栋酒店吧 他直接敲门进来的 没有通过任何人 不过 他似乎很了解我的为人 跟我没有太多客道 我们直接就进入了主题 哦对了 他是一个很爽快的兄弟 三十来岁的样子 长得有点儒雅 一看就是个好人 一看就是个好人 好人 向晚唇角忍不住抽搐 你不去做编剧 还真是可惜了 暗影身体未顿 看着他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在撒谎 我没有 崔明出事之后 你多么怕死 怎么会随便在酒店接待一个陌生人 陌生人随便说这样的话 你怎么可能马上就与他达成一致 你就不担心是警察给你下的套吗 还有 随行的人都有谁 具体时间地点 这些审讯的重要元素 你选择了模糊处理 证明你想回避 维刚 警察不是这么好呼噬 他说到这里 翻开面前的档案 又是一笑 你知道你目前所说的内容 有多少出入吗 暗影沉默 四次审讯 你前后回答不一致的地方 多达十三处 除了撒谎 要怎么解释 没有经历过的事靠编 很难达成统一 除非那种真正的犯罪高手 暗影显然还差一点火候 你就算编 也编得像样一点 白木川将档案 置在面前的桌子上 重重一割 交代吧 今天晚上 我们会很有耐心的 我 我没有 他咽下唾沫 想为自己辩解 可与白木川对视办上 他再次张嘴 却问了一个 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 白警官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 你见过我很多次了 按前按后 你不是一直都在 计划性地针对我吗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暗影半眯起眼 像是在努力地 搜索自己的记忆 目光有一点迷离 应该是 很久以前 对 很久以前 我们肯定在哪里见过 白木川没有回答 暗影一睁 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面色一白 你 你是那里出来的 白木川面色渐渐凉下 沉默了大概十秒 他语气一沉 是 一问一答 在座的人有点懵 那里出来 是指的哪里 他俩曾经有过怎样的交集 丁一凡 和唐渐初看着 一头雾水 向外心里却是一阵 特殊学校 教官 暗影见过年少的白木川 白木川显然也知道 他是当年的围当 只不过时过境迁 白木川长大了 暗影没能把两个人联系起来 哦 怪不得 怪不得 白木川会说 他没那个能力 当年在特殊学校 他就是一个懦弱的胆小鬼 学校领导 或者其他教员 都可以欺负他 尤其以丧尸案里 被他杀掉的冯民 他与几个教官 常以欺负维刚为恶 那个时候 维刚受了气 只能向学生发泄 既然是你 你就应该知道 我当年是被冤枉的 暗影的目光里 闪过仇恨的光芒 我没有参与 冯民他们的龌龊勾当 他们也不可能让我参与 我 我是被冤枉的 我为此做了牢 我失去了所有 但没有任何人站出来 为我说一句公道话 我不知道 缓了缓 白木川慢慢牵起 冰冷的唇角 一句话说得冷练 当年那所学校里面的教员 没有一个是真正无辜的 我没有参与 没有 就算没有直接参与那些罪恶 你也是罪恶的帮凶 你自认为是无辜 到底无不无辜 当年法院已经给了 你最好的审判 不 不 不 你根本什么都不了解 你们都不了解当年的我 就拿你来说吧 我有没有打过你 有没有凌辱过你 他声音一落 唐元初和丁一凡刷地看过来 一脸震惊 向晚心里微微一叹 这个话题就不该被提及 白木川应该也不喜欢有人 再提及少年时的经历 然而他似乎很坦然 就像没有看到丁一凡 和唐元初的差异目光 他淡淡地看着暗影 你没有打过我 那是因为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教官 那所学校按年龄和文化程度 是分班的 维刚不是白木川的教官 但学生就那么多 彼此是见过的 我没有 我没有 暗影神色异常激动 对当年的事 显然不能见怀 是 是冯明那王八蛋 想拉我下水 那一群王八糕子 趁机报仇 他们 他们何起火来陷害我 如果你没有对学生施暴 又怎会有人趁机踩你 你无辜 我当然无辜了 你懂什么呀 正是因为我不肯和冯明他们同流合污 他们才会排挤我 羞辱我 白警官 难道你从来就没有想过 我当年为什么在学校里日子难过 真实原因 是我守着底线 我的内心 是一个善良的人哪 白木川唇角威靡 没有说话 向晚却被那一句善良的人震慑了 果然 世上的人 最擅长的就是为自己开脱 错 罪 不存在的 维刚 你的过去已经得到了审判 我无权智慧 如果你觉得冤枉 你可以提起伤诉 现在 我们要了解的是手头的案子 我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他戴着手铐的双手 无力地捶在腿上 一副放弃自我的样子 撇白木川的目光里 从热气 渐渐凉了下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我知道你们想知道什么 你们认为有那么一个人 在幕后指使我 对吧 他笑着 目光慢慢暗下来 最后索性闭上了眼 没有这么一个人 那个当初找我的人 早就已经出境离开了 你们想抓 也抓不到了 抓不抓得到 那是我们的事 你只需要说出来 他是谁 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他 那就从怎么接触的开始说起 白警官 你已经问过无数次了 我不介意再听一次 时间太长 忘了 含糊其词 显然他产生了抗拒心理 你怎么没有忘记你姓什么 哼 这怎么可能忘呢 白警官 怕晚上吧 咱能不能别兜圈子了 我很困 你们的问题翻来覆去的 就那么几个 你问一次 我回答一次 一次又一次 我已经认罪了 你们还准备省我多久啊 只要案子有一点 我们就会追查到底 我求你了行吧 就算我求你了 能不能早点结案 早点判我死刑 见了看守所的人 都想活着出去 像他这样催促着死的人 少见 白牧川面孔一沉 盯着他不说话 向晚瞥一眼 突然向了出来 你就这么想死吗 刚才他一直沉默 暗影没有注意他 这一问 暗影的视线 立马转到向晚的脸上 对 我想死 特别想死 说实在的 人都落到你们手上了 早晚都是一个死子 这他妈日子过的 生不如死 何不早死早脱生 很有道理 但我听说 很多想死的人 等真正面临死亡的时候 都会恐惧死亡 甚至后悔 我想 你也不会意外 要不然那天 你又何必偏了命地逃跑呢 暗影凉凉看过来 对向晚的态度 有些不屑一顾 小姑娘 年纪轻轻的 不要装出一副老成的样子 你懂什么呀 我不懂 所以才想请教 向晚微笑的眸子 闪过冰冷而狡黠的光芒 落在暗影的脸上 竟有几分锐利 我很好奇 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让你不惜认罪去死 也要为他守口如瓶呢 想象力很丰富嘛 你是写书的那个 终于把他对上号了吗 向晚明白 这个人一直有关注他 不过 二次元和三次元的空间距离感 让人有些差别 对 我就是那个承蒙你一直关照的人 写书的人 哼 秋雅 暗影不想与向晚多谈 向晚却不打算放过他 诚如你所说 写书的人 想象力总是比较丰富一点 所以容我猜测一下吧 找上你的这个人 一定是你极为信任的人 暗影翻个眼皮 不知可否 在崔明死后 你好不容易崛起 以你骨子里的懦弱胆小性格来分析 你是不会太愿意去做冒险的事情的 暗影脸一沉 不回答 那个时候 能侥幸绑住一命的人 已经谢天谢地了 诚然你有报复社会的心思 也不会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去实施 躲避警方的追捕 羞生养息 也得花上一段时间的 因此 是那个人的出现 改变了你 你凭什么认为我懦弱胆小 凭什么 最后三个字 他吼得有点大声 显得很在意 因为你一直被人认为懦弱胆小 但是从来没有反抗过呀 在特殊学校是这样 在家庭生活中也是这样 在暗门 更是这样 而且 以你的能力 也不足以让你掌控暗门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你以为你是谁呀 简单 我告诉你为什么 向晚目光坚定 神色笃定而自信 如果你有能力 冯明又怎么会活到丧尸案的时候 暗影气恨地喘着气 竟然无力反驳 这个女人 就像可以看穿她似的 太可怕了 向晚笑了笑 与白目川看来的目光 短暂对视 继续以瞧不上的态度 对暗影 恕我直言 以你的能力 如果没有那个人 大概你 活不成暗影 控制不住暗门 更不能突然耀武扬威起来 成了number one 甚至让大姐头田丹月都惧怕 那是因为我绑了她的孩子 暗影气急 没有人愿意被人瞧不起 为此 她甚至不惜说起 回非作歹的事 就当是我编故事吧 向晚从白目川面前 拿过卷宗 随意地一翻 又温声细语地说 维刚 就在今天晚上 我用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把你的过去 现在 全部梳理了一遍 你信吗 我比你自己 更了解你 暗影语色 向晚要的就是她的不自信 一个对自己失去信心的人 很容易被人引导情绪 你的家人 从你坐牢那一天 就放弃了你 父母以你为耻 多年没有来往 你的前妻恨你 出国后 也没有联系过你 你的身边 已经没有信得过的人 所以 我就一直在想 能让你完全信任的 是谁呢 难道是你儿子 写书的人 真是喜欢一派狐言 你那个儿子 很小就被前妻 带出国了 后来就没了消息 是不是 他早就已经回国了 我怎么知道 你应该去问我的前妻 暗影面色苍白 双眼冷冷地看着向晚 表情比刚才争鸣 说完 他挪开视线 不再与向晚对视 直接对白木川 我只是嫌疑人 活也有人权 你们这么对我车轮战的审讯 你们就不怕我投诉你们 你可以投诉 暗影胸膛起伏 无力地闭上眼睛 七位警官 我现在心跳很快 我困了 累了 饿了 我感觉我就要死了 我现在 需要医生 这是开始耍无赖了 偏生这一套最管用 人性化的制度 刚好是他可以利用的漏洞 哪怕众人很不爽他 也不得不妥协 白木川叫来狱警 为他救医 然后 从看守所离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唐元初和丁一凡 受到白木川的事情冲击 比往常沉默 白木川却不以为意 看了向晚一眼 冷不冷 快立春了 哪里会冷 白木川脱下身上的外套 披在向晚的肩膀上 别冻着了 倒春寒才是最冷的时候呢 好吧 向晚拉了拉衣服 婉儿 我送你回家 可惜今天晚上 没什么收获 谁说没有收获 白木川挟他一眼 目光里充满了心上 不仅仅是一个男人 对女神的心上 还是一个同行的心上 你问他的那几句很犀利 维刚实色慌张 表现异于平常 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调查方向 你还真相信我的推测啊 刑警的准则就是不放过任何的一种可能 白木川说到这里 皱了皱眉 不过这条线不好查 维刚的前妻和儿子走许多年了 这些年他一直是个人生活 在暗门也比独眼龙和乘托这些人混得差 这本来是不太受催眠重用的 一定是有什么改变了的 向老师 你的分析非常独到 有些细节他都没有想到 向晚不仅想到 还做了大胆的猜测 白木川回头就吩咐丁一凡 回头就通知一下情报组 是用调查 所有需要可以与二部联系 标出重点 调查维刚的前妻和儿子 丁一凡点头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 白木川揽住他的肩膀 似笑非笑 共同进步吗 除了看守所 已是凌晨时分 众人买了些宵夜 让丁一凡和唐渊初拎着 一起回了家 听到声音来开门的是方圆圆 她还没有睡 现晚晚也没有 她和方圆圆 还有那个助理 都在客厅里聊天 意外的是 方圆圆这个没节操的 来京都是要为向晚 撵狐狸精的 可看她的神态 分明是与谢晚晚 已经聊得热火朝天了 向晚白了方圆圆一眼 方圆圆耸耸肩膀 看到唐渊初手上的东西 我的乖乖 刚准备交外卖呢 你们就回来了 来来来 摆上摆上 我都快饿坏了 她摸着肚子就动手 唐渊初和丁一凡 都是第一次到白木川家里做客 还是深更半夜呢 刚开始有些拘束 被方圆圆这么一喊 算是缓解了气氛 看看你们喜欢吃什么 买这么多呢 是的 有辣的 有不辣的 客厅足够大 沙发也是 坐几个人绰绰有余 唐渊初其实并没有想到 谢晚晚会在白木川家里 不过 在看到她的那一刻 却有些明白 为什么从来不请客人去家的白木川 会突然叫上她和丁一凡 这分明就是找人作伴了 要不然 她带着宵夜回来 家里一堆女人 不是很尴尬吗 为了调节气氛 唐渊初充分发挥了自己警方代言人的口才 又是卖萌 又是卖辅 尽量让每个人都在宵夜的欢乐气氛里 感觉到愉快 不得不说 她是一个有天赋的孩子 是那种 无论与谁相处 都能让对方放松的人 以方圆圆为首的几个人 全都被她逗得哈哈大笑 谢婉婉的女助理也频频对她放电 唯独谢婉婉吃宵夜 一字的舞 她坐在众人中间 像一个孤独的影子 哪怕唐渊初的视线 无数字投向她 期待着与她空中的一次偶遇与碰撞 她却一秒钟的机会都不给她 全程低着头玩手机 不插入话题 像一个局外人 直到香夜吃完 丁一凡起身告辞 唐渊初不得不跟着站起来 我们先走了啊 白队 向老师 明天见 白牧川目光如炬 把一切都看得清楚 她没有挽留 白白手 回去注意安全 哎 好的好的 大家相互告别 谢婉婉看着手机 头也不抬 可以说相当无情了 向晚想到秃鹰嘴的深潭边 唐渊初为了救她 那纵深一跳 不由唏嘘 今天晚上 家里人多 吃完东西 几个人帮着收拾 很快打扫干净 白牧川不便周旋在女人堆里 早早地回了房间 向晚等大家收拾好 去方圆圆房里坐了一会儿 了解她的心路历程 怎么就从怒气冲天的杀人犯 变得与敌人谈笑风生的傻子了呢 潜入敌对室里 瓦解并粉碎敌人计划 我这叫策略懂不懂啊 你确定不是黄河上身了 早就被她上身了好吗 忽 忍真的呢 方圆圆打个喝浅 在床沿上坐下 并把两只腿一盘 正经地抬抬下巴 再怎么说 我也是个井嫂对不对 该有的战略意识还是有的 得了吧 我还不了解你吗 向晚哭笑不得 一句话就粉碎她的高谈阔论 你呀嘴硬心软 方圆圆歪嘴瞅她 向晚微笑着眯起眼 细谑地笑她 承认吧 其实也不是了 毕竟人家是大明星嘛 长得好看又很有礼貌 对我也挺客气 你知道的 伸手不打笑脸人吗 我一个人在家里呢 人家回来是两个人 我凶不起来的对不对 难道不是线碗碗 那堆吃的诱惑了你吗 我是那么没出息的人吗 一开始 他们叫我一起吃东西 我内心是拒绝的 是的 你的心拒绝了 可是你的胃没有 向晚接过话 似笑非笑地瞥她一眼 了解她就像了解自己一样 随即还鄙视了她一眼 现在知道你这一百二十斤的肉 是怎么来的吧 我怎么可能是为了吃 就出卖自己的人呢 早点休息 还有 至少你做得很好 歇碗碗这个人 不要轻易招舍 会吃人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跃 向晚一个暴力 敲在他脑门上 哎呀 就你这智商还跟人家玩 早点洗洗睡吧 说的你智商很够用一样 这还用怀疑吗 你智商高 为什么总写铺文啊 扎心了 向晚感觉自己挨了一刀 因为老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自己领悟吧 现在的向晚 方圆圆是越发说不过了 她翻了个白眼 躺倒下去 抱着枕头转了一圈 宝宝心好累啊 你们一个个的都太复杂了 还是宝宝最单纯 最善良 向晚笑瞪她一眼 出了客房 准备去看一眼小黑黑 就回卧室睡觉 不料 猫窝旁边的窗户 靠着一个黑曲曲的影子 没有开灯 只看到她指尖的香烟在燃烧 向晚吓了一大跳 谁 我 大晚上的 你 不怕喧闹猫吗 谢婉婉慢慢地转身 纤细的身影 在微光里散发着一丝隐秘的冷感 像猫 我想跟你谈谈 方便吗 说吧 什么事啊 谢婉婉 慢调丝里掐灭了烟 丢在边上的垃圾桶里 优雅地擦了擦嘴 慢吞吞地笑 你对人 总是这么戒备的 你大晚上站在这里 就是为了解我的个性 我对你 确实很感兴趣 我不是男人 也许 我对女人更感兴趣 那就抱歉了 我对对女人感兴趣的女人 不感兴趣 我说过没有 向晚 我挺喜欢你的 谢谢 向晚可不是方圆圆 随便几个糖衣炮弹 就能把她俘虏 她很清楚 自己和现晚晚的关系定位 不是敌人 但也不是朋友 现在不具备做朋友的条件 未来也很难衍生出 做朋友的土壤 这样的人 在向晚的字典里 会保持得体的距离 为什么呢 我一直对你示好 你对我却永远是一副 不冷不热的样子 我不太明白 是你天生冷漠 还是心里没底 对我和白木川的感情介意 对你和她的感情不自信 都不是 向晚镇定地看着她 委婉地回答 谢小姐这句话里 一共有几个问题 都提到了感情 但你心里很清楚 一个人心里是什么定位 自己在对方心里 又是什么定位 彼此都有点数 你和白木川的感情 与我无关 我对你所有的情绪 都是基于她女朋友的角度 至于我和白木川的感情 谢小姐用不着操心 毕竟你现在事情挺多的 坏了我是你 操心自己的事 恐怕都操心不过来呢 言辞犀利 谢婉婉点头 笑得很是踏风 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怎么办 可惜我对你 没有同样的感觉 谢婉婉争冲片刻 微笑着举起双手 认输 你厉害 向婉淡笑不语 谢婉婉顿了片刻 又是一笑 坦率说吧 我找你 确实是操心你的事 向婉困惑得抬抬眉 静待下吻 今天有人特地跑来告诉我 一个与你有关的秘密 是你与小白的渊源 这事呢 恐怕会对你们的感情 有些影响 我很好奇 你知道了会是什么反应 她和白木川的渊源 今天有人告诉她 向外迅速抓住了几个关键词 今天的大半时间 谢婉婉是在重案一号度过的 剩下的时间 就在这个家里 除了接触方圆圆 她能接触谁 重案一号 又有哪个八婆会说什么呢 诚心找你了 厉害 怪不得可以被特聘 以前我还以为 是小白对你的特殊照顾 她是不是告诉你 我的父亲和小白母亲的死有关 向婉不耐烦听那么多 直接打断她 然后面带微笑地反问 她肯定还说 是我的父亲害死了小白的母亲 谢婉婉见鬼一样看着她 你都不在意吗 诚心不是第一个 说这事的人 而且我为什么要介意呢 这种拭目之恨 患到古时候 可能是水火不容 永远不可能结合的关系 向婉婷对片刻 婉儿一笑 且不说这事根本不是真的 就算是真的 谢小姐 大清都灭亡了多少年了 上一代恩怨 与下一代有什么关系啊 谢婉婉民谨双唇 谢小姐还有事吗 如果没有 早点休息吧 你是大忙人 每天起床都有上亿的声音要谈呢 不要为我再操心了 谢谢 说完她转身就走 谢婉婉留在原地 慢慢地又掏出一只音 打火机的光线一闪一闪 没有声音 这个夜比往常寂静 向婉回到卧室的时候 发现白木川洗过澡了 湿着头发 抱着笔记本电脑 一只手在敲字 一只手夹着烟 姿势很销魂 被迫再次吸二手烟 向婉皱了皱眉头 写什么呢 白木川抬头 目光从她脸上扫过 赶紧掐灭了烟 拿手扇了扇 笑得有些鬼秘 写我的幸福 上交功课呀 不然的话老婆都不理我了呀 好吧 这家伙态度可以说很端正了 向婉走过去瞄一眼 果然在写白名单的稿子 她心里稍稍舒服了一点 你写吧 我去洗漱 不打扰你 她去了浴室 等收拾好出来 头发吹干 坐到床上 正好白木川在关电脑 向婉心情突然变好 更新了 太好了 向婉迫不及待地拿手机 看更新 全神贯注 白木川走过来 他没反应 白木川拉被子 躺到他身边 他还是没反应 刚才你进来的时候 是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没有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牟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向晚的双眼锁定屏幕 头也不抬 没有什么事 比我看木儿上的小说 更重要了 小向晚 你是不是皮痒了 向晚说着话 发现有一只手 横到了腰间 他飞快捉住 然后丢开 顺便赏他一个卫生眼球 拜托 不要影响我看书 和木儿少 近距离交流的机会 多难得的呀 白牟川发现 自己的头上 以可欠的速度 染上了一片青青草原 而那个让他 又恨又嫉妒的人 是木儿少 早知道就不写了 哎呀别啊 摊上这么一个本命作者 我也是没办法的嘛 好不容易更新一张 当然如鸡丝渴了 向晚说着 看他没有反应 又乖巧地伸出手 把刚刚那只 被他嫌弃推开的胳膊 拉了回来 放在自己腰上 热情地邀请他 捏吧 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一个人有什么可捏的 少女的心都不在他身上 好半场没声音 他又凑过头去 你不会是迷上男主了吧 人家这破案的手段 真难神眼 白木川伸了伸腿 像个僵尸似的 直挺挺地看着天花板 作者开的金手指 你也信 金手指怎么了 爽啊 喂 不许说我男神 白木川内心纠结 有一种逼了狗的感觉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最大的轻敌居然是我自己 换了是别人 你比不过 可怎么办呢 额头三条黑线 小白先生的怒气值都快满了 向晚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完全没有注意到他 等看完章节 还回放了两个章节 又研究了一会儿 还意犹未见的泽泽出声 哎哟 要是每天多更两张 多好啊 多更两张 你受得了吗 想到他的更新条件 向晚脸颊一热 慢慢的 他放好手机 用一种虎视眈眈的表情 看着白木川 像是下定了决心似的 把牙一咬 为了看更新 舍身取纹 有何不可 来吧英雄 他扑了上去 白木川就是搂住他 在床上一滚 那个小不要脸 要脸何用 拿去 换我蚊来 你是成亲想气死我吧 气死你 有什么用啊 气成你的小说版权吗 向晚 白木川骂声未出 又笑了起来 一把捞起女人 揉几把软乎乎的肉 他来了兴致 抱着他又亲又啃 向晚唧唧的笑 不停地打管 别闹 隔墙的隔墙的隔墙的隔墙 哎呦 隔墙的隔墙的隔墙 都有耳呢 我管的 向晚被他弄得喘不过气了 好不容易挣脱桎 突然撑住他的肩膀 正色了脸 对了 刚才有人给我表白 你就不想知道吗 白木川身体瞬间僵硬 谁 你猜 说 白木川黑着脸的样子 像个肚夫 他冷冷盯着向晚 目光里像有刀子 少知道是谁 看我拔了他的皮 向晚对他的反应 很是满意 捋了下头发 躺下来 懒洋洋地说 可惜是个女人 你怕是舍不得 拔人家的皮 向晚把刚才和谢婉婉 聊天的事情 说了一下 看白木川面色 渐渐转冷 他又无所谓地笑笑 老实说吧 谢婉婉这个人 还是个率直的 他没有利用这件事 做什么文章 而是直接告诉我 倒是诚心呢 我以为他像白鹿一样 只是一个 被家里保护得太好的 傻白甜 不是人间烟火的小公主 除了骄纵任性之外 做人基本的善良是有的 哼 没想到啊 他这么小人 搬弄是非也就算了 还想借刀杀人呢 冲完一号的老鼠屎 这形容绝了呀 向晚笑了起来 转身揽住他的脖子 听说你家和程家 原本是准备 把你俩凑一对的呀 老实说呀 白木川 我都不敢想 要是你和程欣在一起 会变成什么样子 会不会逼格 直接掉好几档啊 是损人呢 还是夸你自己的 一举两得 向晚笑起来 把头埋入他的怀里 闭上眼 舒服地叹了口气 可惜 程欣想错了我 是 白木川拥紧他 轻轻地吻 落在他的病发上 我老婆嘴好了 小小的风波 没有掀起半点风浪 第二天的太阳 照常从东方升起 白木川想让向晚 在家里休息 可为了昨天的事 他闲不住 和他一道去上班了 在大厅 就看见了程欣 这位美女 最近在攒人气 正表现 上班早 下班迟 不仅如此 还淤尊降贵 一改往日 大小姐的造作 把保洁员的工作 都抢了 清洁办公桌 为同事带早餐 泡咖啡 端茶倒水 效果是值得肯定的 最近大家 对他的看法 有所改观 很多以前 对他退避三社的人 碰见了 都会友好的招呼 向晚在原地 站了不到十秒钟 诚心就注意到了他 嗨 向老师 早啊 程警官气色不错 好像便漂亮了呢 诚心一争 这夸赞来得猝不及防 他心里 隐隐有不好的预感 毕竟向晚 不是那么喜欢夸他的人 谢谢向老师 我最近用了几款 不错的护肤品 要不要推荐给你啊 好啊 加个好友吧 一会儿发链接给你 向晚深深看了一眼 没有拒绝 两个人在大厅 头碰头地加了好友 向晚回到办公室 拉开椅子 刚坐下来 诚心又把一杯 泡好的咖啡端了进来 表情热切地说 向老师 这是我朋友 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咖啡 你尝一下 口感与市面上的 那些妖艳贱慌 可是不一样的 放桌上吧 好的好的 诚心把咖啡放桌上 突然地 觉得有点不对 这怎么 向晚好像成了 他的领导似的 诚心不爽 想咬牙 可转念 不得忍吗 谁叫人家 现在得势呢 诚心没敢忘了 家里的教导 又热络地 跟向晚聊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订阅 以前的事 都是我不懂事 我哥叫醒过我了 向老师 你不跟我计较 我特别开心 希望以后 我们可以做好朋友 向晚盯住他的眼睛 最近他的行情 挺好的呀 一个个的 都抢着来和他 做好朋友 可以呀 太好了 这对成仙来说 是极大的鼓舞 他的好人形象 又是一次升级 那我出去忙了 等下发链接给你 如果你暂时不想买 我也可以分装给你 你先试用 不用 发链接就好 那下老师 你忙 成心退出去了 办公室门一关 向晚冷下脸 那杯咖啡 她是一口都没喝 倒掉了 对谢婉婉 做好友的请求 她是直接拒绝的 因为即便做不成好友 还可以坦诚相对 不用耍什么心机 但成心 不一样 这个看着比谢婉婉 单纯一百倍的女人 更麻烦 背地里耍阴招 令人防不胜防 这种小人 或者干不出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害不死人 能恶心人 向晚不得不防 说来 向晚很久 没见到城镇了 没有交道 没有交流 几乎快要忘记了 又因为成心 突然冒出来 两个人是在食堂碰上的 白木川上午 带着几个警员出去 中午没有回来 向晚去食堂 刚刚打好饭坐下 就看到城镇 她一个人进来的 没有带眉心 也没有带苗子晨 她面无表情地走进来 一板一眼打好饭菜 在餐厅里看了一瞬 坐到向晚对面 向晚一睁 然后微笑点头 算是招呼 在同一幢大楼里工作 抬头不见低头见 向晚没有刻意回避 城镇显然是冲着她来的 成心是不是又来找你麻烦了 有吗 没有吧 发生什么事了 用包袱 别人会 她也会 城镇审视她的脸 看不清真假 半晌 她低下头 慢慢挑着碗里的饭菜 最近有些风言风语 关于你和白木川的 诚心四处打听 我怕她又找你试 我是那么容易被找试的人吗 城镇眉头揪起 看她好久 嘴角微扬 表示在笑 是 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谢谢 如果最开始跟我相亲的 是现在的你 我想 我应该不会对你说那些话 哪些话 向晚搜索记忆 想起来突然有点好笑 其实我一直是我 没有变 变得是你的心态 成正语色 她扯了扯嘴角 你现在的幸福 对我来说是当头一棒 也算是好事吧 至少对我是一种惊喜 向晚觉得谈这个话题 有点古怪 成正却眯起眼 目光赤裂地扫过她的脸 让我认清自己 并懂得珍惜 珍惜 向晚品出了什么来 成对是有好消息了吗 最近是有个不错的姑娘 对我有好感 我在考虑 觉得自己不应该再错过 恭喜你 成正捏紧筷子 半秒后 微微勾唇 谢谢 食堂门口 成仙拿着手机 悄咪咪地拍了个照 又转身走了 偷偷摸摸地 像在做贼 春节假期过去 每天的新闻层出不穷 上一个热点 很快被下一个所淹灭 前两天网上 还在热火朝天的讨论丧尸案 以及谢婉婉的八卦事件 大年初五这一天 就被灰名单主角涉案 可能会被禁波的话题所占领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 不仅对谢婉婉 叶伦 七柯等演员 以及梦式影业和主创团队 有很深的影响 对向婉和无数灰名单的粉丝 和穆尔少的粉丝来说 也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事实 等了这么久 这么多人期待的一个片子 为什么如此多灾多难呢 最开始 一心要做灰名单IP 和全版权野生的人 是孟赤 他在灰名单的IP运作上 砸了大钱 最后不等灰名单上演 他就因为涉案进去了 至今案子还没有正式开庭审理 但等待他的未来 不是死刑 也是长久的牢狱之灾 谢婉婉 叶伦 七柯等人 从灰名单拍摄之初 到群聚杀青 也几乎是案件缠身 拍摄的过程 简直就是一部 戏里戏外的警匪大片 现在 灰名单好不容易顶着压力 准备上映了 居然遭到这样的命运 向婉看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就跑去白木川的办公室 他正要出门 两个人在走廊撞上 向婉上气不接下气的问 灰名单这事 你怎么看 用眼睛看 别贫 认真的呢 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等结果吧 白木川淡淡看的一眼 话锋一转 刚出了个案子 我准备出警 你要一起去吗 与会名单有关吗 算是吧 白木川抖了一下外套 沉吟着回答他 谢阳暗的助理 死了 白队 白队 办公室外 传来唐渊初的声音 准备就绪 可以出发了 好 准备出警 来不及再解释 走吧 我们边走边说 向婉收拾好情绪 低头拿起手机 顿了片刻 跟着白木川 一起走了出去 众人脚步很大 脚步声清脆沉重 走廊上 全绍腾带了几个 行动队的队员 从行动队过来 承正也带着 眉心和苗子晨 两大美少女护法 脚步匆匆下楼 案子不小啊 出动了 重案一号最豪华的阵容 向婉沉默地站在边上 没有什么存在感 众人集合大厅 汽车也等在 重案一号的楼下 白木川 还视众人 出发 另行禁止 动作整齐划一 没有一句 多余的废话和杂音 众人行色匆匆 眼看就要走出大门 一个纤细的人影 却突然冲了过来 白队 等一下等一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这突兀的声音 有一丝不和谐 白木川与众人 一起看向来人 不好意思啊 我是想 我可不可以 跟大家一起出警啊 成心站定 被大厅里 肃木的气氛震住 声音弱弱的 显得底气不足 但对于随众出警的意愿 却极其强烈 谋底里快要蹦出光了 可不可以啊 做好本职工作 白木川不耐烦地扫他一眼 我们走 白队 我已经来众安这么久了 就没有干过什么正经工作 能不能让我跟着大家去历练历练 这姑娘也真是傻呀 什么叫没做过正经工作 都是众安一号的人 哪个工作正经 哪个不正经了 成正忍无可忍 抢在白木川之前 叫住了他 赶紧让开 做你自己的事去 哥 成心压抑太久 心里本就觉得憋屈 眼看成正也不帮他说话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我是认真的 我想要换个工作 我请求与大家一起行动 有什么错吗 你的工作是什么 到现在还不清楚吗 白队 我想出现场 我再说一遍 让开 成心委屈到了极点 眼圈都红了 我只是想出现场 凭什么我就不可以 白木川冷眼一扫 低头看着手表 沉生的 成心扰乱正常的警务秩序 去大过一次 明天早上十点 大家到会议室讨论 然后内部通报 说完 他率先迈出大门 成心像见鬼一样 待在原地 不 我没有 其他人叹口气 同情地看着他 却没有一个人 敢出来为他求情 成正经过他身边时 眉目微冷 也是一个字都无 哥 回去反省吧 成心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等众人身影 消失在眼前 他才反应过来 大吼一声 我有意见 这不公平 我要投诉 他的吼叫 尖利刺耳 从背后传来 向晚一身 鸡皮疙瘩 众人整装上车 急驰而去 向晚安静地 坐在白木川身边 好半生 突然听他问 你故意的吧 什么 白木川看一眼 认真开车的唐渊出 压低嗓子 成心 怎么可能啊 你是不是把我想得 太坏了 小白先生 你啊 心里分明是记着恨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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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枉啊 你可不能这么污蔑我 第一 急吼吼地跑出来 扰乱警务秩序的人是他 第二嘛 要给他记大过的人是你 我从头到尾 都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啊 怎么就扯到我身上了呢 还装 向晚撇嘴 无辜地竖起两根指头 我保证 白木川一把抓住他的手指 把他拉得坐近一些 低头打开朋友圈 递到他面前 敢说不是故意引诱他的 向晚刚才发了一条朋友圈 就在白木川决定出任务的时候 他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一共写了几个字 又要出警了 好紧张啊 你平常从不发朋友圈的人 莫名地发了这一条 不就因为加了成心好友 知道他看得见了 哼 就算我是故意的 也要他上钩才行啊 向晚翻了个白眼 从他掌心抽回手 反正不关我的事 是啊 确实不关你的事 要不然我惩罚的人就是你了 白木川笑叹 揉一下他的脑袋 语气里有一次无奈 你呀真是学坏了 把对手的结局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他却一无所知 向晚偏开头 看着窗外 生气了 坐过来 向晚就像没听见 还往窗边挪了挪 离他更远 白木川失笑 挤到他身边 轻轻揽住他肩膀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向晚猛地掉头 直视着他 那你什么意思 白木川一本正经地看着他 冷峻的面孔保持不到三秒 突然破功 忍不住笑起来 你非得我说你干得很好才满意是吗 你刚才那样子就像吃人似的 我还以为你要替成仙深渊呢 白木川又去牵向晚的手 我很高兴 你懂得保护自己 但看你身上的棱角 越来越尖利 有时候也会很担心的 担心什么 棱角伤人 也会伤疾 听不懂 说人话 还是单纯一点的小向晚 更好对付 请继续保持你以前的优秀品质 五十年不变 喂 我一直都是个单纯善良的小可爱好吧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谁若犯你 那句差点脱口而出的话 向晚打住在嘴边 她说不出来 如果真的虽远必诛 她与那些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以自己的标准和好物 去惩罚坏人 放心吧 我又不会黑化 我心里是有肚的 会一直是你单纯善良的小可爱 白木川唇角上扬 搂了搂她 似是不够 又凑近 在她发病轻轻一吻 乖 唐元初瞄着后视镜 就我一脸 手脚屋里不能开车了 我相信你不用手脚 就凭一张铁嘴 也可以把汽车吹到案发地点的 案发地在三环外 是一个豪华的别墅小区 小区里有大型人工湖 别墅间的距离很远 那一幢出世的别墅是独门独院 整个楼体在一片修剪整齐的绿植中间 占地面积极大 富丽堂皇 一看就是豪气十足的所在 明显属于高端人士的居住地 一般人在这种地方 别说买一幢别墅了 就算买一个厕所 也得拼尽半生的力气 他们到的时候 辖聚警员早就过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现场拉着警戒线 除了派出所的民警 还有一群防暴队员 看到白牧川 辖区所长走了过来 白队 来了 谁呢 刚从游泳池打捞上来 停在池边 白牧川一言不发 往里走 灯火通明的大厅里 全是前来参加今晚这个私人party的人 帅哥不少 美女很多 一个个妆容精致 满脸头红 看样子都喝了不少酒 乍一看 酒风扑面 香风疗绍 肉香软骨 向晚不经意地皱了下眉头 人全被聚在大厅里 有民警正在问话 全少腾到地方的第一时间 就开始全场警戒 做第一保安的工作 白牧川没有停留 带着人静止穿过大厅 去后面的游泳池 张厚发呢 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正在接受调查 张厚发 是这一幢别墅的主人 也是梦氏传媒 今年的开年大古装新剧 一枕长安的最大的投资商 一个有名的互联网老大 在到达别墅之前 向晚已经从白牧川嘴里 得到确认 死者正是谢婉婉的助理 徐思琪 那天她随谢婉婉离开 半推半就跟了投资商后 向晚就没见过她 事发的前一天 她刚好签了这部新剧 女二的角色 是投资商张厚发 给她的最大回报 该剧的第一女主 是谢婉婉 大制作大投资 她半道出家 但前途不可限量 今天晚上这个私人party 是张厚发为了她的心宠 庆贺专门举办的 所以向晚在那几百屏大厅里 看到的那些熟悉的面孔 好多都是社交媒体上的大红人 圈子里的各路神仙 张厚发带徐思琪给大家认识 也是为她的影视事业铺路 可以说是及三千宠爱于一身了 结果一件喜事 变成了丧事 那是一个横温游泳池 这里的人已经被警方清空 一具盖着白布的尸体 平放在植边 湿答答地渗出水 池边的地板上 映着无数横七竖八的脚印 一个个湿漉漉的 还没有干头 很显然不久前这里曾经有过无数人 而且人群杂乱 死在水里吗 是的 发现死者的是一位女士 她游到那边深水区 感觉到水里有东西阻碍 潜下去一摸大叫起来了 很快就惊动了别人 人没有服气了 哦 没有 我们刚才勘察发现 尸体的手脚被人用跳绳反绑 还绑了一个七公斤重的千球 夜灯下 深水区的能见度很低 来这儿夜勇的人 没有看到尸体 白木川朝城镇看了一眼 交给你了 城镇点点头 并不多说 把工具箱放在死者的身边 掀开白布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 面部露出来 死亡时间应该不太久 她的面色没有什么改变 白布再往下拉 一身性感的泳衣露了出来 梅心 是 梅心地上手套 城镇戴上 翻了翻死者的眼皮 又摸了摸颈动脉 做了一下初步检查 这是一句新鲜逆事 从目前的体表情况看 是逆亡 但死者而后 有三厘米左右的钝气损伤 需要做进一步 内部器官争相 和血液成分鉴定 城镇在说 眉心在计 苗子晨在边上 用弥媚的眼光看她 白木川听着 点点头 你继续 她说完 人慢慢走远 在最先赶到现场的 两位民警指引下 到了发现尸体的 深水区附近 啊 就是这里啊 白队 那民警身上湿漉漉的 有一点着凉 说着就打了个喷嚏 我们来的时候 尸体已经被捞起来了 现场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吗 嗯 没有 不过我们当即进行了处置 今晚参加宴会的所有人 目前都集中在大厅里 大家都在做详细的询问笔录 没有漏掉一人 应该是没有的 我们从张后发的管家手里 拿到了宾客名单 还有别墅的服务人员名单 正在一一核对 哦 对了 另外张后发是个 谨慎小心的人 别墅四处都安装了监控 今天晚上 只有人进 没有人出 好 只要凶手在别墅 就能把他逮出来 白木川围着直边走了片刻 又慢慢走到离游泳池 最近的一个围墙 拿着手电 一点一点查看 向晚和唐元初 一直跟在他身边 你怀疑 有人翻围墙进来作案吗 不一定 围墙的夜灯昏暗 微弱 硬得他的脸 一片冷峻颜色 向晚回头 看一眼不远处的游泳池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 一是别墅有监控 土豪的地盘上 不是想翻进来就能翻的 二是游泳池边的人不少 大家都穿着泳衣 如果这个时候 有一个穿着正装的人出现 一定会引起怀疑和注意 所以你的看法是 我认为 凶手会在宾客 或者服务人员里的可能性更大 为什么你不怀疑是张浩发自己呢 也许是他杀人的 不会 他是个成功的伤人 正常情况下 不会让自己的手上沾血 而且 他也没有杀害徐四奇的理由 厌恶 被害者对他纠缠不清 纠缠不清就要杀人吗 小白先生 你对男人太不了解了 难道我对女人更了解 当然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说 你对这种油腻男太不了解了 好 说说看 他们过尽千番 月女无数 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 这种男人对付女人的纠缠 有一万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我敢说 杀人绝对不是最有力的一种 徐四奇无权无视 除非手里有着对方的某种把柄 让他不得不选择杀人灭口 要不然 他是不可能犯傻的 可万一 恰好有这种可能呢 毕竟 凶手也会这么想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孝晚沉默了 是的 他说得对 不能排除杀人灭口的可能 先欢上位 不小心发现金主的秘密 也是可能的 向晚刚才的推测 是来自于自己的直觉 现在被白牟川否认 虽然可以用这个理由 推翻自己 但他仍是觉得 第一种可能性更大 我还是更倾向于 凶手另有其人 要是张厚发要杀人 大概不会选择在自己家里 还把尸体摆在自己耗资千万的游泳池 这个理由 更容易说服白牟川 他戴着白手套 在围墙上轻轻一摸 抬起手指看了看 慢悠悠地说 我们去大厅看看 向晚跟着转身 白牟川却停了下来 向向晚 你记得有一个 有名的包公案吗 包公破了那么多案子 不知大人你指的是哪个 就是那些巧用智慧 当场破案 抓到凶手的案例 一时间 向晚还真的想不起来 他困惑地看着白牟川 你问这个干什么 白大人今天呢 也想给你来一个 现场制破杀人案 不知白大人有何良计啊 并没有 这不正准备咨询我的军事吗 怎么从一众的嫌疑人里 发现哪一个是凶手的 犯罪心理侧险 这个时候可以派上用场了 这是让他看脸破案的意思了 得了你来 我可没那么厉害 不要谦虚 我相信你 这样的信任 让向晚瑟瑟发抖 他可不认为自己有能力 在一大群人里 一眼看出凶手是谁 更不认为 白大人制破凶杀案 可以像画本小说里 写的包大人一样 那么轻松 简单 不费吹灰之力 毕竟包大人的时代 民风还很淳朴 现在的人嘛 一个个都成精了 敢杀人 心理素质肯定比一般人高 哪会轻易暴露 但他万万没想到 白木川不仅对他有信心 对自己显然更有信心 他回到大厅 把全少腾叫过来 问了一下 刚才大厅的审讯情况 又看了一下 现场的监控记录和笔录 清了清嗓子 马上开始他的白宫断案 诸位 请安静一下 大厅里的人很多 大概好几十个 人群窃窃私语 不过 在警方的组织下 秩序还算好 听到白木川的声音 众人安静下来 审视着他 这里的人 有一些认识白木川 更多的人不认识他 往常白木川是很低调的人 今天却异常高调 我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白木川 是重案一级警督 人称东方警队里的福尔摩斯 破获过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 他侃侃而谈 众人面面相去 向晚忍不住想笑 这是在给凶手施加心理压力呢 先说自己有多牛逼 凶手如果就在人群里 恐惧感肯定会上升 一个正常人 最难控制的 就是自己的情绪 做贼的会心虚 杀人的也会害怕 很多人看到警察就想尿了 何况面前站着个东方福尔摩斯 白木川介绍完自己 开始说案子 向晚听到手机响 低头一看 群里有人说话 我靠 为什么我不知道白队 有这么牛逼的绰号 你不知道的事多了 你们家白队还曾经被人叫着 那个什么 哈利波特 蜘蛛侠和奥特曼 真的假的 假的 哈利波特蜘蛛侠和奥特曼 都是我 全队 你什么时候能说句真话呀 我这种来自宇宙的大帅逼 是不会跟你们这些凡人沟通的 这就是真话 白队 我们准备把逆尸带回队里了 全绍腾哑然 煞不煞风景啊 全绍腾的牛皮被生生打断 转头就打断了白牟川的牛皮 小白 没心再请示你 白牟川低头看一眼 回复 稍等 好的 要抬到大厅来吗 不用 把死者抬到大厅 当然可以弃合他的白宫断案 但那是对死者的不尊重 到时候家属闹起来 恐怕唐元初有十张嘴 也做不好危机公关啊 各位 白牟川抬手一按 制止了几个焦头接耳的人 一脸冷肃地说 现在警方已经掌握了相关线索 基本锁定了凶手 不过 还是想给凶手一个机会 他还事重人 现在站出来 还是自首 听内哗然 大家都不知道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可就是凭这三言两语和一个绰号 就想让凶手认罪 会不会太幼稚啊 全少腾抬头望天花板 觉得这家伙太丢脸 想装着不认识他 然而向晚 却狠给白牟川面子 走到他的身边 扫一眼大厅里的众人 低声与他摇耳朵 两个人说话的样子 就像真的知道是谁一样 向晚那一眼 也扫得很有技术含量 在座的每个人 都会认为他在看自己 至少看自己的目光 与别人不太一样 嗯 了解 白牟川冲他点点头 然后回过毛子 对众人道 这位是我们中安一号的 犯罪策写师 我刚才与他交流了一下 很不巧 我们锁定的凶手 是同一个人 犯罪策写 好神秘高端的职业啊 两个人锁定同一个人 那到底谁杀的 不是呼之欲出吗 在场的人 对向晚投来注目里 向晚耳阔伤声有点烫 毕竟 他不像白牟川 有那么滋身的吹牛经历 和厚脸皮 不过 为了配合他的演出 向晚淡定地 接受众人的目光洗礼 并礼貌 而且不是凌厉的回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牟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看来你是不愿意自首了 白牟川并没有过多纠结 很快做出决定 既然给你机会你不要 那我只能亲自把你抓出来了 他冷冷的声音 质地有声 大听哗然 无人吭声 都看着他 今儿来的客人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哪怕是别墅里的服务人员 也都是见过世面的 他们本不会聚于警察的威仪 偏幼在白牟川冷冽的目光扫尸下 投了降 有些人 天生就是为了来吓人的 大厅里的气氛紧绷起来 每个人都安静地等待着 等着看这位东方福尔摩斯白大人 要怎么断案子 白牟川却不疾不徐 与旁边几位民警说着话 好像半点都不着急 众人开始小声议论 大家不要急 我也很想尽快地为大家洗清嫌疑 让大家尽快地离开这里 你们看来都喝了不少的酒 此刻应该是很想念家里面 那个温暖的被窝才对 所以啊 接下来的事 请大家配合我们的工作 听里爆发一阵笑声 现在麻烦大家听清楚了 今天晚上去了游泳池的 站到大厅我的右手边 没有去过游泳池的 站到我的左手边 众人面面相觑 一部分人紧张起来 有一部分人 却明显松了口气 即便有人没去游泳池 也知道尸体是在游泳池里发现的 没去的人肯定就没有嫌疑了吧 很快 在民警的引导下 人群飞为两边 速度很快 打眼一看 去过游泳池的人 明显少于没去的人 事发后去过的人也算 请大家相信 警方收集证据的能力 出现在游泳池的每一个脚印 都能查出来 言碧 又有好几人站到右边 没人了吗 不要被我查出来啊 没人说话 也没有人动 好一会儿 有一个人叫上 不是说已经锁定嫌疑人了吗 直接把他找出来不就行了 为什么这样麻烦 总得让大家知道 我是怎么找出这个人来的吧 对不对 随便指一个 大家会信服吗 反问有效 大厅里寂静 刚才那个出生的女人 默默地站到了右边 不敢再反驳 白木川看一眼 站在大厅门口的一群服务人员 男男女女夹杂其间 突然皱了下眉头 你们也算 去过杨永池的人 一律到右边去 别墅的服务人员默默地动了 等大家都站好 白木川问全少腾 人都齐了吧 齐了 张浩发呢 全少腾贴他一眼 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不过在工作中 他的配合度很高 没有说话 直接偏头 适业了一个行动队员 去 把张浩发带过来 张浩发是别墅主人 又是今晚party的主角 当然 他一直是受到特殊对待的 他正在偏听里 接受审问 很快 张浩发被带过来 唐元初手上拿着笔录 递给白木川 白木川没有翻看 与带命令了道 现在 你把在场的人都认一下 哪一些是认识的 与你有什么关系 上次见面在什么时候 三两句话交代就行 尽量地简单一点 张浩发一针 有些为难 不愿意 警官 刚才的笔录里 我都已经说了 那你拿着笔录 再重新地认一遍 有些服务人员 我并不认识啊 上你家管事的人 骑虎难下 不得不从 张浩发推推眼镜 慢慢走向自己的客人 向晚打量着 这个成功的商人 五六十岁了 病脚已有白发 在出事后 精神稍稍有些颓废 但并未影响 他成功人士的体验 西装革履 金丝眼镜 脸上的皱纹 写满了岁月的沧桑 但言行举止 却极有风度 像一个如生 这种男人 对小姑娘 是有吸引力的 当然 这种男人的品位 也几十年如一日的专一 他们不管多大年龄 永远喜欢 年轻漂亮的妹子 张浩发按要求 来对客人 一个个进行介绍 同时 也完全按白木川的要求 三句话 讲清楚 与来人的关系 和认识缘由 上次见面的时间 一一核对 很多人都不了解 白木川的用意 但向晚却清楚 他只是让每一个人 与笔录上的人 都落实在一处 不要到时候发现 人不对版 请柬上是一个人 拿着请柬来的是 另一个人 大家别紧张 就算是高端饭局 也不能排除 有人混吃混喝 我们这么做 是为了更快地 帮忙大家离开这 全少藤懒洋洋地笑着 在厅里还事众人 随便一句话 就引来笑声 他有一张招女人的脸 幽默 风趣 细血时那双眼 也像在勾人 话音未落 就吸引好几束美人的目光 和他们散发着 荷尔蒙的笑 可惜 他完全不同点 也不领情 偏过头就问人家 都看着我干什么 我脸上写着凶手两个字吗 美人尴尬万分 全老五这家伙 确实不解风情 了解他的 重爱一号队员 肚子里都是笑 其他人的表情 却是欲说还休 全少腾哼声 工作起来十分严肃 都严肃点 别戏皮笑脸的 早点干完活 早点回家 大概一个小时 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 不出白木川所料 果然有人是张后发不认识的 一个客人 拿的不是自己的请柬 一个不是别墅请来的工人 今天是帮人来代班的 第一个拿着别人请柬 来参加party的男人 体型微胖 站在右边 是去过游泳池的 第二个为别人代班的 服务工人 体型偏瘦 站在左边 是没有去过游泳池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牟川相满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众人哗然 这两个人 哪个更有嫌疑呢 这 哪个是凶手 当然 是去过游泳池的了 是啊 女士是沉在游泳池里的 没去游泳池 怎么杀人 一时间 很多人的眼神 都描向右边 那个胖男人 他大概没经历过 这样的阵仗 简张的额头上 全身冷汗 我没有 我没有啊 警官 你们不能这么短 我没有杀人 吼什么 你有没有杀人 带回去调查就知道了 我真的没有啊 那人抹了抹脑袋上的汗 我拿的是我叔叔的请柬 因为今天晚上 他有事来不了 我 只是听说孙家的party 吃得好 玩得好 有很多美女 想来见识见识 为了洗脱嫌疑 他也是顾不得面子了 你小子倒挺老实 不过这能证明什么 你就没嫌疑了吗 小白 要把这人带走吗 白木川摇头 默默走了过来 在拙目睽睽之下 他越过全少腾 走向左边那个老实巴交的服务人员面前 你没有去过游泳池吗 服务工人满脸紧张 状态不比右边那个胖子好多少 没有 你叫什么名字 冯英俊 他站在一群体型健壮的服务工人中间 个子瘦小 双手竖在小腹 一脸煞白的颜色 就在刚刚 他被张后发的管家指认 并未聘请过 而他身边的服务工人也都表示 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 今天他来上班 是来帮另一个服务工人小曾来顶班的 自称是小曾的哥们 他来前 小曾在微信上与厨师长沟通过 确认了此事 张后发家里的工人 工资给得高 活却不多 是一个好工作 不过 管家对工作刻薄死板 不允许任何人请假 哪怕是生病 只要不是大问题 都不许随便矿工 按他的话说 这是培训更好的服务纪律性 今天家里有party 更是如此 小曾在厨房做蹲子 和厨房长关系还可以 他不舒服 说让哥们来顶替一下 不是什么稀罕事 厨房那些兄弟也都能理解 毕竟他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人 如果不出这事 大家也不会觉得奇怪 此时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这位带工蹲子身上 冯英俊紧张得有些支舞 警官 我没有去过游泳池 我是代替哥们来厨房帮工的 没事不会到处过 你本职的工作是什么 我也是个 是个蹲子 蹲子就是专门在厨房里 切菜配菜的人 为厨师打下手 白牧川点点头 冯英俊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 白牧川转头就叫全少藤 把这个人带走 全少藤微睁 其他人也都一脸惊叉 很明显 那个拿着请柬的胖子 去了游泳池 连也长得一副色眯眯的样 还有监控拍到他与死者徐思琪 有过互动 他杀人的可能性更大呀 这个帮工冯英俊 看着老实芭蕉 一张苦脸 怎么也不像有胆量杀人的 大家都奇怪 白牧川却很肯定 把他带到游泳池那边 挨着更衣室的围墙那里 指认现场 指认现场 一听这话 冯英俊腿一软 有点站不住了 警官 我没有啊警官 饶命啊 我求求你了 我真的没杀人 是不是你 也不是凭我红孔白牙说了算了 我们办案是要讲究证据的 去吧 冯英俊跌坐在地上 大厅里顿时一阵怯怯思语 众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破案的 眼看全少腾带人要走 都纷纷来问 警官 您是怎么认出他是凶手的呀 等警方发布公告吧 现在他只是嫌疑人 朝中人点点头 他跟着出去 向晚微笑着 在众人的视线里 紧跟在他身边 厉害啊 小白先生 你是怎么想到的 不是你告诉我的 向晚懵逼 不是你说凶手藏在这些人中的可能性最大 我只是在你的提醒下 用了一个排除法而已 恐怕不止这些吧 当然 东方福尔摩斯可不是白做的 傲娇死了 可他怎么就是喜欢这样的白木川呢 优雅严肃 又冷峻认真 眉间眼里全是自信满满 工作的男人和自信的男人 最有吸引力了 排除法确实可以证明 那两个人比一般人更有嫌疑 可你怎么就确定 是没去过游泳池的瘦子 而不是去过游泳池的胖子呢 白木川看他一眼 走到游泳池边 看着夜下鸟鸟生起的雾气 第一胖子要杀人 不可能还去和徐思琪互动 表现得色迷心窍的人 大多是外墙中干 第二呢 更衣室是没有监控的 离游泳池距离最近 那是整个案发现场 最方便凶手行凶的地方 还有第三吗 更衣室那里的墙 染上了一点油渍 向晚想到 白木川在勘察现场时的小动作 不由一争 你这心 可真是戏呀 还有第四 想听吗 当然了 这就是高深莫测的读心术了 就像你写犯罪册写是一个道理 当我在大厅里说 已经找到凶手是谁 并且开始为他们进行分类的时候 这个人的微表情 你有命注意到 当时其实很多人的表现都不自在 在这样的环境下 不自在才是正常的 他没有不自在 他只是在不停地掩藏着不自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向晚仔细琢磨一下 不自在和掩藏不自在 所体现出来的微表情动作 确实会有很大的差异 现场那么多人 亏你能把他捕捉到 学着点 是 谢大人指点 要不是所有犯罪案件 都是要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我觉得凭着个人经验 十个有九个 我看一眼就跑不了 看吧你厉害的 今晚给你加个鸡腿 快去 城队叫你 全少腾把人带过来 城正就跟上去了 他们要做的 是进一步的犯罪现场痕迹鉴定 技术队 技术队有很多比白木川的肉眼 更为精准的仪器 可以更加准确 快速地判断出那些话 是真是假 结果证明 白木川是对的 一个小细节引出来的 是全部的犯罪事实 凶手不是从围墙翻进来的 好像从更衣室后方的屋顶 落下来 擦着围墙进去的 之前民警说 整个别墅没有人出 只有人进 他没有出也没有进 只是从厨房的位置 顺着后院翻到了这里 更衣室是一排平房 修建得很豪华 可洗可征 更衣室的屋顶为了漂亮 做了一排房颜 可以很好地掩藏凶手的身体 他匍匐在夜里的 更衣室高处 可以清楚地看到 游泳池里吸水的人 别人却完全注意不到他 城镇进行了痕迹鉴定 墙上的油渍 与他匍匐过的房顶一样 都是来自他的工医 今天为了宴请 从早上开始 厨房一天都在准备美食 凶手也在厨房里帮忙 衣服上不经意沾到的油渍 成了暴露他罪恶的证据 事实在前 冯英俊没有辩解 当场认罪 这案件的破获速度 成了开年以来 刑警队伍最快的一桩案子 白木川的破案神话史 又添上了一笔 无数人发来贺电 恭喜他再立新宫 言辞间充满了敬佩 别说大厅里吹的牛逼啊 是为了破案需要 你们就当没有听见过 都不认识我 众人忍不住笑 冯英俊不是一个聪明的凶手 他杀完人 淡定地留在别墅里 不是因为他胆大心细 有恃无恐 还是他已经出不去了 在案发的第一时间 保安就在冯复明的要求下 阻止了人员离开 直到警察到来 所以这些临时处置 为现场抓捕罪犯 奠定了基础 冯英俊也确实是一个老实的凶手 把他带到刑警队 几乎不用审 他就交代了犯罪过程 因爱生恨 狗血的不能再狗血的一起凶杀案 也是最容易引起 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情杀案 他喜欢徐思琪 为他做了很多年的备胎 徐思琪毕业于某野纪影视学院 在做谢婉婉的助理前 一直飘在京都 混得很差 但他长得漂亮 从来不肯甘心 通过不停认识 有地位的男人做跳板 在这个过程中 他有成功 有失败 付出过 也收获过 做谢婉婉的随身助理 算是他实现的跨越最大的一次平台跳跃 毕竟谢婉婉是一线流量明星 给他做助理 被潜规则的机会都大了许多 在徐思琪升级的过程中 冯英俊始终是他的知心大哥哥 吐槽垃圾桶 并随时承担着为他疏解痛苦 做备胎司机 无私奉献 予取予求的高难度工作 冯英俊把所有的精力 金钱和人生寄托 都给了徐思琪 他相信真爱动天 相信总有一天 徐思琪会走到他的身边 当然 徐思琪也没有少为他画大饼 在享受着冯英俊不遗余力的宠爱时 偶尔也会良心发现 哄哄的高兴 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 这是冯英俊最后对徐思琪说的一句话 那天以后 徐思琪就把他拉入了黑名单 冯英俊整整一天不吃不喝 不停给他打电话 电话终于通了 徐思琪对着这个备胎先生 再无留恋 冯英俊在他眼里 也失去了最后的利用价值 他甚至害怕那些过往的烂事 会影响他的发展 张厚发已经为他的出道 进行了精美的包装 纯情人设 耿直担当 谢婉婉引荐三大因素 加上一部大制作 只要他争点气 将会成为本年度最大的一匹黑马 撼动娱乐群 这是张厚发为他画的饼 所以他为了这个饼 放弃了为冯英俊画的饼 他不允许自己有那样的一段过去 不过 为了安抚冯英俊 不让他到处乱说 徐思琪把他拉黑钱 给冯英俊一笔钱 并且告诉他 等他大红大紫之日 不会忘记他 一直还会给钱 冯英俊为警方展示了聊天记录 向晚发现 徐思琪很聪明 他怕冯英俊翻脸 言辞恳切地说回曾经的大饼 同时 又为他许下了一个美好的愿望 等他大红大紫 也许在他看来 冯英俊是不应该恨他的 可他不知道 这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冯英俊不是傻子 他知道自己在徐思琪心里的定位 更知道 从此 徐思琪不再需要他了 徐思琪要与他彻底断绝来往 他疯了 他感觉到背叛 在独身一人闯荡的京都 他没有一个亲人 一个朋友 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做着最辛苦的工作 拿着不高的工资 但为了给徐思琪买包 买首饰买衣服 为了哄他一笑 他几年来耗尽所有 没给家里父母寄过一分钱 却为徐思琪欠下了一屁股的债 多张信用卡被刷爆 无力偿还 无数小额带平台都在追债 他被逼到了绝路 张后发家请的墩子 不是他的哥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板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清零 武一先生 欢迎俊阅 他只是冯英俊 同一个烹饪 培训学校的校友 他们同在一个群里 师出同门 以前都没有讲过话 但那位墩子在群里很高调 他在张后发家里工作 获得的报酬比普通人多 逢年过节的福利 也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 他没事常在群里炫耀 所以大家都熟悉他的工作情况 冯英俊假意地讨好他 一口一个歌地叫着 约他吃饭 说要向他取经 昨天晚上 两个人约在一起 喝了很多酒 那墩子被冯英俊送回家 然后绑架在自己家的出租房 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全少腾带人到了墩子家的出租房 他还活着 被堵着嘴 反捡双手 捆得像一个粽子 丢在床上 冯英俊还为他盖了一床被子 故事令人伤感 透过现象看本质 心脏像被蒙上一层阴霾 拨不开 扯不破 成为社会阴影角落的小缩影 也是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 杀人事实和动机都清楚详实了 但有些具体的犯罪细节 警方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向晚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 看着案件的资料 打个喝钱 他正准备起身倒杯水喝 就接到了谢婉婉的电话 对于徐思琪被害的事情 谢婉婉很是震惊和自责 如果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那天就阻止他去了 你可以阻止吗 先有恶魔 非猛药难除 恶魔没了 人也没了 这种事很难说对错 这是向晚的真心话 徐思琪 冯英俊 他们的选择和决定 非要去说什么对错 未免有些不食人间烟火 不是当事人 无法感同身手 只不过 他们选择了最决绝的方式 使用了最凶残的人性 最后 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反倒是张厚发 心虫死了 他把自己摘得清清白白 你很会安慰人 谢婉婉说着 唏嘘一声 又说了一些徐思琪生前的事 突然像是聊天一样 能接长安这部戏 他本来是很开心的 可今天叫我去吃饭的时候 听他的语气 倒有点愁眉不眨的意思 好像有什么心事 向晚拖着塞 将手机握紧 今天晚上 你也被邀请了吗 在张厚发的对外宣传里 我不是徐思琪的伯乐吗 徐思琪是我引荐的 我这个媒婆能不邀请 那你为什么没去 被人猥亵已经很痛苦了 如果还要当众说好爽 实在 错不到 向晚沉默 想了想 他叹息 你早点休息吧 今天晚上 我们可能会加班 好 注意身体 他们要工作 谢婉婉没有打扰 可挂断电话 向晚却捕捉到一个细节 今天张厚发 要为徐思琪举办party 他邀请谢婉婉的时候 为什么会不开心 达成所愿 不该意气风发吗 除去情杀 这个案子 会不会有别的因素呢 冥思苦想了片刻 向晚开始写案件分析 这是他的工作之一 当他把消息发过去时 已经凌晨两点了 白牧川刚从情报队 去技术队 坐在城镇的对面 听他解释尸检的情况 那我把报告发你邮箱 你明天看 向晚知道他很忙 比任何一个人都忙 哪怕急于知道 他对自己分析的看法 仍是为他流出了充足的时间 你要不要先回去休息啊 我等你 我在办公室干点私活 没问题的吧 嗯 写更新啊 你可真情愿 不要累着自己啊 在沙发上小气一会儿吧 白牧川笑了笑 收好电话 收连表情 看向城镇 有什么发现吗 有 城镇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递给白牧川 遗落照片 那是一张尸体的解剖照 在苍白的灯光下 很考验人的意志力 白牧川皱起眉头 看了看照片 又用疑惑的目光 撩向城镇 比起猜测 我更希望你直接 给我说明情况 城镇无视他目光里的冷力 显然 我更希望你自己感受一下 和这个家伙说话 并不那么轻松 好在白牧川对工作 十分地有耐心 最近脾气也非常好 他掠过城镇 不太明朗的幽暗面孔 沉下心来 认真看照片 尸体的局部图 真没有什么可观察性 尤其这样一个 在温水里泡过的尸体 他眉头皱紧 大概花了五六分钟 反复看了两遍 放下来 你是想说死者的死因有疑 你这话相当于没说 冯恩君告诉我们 他在房顶上匍匐着 盯准了徐思琦 进去换衣服的时候 偷摸了上去 求他跟自己离开 求他和自己在一起 在遭到了拒绝之后 一不做二不休 偷偷地潜入水中 把他给捂死了 说到这里 他抬了抬手上的照片 死亡原因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疑问 白木川心好累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 冯英俊有没有告诉你 死者而后到脖子间的刀伤 是不是他造成的 还有 一个人偷偷去杀人 带把刀很正常 带着铅球和绳子 你不觉得奇怪吗 冯英俊说 他租的房子曾经是一个 做体育器材的人租住过的 里面留下了一些 学生体育用具 他要杀害徐思琦 并非是临时起义 是有预谋的 为什么选在游泳池 他认为人多的地方 更安全 游泳池里杀人 可以毁灭证据 是这样没错 当我伤痕鉴定后发现 死者而后那道伤口 是在他死亡后留下的 白木川刚才以为 城镇会告诉 他 徐思琦是在死亡后 才被人脱下水的 如果那样 问题就复杂了 在场那么多人 怎会没有一个人 看过搬运尸体 没想到 他会是这样的发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板 改编自肖香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武一先生 欢迎郡阅 这就奇怪了 冯英俊 捂死了 徐思琦 把他坠入水池 为什么要刻意 在他耳后 划出那么一条伤痕 要知道 伤痕很容易出血 更容易暴露 从现场来看 他可不像一个 想死的人 你说的很有道理 这个问题 我们还得调查 白牧川顿了顿 又问 还有别的吗 其他方面 与他的供述基本一致 那好 我先走了 成正点头 再无他言 白牧川走了几步 又突然回头 辛苦了 打扰回去休息 成正深深看他一眼 没有说话 从技术队回去 白牧川打开邮件 看到向晚发送的分析报告 看了不出几行 他眉心皱了起来 向晚的分析 差不多与成正的说法 有些异曲同工的地方了 向晚认为 人的一切行为 都是有心理轨迹可循的 冯英俊杀人的动机 与细节都吻合 可还是存在疑惑 首先 冯英俊没有犯罪前科 杀人一般不会那样缜密 那为什么选择游泳池 这么一个人多 风险高的地方呢 第二 带着绳子和那么重的千球 潜入池底杀人 不觉得累赘吗 正常情况下 会这么干的罪犯 可能会比较少 他完全可以约出徐思奇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把他干掉 再来逃跑 恐怕比这个办法 从容得多呀 第三点 他也提出了 耳后那条伤痕 认为在侦查笔录上 对这个细节的了解 不够充分 到底是死前伤的 还是死后伤的 这个对于结案 有很大的影响 白木川打开聊天软件 把刚才程正给的 鉴定结论告诉了他 你怎么看 向晚在马自 但人在线上 他一直在等 白木川的回答 现在接受到的 却是提问 不由一乐 你稍等 大概花了两三分钟 他给了白木川 一个结论 有没有可能 徐思奇案里 不止一个凶手 冯英俊之外 还有他人 嗯 第一种可能 冯英俊是被人利用 不知不觉 做了人家的替死鬼 另一种可能 就是有第二凶手 黄雀在后 在徐思奇死后 在大尔后捕了一刀 捕那刀的目的 向晚又给了他两个答案 第一是怕他不死 不刀 但可能性有点小 第二个是 嗯 容我开个脑洞啊 难道是 想从他而后 毁灭什么证据 或者 做一点什么标记 这个脑洞 确实比较大了 白木川想了想 我准备再提审一次 冯英俊 你等我消息 好 那我继续码字 关闭了对话框 向晚沉思片刻 却写不下去了 徐思奇的案子并不突出 目前来看 甚至都不是他遇上的案子里 最离奇的 却偏偏给他一种 很诡异的感觉 就像平静了许久 突然接近真相 接近凶手了 那种打心眼里的寒意和恐惧 如果冯英俊不是唯一的凶手 那另一个人 为什么要杀徐思奇呢 他只是个小人物 如果不是恰好是谢婉婉的助理 又恰好跟了张厚发 这个女人的人生 可以说平淡无奇 杀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他知道了什么秘密吗 就像白木川最开始分析的那样 是他接触到了张厚发的秘密 或者是别人企图 让他接触张厚发的秘密 成功了 或者失败了 必须杀人灭口 向婉脑子翻腾 短短时间 已是想了无数个可能 思维太火怨 他有点乱了 双手捧着脑袋 他闭上眼睛 圆想安静一会儿 不曾想越想越乱 算了 他嘘了口气 镇定下来继续马刺 直到办公室的走廊外 传来一阵匆匆的脚步声 他一惊 停下手头的魂 看着门被推开 白木川进来 看着向婉的目光 深沉而宠溺 你怎么还在写啊 向婉点点头 满眼期盼 冯英俊那里 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刀是他自己带的 但刀伤是不是他干的 他本人不确定 事发后 他把刀丢在了游泳池里 经鉴定 伤口与凶器的痕迹 基本吻合 为什么他会不确定呢 他表示当时太乱了 一开始是用刀 顶着徐思琪 后使他不许反抗 后来捂死他的时候 他又挣扎 刀有没有碰到他 他不清楚 那不是有答案了吗 承政说 刀伤是在死亡后形成的 冯英俊得手后 就弃了刀 就算刀伤是 挣扎过程中造成的 那与鉴定结论 也是不符合的 答案只有一个 白木川点头 向婉双眼精亮地说 除非承政的鉴定有误 不然 就是存在第二凶手 要证明这个 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当天晚上 白木川没有声张此事 他带着向婉 照常回家休息 第二天 吃过早餐 就群发了一条消息 让众案成员准备十点 开案情分析会 白木川在忙碌 向婉坐在客厅里 跟谢婉婉和方圆圆聊天 聊的内容 还是徐思琪的案子 向婉着重问起 谢婉婉和徐思琪 在最后一次聊天的内容 这一次 时间比较充足 谢婉婉把他们聊过的话 又重复了一次 结果令人失望 徐思琪除了对她表示感谢之外 就是希望谢婉婉本人 能够出席晚上的party 说白了 就是多一个重量级的人物站台 给她撑个面子 谢婉婉拒绝了 不是因为她 而是因为张后发 谢婉婉告诉她的原话是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牟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月 希望你以后越飞越高 但我不会来 因为看着那样的老男人 我会恶心想吐 去不下饭 那徐思琪是因为你说这句话 才心情不好的吗 不 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就有些情绪 不过 我当时并没有想太多 为什么 谢婉婉看着她 争了争 突然笑起来 向晚 你现在说话的方式 越来越像个警察了 刨根问底 向晚恶然 随即也笑了起来 大概是尽诛者赤吧 那可不可以反请回答呢 我感觉出她不高兴 但我认为 不得不陪着张后发 那样的老男人 换了任何一个女孩子 都高兴不起来吧 也是情有可原 徐思琪这两天 都跟着张后发 住在她家里吗 谢婉婉摇头 笑得有些尴尬 我就不知道了 这种比较私人的问题 我没有问过她 但警察是可以调查的 谢谢 不用 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 尽管开口 恐怕这两天 狗仔还会盯你 挠不出门就少出吧 感受到向晚的关心 谢婉婉牵了牵嘴唇 我会的 其实也是习惯了狗仔的 我为什么会搬来这里 真正担心的 不是狗仔 而是一种 隐隐的不安 不安 这种感觉 随着徐思琪的死亡 更强烈了 谢婉婉目光凉凉的 透射过来的光芒 落入向晚的眼里 心尖莫名一动 难道有人想对你不利 因为找不到对你下手的办法 喘而向徐思琪下手了 谢婉婉真饿 片刻她笑了起来 怪不得是写书的 想象力真丰富 不过 听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有这种感觉了 不瞒你 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着 好像看到了思琪 一脸是血 站在我的床前 一遍遍对我说 她死得好惨 好冤枉 妈呀 向晚不说话 方圆圆 却是吓得差一点 从沙发上跳起来 大明星 你不知道自己演技很好吗 大清早的 差点没把我吓死 向晚看向谢婉婉的脸 惨白惨白的 一脸巨异 半上她认同的点头 嗯 我觉得你要是眼孔不偏 也许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说不定能直接翻盘呢 一句翻盘 让谢婉婉的脸色 更加难看起来 向晚争了争 发现这句话说得不太对 好像有点扎心了 嗯 网传挥名单的事 是真的吗 是真的 本来惠名单就是罪案局 这种局是受到监管最多的一种类型 需要审批的手续也相对复杂 结果又摊上这么些事而言就 她没有说完 但向晚已经从她的脸上 看到了不容乐观的结果 我是惠名单的原住粉 我很遗憾 希望会有转机 所以 我这几天还得往外跑 跑什么 跑关系 跑人脉呗 还没有尘埃落定 我就得努力一下 毕竟一部挥名单 承载了太多人的期待 在她说太多人的时候 向晚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孟赤 有很长一段时间 她没有想到那个男人了 几乎把她从记忆里抹了去 可她相信 谢婉婉会很深刻地记得她 向晚沉吟片刻 你哥那个案子 什么时候挺审 确定下来了吗 谢婉婉仍是摇头 等法院通知 向晚找不到什么说的了 话题无法继续 几个人坐在沙发上 有点尬 好在小黑黑适时跳下来 躺在向晚的脚边 喵喵地叫着 等着她顺毛 向晚微笑着 将小黑黑抱起 顺毛再顺毛 女人爱猫 很快就有了新的话题 向晚走了 白木川走到客厅 拎着公文包 一脸严肃 向晚嗷一声 站起来 哦 我们去队上吗 去徐思琪家里 家 徐思琪的家 是一个出租房 她与许多 飘在京都的年轻人一样 租了个不到三十平的窝居 但打扫得很干净 东西收拾得也很整齐 化妆品 衣服 都归纳得到 看得出来 是一个心细如发的姑娘 向晚跟白木川到达时 全少腾已经带着搜查令 等在那里 几个人会合 在徐思琪的家里寻找线索 可找了好一会儿 也没有什么大的发现 这就是一个年轻姑娘的居处 而且根据小区监控显示 事发的前两天 她根本就没有回来过 有什么发现吗 向晚走到白木川身边 习惯性地问她 白木川摇头 突然问 你们女孩子 如果有什么心事的话 会怎么表达 嗯 因人而异吧 以前的人会写日记 现在的人 没了日记本 会发朋友圈 发说说 或者向闺蜜和亲友倾诉 也有人会记录在 只有自己能看到的地方 你有这样的地方吗 什么地方 只有你自己看到的地方 向晚忍不住笑 眼看几个人 都朝他们看过来 又不好意思地 撑了白木川一眼 我是那么矫情的女人吗 白木川笑着 揉揉她的头 在徐思琪家里 没有什么发现 众人败幸而归 但白木川没有什么表示 回到重案一号 从乌争带里 把徐思琪的手机找了出来 去情报队 交给赛里木破解 赛里木挖一声 兴奋地问 老大 这是要干嘛 了解死者有没有秘密 不是说案子已经破了吗 是破了 可有一点 他就不安定 十点的案情分析会上 人都到齐了 大会议室里 一片寂静 等白木川说完开场白 大家自主发言时 不出所料 大部分人的想法 都是倾向于单人作案说 认为徐思琪这个案子 冯英俊因爱生恨杀人 就是真相 至于耳后到脖子那一个刀伤 就是冯英俊说的 挣扎中不小心滑到了 至于与成正的结论 不一致的原因 这医学鉴定 难道就没有时间上的出入吗 有人直接问成正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板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这个问题 可以说很尖锐了 成正在众人目光中开了口 有 那不就是了 也许只是时间上的误差而已 毕竟那是温泉池 藏尸的环境 对刀伤时间的确定 会有影响的吧 对 成正毫不避讳 别人对自己专业的怀疑 是一枚心 再一次用幻灯片 简要介绍了一下 徐思琪的死亡原因 然后说道 我们在鉴定伤口是死前和死后的问题上 有非常严谨和繁琐的一套流程和理论 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但我可以说明的是 从解剖开始到结论产生 我们的程序没有任何的问题 至于鉴定结论要不要踩信 不是我说了算的 那 那究竟是有出入还是没有出入啊 这世上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 任何鉴定都只是大概率 我不敢保证可以精准到百分之百 众人更糊涂了 大家都拿目光望向白木川 如果不踩信 案子就此可以完结 如果踩信 问题就更复杂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 白木川慢声道 我相信程序的鉴定结果 程庄目光一睁 望向他 白木川的视线已经挪开 叫唐元出 去 看赛里木的活干完了没有 找到了找到了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 赛里木走了进来 老大 任务完成 手机锁已经解开 里面有一个徐思琪加密的云盘APP 也被他解锁 白木川翻开 在里面发现大量徐思琪的个人记录 有剧本 有工作文件 还有一些极为私人的日记类吐槽 果然呢 女生喜欢这样的自白方式 白木川条件反射地看了向晚一眼 向晚不明所以 审视他的目光无辜地摊开手 怎么了 干嘛看我 会议室里 有人嘀嘀地笑 白木川不答 看着手机 给赛里木使了个眼神 大屏幕 是 很快 他用手机进行了连接 徐思琪的个人秘密就展现在了大屏幕上 其中有几行文字 触目惊心 有人给我递了个本子 说要包装我 让我做第一女度 这种话 这些年我已经听了不少 从来不会相信 一般男人说这种话的时候 脑子里想的 无非是怎么把我弄上床 我无聊地翻了那个本子 吓住了 剧本内容居然很精彩 而我真的是剧本里的第一女主 因为在这个剧本里 第一个被杀死的人 就是我 我死后 成了万众瞩目的对象 网络热意的红人 然后接下去 他还要杀很多很多人 我惊悚了 怎么会有这样无聊的人 用别人的真名做剧本来信人 那个人找我了 还让我把本子递给卸碗碗 问他有没有兴趣出言 疯了 简直是疯了 只有短短几条内容 没有日期 无法得知 这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塞里木在徐思琪的云盘里翻遍 并没有发现 那个诡异的杀人剧本 老大 没了 大家怎么看 众人窃窃私语 说大声点 各出己见 有什么说什么 是 有人站起来 头儿 本来我觉得 这是一个简单的情杀案子 现在觉得 案子里的水很深啊 也许徐思琪案 只是冰山一角 全少腾冲他竖了个大拇指 说得真好 全对过奖了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的问题都被你说中了 不要补充好不好 讲话的人嘴一撇 兴兴地坐了回去 白沐川看全少腾 老五 说说你的看法 随便说 随便说 是个人都可以看出来的问题 也可以说 我认为张后发很有问题 怎么讲 像我这种头脑简单的英俊男人 不会去考虑太复杂的东西 只需要看简单的结果就行 最终是谁在包装徐思琪呢 不就是张后发吗 全少腾在行政工作中 难得发表一次推理意见 还得到了重视 大家都频频点头 认为换一个思维小 还真是这么一个理 就算张后发不是犯罪嫌疑人 至少会与嫌疑人有一定的关系 同时 在徐思琪的手机记录里 提到的谢婉婉 又一次成为警方的目光焦点 众人讨论认为 那个遗失的杀人剧本 徐思琪那里没有 对方会不会再递给谢婉婉呢 剧本上第一个死亡的人 是徐思琪 她曾经为此害怕 那第二个又是谁呢 剧本接下去又会怎么发展 找到剧本 非常重要 案情分析会后 白木川布置了任务 大家分头行动 一部分人去找张后发家里 继续走现场 一部分人着手调查 徐思琪的社会关系 唐元初接到的任务 是给谢婉婉打电话 这个时间点 谢婉婉还在外面应酬 看到是一个坐机电话 她愣了一下 接起来 喂 谢婉婉是吧 是 她嗓子有点焦渴 喝了一口水 稍稍缓解 我是中安一号唐元初警官 麻烦你到中安一号来 我们这里有个案子 需要你协助调查 下午可以吗 我今天中午有点事情 可能走不开 可以 不要超过三点 好 对方挂断电话 谢婉婉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默默地扣放在桌子上 有事了 对面的人是叶伦 谢婉婉淡淡淡看她一眼 没事 你约的人怎么还不到 叶伦看了看时间 懒洋洋地勾起唇角 眼睛里斜斜一笑 带点玩世不恭的味道 唉呀 急什么呀 现在是你有求于人家 不是人家来求着你 乖乖等着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相反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谢婉婉 怎么接个电话就心声不宁了 你对那个小警察 不会是动了真心的吧 不要胡说八道 我自己心情不好 跟人家没有关系 这么扑杂 早就看出来了 你跟他呀 你跟他呀 根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我劝你 就别费那个心思了 谢婉婉 垂下言简 不说话 有些事情 不需要别人点醒 他心里也很清楚 唐元初跟他 完全就是不可能相交的两条平行线 不管从哪个方面讲 都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只不过是老天捉弄 那些不经意的生命碰撞 让他欠了他一条命而已 谢婉婉 眉心狠狠一拧 猛地抬高酒杯 将杯子里的酒 一一而进 少喝点 镇主还没来呢 你现在就喝大了 一会儿谁来陪课呢 不是还有你吗 回名单对你来说 就不重要 你是老板 我拿了片酬就完事 叶伦微微一笑 漫不经心的表情 好像对什么事都不上心 今天我陪着你来 只是牵个线而已 能不能成 还得看你自己的表现 谢婉婉 垂着眼 慢慢拿酒 一言不发 我懂 你不懂 叶伦突然压低了声音 你以为人家图你的姿色呀 这个世界漂亮的女人 多了去了 不需要把自己 看得那么国色天香 那她图什么 高兴 什么是高兴 重案一号 一群人准备出发 去张后发家里 像晚上五没什么事 跟着去了 坐在靠窗的位置上 她别着脸 看东阳里的雾气 慢慢散开 心里莫名有一种感觉 徐思琪翻阅过的 那个剧本 就像丧尸案的 第一个案子似的 只是一个前奏 甚至可能是 同一伙人所为 想什么呢 向晚的反常 白牧川总是第一个发现的 向晚回过头来 微微一笑 没什么 去吧 好吧 在白牧川面前 就不该有秘密 总是逃不过 她锐利的眼睛 向晚点点头 有点不好意思地 把想法说了一下 我觉得徐思琪的案子 与丧尸案有相同点 相同点 杀人 恐慌 你是说 社会公众的恐慌 网络效应 是的 你看 梦氏的新剧 风口浪尖上的谢婉婉 本就天天被吵得热度 徐思琪是她的助理 在她的举荐下 参演长安 还没开拍 人死了 如果这个剧本的事 流传出去 又会引发什么舆论 向晚说到这里 眉头皱了皱 还有一点 从丧尸案开始 末世之前被下映 挥名单疑似进拨 到现在的长安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好像对方 就是冲着梦氏 或者谢婉婉去的 白木川点点头 眯起眼睛看她 她是一个关键人物 向晚慢慢椅子坐椅上 扶着额头 我刚才又仔细想了一下 有一个细节 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 徐思琪只提到她自己 是剧本里第一个死去的人 还提到对方 让她把本子递给卸完完 问她有没有兴趣 对 有问题吗 为什么没有提第二个 第三个死者是谁呢 为什么 因为她看的剧本上 根本就没有她人 这个想法很大胆呢 向晚看着白木川 用一种近乎肯定的语气说 我与徐思琪接触不算多 但那两天 她跟谢婉婉住在家里 也算是打过交道 这个妹子 性格外向张扬 形势急躁 如果剧本上 还有别人的名字 她在写那段话的时候 说出来的可能性 会比较大 甚至 她会按捺不住 告诉对方 那她有没有告诉 谢婉婉剧本的事 这个嘛 就得你去问她了 一行人 很快到了张厚发的家里 车停在别墅门口 他们走路进去 徐思琪死在这个大别墅 张厚发家 目前也是一团遭乱 据说很多年以来 张厚发的老婆 已经不管她在外面 那些风流运势了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各得安好 可这一次 闹出了人命 事情搞得满城风雨 无人不知 她似乎坐不住了 向晚等人赶到的时候 她正在跟张厚发吵架 人在楼下 就听到尖锐的争吵声 管家尴尬地迎上来 白木川 亮了警察证 我们来找张厚发 了解情况的 管家听完后 匆匆地上去 报告张厚发 很快 张厚发两口子 一起下来了 张太太一脸微笑 端庄地挽住张厚发的手 那云淡风轻的样子 就像变魔术似的 换了一个人 要不是清儿 听见他们吵架 认谁看见这两口子 都是一对恩爱抗力呀 跟我警官 快请里面坐 里面坐 张太太热情地 上来打招呼 会说话 会交集 出场面面俱到 又是泡茶倒水 又是准备水果 又是各种 为自家老公说好话 俨然是一个贤惠的夫人 而张厚发 也与昨天晚上不同 像个没事人一样 举手投足 如商风范 似乎那个 与徐斯奇搞得火热的人 根本就不是他 了不起啊 镇定自若 白木川与向婉 交换个眼神 张总 我们今天来 除了查现场 还想要看看 徐斯奇死亡前的住处 张厚发轻和两声 看了一眼他老婆 呃 这个 这个小徐吧 应该是 住在 呃 住在 我们调查过了 徐斯奇最近两天 就住在你家别墅 与你同进同出 麻烦配合一下工作 咳咳 他不敢看他老婆的眼睛 拿手帕 擦了擦嘴 叫管家过来 啊 有这个事吗 呃 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板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虽然心里是MMP 但管家脸上 很快恢复自然的表情 点头哈腰地说 啊 是的是的 张先生 徐小姐这两天来家里做客 谈新剧的事 就住在咱们宅子里 哦 住在哪一家 呃 你带着警官去 向晚心里 有点忍不住想象 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 只能骗自己吧 等一下 张太太突然叫住管家 又看了看白牧川等人 一脸热情的道 不管徐小姐住的是哪一间 只要警官需要 你都要认真配合 知道没有 哦 是 真是一个宽容大度的女人啊 明知道徐思琪跟她老公睡在一起 还可以这么淡定地配合 向晚心里感慨 对这种上流社会的夫妻关系 充满了疑惑 到底是什么样的相处方式 爱 怕是不存在了吧 那 恨呢 张太太说要配合警方 整个房子里的工人都很配合 大家都知道 昨天晚上游泳池里死了人 现在警察上楼 每个房间都敞亮地开着 要看什么随便看 管家也一步一随地指引 边走边交代 徐思琪住在家里的情况 很快 她到了一间客卧 徐小姐这两天 就住在这里的 居然不住在张后发的主卧吗 向晚挑挑眉头 跟白木川一起走进去 房间是暂时居住的 里头落下的 属于徐思琪的东西并不多 一个化妆包放在梳妆台上 一个小行李箱 静静地搁在角落里 与她自己居住的地方差不多 房间打扫得干净整洁 白木川慢慢戴上手套 找 房间就这么大 一群人要翻东西 速度很快 行李箱没有上锁 轻松就打开了 因为死者是女性 开箱查看的任务 就交给了向晚 一些女性的衣物和私人物品 没什么特别之处 向晚拉了拉手套 又拉开行李箱里的附件袋 里面有一个文件袋 塑料的封皮 不一样的手感 向晚摸到它 心里不由一喜 伤伤一个用力 就把文件袋抽了出来 剧本 他小声一叫 白木川随即转过头来 找到了 快看 是不是这个 那是一份文件 没有名字 说它是一个剧本 稍稍有点牵强 因为它一共只有几页 很普通的A4打印纸 上面讲述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没有头 没有尾 但在这个短短几页的故事里 故事的主人翁 确实是叫徐思奇 可怕的是 死亡原因 居然是溺亡于游泳池 剧本上有详细的剧情交代 包括徐思奇 成为张后发的女人 再被喜欢她的男人冯英俊杀死 前后与案件的发展 居然一点都不差 不是吧 我靠 全少腾凑过头来 拿剧本又看了几眼 怎么会有这么离奇的事情 这也太牛逼了吧 就算是预设杀人 也不能精确成这样啊 对 我看了那么多罪案剧 真没见过这么精彩的 这写剧本的人是谁呢 他为什么可以操纵案件 就算可以操纵冯英俊 难道还能操纵张后发 大家议论纷纷 对这个剧本的可信度 表示了怀疑 白木川拿着剧本 在房间里又走了一圈 冷峻的面孔 一点表情都没有 就像老五说的 对方不需要操纵张后发 因为他就是张后发 当然 这只是人家想让我们看到的 你们不觉得这个房间 太干净了吗 除了一些简单的衣物 什么都没有 更离奇的是 里面指纹都没有 丁一凡目光一闪 望向白木川 所以 白对的意思是 剧本可能是后面放进来的 向晚接过话去 笑着扶了扶额头 我就说嘛 如果徐思琦一开始就看到这个剧本 为什么还敢下水 有人为徐思琦写了一个剧本 剧本上告诉他 要把他杀死在游泳池里 正常人在这种情况下 怕是看到水都会害怕吧 全绍腾挑挑眉 突然反驳 也许他只是把这件事 当成一个恶作剧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但这种情况 大概只会发生在全队这样的人身上 全上腾点点头 末了又觉得有点不对 你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意思 哪个意思 像全队这种意高人胆大的 才会把这种事当成恶作剧 满不在乎 也根本就不用害怕 要不然的话 要不然什么 那只能是傻子了 全绍腾脸上寒芒一闪 我怎么感觉你说我的时候 指的是后者 哎呀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 笑完笑了笑 不等他再多说什么 已经走到了白木川的身边 所以事发后 进入这个房间的人 就是放剧本的人 白木川点点头 警方以协助调查为由 将张后发带回了重案一号 其他别墅里的工人 另外抽派了警力过来 当场进行了摸牌和调查 原本以为别墅里就那么些人 要找出一个进入过徐四奇房间的人 非常容易 可工人们大多一问三不知 谁也不肯承认 又缺少直接的监控和指正 这个问题竟成了一个难题 张后发被带去了审讯室 向晚回到办公室 放好自己的东西 刚做片刻 外面就是一阵脚步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中午了 向晚看看时间 有点累 伸一个懒腰 准备去吃饭 在食堂打饭的时候 苗子晨走到他身边 你好 你好 对待这个风华正茂的漂亮女孩子 向晚了解不多 一直就像寻常同事那样 淡淡相交 平常两个人没有什么交集 见面也就是互相点点头的交情 可今天多说了两句话 吃饭的时候 苗子晨就自动坐到向晚的对面 中晚一号的女警不多 向晚看她坐下来 也没有太介意 没心呢 她呀 工作狂人 还没有下来呢 你们技术队的人都蛮拼的 原本她只是顺便客气一句 苗子晨却突然安静下来 一双漆黑的眼 审视般落在她的脸上 像打量 又像是有话要说 怎么这样看着我 有个事 我想问问你 向晚奇怪地抬头看她 又是一笑 你问 那个 会唐突吧 向晚眉心一拧 其实她最不喜欢这样的序话方式 所以跟她合得来的眉心 方圆圆 都是简单直率的人 如果你觉得唐突 就不用问了 如果你想问 就不要管会不会唐突 把决定权交还给对方 不背这个锅 好吧 那我就直说了 其实 我就是想问问你 我师兄他喜欢的人 是不是你啊 向晚差点呛住 人在家中坐 锅从天上落呀 白木川的桃花 时不时找上门来也就算了 现在成正的桃花 都算到他头上 算怎么回事啊 这话 我没有太懂啊 向晚不想蹚这套浑水 一本正经地反问 我跟成队 就是很普通的同事关系 他应该不会喜欢我吧 不瞒你 我对师兄是很有好感的 哭我吧 始终觉得他对我 好像少了一点的什么 咱们都是女孩子 我想你懂的 不好意思 我不懂 就是他对我 友情足够 多余的情分 好像没有 我试探过他 我就是感觉吧 他有喜欢的人了 也许是太紧张 他说话逻辑有点欠缺 然后呢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苗紫辰想了片刻 不太好意思地低下头 承轻 今儿给我看了一张照片 我觉得 师兄对你 可能 是有些不同的 照片 什么照片 下碗吃不下饭了 可以给我也看看吗 没想到 他会直接提出 这样的要求 苗紫辰手足无措 毕竟一开始 就把诚心卖了 不太好 毕竟 她是成正的妹妹 但她不善于撒谎 在向晚浊浊的逼世中 脸颊烧红一片 这就是 一张 你和师兄 在食堂吃饭的照片 师兄看你的眼神 不太一样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 我想 那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样子吧 可以的 诚心 饮货水给他 为他拉仇恨 这小聪明 真是用错了地方 向晚淡淡叹了口气 苗小姐 我觉得你为人挺不错的 所以有一句忠告 你说 少听别人挑唆 多问问自己的脑子 喜欢一个人 就认真去喜欢 收起功利心 不用考虑得失 只需要想明白 自己可以承受的底线就行了 如果值得付出 就开开心心地去付出 如果不值得 就早些看清现实 要不然 最后你会发现得不偿失 说完 他站了起来 我吃好了 你慢用 向晚走出食堂 外面是一片碎金色的光芒 太阳终于破了云雾 洒落下来 他回到办公室 打开自己的文档 他们在办案子 这个时候他闲着 就准备写点东西 《谋杀男神》这本书 写到现在 穿插了几个案子 向晚已经有点放飞自我了 除了大纲没有跑 其他都已经跑脱了纲 但他也不在乎 常常在书里的案子 和案子里的书中 徘徊不清 有时候觉得 案子里的故事是真的 有时候又觉得 现实的案子才是书 写着写着 他手机低一声响 是一条手机APP 推送的热点新闻 徐司机按金线内幕 杀人剧本报告 来得这么快 向晚一蒙 条件反射地打开手机链接 那一条消息很简单 没有详细说剧本的内容 这援引了徐司机的死亡 以及死亡剧本 被人发布在某平台的事情 然后配上了一部分剧本的相关截图 像个娱乐八卦 向晚付费 去网上翻帖子 剧本内容 与他在账后发家里找到的那个 几乎没有出入 一模一样 显然 有人故意散布网络 为了制造公众的恐慌 末了还在末尾预告 该死的人死了 第一集结束 静静期待第二集的到来 那时 死的人 又会是谁呢 银森森的文字 配上大红的颜色 舆论哗然 网上议论纷纷 妈呀 真的还会有人死吗 恶搞的吧 这剧本一看就是假的 肯定是有人在徐思琪死后 混弄玄学虎人的 楼上好聪明 徐思琪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除非是警察 不然谁能知道这个细节呢 你以为剧本想写就写 甚至 在议论剧本的留言里 有一两条指向谢婉婉的 徐思琪不就是那个 谢婉婉的助理吗 他搞端端的 为什么去拍梦式的长安 谢婉婉引箭给张某的 哼哼 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什么好心吧 谢婉婉这种女神 最喜欢踩着别人上位呢 哪里会舍得皮鞋 自己年轻漂亮的女助理呀 为了拉图丝啊 又当又立一把 一边眼见 一边又怕自己被挤走 说不定啊 就是她做的手段 开戏吧开戏吧 就宝宝宇来得更猛烈些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板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跃 公众的口水 从来都是这样 不知源头 大多数人 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人云亦云 所以 很容易被人带节奏 向晚翻看不到三分钟 放下手机 这个谢婉婉 还真是一个 炸药包的存在 走到哪里 炸到哪里 永远都是舆论的风向标 口水的阵地 向晚叹口气 收回心思 看着电脑屏幕 继续写她的戏纲 写着写着 脑子里突然一飘 像是想到了什么 打开聊天对话框 就给白木川发消息 我刚才说理了一下剧情 发现从大神的诱惑 那个案子开始 到目前的杀人剧本 我们好像误入了 一个心理陷阱 白木川在审讯室 没有回复 向晚也不管 继续写 以前 我总有一种 先入为主的想法 认为所有的案子后面 一定有一个终极大boss 从720案开始 到喷泉女神杀人案 再到婚名单剧组连环案 大神诱惑案 丧尸案 我坚定地认为 有那么一个人存在 并贯穿始终 可我忘了 现实和小说是不一样的 那个在书屏区的神秘ID 早就已经消失了 那个人不存在了 催鸣死后 他就不曾出现过了 从那个案子 到涂量惨死 梦池被抓 暗影落网 难道背后的boss 就不能是不同的人吗 向晚看着自己的留言 陷入深思 过了好一会儿 他又发了一条 唉 我中了一种 叫小说的毒啊 把案子当小说 以为是升级打怪 一定会存在某种套路 其实是被惯性思维 带入沟里了 如果单纯地 把一个个案子掰开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催鸣死后 完全是进入了 另一个新的节点 催鸣死前 催鸣就是那个人 催鸣死后 是另一个人 本来以为那个人是暗影 暗影的作案动机也合理 但暗影如今在看守所 因此 如果杀人剧本与丧失案是同一性质 那基本可以确定 这一系列案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催鸣主导的 另一个阶段是它的发展和延伸 从天怒开始 到现在的杀人剧本 我们把这个boss统成X X与以前的案子 也许存在某种关系 但他不一定参与了那些案子 而且 他与催鸣 与暗影 向晚把字敲到这里 想到那天谢婉婉回家时 脖子上的伤痕 那天欺负他的投资商 是张厚发 那天带走徐思奇的人 也是张厚发 也就是说 一开始 张厚发要的人是谢婉婉 还有 X与谢婉婉 肯定也有某种关系存在 如果不是梦池进去了 我都要怀疑 X就是梦池了 向晚揉着脑袋 一条一条的线 要整理清楚 繁琐又痛苦 但他明显地感觉到 谢婉婉 好像是一直串在这条线上 催鸣前和催鸣后的案子 他都有参与其中 而且 他是受害者 一直都是受害者的存在 心理陷阱 预设的心理陷阱 向晚揪住头发 脑壳疼 外面有人敲门 谁 向晚从思维中回神 猛地抬起头 我 赛里木推门进来 向老师 你猜我给你带什么好消息了 你什么时候学会卖关子了 快点说吧 老大不是让我破解 受害人的手机吗 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看着他飞扬的眉梢 向晚就更不懂了 你发现的事情 不是已经在案情分析会上 讲过了吗 难道 还有别的 向晚想到这个可能 声音里充满了心血 没错 赛里木愉快地打了个响指 拉椅子坐得更近 身体前倾向他 像在说什么 不能让人听见的秘密 我将受害人 一周内删除的内容 全部进行了恢复 找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 发现了什么 受害人的笔记里 删掉了一个内容 对方其实给了他一个放剧本的盘 不过是U盘 还是别的什么盘就不知道了 对方让他把这个盘交给谢婉婉 这条删掉的信息 和你之前发现的 有什么区别吗 都有提到剧本的事 都有说交给谢婉婉 不对 盘 不等赛里木回答 向晚自己就回过神来 多了个盘的存在 那问题又回来了 为什么徐思琪要把这条删掉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一个盘 一个剧本 一个存放剧本的盘 在哪里 向晚脑子里过了一下 突然朝赛里木招招手 来 给你看个东西 什么 向晚打开手机 想给他看刚才的帖子 发现已经被删除了 不过那个剧本的内容 在网络上被传得到处都是 那 就是这个东西 你能不能找出来 最早发布的源头 这个嘛 好像有点难 赛里木故作凝重的样子 眼看向晚的脸沉下来 这家伙又嘻嘻一笑 放心吧 交给我 怎么这么贫呢 这万一号的人 都被全老五带坏了 话又说回来 你为什么跑过来把消息告诉我 不是很简单吗 啊 老大吩咐的 他呢 在审讯室 哦 向晚眉眼又沉了下来 从张后发家里回来的时候 白木川就带着人去审讯室了 中午饭都没来得及吃 向晚原本以为他用不了多久 就能完事 结果这一拖 已经下午一点半了 这人呢 实在是不让人省心啊 向晚真怕他的身体 有一天会受不了哦 等三里木走后 他离开办公室 出去逛了一圈 没有看到白木川出来 索性又回办公室 拎了包出门 去外面街上 找了一家白木川 平常喜欢吃的饭馆 亲自拎了外卖回来 然后给他发消息 忙完了吗 两点了 吃点东西 下午再继续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白木川还没有回复 谢婉婉的消息就来了 谢婉 帮个忙 写今天的戏纲和分析时 谢婉多次想到谢婉婉 现在冷不丁看到她的名字 条件反射的心里一惊 你怎么了 我在中晚一号外面 是来配合你们调查的 可是我现在 进不来 进不来 什么意思啊 停车场 全是狗仔 还有一群 不知道哪里冒来的黑粉 他们把我的车团团围住 闹得很厉害 我有点怕 不敢下车 你能不能帮我叫两个警察过来 解下围 小婉眉头拧了起来 前来接受审讯的人 就在中晚一号外面的停车场 遇到这样的事 他们也有义务帮忙的吧 向晚看了看手机 没有看到白沐川回复 抓起手机出门 他还没想好找谁帮忙呢 就看到唐元初匆匆走过来 向晚眼前一亮 唐警官 向老师 有事 你来得正好 向晚把谢婉婉发的消息 直接给他看 咱们下去一趟吧 要不他走不了人 咱们也耽误事啊 行 他理了理袖子 看了一下自己身上的变装 走出大门的时候 看到承心 眉头一皱 就叫了一嗓子 承心 跟我下去一趟 承心正在复制一份文件 很不耐烦地拿着纸 有一搭没一搭地做事 文言转过头来 看了看唐元初 又看看向晚 顿时喜上眉烧 好嘞 承心是内勤 每天都穿着警服来上班的 他又是一个女神 一会儿带谢婉婉的时候 会方便一些 唐元初是这么想的 而承心以为 他要带自己去执行任务 眉开眼笑地下楼 结果看到内情形 一张脸灯时黑了下来 你叫我来 谁干什么的呀 工作 什么时候警察成了 明星家里的保安了 有人报警 保护群众的安全 是我们的职责 恐怕不是群众这么简单吧 以为谁不知道似的 她是个年轻女孩子 平常也会上网 看娱乐八卦 承心对谢婉婉 并没什么好感 上次原本想利用她 来对付向婉呢 结果等了好久 都没见到反应 她对谢婉婉 就只剩瞧不上了 大明星好大的架子 来警队接受讯问 还要警察开刀呢 突然一个转头 看到向婉 眼睛又是一暗 唉 向老师啊 我说你这个人 脾气也是真好 向婉跟唐元初 脚步原本卖得有点大 文言她缓了一下 怎么了 你不知道 那个大明星 基于白队啊 有一阵网上 天天炒作她俩的绯闻 还说她俩CP好多年呢 你就一点不知错 向婉脚步一顿 这个诚心 她原本是不想理会的 因为跟这种人斗 真的太没水平了 可跳蚤咬不死人 却会恶心人呢 她还好吧 至少是个有品的情敌 没有背后搞小动作 也不像有些人 一天到晚上跳下窜的 像一只无头苍蝇 咬不到人吧 还嗡嗡不停 又没什么卵用 你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啊 你在说谁呢 程欣心里窝着火 从向婉的眼睛里 看出了讽刺 也知道向婉是在讽刺她 我说的是那种 喜欢在背后搞小动作的 绿茶苍蝇啊 见不得人家好 见谁都不顺眼 见谁好都扑上去泼点粪 难道程警官的身边 也有这样的女人吗 没有 向婉勾纯哼笑 加快了脚步 重案一号大楼的下方 是一个高高的台阶 从上到下 足有二三十级左右 台阶下方 空旷的广场 也是停车场 停车场飞警用 停有不少民用车辆 此时 谢婉婉的车 就在刚驶入广场门口的位置 被拦住 走不动了 一群人围在汽车周围 拼命地往里张望和拍手 还有一些人 对着汽车的方向指指点点 更有甚者 无客气地大声骂谢婉婉 是间接杀人凶手 丧尸案害了那么多人 现在又害死了自己的助理 可怜呢 这人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样昭黑 唐元初动作很麻利 第一个冲上去 怎么回事 闹什么呢 穿着警服的诚心很扎眼 加上唐元初的气势 那些人的气焰稍稍收敛 有人过来找唐元初解释 说是什么媒体 准备找谢婉婉做什么采访 采访不用经过当事人同意吗 都回去吧 我们这里还有案子了吧 一听有案子 镜头全都对准了唐元初 紧接着就有狗仔认出了他 这位是唐警官吧 人群顿时热闹起来 今天的唐元初穿了一件普通的夹克 可个子瘦高 典型的衣架子 一张小狼狗般的面孔 年轻 俊气 散发着浓浓的荷尔蒙味道 顿时引发了在场众人的八卦心 唐警官 请问徐思琪的案子 是不是与谢小姐有关呢 这还算比较客气的 为案子 有些人直接问起他与谢婉婉的关系 唐警官是来为谢小姐解围的吗 请问你和谢小姐是不是情侣关系啊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公开练情呢 一个个话筒伸到面前 要是换了全少腾 能动手的时候 绝对不会动口 可唐元初毕竟是唐元初 一代网红警官 一个白木川认定的公关人才 当然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动手 刚才他因为谢婉婉的事 有些心急 脸色不好看 现在回过神来 面对那些长枪短炮 已经恢复了平常的状态 微微一笑 将三寸不烂之蛇 发挥到极致 各位各位 今儿我们是真的有正事要办 时间挺破 请大家配合一下 相信你们也不愿意防野公务 对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相板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跃 温言 温言软语里全是玻璃渣子 谁敢妨碍公务 他笑着走近 人群就慢慢散开 不过 仍有不死心的人追问他和谢婉婉的关系 唐元出婉儿 给了大家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这种事让我怎么说呢 大家是朋友 总有些喜欢开玩笑的胡说八道 大家看这样好不好 改天 改天我私人请你们吃饭 咱们换一个不上班的时间 想怎么聊就怎么聊 不正面回答 请吃饭的行为也很接地气呀 但那只代表他自己 而且不知何年何月 这是一个打太极的高手 在他的软硬兼施之下 那些人不太甘心 但终是不敢再拦车 至于围观的黑粉 看到警察 根本就不敢上来 让一让让一让 麻烦让一让 OK 谢谢 唐元出指挥着现场的秩序 朝谢婉婉招了招手 把车开过来 他一边走一边退 给谢婉婉指了一个车位 前面的路通了 谢婉婉松了口气 把车顺利停在车位上 唐元出走了过去 拉开车门 下来吧 他没有什么情绪 谢婉婉抬头 墨镜下的眼睛 也看不分明 但表情却是有些狼狈 谢谢 唐元出看他一眼 站到边上 一言不发 谢婉婉跟着他 攥紧了手 上台阶的时候 一路有人在后面跟拍 唐元出没有阻止他们 一直走到最后一级台阶 他才对众人摆手 回吧 啊 再跟上来拍 我就该去看守所 请你们喝茶了 轰 人群人群里一阵笑声 回去注意安全 人群终是散了 承心一直闷闷地跟在他们身边 看着唐元出护着谢婉婉 眼皮往上一翻 又是气一声 扭腰就要走到前面 没想到 向晚却突然站到她的面前 程警官 刚才辛苦你了 我又没做什么 你不用做什么 就是帮了大忙了 什么意思 诚心不解 在向晚促侠的笑容里 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 突然明白自己充当的是什么角色 分明给他俩当枪去了呀 无耻 程警官 说什么呢 谁惹你了 向晚一副无辜的样子 懵懂地看着他 成心窝着火 又发泄不出来 明知道他在笑话自己 有苦难言呢 没什么 我只是看不惯那种 仗着有几份姿色 就勾三搭四的狐狸镜 他说完黑着脸 直接冲住地打听 这 谁中枪了 向晚看谢婉婉 他也刚好看过来 两人对视 忍不住笑了起来 谢谢 走吧 审讯是外面 白木川已经出来了 丁一凡 全少腾都在他的身边 几个人的表情 明显有些疲惫 看脸上的情绪 似乎他们与张后发的交谈 没有什么进展 向晚走近 看白木川 我买的外卖 还没有凉 反正人都来了 也不急着这一会儿 好 我们去吃饭 你们先凉 嗯 快去吃吧 等我回来 好的 向晚随着他古怪的目光 转了一圈 好几秒 才反映过来他的意图 因为谢婉婉的存在 怕他不高兴 向晚忍不住想笑 手指头动了动 做了个白白的动作 放心去吧 白木川目光一翅 擒着笑走了 你俩在一起都这么久了 也不嫌腻歪 还好吧 谢婉婉不是犯罪嫌疑人 只是来配合调查案情的 与张后发受到的待遇 完全不一样 唐元初为他倒了水 放在桌子上 又默默地退了出去 从头到尾 他一声不吭 完全不像在停车场的 能言善变 你俩这是 还没和好啊 没什么好不好的吧 我们一直就那样的 谢婉婉避重就轻 捋了捋头发 你知道他们今天叫我过来 是要问什么吗 是不是又有什么发现 向婉沉默 这个事不方便他来说 具体怎么询问 他更是不知情 所以在白木川没来前 他不能打乱他们的节奏 算了 问你也是白问 谢婉婉看他为难 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无力地仰躺在椅子上 定定地看着天花板出神 真是累啊 今天都忙什么了 叶伦介绍我认识了一个 油腔滑掉的家伙 谈了一下灰名单 播出时间的事情 怎么样 就那样吧 谢婉婉 搓着额头 有些无力 这些人都是人精 哪会给我准确的时间 看来不管是做哪一行都不容易啊 以前我还以为 你们每天都是那么光鲜亮丽的 有钱 有关注 无忧无虑呢 然后头一别 他定定地看着向婉 咱俩换换 你干不干 向婉回事他 数秒后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不换 你那种工作啊 我可持不住 我这个人呢 还是适合懒 宅 穷 过简单的生活 可我们这行啊 有很多人 削尖脑袋一想往里面挤 甚至连命都搭进去 向婉回头 看见他眼底浮现的红血丝 你是说徐思琪吗 何止是他啊 这样的人 多了 曾经的我 也是 白木川吃饭很快 也就十来分钟 他就回了审讯室 他不像向婉那样随和 一张俊脸 沉凉沉凉的 看到谢婉婉 也没什么表情 公事公办地坐下来 指示唐元初 做好审问准备 然后一本正经地问谢婉婉 让他看一下 面前的个人信息 有没有问题 资料上 有被询问人的详细资料 谢婉婉来了多次 彼此信息都是知情的 可到了现在 他仍然不会跳过 这一个环节 一律按程序来 谢婉婉摇了摇头 你问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牟川向板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审讯室安静下来 白木川点点头 开口之前 大概觉得房间里有点闷 又或者是 需要一点时间 来缓冲要问的问题 他松了松领口 解开一颗衬衫的扣子 深目里的光 悠悠地浮动着 呼得清了清嗓子 凉凉地说 徐四锦给了你一个盘 对吗 单刀直入 进入重点 且不留余地 众人见声 望定谢婉婉 谢婉婉 没有马上反应过来 慢慢皱起眉头 盘 什么盘 一个存有杀人剧本的盘 每个字 重重落下 在寂静的空间里 似有回音 不知道 那个剧本 你有没有看过 剧本 你是说网上流传的那个 有徐四锦死亡细节的剧本 也许是 也许不是 没有 我和徐四锦最后的交流 给向晚讲过了 头微微一扁 他看定向晚 向晚一睁 就听白木川说 再说一遍 谢婉婉 没有反驳 思考一般 拧起眉头 他约我去 张后发家里参加party 我拒绝了 他把那天 和向晚讲述的内容 又重复了一遍 没了 没了 还有什么吗 谢婉婉挑挑眉 平静的回事 就很简单的几句话 我除了觉得 他情绪不太好 也没有发现 什么异常的地方 不过 徐四锦这人 本来就有点情绪化 忧郁上这种事 有那种反应 也是正常的吧 那天 他也是这么 跟向晚讲的 白木川 却明显不像向晚 那么好打发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认为 他有反常情绪 是正常的 谢婉婉迎着 他冰冷的目光 吸了口气 这还需要解释吗 如果让你去陪伴 一个恶心的女人睡觉 你会很开心 全少腾轻咳两声 握拳凑到鼻子边上 深吸两口气 才缓过那一声闷笑 严肃点 严肃点 唐元初面无表情地 看了谢婉婉一眼 垂下头 继续盯着手上的鼻 如实回答 谢婉婉 慢慢地挺直了身体 他直视白木川 那只是一种感觉 女人的直觉 徐四锦死后这一天一夜 你都做了些什么 暂审犯人吗 谢婉婉目光渐渐转良 看着面前这张冷峻的面孔 工作 什么工作 见了什么人 必须要回答吗 必须 在白木川询问第一句的时候 谢婉婉就知道 他不会顾及半分情分 可这样的询问方式 还是让他有些受不了 拉下脸 他默默回事 无声反抗 回答 如果谢婉没有在这里 你会这样对我吗 审讯室突然安静 诡异地进入一种凝滞的状态 半晌 白木川回答 当然 他的声音清楚镇定 目光蛇视朝向婉看了一下 谢小姐 你想多了 向婉察觉到 白木川眸子里的灵力与不悦 在这怪异的气氛里 清了清嗓子 这句话本来不该我说的 不过你提到我 我认为自己 有必要解释一句 我没有恶意 就事论事 我懂 你认为白木川是因为顾及我 对你的审讯过于苛刻了 而我认为 恰好相反 谢婉婉抬带眉 不出声 如果他真是一个 在工作问题上都拎不清的男人 我相信你不会选择他做朋友 这里的每一个人 也都会看不起他 谢小姐 你不应该敷衍他的问题 既然你都已经感觉到了危险 那更需要与警方高度地配合 密切合作 对你自己来说 这是一种保护 性命攸关的保护 而他 仅仅只是责任 他越是严厉 证明他对你越有责任心 你有什么不满的呢 一字一句 质地有声 每一句都传达着 向婉对白木川的信任 白木川深深看了一眼 清清嗓子 疏冷的声音 带着凌厉的气势 把众人的注意力拉了回来 嗯 继续说案子 谢婉婉从向婉脸上收回视线 嘴角弯了弯 昨天晚上我见了叶伦 今天跟他一起去见了个客户 还有问题吗 跟叶伦见面都谈了些什么 在哪个地方谈的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什么时候离开的 中途有没有意见什么人 今天见面的客户叫什么名字 他的工作单位 你们具体都聊了些什么内容 你详细地说一下 谢婉婉吸了口气 白警官 如果我说涉及商业机密呢 警方会为你保密的 你 他有点急眼 他不愿意回答 也不想接受这样的询问 可白木川的脸色 没有半分松动 这对破案很重要 究竟有什么重要的 我是杀人了还是干什么了 我没有这么说 白木川双手交叉 轻放在桌面上 说吧 安静了足有半分钟 每个人神色各异 但没有开口 就连桃元初 这个一直护着谢婉婉的人 也没有出声阻止 行 我说 谢婉婉抿着唇 重重点点头 又猛地抬起 徐思琦死的时候 我在你家里 白木川眼睛微眯 没有说话 唐元初却慢慢掉过头 看了谢婉婉一眼 目光又收回 他的死亡时间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当时 我在家里为了灰明丹的事情 焦头烂额 叶伦来电话 约我出去喝一杯 我去了 叶伦告诉我 他认识一个行业内的资深人士 说可以介绍给我 所以我们约好了 今天上午见面详谈 说到这里 他看向唐元初 今天上午 唐警官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和叶伦正在等人 这个人 是谁 一定要说吗 一定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看样子 谢婉婉非常不愿意 说起这个人 或者说 他在忌惮什么 已经反复两次 必须回答后 他仍然没有马上开口 垂着眼皮 默了好一会儿 突然抬起头来 是文创的宋总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白队 这真的涉及商业机密了 警察只管破案 不管机密 说不通啊 这人从来都说不通 行 我说 不过 我要求其他人回避 大家一惊 看着他 为了我的公司机密 我不愿 我不愿当着这么多人 说出事情的经过 我们询问证人 至少得有两人在场 那你就留两个人 这个要求不算过分 白牟川看他半赏 白白手 老五 你们先出去 全少腾刚刚站起身 谢婉婉 却突然指向唐元初 让他出去 气氛陡然沉寂 唐元初将直的身体 好半生 才慢慢地动了动 默默拿起桌上的东西 唐儿 我先出去好了 谢婉婉 没有要求向婉出去 但他说出了 只留两个人的话 向婉就不好意思 厚着脸皮 待在里面了 他与唐元初 一起出了门 在外面休息室坐下 唐元初重重一叹 仰躺在椅子上 看着天花板发呆 向婉瞄他一眼 没吭声 抱着手机看新闻 唐元初突然又弹起来 向老师 我可以抽出烟吗 你请便 谢谢 他的情绪不太好 看样子 也没有交流的欲望 向婉装着玩游戏 低头不去看他 两个人安静地等待着 差不多一支烟抽完 审讯室的门就打开 白牧川 全少藤 谢婉婉 三个人鱼贯而出 表情都很淡定 完全看不出 他们刚才有过什么交流 向婉未免尴尬 起声微笑着问 好了吗 好了 谢婉婉朝他一笑 回头看一眼白牧川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白牧川不知可否 末了 看他转身 又沉声交代 最近不要离开京都 知道了 谢婉婉 头也不回地往外走 没有想到 一直沉默的唐元初 突然恩念烟头 窜了出去 我送你 谢婉婉 背脊一僵 愣在原地 众人也惊悚地 看着唐元初 走吧 我送你上车 一会儿又被狗仔盯上 看你怎么偷睡 唐元初伸手 拿过外套 搭在肩膀上 率先走在前面 那神态动作 自然到了极点 完全不顾及 旁边几人的想法 就像他与谢婉婉 才是最亲密的人一样 安静片刻 谢婉婉 终于走了出去 台阶上 阳光洒落 碎碎的淡金色 让人眼睛一亮 唐元初步子放慢 看一眼高原的天空 淡淡开口 很荣幸 我在你心里 与别人不一样 听不懂 还需要我解释吗 唐元初侧过头 盯住谢婉婉的侧脸 吐字清晰 声音带了一丝笑 我用了一支烟的时间 才想明白这个问题 你别我聪明 肯定懂的 谢婉婉脸色一变 突然加快了脚步 她不说话 也不准备与她交流 唐元初却急不跟了上去 才在台阶上 蹬蹬作响 不要否认 你对我是不一样的 不管你和白队 说的是什么 但你可以在她面前说的话 在我面前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在意她 你也不在意全队 你只是在意我 有我在 你就没有勇气开口 说到这里 她突然扼住 谢婉婉的手腕 一把将她转过来 面对着自己 眼睛里 充满了纯粹的笑意 成人喜欢我 有那么难吗 我知道自己还不够优秀 但我可以保护你的 我可以 谢婉婉 你告诉我 那个人 她对你做了什么 唐元初 灼灼的目光里 像有火焰在燃烧 谢婉婉的面孔 却刷得苍白 她觉得站在台阶上面 对这个单纯 天真到极点的男人 整个人都是 惶恐不安的 她拼命地挣扎 想把手腕 从她手中解脱出来 你放开 被人拍到 我怕什么 让他们拍啊 喜欢拍就拍个够 唐元初臂力极大 修长的身躯 散发着一种 小牛犊子似的蛮鹤 不解不放她 索性扼住她 往自己身上一拉 谢婉婉 穿着高跟鞋的脚 收拾不住 重重撞入她的怀里 压了一声惊叫 你疯了 是 我疯了 我疯了一样的 喜欢你 就是喜欢上你了 怎么办 送开 谢婉婉 脸口红的仿佛滴血 你告诉我 怎么可以不喜欢你 我就送开 你 无赖 说对了 我就是要赖上你 人不轻狂 网少年 说了这句无畏的话 唐元初 像是突破了某种 自我结界 整个人都放松下来 在谢婉婉面前 那一种声色 再也没有了 她突然变成了一个 攻击力极强的 雄性生物 张扬地表达着 自己的感情 并热切地想要得到对方的回馈 说话 谢婉婉婉 谢婉婉气都喘不云了 她突如其来的强势 乱了她的阵脚 我不知道跟你说什么 你松手 不然我 不然我 不然怎样 报警吗 想到这个 谢婉婉自己都忍不住想笑 说 掌握了主动权的唐元初 唇角上扬着 越来越自信 这是从她对谢婉婉 产生的感情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 那时的谢婉婉 在她心里 是高高在上的明星 而且比她年长 不管是年纪上 还是职业 都有压倒性的优势 她成了一个可怕的白痴 能言善辩的嘴 总是讲不出 那句喜欢的话 今天一时冲动 说出来了 整个人都舒坦了 原来没有那么难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武一先生 欢迎运阅 原来 她也没有那么恨 说到底 不过是一只 伪装的纸老虎罢了 谢文文 谢文文 他赶出审讯室,他是介意的,然而谢婉婉却没有办法回答他,甚至都无法在他的逼势与搂抱下正常地组织语言。 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可怕的时刻,从来没有,他好像不是自己。 脸颊滚烫,脊背湿汗,心脏乱跳,紧张得肾上腺素狂飙,明明听到了他说的每一个字,大脑却缺氧一般迟钝,身体忍不住轻微颤抖。 不是讨厌,不是以前有过的任何一种情绪,他不是没有被人抱过,不是没有被人亲过,但他从来不曾不讨厌。 你怎么了? 唐元初察觉他身体的紧绷,也发现了他的不对。 你,放开我。 谢婉婉喘着气,不敢看他的眼睛,压着一口气,恶狠狠地推他。 放开! 微微一睁,唐元初松开手,一个松手,人就走远了。 白木川? 办公室里,向婉趴在桌上,看着沉着脸的男人。 哇! 白木川目光像X射线似的扫过来,瞄他一眼,又继续埋头做自己的事情。 一个小时了,都一个多小时了,他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吗? 向婉纠结,他想知道他们刚才说了些什么,为什么白木川不告诉他呢? 向婉被自己的想法,吓出一身冷汗。 不会是谢婉婉为了挥名单被人家给那什么了,然后挥名单又是你写的,IP也是你的。 他是为了你做的这些事,然后你心里对他很愧疚,很愧疚。 牙好痛啊。 你编故事呢? 难道我说对了? 白木川看着那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猛地抬手,一下敲在他的脑门上。 傻不傻? 向婉摸头,想一瞄他,故意扁嘴撒娇。 嗯,打透我了。 算了,不说就不说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走了,不打扰你了,也不在这儿招人讨厌了。 肩膀搭拉着,他悲伤的背影让白木川一秒破功。 站住,哪儿去弄? 去闭门思过呀。 白木川唇脚上扬,似笑非笑地拍拍自己的大腿。 过来。 这,不太好吧。 过来。 向婉摸摸蹭蹭地凑过去,坐下来抱住他的脖子,弱弱地说。 坐好了,请讲。 那你怎么办才好呢,小向婉。 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看出来什么? 我不是不肯告诉你,而是想…… 白木川扬了扬下巴,一副为难的样子。 这件事情,能不能换一张福利啊? 向婉一脸震惊,把耍流氓的事说得这么自然。 你认真的? 认真的,换不换? 哪有这样的人呢? 向婉无语地翻个白眼。 行,成交。 不用考虑。 不考虑,一张而已。 反正他还欠他无数张呢,而且,看样子还不起了,就当是收点利息好了。 白木川看着他,心安理得受用了,捏住他的下巴,把他的头转过来。 那个叫宋总的人,是个变态。 果然呢,怪不得谢婉婉支开唐元初呢,向婉吃惊地看着他。 他对谢婉婉做了什么? 也没做什么,只是让他当面为他演戏。 演什么呀? 和叶伦一起演。 没有说得太明白,可越是不方便说明白的东西,就越容易让人想明白。 不需要再深入地问,向婉大概也了解到,那个宋总让谢婉婉做了什么? 无非现场cosplay一些他感兴趣的肢体语言或者剧情片段。 向婉咬牙切齿,额头隐隐发凉。 人渣,谢婉婉为了挥名单,付出的也够多的了。 说到这里,他目光一撩,直直盯在白木川的脸上,似笑非笑地打去。 不过嘛,话又说回来,你挥名单的女主角也叫婉婉,跟她是有什么关系的吗? 没关系。 真的? 不然呢? 感觉不像没有关系的样子啊,白木川跟她说不清楚,直接转移她的注意力。 晚上想吃什么,我们找个地方,吃点好的。 这两天啊,嘴巴快带出鸟来了。 随便? 向婉哪会不知道她的心思,不过,她从来都不是不给男人留底线的人。 嗯,吃火锅吧。 火锅不叫随便。 白木川笑着,拍拍她的后背,抽出一只手,就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晚上流着肚子,我请大家吃火锅。 众人却远。 火锅店门口,方圆圆早早地等在那里,一群人刚下车,她就迎了上来。 看着你们这些大忙人天天吃饭跟打仗一样,真是好羡慕啊。 众人拿白眼伺候。 麻烦你了,不要拉仇恨。 我认真的嘛,我原本是来包向婉捉妖的,结果搞得自己天天一个人在家里待着,闲得都想我家黄黄了。 方圆圆是个开心果,只要说话,大家就想笑。 又来秀恩爱,花是秀。 原本姐,交付你来帮我上班,我去帮你捉妖啊。 捉什么妖? 三里木认为她在开玩笑,没往心里去,一句一句跟她打去。 但知道这个情况的唐渊初,脸却微微一沉。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牟川相满》,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白顿,你家还有房子出租吗? 干嘛? 搜一间给我呗。 众人见鬼师地看着她,赛里木更是直挠头。 恕我直言啊,在座的各位莫不是都鬼上身了,一个个说的什么话,微句都听不懂呢。 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没人回答她。 白顾川挑挑眉,淡淡地对唐渊初的。 徐思琪住过的,你敢坐吗? 徐思琪?徐思琪怎么会住在白队家里啊? 她没有直接参与审案,并不知情。 同样不知情的眉心,也是一脸困惑。 没想到,唐渊初却魂不在意,欣然一笑。 好了,我也去帮白队抓鬼。 捉妖?抓鬼? 赛里木脑子快被绕晕了呀。 你们在搞什么名堂啊? 小孩子家家的,少问。 是鸳鸯锅还是红锅? 鸳鸯锅吧。 我没有问你。 鸳鸯锅吧,红锅吃多了,影响皮肤。 我,全队,你不要吓我啊,我本来觉得咱们这一拙人只剩你一个正常人了,现在怎么连你也不正常了? 滚,谁不正常? 小赛,说谁呢? 年纪最小的赛里木收获了一堆白眼,众人毫不留情地批评他。 赛里木老实了,不再跟一群神经病搭枪,低头玩着手机,很快鸳鸯锅端上来。 服务生把锅底放在炉子上,赛里木冷不丁就跳了起来。 我的娘哎,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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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么了? 全绍腾扶住他肩膀一捏,就把人搬了过来。 看到什么了,我看看。 赛里木把手机伸在他面前,网络社交平台上有人发出一个征集投票帖。 杀人剧本第二集准备实拍,现在征集大家的意见。 请问看什么样的刷人方式呢? 请在下面的雪像中,头终于喜欢你一票。 帖子上轻松的语气,无所谓的态度,即便是全绍腾这样的钢铁直男,都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他从赛里木的手上拿过手机,反扣在桌子上,环视众人。 老子韩帽都竖起来了。 什么东西? 你们还是先不要知道了,尤其是女士。 全绍腾露出一抹诡异的笑。 至少等大家把这顿火锅吃完再看吧。 可是…… 小毛孩子,别儿去。 不需要他说,众人也能猜到大概是什么东西了。 眉心困惑地问。 是写了多血腥的东西啊? 电锯分尸,内脏解剖,还是器官分离? 全绍腾拿筷子指了指面前的几个荤菜, 再看看那渐渐冒出热气的火锅底。 小姐姐,能不能给这些食物留点尊严呢? 食物?尊严? 眉心表示不懂,全绍腾却是长声叹气,一种对牛弹琴的感觉。 哎,从本质上来说,这些食物也是由尸体、内脏和器官组成的。 对啊,我们吃的东西,哪一个不是呢? 两个人一问一答,桌子上的其他人表情已经军烈。 大姐姐小哥哥,咱们能不能好好说话? 三里木欲哭无泪,在座的人里就数他年龄最小,平常接触的案子也最少。 而且做情报分析工作,也不常看到血腥的东西。 为他们这样一说,本来好好的火锅突然变了味儿。 我流着肚子来的,难道你们是要让我空着肚子走啊? 向晚咽了咽唾沫,同感。 本来对火锅执念了许久的,可听他们生动形象的描述,食欲没了。 sorry。 方圆圆更是直接。 胃里不适,当即发个呕,捂住嘴巴,歉意地看着众人,然后目光一挪,盯住向晚。 我要去一下洗手间,可是我,害怕。 向晚陪着方圆圆去了卫生间。 这货洗个手,自己做了一番心理建设,出来的时候,情绪就好转了。 你说这火锅还能吃吗? 看你的心情了。 你呢? 不是太饿。 方圆圆争一秒,哈哈笑起来,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让她顿时褪去恐惧,勾住向晚的肩膀,走了回来。 哈哈,其实就是个心理作用,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多锻炼,毕竟是井嫂嘛,以后常会遇到各种各样恶心的事,对不对? 不能因为这样就辜负美食啊。 为什么要说服自己?浅费不好吗? 你这样会失去我的。 我错了,请继续保护好你那一百二十斤的肉。 吃,我还是要吃。 两个人聊着天回包间,推开门一听,方圆圆好不容易平复的食欲再次被吊起。 你们还要不要我吃火锅了啊? 众人正谈论那帖子,尽管全少腾不让赛里木说,但人的好奇心是很难抑制的。 梅仙上网搜索了一下,找到了帖子,并迅速转发到了吃瓜群众群。 短短时间,那个帖子已经成为了头条热搜内容,不过原帖已经被平台方删除。 剩下的全是转发或者截图,不到半个小时,各种投票留言已达两万余条。 看热闹的人从来不嫌事儿大,他们甚至为原帖主出谋划策,认为他的投票选项内容不够过瘾,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脑洞能力, 想出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杀人方式,在帖子里随便地表达着自己的看法。 一时间,热点再热。 这个世界如一个冰窖,没有人看到死亡即将来临,也没有人看到受害者将会面临的痛苦。 人们沉醉在自我营造的狂欢里,不可自拔,哪怕罪恶蚕食的是同类的生命, 他们依旧已经占着人形,吃得津津有味。 人间不值得,人类不值得,你们这些恶魔,全都可以吃死。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牟川相满》,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作者四锦,演播清零五一先生,欢迎运阅。 十分钟后,那个被删掉的袁伯又发出一条感慨, 悲天闽人的语气,痛沉了人类的无情,最后再发出一条预告。 刚才的投票已经生成,剧本很快就会给公众见面。 你们要的都会来,都会来,恨会来,死亡会来, 直到推势着人间所有的罪恶。 这一条帖子下面,留言再次暴涨。 博主,我有个建议啊,要杀就让那些有钱人, 像徐思极这种咖位太低的没意思, 至少也得杀一个像谢婉婉这样的, 足够挑战神经和话题, 嘿嘿,大家赞我上去,让博主看见。 这一条留言下方,无数的赞,无数的留言, 很快,他就被顶到了第一, 一路看下来,胆战心惊。 键盘侠的发言,大多充满力气, 他们恨不得把所有人都铲除干净, 恨不得这世间只留自己。 他们将现实中所有的不得志, 像垃圾一样倾倒在网络, 再将这样的思想像瘟疫一样传播, 正能量被负能量淹没。 没有人深究这个帖子背后的人真正的意图, 他们像先知不全的人, 为了博得关注, 无所不用其极地侮辱,毁灭。 他们躲在屏幕后面的心灵, 早就已经腐烂, 只剩一具身体, 还在继续作恶。 这个帖子下的世界冷漠, 哪怕有人站出来, 也很快被骂走, 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 以及冷漠。 向晚拿着手机, 看得血液发冷, 如坠冰窖。 今天真不该选择吃火锅。 吃什么有关系嘛。 吃素就好了, 这样可以为我们的同类, 减轻一些罪念。 白牧川刚才一直沉默, 等把相关的帖子都看完, 转头看赛里木。 一会儿回去, 查一下发帖人。 正在追查。 白牧川慢慢放下手机, 淡定地涮肉。 吃东西。 众人都看着他。 吃啊, 来来来, 大家吃起来。 一顿火锅, 大家吃得心情沉重, 吃完竟是都松了口气。 从火锅店出来, 白牧川给众人安排了任务, 各自散去。 昨天晚上加班的人, 都被他安排休息了, 剩下的人去了队上。 向晚跟着白牧川一起, 去队上拿电脑, 坐在办公室里, 又等了他差不多一个小时, 终于等到他下班了。 两个人难得一同回家, 本应是一件欢喜的事情, 可工作情绪难免影响生活中的心情, 回家的路上都没有什么疗性。 方元元已经到家了, 这和谢婉婉一起做卫生。 她不是一个勤快的人, 但谢婉婉是。 自从她住进来, 每天都自觉收拾屋子, 而且不会完全依赖助理, 自己会亲自动手。 可以说在家里的她, 没有半点大明星的架子。 只是今天, 向晚有点尴尬, 谢婉婉居然把她换下来的衣服, 全都洗了。 我自己来就好了, 太麻烦你了。 只是顺便, 你不用在意, 就当我用劳务付房租了。 向晚不知道能说什么, 尤其今天在网上看到无数对谢婉婉 喊打喊杀的恶毒诅咒后, 在看到这个女神, 向晚的内心十分的复杂和纠结。 她希望谢婉婉没有看见那些东西, 希望她从来不曾看到人性里的阴毒, 可网络世界里没有秘密, 她又哪能不知道呢? 向晚看着她平静的面孔, 不确定她知道没有, 但不会主动去提。 你们吃饭了没有? 去过了。 谢婉婉淡淡淡看她。 你去休息吧, 工作挺累的, 就别掺和这些家务事了, 我反正闲着。 她闲吗? 向晚不觉得。 以后不用做了, 你自己也忙呢。 我想做点事。 谢婉婉将手上的抹布捏紧, 看着她露出一丝凉凉的笑。 忙起来, 什么都不用想, 只需要把任务完成, 然后看着窗明激进, 满满的成就感。 向晚明白了, 谢婉婉做事只是为了减压。 好吧, 那谢谢你了, 去休息吧。 白牧川回来就进了卧室, 向晚在这里帮不上忙, 放好包和方圆圆聊了几句, 走开了。 一群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是有些不便的, 尤其唯一的男性白牧川。 向晚回房的时候, 她已经去洗漱了, 听着卫生间里哗哗的水流, 向晚把电脑放好, 慢慢地坐在沙发上, 觉得脑袋隐隐作痛。 阳躺下去, 她捏着太阳穴, 缓缓闭上眼。 没过一会儿, 水流声止住, 白牧川擦着头发出来。 累了。 她目光在向晚脸上寻视一下, 丢下毛巾, 坐到她身边。 来, 我给你按按。 白牧川手指修长有力, 在向晚的头皮上缓缓滑动, 节奏很舒服, 向晚有一点舍不得睁开眼睛了。 真舒服啊。 还有更舒服的, 要不要? 你不累啊, 还有这心思。 老也结合嘛。 白牧川换了一个方便的位置, 把她的头抱到腿上, 慢慢理顺她的长发, 手指穿梭在柔软的青丝里, 嘴角不自觉地往上倾扬, 一脸的满足和叹息。 我们的工作是做不完的, 一个案子完了还会有另一个案子, 没有一个不沉重的。 向晚, 你得习惯这样的生活, 不能因为工作沉重, 就不用生活了吧。 嗯, 你总是这么有道理。 我是个老实人。 得了吧你, 你老实, 那别人都不用活了。 甚至呢? 白牧川将他挪动的脑袋扳正, 垂下眼眸, 认真盯着他精致的眉眼, 漫不经心地道。 破案是我们的工作, 这工作最大的不轻松, 就是会对生活造成影响。 所以我们得懂得自我调解, 要不然, 每天起床都是各种案子里面重为不展, 还要不要活了? 嗯。 我说的不对? 向晚明确地点点头, 然后抬眼皮, 瞄他。 所以, 让我先去洗个澡, 再回来伺候陛下的收获吧。 乖。 乖。 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牟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向晚得到小白先生的指点, 松缓情绪去了浴室, 里面有一个大镜子, 向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突然有点陌生, 还是那一张脸, 眉、眼、鼻、唇, 都没有变, 可是仔细看去, 却与以前的她完全不一样了。 女人的神韵, 与她经历的事, 认识的人, 读过的书, 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白木川的向晚, 与她的向晚, 是不一样的。 向晚对着光洁的镜面, 笑了笑。 那就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吧。 低头, 她一件一件除去衣服, 赤着脚走入沐浴房, 正准备拉上玻璃门, 卫生间就开了。 白木川的面孔, 被阴晕的水雾染得有些朦胧, 向晚微微一睁, 心跳加快。 白木川, 她想问她干什么, 换位出口, 玻璃门就被拉开了, 两人眼对眼, 时间仿说静止, 向晚站在淋浴下, 围张着嘴看她, 一颗心砰砰乱跳。 不是第一次了, 她仍会不自觉地, 受她左右语吸引。 面前的高大男人, 一片健康的麦色肌肤, 清晰有力的肌肉线条, 修长粗壮的南驱, 还有那欲间遮不住的窄腰上, 人鱼线往下延伸的弧度。 你, 你, 你先出去等我啊。 白木川已经走进来, 一把扳着她的肩膀。 我赶紧洗脏。 向晚心里, 像被人点了一串鞭炮, 噼里啪啦地炸开了。 耳根几乎在那一瞬间, 已然红透。 想什么呢? 我, 没想什么。 啊, 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什么啊? 白木川没回答, 大手拘着水, 轻轻划过她细白的肌肤, 有意无意地撩着那一片荒原里的野火。 我以为你想要了。 你想多了? 向晚头发湿湿的, 眼睛也湿湿的, 整个人都湿答答的。 在水流下, 像一朵雨雾里绽放的花儿。 那些小别扭和不自在, 恰如其分地点缀出 腼腆与娇羞, 看在白木川眼里, 别有一番风情。 她目光幽深。 这样合适吗? 向晚神思游走, 闻言一睁。 啊? 什么? 累到, 是轻了还是重了? 哦, 合适。 白木川斜斜瞄她, 我在说话, 认真地为她搓席起来。 动作小意细致, 仿佛掌心里的女人 是一件绝世无双的珍宝, 将耐心用到了极致。 向晚心跳的节奏无法平稳, 时快, 时慢, 难以抑制。 但她不吭声, 强自镇定着, 默默地受着。 舒服吗? 白木川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嗯。 向晚脸颊微烫, 只装作没听懂她话里的话, 白木川也不追问, 继续为她搓席。 将沐浴露 在掌心搓出温柔的泡沫, 又轻轻涂抹在向晚身上。 大手高高低低地游走, 双眼在暖黄的灯光里, 如有星光流动。 手臂上的肌肉一起一伏, 小老鼠跳跃着, 让向晚越发难受。 可以了。 啊? 这就好了。 嗯, 冲干净就可以了。 再洗一洗吧, 有些地方还没洗到呢。 她慢慢地蹲下, 轻轻抬起向晚一只脚, 捏在掌心里, 将泡沫打散, 涂上去, 细细地搓粘。 看那指甲如贝壳般匀称地泛着粉则的光, 挤住向晚一身的鸡皮疙瘩, 然后胸长的手指沿着小腿一路往上。 向晚站不住了, 一把抱住她的腰。 别。 怎么? 白木川一身水珠, 精亮地贴在肌肤上, 充满了邪恶的征服欲。 向晚说不出话, 她却是一笑。 乖乖的, 让我伺候你就好。 她倾贴在向晚身上。 乖。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温柔的沐浴, 舒适的温度, 放肆的男人, 这一切都催化了多巴胺的分泌, 主宰着向晚的意志, 让她与她融为一人。 在这个雾气沉沉的沐浴房里, 拼尽了最后一次力气, 让彼此得到极致的欢乐, 然后被白木川放入被窝, 沉在绵长的梦乡里。 卧室的灯熄灭了, 黑暗里的梦境真实而迷离。 向晚被小说剧情抓走, 梦里全是故事, 像一个正在上演的连续剧, 一个梦接一个梦, 像是真实发现的, 又像是写在书里的。 梦里的向晚, 手指触见如飞, 记录着梦里的故事, 她有一点分不清了, 是在做梦, 还是梦中的梦。 向晚纠结, 这种无奈的纠结, 让她猛地惊醒过来, 房间里一片黑暗, 白木川呼吸匀衬, 在她身边睡得极香, 是做梦啊。 她虚出一口气, 轻轻推开横在腰间的手, 背骨伸去, 摸出手机, 慢慢地回忆着, 准备把刚才梦里的情节记录下来, 这是她的经验。 有时候梦里会有很多精彩的想法, 可第二天醒来, 却忘了个干净。 所以, 想到什么, 她就必须马上记录, 哪怕是半夜三点。 当然, 有时醒来看到晚上记录的东西, 也会觉得十分可笑, 因为宇正在写的剧情, 一点边都沾不上。 向晚写完, 保存, 突然一睁, 她手机里多了一个文档, 一个不属于她的文档。 向晚奇怪地点开, 文档标题, 骇然惊死, 杀人剧本第二集。 天哪, 向晚神经秃秃, 脑子嗡得一声空白, 只有一双眼, 紧紧盯住屏幕上的文档内容。 这个大厦, 像迷宫一样, 她在拼命地奔跑, 一边跑, 一边四顾张望, 她好像在寻找什么, 眼睛里充满了惊慌。 哦, 是在寻找一具尸体。 在一个小时前, 她收到一个消息, 有人让她到这里来, 如果慢了, 那个孩子, 就会变成一具尸体了。 是吗? 孩子? 她疯狂地跑, 累了, 也不敢停下。 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 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相满》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他喊着, 眼前发黑, 报警, 孩子就会死, 他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他, 在他死之前, 这真是一个挑战啊。 大厦的灯光很暗, 到处漆黑, 他拿着一个手电, 走得跌跌撞撞, 摔倒了又爬起来, 爬起来又摔倒。 楼道很长, 他手足便用得往上爬, 脚磨破了, 手也被划伤了, 他却感受不到疼痛, 一定要找到他。 黑暗里, 他听到自己的喘气声, 无助的喘气, 强烈的恐惧, 但他还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那个孩子, 他在哪里, 在哪里? 回答他的, 只有四周的黑暗。 他恐惧地张望着, 电灯筒的光, 微弱的一树, 被黑暗紧张地包围着。 孩子, 你在哪里, 在哪里? 他的双脚, 终于踏上了最后一个台阶, 天台上, 已经上了天台, 呼呼的风声, 像恶魔在召唤。 一个小小的身影, 出现在眼前, 他就在楼顶天台的边缘, 摇摇欲坠, 随时可能掉下去。 不要动! 他惊喜地飞奔过去, 他看到了希望, 可以救他了。 他几乎要成功了, 可是在他迈开脚步的同一时刻, 孩子小小的身躯, 就急速地向楼下坠落。 天台的风中, 只剩下他一个人凄厉的叫声。 月光下, 他的脸苍白如纸, 看清了他, 终于看清了他。 他是, 哇, 谢婉婉, 是谢婉婉, 是他, 是他。 手机在暗夜里闪着幽冷了光, 文档上的内容, 用一种惊悚的写法, 平添恐惧。 向婉下的心脏差一点停掉, 紧张地看着黑暗里的某一处, 感觉像有什么东西盯着自己似的。 衣挂上的一件长大衣垂落下来, 黑漆漆一团人像, 突然就有了生命一般, 他猛地从床上坐起, 白木川! 声音尖利, 高昂, 在镜业里听来格外吓人, 灯亮起。 白木川从睡梦中被惊醒, 声音带着浓浓的睡意, 转头看着一脸苍白的女人, 他条件反射的伸手去搂她。 怎么, 做噩梦了? 不, 比噩梦还恐怖, 向婉慢慢把手机递过去, 还没有从黑暗和恐惧里回神, 那京剧的脸和披头散发的样子, 像一个被施了魔咒的女狐, 把白木川残存的睡意驱散, 顿时清醒过来。 你熬夜看小说了? 傻子, 别怕, 有我在呢。 他拍拍向晚的后背, 将她揽入胳膊弯, 另一只手接过手机, 瞄了一眼, 微惊。 这是, 你写的? 你这半夜三更不睡觉的, 写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不是我写的, 可他, 突然出现在我手机配置室里。 不是你写的? 白木川低头看着手机, 再看看他的脸, 眉心不经意的一皱, 笑完点头, 点头, 他也想不通, 一只手指摸缩着手机屏幕, 好半晌回不了神。 这个记录是只有他自己才可以使用的, 他的手机今天一直没有离手。 我知道了。 两人一口同声, 双眼同时看着彼此, 白木川揉了揉他的脑袋。 你先睡。 他掀着被子就要下床, 可已然惊乱的向晚, 哪里还睡得着。 你去哪儿? 我跟你一起去。 外面冷, 乖, 躺背窝里, 我很快就回来。 有你在, 去哪儿都不冷。 傻姑娘, 我哪儿都不去, 我就去个书房。 正月的京都, 夜晚仍是酷寒, 向晚来自西南, 不惯使用暖气, 也受不了暖气那种热度, 所以晚上睡觉是关掉的。 白木川拿了一件自己的大衣, 把向晚裹在里面, 抱到隔壁书房的椅子上坐好, 打开电脑, 搜索手机定位。 像上次一样, 只搜索到向晚现在这一台设备, 白木川皱起眉来。 找不到, 你再改一次密码吧。 同一个账号下, 多台设备内容是可以共享的。 向晚上次被抢手机的时候, 已经修改过一次密码, 不过由于使用习惯, 他仍然用自己的真实姓名的开头字母 和出生日期 做组合密码。 当时并没有太过在意, 也根本没有想过, 抢手机的人会把他的密码破解的问题。 今天晚上, 手机里突然多出来一个文档, 不是他本人写的, 只有另一种可能。 有人使用了他的账号, 在同一个账号的另一台设备上使用了, 并保存了内容。 更让他寒毛倒数的是, 他的ID账号被破解了。 也就是说, 他的手机和电脑里的所有内容, 完全向对方开放了。 他敞开了自己的隐私, 不再有秘密。 向晚冷汗湿透了几倍。 太恐怖了。 现代社会, 电子产品在为人类提供便利的同时, 也把人类彻底地暴露在网络世界。 向晚手脚冰冷, 在敲键盘修改密码的时候, 好几次觉得指头生疼。 幸好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 我也不是什么大任务。 向晚嘴上游子庆幸, 心里却一阵发麻。 白沐川打电话给赛里木的时候, 声音有些凉。 你们轻帽队最近的工作进度, 很拖后腿, 好好总结一下, 拿出做事的态度来。 语气有点重。 今儿晚上赛里木在值班, 冷不丁听到打个寒颤。 老大, 我已经把你刚才说的, 全都用小本本记下来了, 我明天早上一定给你写过。 白沐川挂了电话, 书房里安静下来, 两个人四目相识, 片刻, 白沐川再一次把向晚搂住怀里。 冷吗? 不冷, 我没有那么脆弱。 成什么脚啊? 白沐川捏捏他的脸。 曹你这样子, 脸都下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牧川相满》,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刚才是有点害怕, 现在, 我是在想谢婉婉, 还有那个杀人剧本。 不对, 梵木川, 我是不是不应该修改密码? 为什么? 现在修改密码已经没有意义了, 人家该看的都已经看到了, 我还不如重新换一个账号, 现在这个账号就留给对方好了。 怎么, 等着人家给你发送序剧呢? 这样至少还有一些主动权, 我感觉对方已经有些膨胀了, 今天晚上的行为, 是一种明显的挑衅。 自视甚高的结果, 一般都是自取消亡。 白木川思考着, 点头, 见他表示了认同, 向婉搓了搓手, 挂在他脖子上, 又有些不解。 你说, 如果对方的下一个目标是谢婉婉, 那个杀人剧本里描写的孩子, 又是怎么回事? 这几天啊, 我会让人对谢婉婉再讲保护。 这样, 我让唐言出名一早就过来。 嗯, 他又把密码改回来了, 然后重新申请了一个账号, 等了差不多十来分钟, 微博上的消息就炸了。 杀人剧本第二集, 不仅同步给了向婉, 也随后发布到了网上, 而此时, 谢婉婉还好好的, 真是疯狂到了极点的嚣张, 比当初的催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晚上, 向婉没有睡好, 这件事在他心里产生了巨大的阴影, 隐私被人去破, 特别扭, 就像吃了一只苍蝇似的。 不过想想谢婉婉, 他又觉得这点事算不得什么。 清晨, 阳光灿烂, 一晚辗转反侧的后遗症来了, 醒来脑袋晕晨晨的, 像被人灌了签。 向婉还想多睡一会儿, 但生物中起作用, 睡吧又睡不着, 起床吧又觉得疲乏, 写书的人最痛恨这样的状态。 他裹着被子翻个身, 滚了两圈, 死死闭上眼睛。 白沐川推门, 想来吃早餐了? 不要, 我难受。 白沐川叹息一声, 走过来捏捏他的肩膀。 难受要吃早餐? 磨一下, 他补充。 唐安初已经过来了。 这么早? 为喜欢的人做事, 果然勤快又精神。 家里来了客人, 向婉再没有理由赖床。 他在小白先生的伺候下, 洗漱穿衣。 等走到客厅, 整个人已经恢复了神采, 就像没有刚才的懒惰一样。 早啊, 唐警官, 魏警官。 与唐元初一起来的, 还有行动队的卫兵。 两个人行动, 就为了保护一个谢婉婉。 可以说, 这样的阵容, 已经是相当豪华了。 足够说明, 白牧川对谢婉婉生命安全的重视。 想到谢婉婉昨天, 还为了他的冷漠之气, 向婉下意识想要捕捉谢婉婉现在的脸色。 可是他不在。 向婉四处看了看, 问他助理。 哎, 谢婉婉呢? 不起来吃早餐吗? 这个女助理也姓谢, 年纪稍长一些, 圆磨三十来岁的样子, 比徐思琪沉稳。 说话做事滴水不漏。 他昨天就说胃口不好, 早上说不吃了。 一会儿我给他热杯牛奶就行, 你们吃。 向婉点头, 也一邪。 唐元初和卫兵端端正正坐在沙发上, 有点拘束。 向婉见状, 招呼他们吃早餐, 遭到拒绝后又玩笑呢。 唐警官昨晚还说要租一间房, 今天就可以免费入住了, 恭喜啊。 哎, 打扰嫂子了。 不打扰不打扰, 一会儿我去把房间打扫一下。 已经打扫过了。 谢助理笑着。 刚才婉婉特地吩咐的。 那么, 谢婉婉是知道的。 饭桌上只有向婉、 白木川和方媛媛三个人。 向婉往客厅的方向看了一眼, 压低声音问, 你告诉谢婉婉了? 必须让她配合我们。 如果不能取得她的同意, 怎么对她进行贴身保护呢? 我的意见是, 让她不能单独行动, 直到抓到那个变态为止。 在这个期间, 不管做什么, 必须要经过唐元初的同意。 那她同意吗? 白木川沉淫了一下, 没有回答。 那样的表情已经出卖了她的情绪。 她不同意? 小白, 我发现你拿这个铁词 相当没有办法的呀。 身份不同。 我是警察, 她是群众, 有些事情我不能勉强。 白木川的解释速度很快。 有什么不同啊? 你不是为了保护她的安全吗? 如果有人要杀我, 我巴不得有警察24小时贴身保护我呢? 那在看是什么人? 与其说她抗拒的是警察, 不如说她抗拒的是唐元初。 这一点向晚是了解的。 既然你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让唐元初来呢? 唐元初一直都办这个案子, 熟悉案情。 而且, 她是我信得过的人, 那谢婉婉也很尽心。 好吧, 她是一番好心, 只是谢婉婉的感受大概就不一样了。 向晚没有去细究这件事情, 比起案子, 这些细节上的问题实在微不足道。 吃过饭去重案一号, 昨天晚上说今天给结果, 否则提头来见的赛里木, 早早等在白木川的办公室, 顶着一对黑眼圈, 交上了一份资料。 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杀人剧本的人, 已经找到, 几次发布的都是同一个人。 她用了不同的ID, 切换了无数IP, 一直活跃在网上。 除了发帖, 还兼顾灌水, 带节奏。 这家伙的现实身份, 只是一个普通工人, 名叫刘建勇。 警察找到公司的时候, 他还在沾沾自喜地吹牛逼, 对同事表示自己最近壮大运, 很快就可以换一个工作, 平步清云, 买房买车, 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的巅峰。 她发帖, 一共得到了五万块的酬劳, 一共发了五条, 并且对方承诺她, 只要她按要求去做, 杀人剧本, 会一直发布连载下去, 而她每发一条微博, 就会得到一万块酬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牟川相满》,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这样的好事哪里找? 刘建勇尝尝到甜头, 整个人都快飘起来了。 经过短暂的交谈, 警方发现, 刘建勇教育程度不高, 法律意识极为淡漠, 他认为自己只是发帖子而已, 没有杀人, 没有放火, 算不上什么大事, 根本就不以为意, 甚至不知道已经触犯了法律。 面对警察, 还在侃侃而谈。 最后被请到警队喝茶, 他才吓破了胆子。 我不知道啊, 我冤枉的。 警官, 警官, 我什么都没有做呀, 为什么要抓我? 救命啊, 救命啊! 在警官面前喊救命, 也是个奇葩。 向晚在重案一号 看到刘建勇的第一眼, 就想叹气, 这一看就不是个聪明人。 对方行事那样谨慎, 是绝对不会轻易 在陌生人面前露出马脚。 在这个叫刘建勇的人嘴里, 应该撬不出 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果然, 审讯一个多小时, 完全是无用功。 刘建勇没有见过对方, 连对方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他们一切的交流 来自网络, 转钱给他的账号 出自境外, 一无所获。 白木川黑着脸, 走出审讯室, 一脸冰霜, 向晚笑着迎上去, 给他倒了杯水。 来, 喝点。 谢谢啊。 白木川接过来, 喝了一口坐下, 伸手按额头, 咳嗽两声。 怎么了? 向晚低头去瞅他的脸, 不舒服? 有点头疼。 白木川说着, 又仰脖子喝水, 向晚皱起眉头。 做刑警的人, 生活不规律, 日夜颠倒, 面对的案件大多复杂沉重, 社会约束力也极大, 尤其是重案, 而他还是重案的领导。 其实, 从案件发生到现在, 一共没有多长时间, 但公众对警察的期待值, 与实际的破案速度, 是永远不成比例的。 大众意识里的刑警, 是活在影视作品中的, 那种无所不能的人。 三天破案最好, 一个月嫌多。 但现实往往很残酷, 稍稍复杂的刑事案件, 半年能搞定, 就已经很效率了。 能上升到重案一号的案子, 又有哪一桩是鸡毛蒜皮的刑案呢? 然而, 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 太多了, 他们只会指责警察办事不力。 毕竟打字不需要脑子, 也不需要体力和精力, 站在自以为是的制高点, 指点江湖就行。 案件复杂, 罪犯狡猾, 社会发展进步, 案件也会进步, 社会问题不太透明, 这些问题与他何干? 一句警察太没用了脱口而出, 就能抹杀掉刑警所做的一切。 上头的压力, 舆论的压力, 媒体的压力, 终于把生就一副铁骨的白牧川, 逼得生病了。 向外心疼坏了, 在他心里, 白牧川这样的人是铁人, 不会生病, 不会倒下, 连熬几个通宵, 还能神采奕奕的工作。 现在乍一看, 他突然咳嗽不止, 竟有些手足无措。 我们去医院瞧瞧, 向外为他拍着后背, 紧张得眉头都皱了起来。 喝得这样厉害, 嗓子都哑了, 不行了呀。 没那么严重, 一会儿出去, 顺着我买点感爆药就行。 向外看着他憔悴的脸, 是着凉了吧? 早知道, 昨晚我就不叫醒你了。 不吵醒我怎么工作啊? 万里长城也不是一天修成的, 罪犯也是抓不完的。 白牧川拍拍他的手。 别为我担心了, 身体好得很, 兴不了两天, 又生了火虎了。 向外抿着嘴唇, 受不了他这个病态的样子, 五脏六腑纠结一处, 半秒钟地抖不下去。 我出去给你买药。 等一下。 白牧川沉吟, 指了指椅子, 示意他坐下来。 有个事儿, 我想和你讨论一下。 向外微惊, 恩了一声乖乖坐下。 现在与案子有关的事情, 白牧川都愿意找他分析。 向外自己也相当享受这样的过程, 是交流, 是敞开心扉, 也是一种默契的培养。 刚才在审讯室, 我梳理案件线索的时候,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在原地绕的路, 其实一直都没有变。 怎么讲? 关键点还在暗影。 那个在天怒计划里, 与他接触的人是谁? 刘剑勇是一个小人物, 暗影不是。 刘剑勇不知道的人, 暗影是一定知道的。 而且, 他停顿了一下, 目光微凉。 黄河说过, 你手机丢失那一天, 他也在那个家常采管。 当时, 他和田丹月, 原本是约好了暗影见面的, 而暗影为了安全起见, 提前派人去, 结果取消了那次会面。 原因是看到了方圆圆和你。 当时我手机被抢, 没能马上上楼, 在门口等110过来, 又说情况, 耗费了好一会儿功夫。 有可能, 暗影当时就在楼上, 或者在一个我上楼就可以撞见的地方, 他为了不让我看见他, 或者, 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故意指使人来撞我, 抢走我的手机, 把事情闹大, 转移视线。 对白沐川分析者, 向晚眼睛突然一亮, 恍然大雾吧, 我明白了。 什么? 有没有可能, 那个策划天怒并与暗影联系的人, 当时就和暗影在一起? 有可能, 但暗影为什么会怕你看见呢? 向晚直直望入白沐川的眼底, 大概是这个人, 我认识。 向晚顿时来了精神, 就像讨论一段小说情节, 豁然开朗了一般, 心情极为舒坦。 他情绪迸发, 马上把电脑抱过来, 以自己为中心, 列出人物关系图。 结果发现, 原来, 事情并不简单, 哪怕他的社交范围极其有限, 但从小到大认识的人, 何其之多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即使他缩小范围, 从涉足案件开始计算, 人也多不胜数, 一时半会儿, 根本就理不清头绪。 不要沮丧, 这个发现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白牧川咳嗽着, 双手撑在他肩膀上, 轻轻一念。 走, 我们去找暗影。 向晚回头看他, 点头。 一个人对生命发自内心的珍惜, 往往是在即将失去生命的时候。 暗影在看守所的情况, 白牧川是了解的。 他多次问管教人员, 自己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 在看守所里, 要怎样做才算得上是立功表现。 言辞间, 他对生命极是不舍和热爱。 这与事发时, 那个意气风发的毒贩老大, 动不动就把脑袋掉裤腰带上的无所畏惧, 判若两人。 但即便这样, 向晚再一次见到暗影的时候, 也吃了一惊。 看守所, 简直就是一所整形医院。 上次见面, 这个人还一身桀骜, 每一个毛孔里都飘散着戾气, 全是对社会的不满。 怼天怼地怼社会, 棱角尖锐扎人。 可今天的他, 粘了。 大光头, 小黄挂。 看守所一身标配在他身上, 不仅让他没了老大的气势, 看上去也成了一个标配。 普通的从一堆人里, 好半天都找不出来。 围刚, 出列。 管教高喊, 一个人走出对练, 向晚这才认出他。 瘦了, 棱角磨霉了。 会见试, 狱警把带着谢具的暗影带了进来。 脚料在水泥地面上, 拖出一串冰冷刺耳的声音。 暗影老实的作者, 不抬头, 一句话都不说。 围刚。 听到他的名字, 暗影条件反射。 到。 今天我们来, 是找您了解情况的。 经过这么久的时间, 我相信你已经考虑清楚了, 要不要配合警方的工作, 争取立功表现, 得到宽大处理。 他特意提到立功, 知道这是他想要的。 暗影目光果然闪过一抹光, 只一秒, 转瞬按下。 我知道的都已经交代了, 白警官, 你还想知道什么? 白沐川刚一张嘴, 喉咙就痒, 然后剧烈地咳嗽。 向外心疼地揪起, 转身为他拍背, 丁一凡起身, 找来纸杯为他倒水。 人有时咳嗽起来, 完全无法阻止, 越咳越痒, 越痒越咳。 见他这般, 暗影争片刻, 突然就开怀大笑起来。 白警官也真是不容易, 生病了就好好在家休息得了, 这点小事啊, 还要劳烦您亲自跑一趟。 怎么, 你们警队的人都死绝了? 这家伙的嘴是真毒, 丁一凡拍桌子。 老实点。 暗影动了动戴手铐的胳膊, 蛮不在乎的抬眼望天。 白沐川喝光一杯水, 清了清嗓子, 暂时压住那一阵难过。 韦刚, 我们想知道, 联合你策划天怒计划的人, 是谁? 他语速不快, 却字字冰冷。 暗影不敢再细血谈了, 一脸老实。 我说过了呀, 一个从狗外来的人, 谈完就走了, 我上哪儿知道去? 他叫什么名字? 忘了。 忘了? 前几次, 你编了两个不同的名字给我, 现在干脆失忆。 暗影垂着眼皮, 不吭声。 要不要我帮你回忆回忆? 暗影争了争, 壮死惧怕地看他。 白警官, 刑讯是犯法的, 你是警官, 不会知法犯法吧? 白木川冷恨一声, 不回答他, 只转头看向晚。 您让战色约的那个, 会催眠术的犯罪心理专家, 积淀过来。 催眠术? 暗影在理解到她的意图后, 脸刷得一白。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地方, 不会对外人开放, 即便是最亲的人, 也走不进去。 而催眠师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开房间的锁, 灰剑掩藏的最深的秘密。 但是这一点, 催眠术就足够震慑人。 尽管大多人只是听过, 并不曾得见真正的催眠师什么样子。 暗影的表情紧张又害怕, 目光充满了抗拒。 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 她吼得太大声, 也太紧张。 额头上的青筋都暴露了出来, 就像一个双脚踩在深渊边上的人, 惊恐地看着背后那一双手, 生怕掉入黑洞。 不想踩下去, 拼命抵抗, 神态甚至失常。 向晚与白木川交换一个眼神, 明白对方的想法。 他们不理会暗影的吼叫与抗议, 就像他只是一个透明人。 向晚轻松地耸耸肩膀。 他说要投诉你。 上他投诉。 白木川一眼不开暗影, 仿佛那个坐在老虎凳 被强光照射的男人 根本就不存在。 他只与向晚说话, 他上次已经投诉过了, 你看到投诉结果了吗? 好像变得老实了一些。 白木川忍不住猴头的痒, 轻渴解生, 抽一张纸擦擦嘴, 露出一脸轻慢的冷漠。 一个具有极大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分子, 对他客气, 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这么说, 我就完全没有心理负担了。 白木川抬抬手腕看时间。 蹲一下, 看什么时间来。 好的, 我再联系一下他。 向晚拿起手机走出审讯室, 隐隐地, 对话若有似无地传进来。 隔着一道虚眼的门, 他的声音并不十分清楚, 偶尔又有一两句飘进来。 好的好的, 那我们再等你一个小时。 行, 行行, 不急, 下雨了, 你在路上也注意安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向晚语气是带着笑的, 与审讯室里沉寂的冰川空气 如同两个世界。 呲, 门开了。 向晚进来, 坐下。 一个小时。 白木川目光沉沉。 那这一个小时, 我们做什么? 审讯他吗? 不用审了, 机会已经给了。 等催眠专家过来, 省事。 嗯, 很期待呢。 两个人的聊天全程被暗影听入耳朵。 他们对暗影的每一句话都用他来指代。 不看他, 不理他, 完全忽略他, 一直在聊。 暗影的神色渐渐难看, 越发的难看。 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心理陷阱。 在同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如果其他人谈笑风生, 单单把其中一人屏蔽在外, 并且疏离他, 冷待他。 那么对于这个人而言, 就是折磨和桎梏。 静坐的时间极为难熬, 潜意识也会想要融入别人的圈子。 哪怕他们的关系是警察与罪犯, 也不例外。 雨越下越大了。 是。 还有多久? 嗯, 还有二十分钟。 那再等等。 等待, 他们在聊天, 暗影孤独地坐着。 还要多久? 十五分钟。 才等等。 等待, 他们在聊天, 暗影孤独地坐着。 画面好像一直没变, 其实又一直在变, 毫无痕迹地在变。 房间的灯光, 在一点点变暗。 哎呀, 这雨更大了呀, 是不是? 是啊, 今天这雨, 像是下在人心里似的。 看看时间, 还有多久? 嗯, 十分钟。 再等五分钟, 丁一凡出去接他。 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呢。 哎, 你说催眠术, 真的会有这么神奇吗? 一会儿就看到了。 我听说这个催眠师, 曾经靠一个人破了一桩悬案, 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上罪犯吐露心计, 找到了被绑架的小女孩呢。 向晚的余光, 若有似无地描过暗影, 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在昏暗的灯光下, 白得像一个指人。 向晚朝白牧川看了一眼, 白牧川点头, 停下聊天。 会见事突然安静, 落针可闻。 向晚慢悠悠地一叹, 喃喃着, 用一种近乎迷离的声音问, 雨下得好大啊, 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 今年最大的一场雨了吧。 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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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我心里好慌啊。 慌什么? 怕。 怕什么? 怕催眠啊。 又不是催眠你? 我知道, 但也怕, 在我心里, 催眠就像玄术一样神奇, 不可置信, 偏偏它又是真实存在的, 天然胆怯。 说到这里, 向晚停顿片刻, 声音变得更凉了几分, 雨好大, 感觉敲到我的耳膜了。 白牧川看着她, 她的眼睛有一种空灵的迷惑感, 不去演戏可惜了。 她点头, 点头, 又点头。 吓到心里了。 她, 是不是快到了? 丁一凡, 去接她。 好的, 老大。 暗影在听, 一直在听, 耳朵里嗡嗡作响, 人声, 雨声, 世界很热闹, 只有她一个人坐在光线的中间, 几倍汗透, 就像被淋过雨一样, 心脏不可控制地剧烈跳动。 下雨了, 好, 好大的雨。 她突然开口, 像中了鞋一样喃喃, 向晚回头盯住她。 你也看见了, 得到向晚的关注, 暗影抬起胳膊, 擦了一把脸上的汗, 毫无防备。 看, 看不见, 听到了雨声。 今天的雨, 是有点反常。 老大。 丁一凡回来了, 前后不到三分钟, 詹瑟就退门进入, 而坐在椅子上的暗影, 并没有发现时间上有什么问题。 她看着近来的陌生女人, 一脸惊慌。 詹瑟对白木川和向晚点点头, 并不与她们寒暄, 静止坐下。 会见室里的紧张气氛得以延续, 瞻色一脸严肃地看着暗影, 眼神如刀, 一句话都没有。 安静里, 是冷漠, 也是令人窒息的压抑。 暗影心上的弦被崩到了极点, 心脏快从喉咙里蹦出来了, 但她一动不动, 两手被手铐沉沉垂放腿上。 詹瑟突然点点头, 像在评价什么似的, 一脸中疼。 她心灵很强大, 不过不是因为她自身的心理抵抗力强, 而是因为那个人, 对她很重要。 一句眉头眉尾的话, 却激怒了暗影。 她微微一争, 猙獰地看着詹瑟, 对这个新来的催眠师 展示了凶狠和厌恶的情绪。 你, 你知道什么? 你什么都不知道! 她大吼, 她大叫, 她因为恐惧而紧绷, 詹瑟挑挑眉头, 似笑非笑。 你的情绪很糟糕, 需不需要先放松一下? 我们再聊。 暗影像是读懂了她的阴谋, 冷笑着, 眼睛里浮出排斥。 休想,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对我做什么, 催眠我, 放松警惕, 失去理智, 真聪明。 可你这么说, 是心里确实有 不能让人知道的秘密了吗? 詹瑟的反问 没有一些冷力, 语气随和而自然, 甚至带一点笑。 你目前的状态 已经到了催眠的什么程度了? 你想知道吗? 什么什么程度? 你已经进入了浅度催眠状态。 不, 不, 不可能! 她又开始吼, 用大嗓子来对抗雨声, 对抗恐惧。 这, 这什么狗鼻催眠, 你们胡老子呢? 暗影吼叫着, 额头上浮起大滴大滴的喊, 空气很沉闷, 潮湿着像有雨雾飘进来似的, 她喘着气吼丸, 又觉得冷。 我告诉你, 我, 我很清醒。 清醒, 不代表没有进入状态。 詹瑟像一个科学讲师, 给她讲解了催眠的作用原理, 眉头微醋, 看着她一直掐自己大腿的手。 你是不是以为, 只要强大精神, 就可以抵抗催眠?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运阅。 暗影闭紧嘴, 无声地对讨, 沾刺脸上浮出一丝笑。 没有用的, 你抵抗得了我, 抵抗不了自己。 你不想死, 你还想活下去。 你虽然舍不得伤害那个人, 但你更爱自己, 哪怕, 他是你的儿子。 暗影的脸瞬间变色, 不知从哪里来的风, 吹凉了他的骨头。 他像是受不住寒冷的人, 牙齿在轻轻地敲击, 肩膀拼命地缩着, 好像要把自己压缩在老虎椅上。 我,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问我, 你们不要问我。 向晚看了瞻色一眼, 心里有点发毛, 暗影的状态太可怕了, 仿佛身陷在一团看不见的泥泞, 垂死挣扎。 他可以与外界沟通, 却走不出来。 难道, 这就是瞻色所说, 进入了浅度催眠状态? 瞻色目光柔和地看过来, 我们开始吧。 暗影低着头, 牙齿发展。 瞻色瞳孔幽黑, 目光仿佛会是魔法。 你抬起头来, 看着我。 暗影一睁, 肩膀缩了缩, 慢慢抬起头, 这慢动作像是中邪的人, 眼睛没有焦距, 脸上一片茫然。 伟刚, 能不能告诉我, 你儿子去哪里了? 暗影不说话。 我们知道, 策划天怒计划并怂恿你的人, 就是他。 也是他, 协助你掌控了暗门残余势力, 对不对? 不对。 暗影突然睁大了眼睛, 头人像看到鬼魂般惊悚。 你, 你在胡说? 没有, 不关他的事, 根本就不关他的事。 你见过你儿子了? 瞻色得出第一个结论, 他有二十多岁了吧? 就在京都, 他是谁呢? 暗影轻孔地看着他, 摇头摇头, 神经兮兮地摇头。 我, 我不知道,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知道的, 他是我们认识的人, 所以, 你特别害怕。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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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影, 惊魂未定, 嘴唇都在抖。 他不想去听, 想用沉默来对抗, 却一次次被沾色, 从微表情里观察到了想要的结果。 您想保护他, 静一静做父亲的责任, 只可惜, 他根本不爱你, 从来没有把你当成亲生父亲, 他是想害死你。 暗影大吼一声, 挣扎着想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凭什么胡说, 凭什么。 沾色不理会他, 照向晚提供的资料, 继续周旋。 他恨你, 当年你在特殊学校发生的事情, 让他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 受人指点, 辱骂。 你毁了他母亲的一生, 你毁了他, 他一直记恨在心, 多年来都不肯跟你相认。 伟刚, 你就没有想过吗? 他忽然又来找你, 根本就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单纯。 没有, 没有, 他没有。 谁说没有呢? 他只是一个坏小孩, 他记了一辈子的仇, 终于设计好一切, 把痛恨的人都杀死, 再把他的亲生父亲送入监狱, 然后, 看着他去死。 你撒谎, 你在骗我啊! 瞻色声音徐徐, 温声软语, 不听他的咆哮, 平缓的语气不快不慢, 字字如针扎在暗影的心上, 从而一次次得到他肯定的回答, 是的, 暗影一句都没有承认, 却暴露了他的所有, 给了他们无数个重要的方向。 瞻色一笑, 从向晚手上拿过一份名单。 哼, 虎毒不食子, 维刚, 我相信你不会告诉我们他是谁, 但是, 这个人一定就在身边, 他认识向晚, 认识白木川, 知道这中间很多的事情, 那么, 我们就不难找出他。 不难找出? 暗影的目光明显流露着恐惧, 他不吼了, 不叫了, 一脸邪满紧张, 沾色观察着他。 我们罗列了近期案件, 所有二十到二十五周岁的男士, 都在这个名单上。 现在, 我们一个一个来排查。 我念一个名字, 你点头, 或是摇头就行。 我不会告诉你的, 我不会告诉你的。 暗影嘴唇都颤抖起来, 不告诉, 又变相地告诉了, 真有这么一个人。 你会告诉我的? 不会。 你会。 当我念到他名字的时候, 你不用说话, 就告诉我了。 暗影惊恐地看着他, 沾色缓缓抬起一支笔, 指了指他, 轻轻一笑。 我, 看得见, 你的心。 说完, 他不再废话, 开始照着名单, 一个一个地念, 念一下, 停顿一下。 暗影脸上的肌肉都在抖, 他害怕, 他紧张, 他已经控制不住表情, 就像一只困兽, 在雨中打着圈, 想要冲出雨雾, 又不可避免地被淋湿全身。 叶伦。 沾色又吐出一个名字, 然后看着暗影的表情, 轻轻地勾起了唇桥。 是他, 对不对, 是叶伦。 不是, 不是。 暗影再一次大吼, 焦灼的, 折磨的, 挣扎不开的名字, 把他抛入一个网里, 被一种瘟疫式的病毒蔓延, 腐蚀。 只要听到那个名字, 他的血液就会溺窜, 肌肉就会僵硬, 不由他控制。 唉, 你说了, 你还是告诉我了。 没有! 暗影大吼一声, 从椅子上站起, 心里的憋堵没有了, 他突然惊住, 睁大眼睛, 看着警察似笑非笑的脸, 沾色拿资料拍拍桌子, 递还给向晚。 是他了, 搞颠。 啪, 房间里的大灯亮了, 灯火如痴, 暗影猛地清醒过来, 一张脸清白如鬼。 你们! 安静片刻, 他像一头受伤的野兽, 突然朝这边扑过来。 我, 我干什么拼了? 话音未落, 砰的一声, 他重重摔倒在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俊阅。 最后, 他仍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低估了脚料的约束礼, 白牧川站起来, 捂着胸口, 憋了好久的咳嗽, 终于出口。 会见室的门开了, 又关上。 几个人走出看守所, 正是中午时分, 阳光灿烂, 将大地照得一片金黄, 没有下雨, 从来都没有下过雨。 师姐, 你真厉害啊。 坐上车, 向晚冲他竖起一个大拇指, 詹瑟微微一笑, 捏了捏自己的太阳穴, 鞋椅在汽车椅背上, 像是有些无力。 全靠你们配合得好, 还有, 这个人心智并不坚定, 不然还是没用。 他心智不坚定吗? 我以为像他们这种人, 是最不容易被突破的。 恰好相反, 受过心理创伤的人, 有心理疾病的人, 是最容易被催眠的。 伟刚因为特殊学校的冤枉, 以致耿耿于怀, 认为自己背了十几年的黑锅, 再加上另外一些糟糕的际遇, 心理非常脆弱。 再进了看守所, 不过强弩之末。 向晚点头, 点头, 恩恩有声。 嗯, 很有道理。 不过师姐, 今天这样, 就是催眠了吗? 不算。 这还不算? 就像我说的, 只是一种浅度催眠的状态, 其实就是一种心理代入。 我一开始, 先让你们给他设陷阱, 再通过播放暴雨的录音, 来控制他对环境的感受, 就是为了增加他对情绪的代入感。 接着, 你们一遍一遍的时间提醒, 是为了增加他的心理恐惧, 胶着和紧迫。 一个厉害的催眠师即将到来, 他想守住秘密, 变得艰难。 时间每跳五分钟, 他的恐惧感就增加一层, 下雨和昏暗的环境会影响人的心理防线, 就像人在黑夜里的环境里, 会比白天更感性, 更脆弱, 是一个道理。 这一切都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 他最后做的, 只是将他进一步往沟里带。 其实到最后, 他都没有真正被催眠, 他只是带入了情绪,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明白了, 向晚想想, 用了一个更为形象的比喻。 就像我看小说, 看电影, 有时候看得入迷了, 会跟着笑, 跟着哭, 就是一种带入感, 让我进入他们的世界, 随他们的喜怒哀乐而改变, 现实里的自己被暂时性封闭, 但那并不代表我就被催眠了。 对, 你的理解比我形容得更精准。 向晚晚耳, 转瞬又脸住神色, 一本正经地说, 只是结果有点匪夷所思, 叶伦怎么会是暗影的儿子呢? 他不是童星出身吗? 暗影的儿子, 不是小时候就出国了吗? 这个就得小白去查了。 小白一直在打电话, 还在看守所, 他就给全少腾下了命令, 要求他务必把叶伦控制住, 并带回重案一号。 向晚看他在忙, 与詹瑟两个人探讨起来。 如果叶伦真的是暗影的儿子, 那很多事情就能想得通了。 什么事? 那, 比如他与谢晚晚之间, 就多了一层关系。 当年那所特殊学校, 谢晚晚是学员, 暗影是教员。 谢晚晚被人侮辱, 导致围缸坐牢, 名誉受损, 在引发他儿子的种种。 这些都有连带的因果关系。 那么从叶伦的角度来说, 他也是受害者。 对, 他父亲因为猥亵幼女而入狱。 他在童年时期, 收到的来自社会的冷眼和排挤, 都会对他的心理产生影响。 孩子成长的关键期, 那些影响会伴随终身。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温柔, 和风细雨里总有几把风刀双剑, 不幸的人很多。 或者说,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些不容易。 区别在于, 面临不幸的时候, 陪在身边的人是谁。 有疼爱自己的父母, 有爱的人, 再难都有精神支柱, 不会垮掉。 如若没有, 那是怎样的境况? 向晚突然打了个寒剑, 难道说叶伦那个时候并没有出国, 而是遭遇了别的事情? 詹瑟扶了扶手腕。 看来娱乐新闻信不得啊。 叶伦对外公开的个人履历, 是相当光鲜亮丽的。 家境优渥, 少年成名, 一生顺遂。 除了成长后, 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 遭人诟病以外。 他到目前为止, 都是天之骄子般的存在。 一生不曾奋斗, 已拥有无数人羡慕的一切。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啊。 向晚一叹, 沾色就忍不住乐了。 你不是很如意吗? 嗯, 只是将就。 向晚冲他挤了个眼睛, 余光描白木穿, 突然争主。 他在讲电话, 不知对方说了什么, 他拉着脸, 极慎难看。 跟上他, 不许乱跑。 现在是关键时候, 不能出差错。 向晚和詹色见声, 等他电话讲完, 向晚才问, 发生什么事了? 白木穿坐在副驾, 维言没有回头。 牧师前方的路, 让丁一凡加快了速度。 唐元柱刚才汇报, 谢婉婉就到了宋总的电话, 死活要出门, 他拦不住。 嗯? 宋总? 那个帮他勾兑, 可以让灰名单顺利拨出的宋总吗? 向晚挑挑眉, 如果是我, 就直接告诉他, 现在去找宋总, 大概也帮不上忙了。 一旦叶伦是暗影儿子的事情做时, 如果天怒计划与他有关, 那么《灰名单》这部剧, 离播出将变得遥遥无际。 白木穿没有回答, 黑着脸, 向晚斜眼瞄了他一下, 突然觉得, 自己刚才那个笑, 可能不合时宜。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运阅。 毕竟灰名单不能播出, 对白木穿是有影响的。 木儿少的处女作, 成名作, 第一部影视画大IP作品, 影响力巨大呀。 而谢婉婉不管现在做了什么, 她都是在不遗余力地 为了灰名单而努力, 相比较, 向晚显得冷漠了。 一定会有完美的解决办法的, 向晚想想补充了一句, 又顺便劝她。 有些时候钻牛角尖, 其实没有意义。 白木穿, 我刚才那句没有别的意思, 你别往心里去。 白木穿不知想到了什么, 突然回头直视着向晚的眼睛。 你说什么? 你没听见? 我为什么要往心里去啊? 向晚敏唇。 我想的事情与你想的是两码事。 还有什么事吗? 向晚困惑, 一脸问号。 还有两件事情非常紧迫。 什么事啊? 就连詹色也看了过来, 车上就只有他们四个人, 白木穿没有隐瞒。 赛林木刚才告诉我, 情报队接到二部的内情通报。 某境外国家刚刚实验成功了高科生化武器样本, 和技术资料被人秘密窃取。 根据调查, 很有可能流入我国。 什么? 两个女人异口同声, 生化武器, 还是秘密研究出来的生化武器? 威力、强度、 破坏力、 杀伤力得多大呀? 不敢想。 那些有历史记载的数据, 想想都令人心惊胆战。 那第二个事情呢? 向晚的脑回路长得跟别人不太一样。 在惊恶之后, 他马上想到白木穿说的是两个情况。 白木穿闻言, 略意思考。 第二个情况就是, 第一个事情基本可以确定, 真的带入国内了。 怎么说? 成长刚才告诉我, 他偷人在国外购买的几台物证监定设备, 运到京都了。 然后, 他让那个苗子晨带回天怒计划的导师, 再一次附送给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顿了顿, 他加重语气, 像念台词似的沉了声音。 天怒未灭, 卷土重来, 这一次, 携带了大规模杀伤性生化武器。 气氛骑风骑然一冷, 确实严重。 比起化学性杀伤武器, 什么汽车杀人, 伪装自杀, 墙体藏尸, 无头女尸, 碎尸, 包括丧尸药, 都变得显著轻微了。 而且, 是大规模呀, 多恐怖, 向晚浑身泛冷。 现在怎么办? 这个事情, 主要是二部在调查。 我们目前, 只是收到内庭通报。 明白了, 向晚的心弦并没有松开。 这一次来的天怒, 意义和上次不同了。 危害国家安全, 上升到了另外一个高度。 不可能单单由重案一号 一个单位来办。 向晚平静了片刻。 那我们现在做什么? 抓叶伦, 继续查手头的案子。 丁一凡把詹色送到家, 再绕回重案一号。 刚到楼下, 白牧川就接到全少腾的来电。 小白, 情况不太好。 听他欲言又止, 白牧川心里不免一沉。 怎么了? 叶伦不在家, 我们铺了个空。 不要打草警舍。 明白。 全少腾把声音压得有点低。 我已经在他家周围部了, 只要他一出现, 立马实施抓拨。 另外, 派了人在他常去的地方。 不过, 我认为咱们得准备好第二套方案。 这小子有点邪乎, 我在这儿顿手半天, 总感觉怪怪的。 他也许是察觉到了什么, 大白不会回来了。 察觉到了什么? 能察觉什么呢? 他们刚刚去看守所, 中间没有与别的什么人联系过。 叶伦怎么会察觉? 向晚提醒他。 找唐元初问一下情况。 别忘了, 宋总是找过谢婉婉的, 而这个宋总是叶伦介绍的。 谁知道, 是不是跟他一伙的人。 万一宋总那一通电话, 只是某种试探呢? 他会不会从谢婉婉的语气里, 发现什么端倪? 然后因为警惕, 而采取了灵机应变的动作。 向晚想到这里, 眉头一皱。 不过, 如果叶伦从此不再出现, 不是更直接地暴露了自己吗? 白木川拿着手机, 正准备接电话, 文言一征。 所以? 得让全队仔细一点, 我们再埋伏等叶伦, 又怎么知道, 他会不会在暗中观察我们呢? 我觉得, 他未必已经确定了什么, 毕竟消息来源不会那么快。 他之所以玩消失, 只是小心惯了, 感觉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开溜。 一旦事态平息, 风声过去了, 说不定就踏实地回来了。 鬼气里。 白木川马上打电话给唐元初, 然而电话一直站线。 搞什么? 白木川看着自己的手机, 握拳在嘴边咳嗽了两声, 正准备继续再播, 突然抬头看到台阶上的人, 手指微僵停下脚步, 那个人站在台阶的最后一击, 从高处看着他们, 面带微笑。 二哥, 您怎么来了? 来人是白木轩, 他安静地站着, 并没有因为白木川的冷漠, 有丝毫的动容, 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礼貌与客气。 我们老大派我过来的, 了解一下案子的情况。 啊? 天怒? 看来事情大了, 红刺准备亲自下场了, 白木川看他一眼。 走吧, 办公室。 兄弟两个走在前面, 向晚放慢一步, 跟在他们后面。 白木轩穿着军长服, 气宇轩昂, 英姿不凡, 与白木川走在一起, 都是笔直的背, 身量修长, 各顶各地帅气。 躲在后面看什么呢? 白木川突然停下脚步, 回头看向晚。 走快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木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俊阅。 向晚尴尬的一笑, 跟了上去。 男人谈事, 向晚没有跟去。 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准备把今天去看守所审讯暗影的过程 记录下来。 这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正常情况下, 正常人一辈子都遇不到一次。 审讯过程让他有一种按捺不住的经验。 布局, 结果, 再反转。 嗯, 比小说还要精彩。 艺术来源于生活, 成不起我呀。 他倒了杯水, 坐在转椅上, 一边摇晃一边喝水, 一边在脑子里酝酿邪法。 直到方元元发了消息过来。 小姐姐啊, 这个月稿费提前发了, 你怎么没点动静啊? 啊? 发稿费了? 向晚太专注于案子, 没太注意这个事。 看到消息, 她找出银行短信提示, 立马激动起来。 卧槽, 好多啊。 方元元发来一串省略号。 发稿费都不激动, 你说你, 还有什么追求啊? 要不, 我把账号给你, 转到我账上吧。 去你的。 向晚看着那个数字, 心里美滋滋的。 这可是我含辛茹苦赚回来的钱, 别动玩心思啊。 这朝鱼是不是没用对啊? 听上去怪怪的, 写书写傻了吧? 哪里怪了? 你分明是嫉妒我, 对不对? 对, 我嫉妒你啊, 搞费这么多。 准备怎么抗牢, 你含辛茹苦, 把你拉扯他的边际呢? 向晚忍不住乐了。 买一堆猫粮给你, 你带回去给保险, 够意思吧。 靠, 靠门。 哎, 不跟你扯了, 我得忙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啊, 今天事情很多, 估计得晚上了吧。 怎么, 想我了? 鬼才想你呢? 我一个人在家里无聊, 突然发现我这次来京都捉秧, 毫无意义啊。 本来就是, 你不过就是寄予我家的美食。 你是想捏我走啊? 怎么可能啊? 我只是怕你家小黄黄会太想你了。 哎, 我是想回去了。 黄黄跟我说呢, 她准备出院, 跟她妈妈回老家一趟, 还问我, 有没有兴趣跟她回家。 你说这人, 说的叫什么话呀? 兴趣是什么? 他们是夫妻的呀。 看来这个男人呢, 还没有意识到已婚身份。 不行, 我得回去教育教育。 回吧啊。 可是, 表姐啊, 我又有点担心你。 向晚了解她, 好生安慰。 我没事了呀, 我不是有白木川吗? 她又不能二十四小时陪着你。 好像你可以一样。 晚上你不跟她睡, 跟我睡一杯, 我可以。 向晚哭笑不得。 哎呦, 我这边呢, 你真的不用操心, 把你自己的事情先落实了吧, 先给你老公回婆家看看, 然后想个什么办法, 把你们的事, 原原本本地告诉大姨和大姨父, 嗯? 方圆圆沉默, 好一会儿, 我再有消息过来。 怎么了? 哦, 有人敲吗? 我去看看。 方圆圆回复, 向晚安一声, 猜着是不是谢婉婉和唐元初他们回来了, 这一次等得有点久。 向晚写了好几行字了, 方圆圆才发来消息。 是物馆的人。 物馆? 说什么了? 问是不是家里卫生间漏水, 说楼下住户反映, 家里天花板都湿透了, 弄坏他们家装修了? 啊? 那漏水了吗? 向晚有点奇怪, 白木川对房子的装修很讲究, 材料什么的都用最好的, 卫生间的防水自然会做得到位, 哪里会漏水? 果然, 方圆圆马上吐槽。 没有啊, 他们进去看了, 没漏水, 又说呢, 可能是你们家楼上或者隔壁, 现在走了, 找别人家去了, 暖七八糟的, 这么好的小区, 咋会有这么不靠谱的物馆啊? 向晚一声, 方圆圆, 现在不管谁来, 不认识的都不要再开门, 怎么了? 你不要问, 乖乖待在家里就好。 敲完这一行字, 向晚起身, 拿起外套披上, 匆匆去白木川的办公室, 方圆圆的消息不断跳过来。 什么情况啊, 向晚, 你别嫁我, 我应该在家, 怕怕的。 向晚低头, 匆匆回应。 你都是捉妖的人, 还能被妖抓走吧, 安拉, 照我说的做, 没事的。 话虽这样说, 但向晚内心仍是不太平静, 他宁愿是自己太过小心, 多虑了, 也不敢去赌那万一。 他敲响白木川的门。 进来。 向晚拧都门把, 发现里面只有他一个人。 你递走了, 这句你递, 他说的随意, 发现白木川眉心有点打结, 马上换了话题, 把方圆圆刚才的聊天对话告诉他, 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这个节骨眼上, 物馆找上门, 感觉有点古怪。 白木川点头, 指了一下椅子, 示意他坐下, 然后打电话给小区物馆, 问明情况, 挂了电话, 他面色凉凉的。 你猜对了, 物馆表示没有派人去过。 向晚几倍一惊, 居然敢登堂入室, 去警察家里。 你说, 对方的目的是什么? 白木川没有回答。 不行, 我得问下圆圆, 对方都干什么了? 问他有什么用啊? 如果他看出什么, 刚才就告诉你了。 好有道理的样子。 这样, 我们回去一趟吧。 好。 白木川取了车, 载着向晚往家赶。 路上, 向晚问起他 白木轩过来的事情, 白木川只说 与天怒渗透有关。 因为涉及部分机密, 他没有跟向晚说得太透, 但告诉他, 天怒不仅是一个计划, 还是一个组织。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跃 在丧尸案里, 暗门其实只是天怒的下级组织, 是天怒直接组织领导了暗门的行动。 那个与暗门联系的人, 就是天怒在国内的直接领导者, 并且天怒的存在是在催鸣死前。 你说, 真的是叶伦吗? 向晚想着就有点头痛。 不能下定论。 保持怀疑精神, 是他的行为准则。 尽管一切证据都指向叶伦, 但不到最后一步就有变化的可能。 唐元柱有联系上吗? 有。 白沐川开着车, 目光看向前方的道路, 眉心不经意又宁起。 他与谢婉婉去见了那个宋总, 结果, 对方却爽约了。 都混成带总的人了, 还爽约? 向晚情亨, 刚想吐槽, 突然一争, 想到什么似的拔高了声音。 不对。 咋了? 阴谋? 他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谢婉婉带着唐元柱等人离开, 会不会是调虎离山? 物馆上门, 进入房间, 这才是最终的目的。 那么进入白沐川的房间, 目的又是什么呢? 几个方面的信息, 向晚脑子里灵光一闪, 突然得到一个综合结论, 吓得心都揪起来了。 来不及告诉白沐川自己的想法, 向晚再一次拨打方圆圆的电话。 机械冰冷的声音传入耳膜, 想了好久, 没有人接。 向晚的心凉透了。 圆圆怎么不接电话呢? 快接电话呀! 向晚心里祈祷, 坐立不安, 可连续拨打了两次, 还是没有人接听。 向晚坐不住了, 白沐川, 我怕我们回去会来不及。 别急。 白沐川一边开车, 一边打电话。 我先问问唐延出, 他们到哪里了。 不行的话, 我让附近排出所先过去。 好, 你快。 向晚顾不得别的了, 双手只来回搓着, 看着街面, 希望走得快一点。 可事实上, 大多时候, 越是心急, 越是发现事与愿违。 前方路段, 正好发生大面积拥堵, 他们的汽车, 卡在长长的车流里, 进不得, 退不得。 向晚死死盯着那长长的车楼, 感觉呼吸都不畅了。 平常塞车, 她总是很淡定地接受无奈的现实, 今天却恨不得可以长出一双翅膀飞过去。 是她让方圆圆不要出门的, 如果她在家里发生什么不测, 向晚不能原谅自己。 就在刚才, 她突然想到, 既然有新研究的化学武器 被天怒组织带入国内, 如果恰好那个人是叶伦, 那么足够嚣张的她, 在多次挑衅后, 会不会狂妄到 给白沐川一个下马威呢? 向晚不敢想, 她心脏狂跳, 如在雷鼓。 她捂着脸, 不去看白沐川, 只听着她打电话。 很快, 她结束了通话。 向晚。 唐原初已经到了小区门口了, 他们会逼我们快, 放心吧。 好。 向晚弱声回答, 放心是假, 不放心才是真的, 那个人是方圆圆啊, 为她捉妖而来, 如果真被妖怪捉走, 呸呸呸。 向晚不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想法, 拍拍嘴巴, 又觉得自己一惊一扎的样子 太过反常。 嘘了一口气, 他捋捋头发, 强自镇定地望向白沐川。 不好意思, 我有点乱, 没有分寸了。 白沐川从方向盘上抽出一只手, 拍拍她。 在我面前, 不需要分寸。 回家的路, 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漫长。 一个又一个红灯口, 好像没有结束的时候。 如同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汽车好不容易到达小区, 远远呢, 就听到120急救车急促的鸣笛。 完了, 一定是方圆圆出事了。 小区门口有人围观, 白沐川把车往边上扣, 准备停下, 向晚却等不及他车停稳, 就拉开车门。 向晚。 白沐川眉心一拧, 也有点胶着。 你别急。 怎么可能不急呢? 向晚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可以说, 他宁愿是自己出事, 也不愿意是方圆圆。 方圆圆是个简单直接的人, 如果他面对什么不测, 根本就不会知道怎么去处理。 这个时候, 向晚的心里住了一个姐姐, 她担心自己妹妹的安危。 然而, 当两个人匆匆进入小区时, 在围观人群里,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方圆圆。 向晚由惊到怕到喜, 再到懵, 她的情绪变化, 全在这一瞬间。 方圆圆! 她大喊, 声音破碎而沙哑。 方圆圆听到她的声音回过头来, 也有点激动。 向晚! 她从人群里挤出来, 飞快地跑向她。 向晚冲过去, 皱目睽睽之下, 一把扯过她, 紧紧抱住。 你吓死我了, 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手机落家里了, 没带出来。 方圆圆眨眨眼。 你们怎么回来这么快, 真的有恐怖分子呀? 恐怖分子?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向晚不解地看她, 方圆圆却指了指前方 被小区住户围住的房子。 刚才和你聊完天, 我正在家里坐立不安, 物馆就来敲门, 说什么刚才上来的物馆是假的, 可能有犯罪分子乔装进入小区了, 进了家里, 他们报警了, 带了警察过来。 你就开门了? 说好了谁来也不开的呢? 方圆圆撇个嘴。 我本来是听你的话, 不开门的。 毕竟我也不知道究竟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嘛。 结果你猜怎么着? 警察隔着猫眼给我看的警官照, 说如果不开门, 说不定会有生命安全。 我当时吓死了, 想想也是, 那两个人一没偷东西, 二没绑人, 莫名其妙借门干什么呀, 所以我来不及想别的, 去开门就跑出来了。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俊阅。 说着, 方圆圆低头指了指自己的脱鞋。 你, 你看, 鞋子也没换。 向晚看着她, 哭笑不得。 你哪是鞋子都没换, 你是穿着睡衣的好吗? 对啊。 方圆圆想了刚才的事就紧张, 双臂环抱着自己抖了下。 幸亏那两个警察救了我, 要不然出事的就是我了。 表姐啊, 你说什么人这么大胆子呀, 居然敢跑到白警官家里来。 现在不知道。 方圆圆没事, 可别人却出事了。 她刚落下的心又沉甸甸的。 不得不说, 高档小区还是有高档小区的好处。 在第一次白木川打电话找物馆核实情况的时候, 告诉他们, 有人以物馆名义敲门进入她的家里。 物馆在发现没有这回事的时候, 就第一时间采取了措施。 他们调取了监控, 发现了那两个人。 在进入小区的时候, 他们是拿着业主卡, 以房屋中介的名义在门口登记进去的。 可是当他们进入白木川所在的楼撞的电梯时, 已经换上了小区物馆的工作服。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第一时间报了警。 结果派出所的民警来了, 进房间不到片刻就不行了, 疑似中毒, 有人晕倒。 这一下, 整个小区都慌神了。 人们纷纷逃离出来, 没有人敢待在家里。 120急救车来了, 唐元初赶到之后, 又按白木川的要求, 把情况通知了消防和特警。 这个时候, 房子里全是带着 防毒面具作业的特警和消防。 警戒县里被一圈警察守着, 不允许任何人进入。 还有好几条警犬, 在警察的带领下, 在事发地各处寻找。 希望那两个警官不要有事, 要不然, 我, 我罪过就大了。 不会有事的。 向晚安慰地抱了抱方元元, 想一想, 又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 来, 披上。 我不冷。 不冷? 你手都快冻成冰筷子了。 他在家里穿的是居家睡衣, 室内温度和室外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刚才在紧张和恐惧状态下, 或许会暂时忘掉寒冷, 可现在松懈下来, 感觉整个人都快要冻僵了, 说话都在哆嗦。 好吧, 还是你最疼我。 方元元黑黑一笑, 从他手上接过衣服。 表姐啊, 怎么突然觉得你好慢呢? 撑他一眼, 向晚刚想说话, 肩膀上一件男士外套 就披了下来。 真正man的来了, 他抬头看到白沐川冷峻的眉眼。 大人, 你还在生病呢? 不许你动之。 你是病人, 听我的。 我生病算什么? 我是男人。 白沐川坚持, 不容拒绝, 衣服一丢就走人。 你们在这里等着, 我过去看看情况。 好吧, 有的时候, 白沐川是很霸道的。 尤其是这种时候, 他最不愿意向晚 拒绝他的关心。 他的女人动着, 他自己穿着, 像什么话呀? 在他心里, 男人就应该是保护女人的。 因为女人弱小, 男人有力量, 这是天生的。 虽然向晚并不觉得 自己有他以为的那么弱, 但被他这样关心着, 心里也是暗爽。 冷冷的狗粮 在我脸上胡乱地拍呀。 方圆圆戏谑一声, 又是叹息。 这种时候, 就像我家黄黄了。 表姐啊, 我明日一早就回锦城了。 向晚没有阻止她, 她俩是表姐妹, 从小玩在一块儿, 恨不得天天溺在一处。 但她们现在长大了, 有了各自的生活和工作, 方圆圆和黄河已经领了证, 现在黄河人还在医院里, 方圆圆能丢下老公来帮她捉腰, 这情分就已经不是普通的感情可比了。 明天我送你去机场。 不用那么匿乎, 打个车就走了。 方圆圆伸着脖子望着小区里, 语气轻松。 我知道你忙, 今天出了这事, 应该会更忙了。 我留下来呢, 你还得分心照顾我, 也是累赘。 你大概想多了。 方圆圆不解地看过来, 然后就听到向晚说, 我根本就没有分过心, 更没有照顾你。 靠, 残酷。 方圆圆撇嘴说完, 突然看到向晚变了脸色, 双眼瞪着她, 就像见了鬼一样。 怎么了, 猫呢? 向晚声音都变哑了。 小黑黑呢? 我出来时候没有看到她, 来不及找了。 人群在议论纷纷, 有两三个人从里面抬出来, 再被120汽车送走。 向晚看到单架上的人是昏迷不醒, 完全没有反应的。 看医生的表情, 情况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京都警方的灵机处置能力很强, 不到半个小时, 就有生化武器专家进入现场, 疏散人员的范围, 扩大到整个小区。 向晚又一次看到白木川那个弟弟白木轩。 这一次她不是一个人来, 而是带了一队核枪实弹的特种兵。 他们全副武装, 与特警在小区里地毯时搜索, 怕还有别的生化喷雾气被藏在小区里。 搜索过程持续了整个下午。 到夜幕降临的时候, 小区才终于解除警报。 不过增加了保安, 还有一批特警留了下来。 这严真以待的样子让人心惊胆战。 同样, 这样的新闻是捂不住的。 各种各样的图片、 传言在各个社交平台传播, 加上一部分人的添油加醋, 事情发酵后, 不仅引发了舆论热议, 还不可避免地引起公众的恐慌。 丧失药后, 生化危机。 这种传闻骇人听闻。 电影里听过的桥段, 被人搬到了现实里。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运跃。 人人自危, 越说越玄。 圆圆姐, 你也太粗心了。 吃瓜群众群里, 赛里木痛心疾首地说道。 如果不是向老师感觉不对, 如果不是白队打电话, 给误管核实, 今天这事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说不定啊, 等黄河大哥回来, 就只能捡你的尸体了。 这孩子会不会说话呀? 方圆圆发了个噤声的表情, 赛里木却没有意会到她的意思。 怕了吧, 这一次呀, 你是捡来的命。 兄弟, 但能不能不要说了? 赛里木没说, 唐元初查进来了, 同时艾特勒成证。 确认了吗? 那是什么毒素? 没有得到准确消息, 如果真的是新研究的生化类武器, 怕是以前都没有听过的。 这玩意儿也太恐怖了, 引发装置也特别巧妙。 听说, 如果装置没有感应到水雾, 是不会触发的。 没有感应到水雾, 不会触发, 可卫生间里又怎么能够不感应到水雾呢? 发生的早晚而已。 那就是说, 他们针对的人, 也许不是方圆圆啊, 会不会是? 谢婉婉, 她没有说出来, 也没有人问。 袁姐姐, 你用水了吗? 用了呀, 相当跟我说了那事儿, 我就好奇嘛, 去卫生间看了一下, 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 就顺便洗了个手。 那个装备很隐蔽, 在洗手池下面的管道上, 一般情况下, 根本注意不到。 你厉害了。 因为他们进来后, 只去了卫生间嘛, 他们说漏水, 在洗手池里搞了一会儿, 我当时就站在卫生间门口, 没有太注意, 产生了怀疑, 就去看看咯。 不过, 我没看出什么呀, 是我的错。 那也怪不得你, 一般人根本就不会想到。 太平盛世, 大部分人还是善良简单的, 谁会知道大白天的, 有恐怖分子冒充物馆进屋, 就看个卫生间漏水的功夫, 就安置了生化装置。 众人正讨论的热火朝天, 黄河出现了, 但爱特勒方圆圆。 出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就让你们不要说嘛, 不要说嘛。 什么情况? 亲爱的, 我没事了, 好好的, 不要担心嘛, 我明天早上就回来了。 我到机场接你。 不用不用, 您身体还没好呢。 我今天下午已经出院了。 好吧。 我一嘴狗粮啊。 各位小伙伴, 如果你们发现我年龄18到25岁, 身材浇好, 样貌美丽, 性格温柔的小姐姐, 无家可归的, 请介绍给兄弟, 我可以收养一到两个。 跟谁学的, 这么便宜? 你呀? 可以滚了, 毛还没长齐呢, 就学人家收养小姐姐。 同上, 我可以收养八个。 法医学院的解剖室, 十个八个没有, 一个两个还是有的。 用福尔玛林泡着, 很新鲜。 年龄, 身材, 容颜也好。 最关键的是, 性格特别温和。 小姐姐, 你好调皮啊。 没人理会她,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此刻就是这样, 群里静悄悄的, 世纪最佳冷场王, 全老五。 这一天晚上, 大家都在正晚一号, 方圆圆从白木川家里, 把东西拿出来, 就再也不敢踏入一步了。 她住在宾馆, 而向晚, 在找猫。 小黑黑不见了。 事发时, 猫屋的窗台没有关炎, 向晚怀疑, 她从窗台跳出去了。 她在小区里, 贴了寻猫启事, 又发到朋友圈里, 让人转发。 可到夜幕降临, 仍然没有半点消息。 这只猫是鱼拨的, 当初从秃鹰嘴, 千里迢迢带回来, 送到锦城, 又拖运到京都, 辗转这么多次, 又养了这么久, 是有感情的。 向晚不向方圆圆, 她不是纯正的猫奴, 可猫丢了, 心里不踏实。 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换一个角度想, 她跑了, 是好事, 证明她活着。 如果她没有溜出去, 说不定, 已经死了呢。 向晚揉着太阳穴, 叹了口气, 问白牧川。 那两个人呢, 怎么样了? 她指的是第一批 进入她家房间的 两个民警, 白牧川摇头。 还没有苏醒, 情况比较糟糕。 说到这里, 她把手轻轻放在 向晚的肩膀上, 捏了捏。 今天幸亏你寂静, 不然, 事情会更早。 那两个民警 进入房间检查, 不到两分钟, 就感觉身体不舒服, 当即警局, 通知了指挥中心, 并迅速退出房间。 如果不是提前 做了这一切, 等他们晚上回家, 会怎样? 那个卫生间, 是客卫。 如果不是圆圆, 就是谢婉婉。 白牧川点点头。 这次他们使用的是 一种生物喷雾装置, 体积小, 攻击范围也不大。 如果不为杀谢婉婉, 就是想给我们 一个警告。 真是嚣张。 说到嚣张的时候, 向晚就想到了叶伦。 第一次在地宫下面的 女神喷泉见到她, 她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叶伦走过时, 回眸冷笑的一双眼。 还是没有找到叶伦吗? 她没有回家, 经纪人也找不到她。 本来今天晚上, 她需要出席一个活动, 也没有现身。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消失了, 向晚冷笑。 那这个人有问题 是一定的了? 会找到她的。 既然来势汹汹, 又怎么甘心 当幕后隐形人呢? 向晚赞同, 这个人很高调, 所以今天的事情 更像是她的一种表演。 怎么说? 向晚思考一下, 组织语言。 以前的她 是明星叶伦。 今天开始, 她做不成明星叶伦了, 于是需要换一个身份 隆重登场。 十几年来的演艺生涯, 她一直生活在 公众的关注中, 一旦选择了消失, 也改变不了 喜欢受到关注的习惯。 她换了一个表演方式, 出现在公众面前, 继续上热搜, 成为焦点。 这么说, 她是表演性人格? 白木川说到这里, 又有些不解。 既然如此, 做明星不是她 最好的生活方式吗? 为什么要铤而走险? 也许心里有恨, 也许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 毕竟, 天怒是国外组织, 她只是国内的代言人而已。 叶伦的人生究竟经历过什么? 现在还是一个谜。 这是一个无法平静的夜晚, 向晚住在重案一号 白木川的单身宿舍里, 出事后的房子 暂时不能住了。 方圆圆搬走, 谢婉婉和助理也回家去了。 但她目前是第一保护人物, 所以不得不带回了 唐元初和卫兵。 他们分析认为, 叶伦会再找谢婉婉的可能性很大, 监视她的生活, 一是保护, 另外, 也是为了找到叶伦。 把向晚送回宿舍, 白木川就离开了。 他们找到了叶伦 为谢婉婉牵线的那个送走, 这货在外面 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翻手云覆手雨, 可被带回重案一号, 当即就怂了。 据前去带人的民警说, 差一点尿裤子。 警队不是龙潭虎雀, 你没犯法, 怕什么? 他们, 他们说警察想找替罪羊, 为了结案, 经常驱打成招。 他们, 他们是谁? 就是别人常说的呀, 不是社会新闻上, 常常有这样的案子报道吗? 警察要办我, 拿管我犯没犯事啊。 你好端端的怕警察办你, 说, 你和叶伦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啊。 老实点。 就是合作关系, 他在我公司有股份。 然后呢, 为什么介绍你给谢婉婉? 也是合作。 合作? 说详细一点。 就是, 我帮梦氏把灰名单运作一下, 顺利拨出。 送总挺有办法的, 别人办不到的事你可以办到。 其实也不是我, 主要是我老婆, 他是主管这个事的部门领导。 那你办了吗? 我还没来得及。 今天上午你为什么打电话给谢婉婉, 叫他赴约? 你找他是想谈什么事? 后来为什么又爽约了? 说到这个, 杏苏的一脸尬笑。 没什么, 私人事情也要说嘛。 说, 不然我们传讯你老婆道案。 别别别, 我说我说, 我有个私人嗜好, 喜欢看戏。 看戏? 说清楚一点。 这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嗜好, 旧社会的达官贵人, 不是喜欢请离远戏班来演出吗? 我们就喜欢请演员亲自在面前演, 其实就保个眼妇, 也没做别的什么。 继续。 我今天找谢婉婉是想约他出来再演一处的, 上次看得挺过瘾, 结果我老婆突然来了, 我就去不了了, 也不敢给谢婉婉打电话取消。 问题的关键来了。 停一下。 白牟川坐在审讯室里面, 但审讯的人是丁一凡, 因为生病, 他没亲自参与审讯, 不过听到这里, 他突然打断。 丁一凡回过头。 白对? 他目光是疑问, 请示他的意思。 白牟川咳嗽着, 喝了一口水, 接过话。 约谢婉婉的时候, 你约了叶伦了没有? 上次他们询问过谢婉婉, 这个宋总看戏, 是喜欢看男女间的亲热戏。 他嘴里说看得很过瘾的那场戏, 主演是叶伦和谢婉婉, 那么这一次他想再温习一下, 难道只叫谢婉婉吗? 宋总转过头来看白牟川, 之前这个警官一直没有说话, 但宋总是个商人, 有敏锐的直觉, 他早就发现了, 这个警察才是头。 于是他想了想, 回答更加谨慎了。 是, 是叫了他的。 白牟川神色一领, 眉目冷练。 是你主动叫的他, 还是他叫的你? 宋总看着他冷漠的脸, 揣测不透他的心思, 琢磨着。 呃, 我, 是我叫的他。 再想清楚一点, 把你们的谈话内容, 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 原原本本, 宋总一头雾水, 不过, 今天刚刚发生的事情, 复述并不难。 从他的讲述里, 众人知道, 昨天他见到叶伦, 提过一句那天的表演, 意犹未尽的样子。 叶伦当时不置可否, 说只要宋总高兴, 只要挥名单能顺利上线, 让谢婉婉演多少次, 都不是问题。 那言辞尖暗示他, 想找谢婉婉, 随时都可以。 今天上午, 叶伦给他打电话, 说的是别的事, 两个人无意又提起那件事来。 宋总想起就咋咋嘴, 一脸淫险, 然后就建议今天再见个面。 谢伦怎么说? 他没有反对啊, 很爽快地同意了。 宋总抬头, 言辞间有些掩饰不住的得意。 现在的明星啊, 说得好听点是演员, 说得难听点, 和旧社会的戏子有什么区别? 为了钱, 让他们做什么不行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满,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可以说很拽了, 审讯室冷了一瞬, 白木川咳嗽, 抬抬手, 试以丁一凡。 你继续。 丁一凡又问了一些内容上的细节, 比如他们约的时间, 地点, 宋总又是在什么时候被老婆给叫走的, 最后, 从这个人嘴里问不出什么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丁一凡收拾起笔录, 回头看白木川。 白队, 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白木川摆摆手, 站起来, 离开。 见状, 宋总有点慌乱了。 不是, 那个警官, 什么叫今天就到这里啊? 意思是明天还会继续。 啊? 宋总脸都白了。 那我今天晚上睡哪儿啊? 刘志士。 我不回家, 我老婆会找麻烦的。 丁一凡深深看了一眼, 目光露出一点笑。 最多二十四个小时而已, 宋总不要担心。 夜已经很深了, 向晚还抱着被子坐在床上, 他没有睡, 一直翻看手机里小黑黑的照片, 时不时地刷一下与猫有关的消息, 想知道有没有人找到猫。 怎么还不睡啊? 白牧川进来, 带着一身凉气, 向晚抬头。 等你啊。 白牧川看见他眼底的红血丝, 眉一沉。 傻瓜, 刑警是不能等的。 怎么说, 他不解地看着他。 白牧川勾唇, 慢慢坐到床檐, 揉了揉向晚的脑袋, 在他那一头柔软的青丝里, 得到了片刻的慰藉。 刑警的工作时间不固定, 也许我会回来, 也许我就不会回来了。 你一定要合理安排自己的作戏, 不能等我, 明白吗? 明白是明白的, 可今天不一样啊。 向晚没有说话, 神态略落寞, 白牧川低头, 就看到他手机上的照片, 他没微皱。 没有消息吗? 显而易见的呀, 向晚撩他一眼, 摇摇头。 可能是找不到了, 找个人尚且艰难, 何况是一只猫呢? 而且, 找人可以报警, 可以大张旗鼓, 可以动用一切的力量, 猫却不行。 他丢了猫, 在自己这里是大事, 但在很多人的眼里, 并不是一件要紧的事, 包括他身边亲近的那些人, 包括吃瓜群众群里的小伙伴, 大家照常地谈笑风生, 并不会有人因为他丢了一只猫, 有任何的情绪影响。 向晚只能一个人难受。 我的小傻子。 白木川理解他, 他做不到像向晚一样, 为了小黑黑操心费力, 但一个安慰的拥抱还是有的。 来, 哥哥抱一抱, 不难过了。 他将向晚紧紧拥入怀里, 轻轻拍了拍他的背, 自己又忍不住咳嗽起来。 能我明天托人去宠物市场看一下, 有没有人在卖箱子的猫? 不要, 向晚寿经般抬起头, 目光微变。 我不是需要一只猫, 我只是需要找到我的猫。 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他以前从来没有养过猫, 对猫不讨厌, 也不是多喜欢。 即便是方圆圆的宝姐, 在他看来, 也只是一只普通的猫而已。 但因为有了小黑黑, 变得不一样了。 白牧川微争, 笑了。 你以为我是给你买一只相似的猫啊? 难道不是? 当然不是了。 白牧川看着他心急上火的样子, 刮了刮他的鼻头。 你呀, 我的意思是, 去看一下相似的猫, 万一那就是小黑黑呢? 这小区里面找不到, 会不会是有人捉走了, 再拿去猫市去卖了呢? 嗯, 误会他了。 向晚略略一色, 抱歉抱了抱他, 将头贴在他胸膛上, 却是摇头。 不会在猫市的, 没有用。 为什么这么肯定啊? 小黑黑就是一只普通的黑猫, 不是什么名贵品种, 又是一只成年猫了, 谁会买啊? 没有人买, 就不会有人费那个心思去卖。 我对这个倒是不了解。 那么问题又回来了, 怎么办? 只能看缘分了。 向晚轻轻拥他, 掀开被子爬起来。 得, 你别跟着我瞎操心了, 躺一下, 我去给你倒水吃药。 白木川身体一向很好, 出生入死多年, 很少生病, 更不会把感冒这种病放在心上。 哪怕是生了病, 他也没有耽搁日常工作, 但生病就是生病, 人不是钢铁打住的, 高强度的工作和感冒病菌, 都在争先恐后地侵占他的身体。 不过是转瞬的功夫, 向晚把水倒回来, 他就躺在那里, 闭着眼, 迷迷糊糊, 快睡过去了。 向晚一睁, 站在床边看他, 双脚搭在床下, 身子倚在床头, 眼下有点清黑, 呼吸沉重。 这样的白木川, 别人是看不到的。 他在人前, 永远是一副精神奕奕的形象。 这么累, 还在硬撑, 生病也不懂得休息。 向晚很不忍心咬醒他, 可今天晚上, 他的感冒症状明显比白天重了, 不吃药哪里行啊? 白木川。 他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 坐在他身边, 低下头去, 轻轻碰他。 他呜了一声, 似醒非醒。 我休息一下。 吃了药再睡吧, 就几秒。 向晚轻声软语, 他不动, 没回应。 向晚纠结一下, 凑过头去, 稳住他的唇。 原本只是想温柔地带他, 唤醒他, 这一接触, 却是把他惊住了。 白木川呼吸火热, 连夜有些烫。 向晚微惊, 伸手摸他额头。 喂, 你好像在发烧啊。 没有。 他又迷迷糊糊地回了一句, 半睡半醒的状态, 向晚哪能医他呀? 不行, 你得去看医生, 不能这样拖着。 今儿白天, 他只是去看守所的路上, 顺便买了点药, 根本就没有引起重视, 现在都发烧了, 怎么可以? 白木川, 白木川!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运阅。 向晚加重了力气, 喂了好几声, 他终于慢悠悠地睁开了眼睛。 不去医院。 怎么这样降啊, 向晚真是服了他了。 喂, 你是小孩子吗? 生病还怕看医生啊? 不是小孩子, 所以不用看医生。 白木川唇角, 轻轻一扬。 感冒而已嘛, 小事。 你看到哪个大男人, 被一个感冒击中的? 你呀, 就是太担心我了。 他握住向晚的手, 一用力, 就把他拉下来, 趴在自己身上。 我抱抱你, 睡一觉, 明天就好了。 傻子, 别担心了, 哪个人生病不是这样啊? 你感冒不这样? 是这样没错了。 可是, 向晚皱鼻子, 你在发烧啊。 低烧。 白木川很肯定。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知道。 不行。 把药拿过来, 我吃了就好了。 他不是一般的讲, 向晚好说歹说, 把能想到的劝解都说完了, 他也拒绝去医院。 凌晨三点了, 小姑奶奶, 我很困的, 眼都睁不开了, 不要瞎折腾了, 好吧。 向晚说不服他, 最后只能让他吃药躺下。 他自己找出一张毛巾来, 帮他雾里降温。 这样折腾, 向晚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天快亮的时候, 摸他额头, 稍退下来了, 松了口气, 躺在他的身边。 睡得不安稳, 向晚刚入梦, 就做噩梦了。 已经消失在记忆里, 很久的那个梦, 回来了。 他在一个荒原上奔跑, 无边无际。 脚下经过的地方, 有一个又一个的黑洞。 黑洞急深渊, 他怕踩下去, 不知为什么又一直在奔跑。 恐惧牢牢地抓住他的心, 终于他跑不动了, 停了下来。 面前出现一双脚, 有人站在他面前。 天很黑, 他撑住膝盖, 想看清那双脚的主人。 然而, 慢慢抬高视线, 并没有人。 没有人, 只有一双脚, 两条腿, 就那么直直地立在他面前。 向晚惊醒, 一身冷汗, 意识回笼, 他紧张地看着房间, 天已大亮, 白沐川已经醒来, 神情专注地看着他。 醒了? 向晚愣愣地, 面前的男人, 目光里跳跃着笑意, 俊朗的面孔, 轻松的表情, 让向晚一秒 从噩梦中回到现实。 做了个噩梦, 吓死我了。 什么? 白沐川含笑看呢。 嗯, 有点迷糊, 记不太清。 向晚不想大清早 给他分享这样恐怖的经历, 打了个哈欠。 你什么时候起来的? 末了, 看他一身穿戴整齐, 又皱眉。 这是要出门了吗? 为什么不多睡一会儿? 不是要出门, 是刚刚回来。 向晚不说话, 伸手去摸他的额头, 没有烧了。 这男人的复原能力 还挺强的。 刚说他强, 他就咳上了。 向晚无语, 小手从他的额头 滑到他的脸颊, 摸了摸, 又是一掐。 你呀, 让人操心死了。 这种宠溺的语气 一般是白沐川对他的。 冷不丁换了个角度, 白沐川目光微沉, 突然握住他的手腕, 在向晚的争愣中 揽住他的腰, 低头就吻上了他的唇。 大清早来个热情的法事, 向晚头懵懵的。 白沐川。 来不及反抗, 无力挣扎。 是喜欢的, 与他这样的亲近, 是他最放松的时光。 可他还是想错了。 白沐川要的不是亲近, 是更多。 向晚无奈, 是露露的眼带点笑意。 你是个病人呢。 谁让你这么美? 白沐川声音里 充满了对他的控诉。 是你勾引我的。 丁一凡上楼来叫白沐川时, 他和向晚那一场漫长的情势 刚刚进行到尾声。 一事已拟, 满目春情。 关键时候的敲门声 极为不和谐, 临门一脚就快到了, 烦躁的声音却无休无止。 是继续呢? 还是去开门呢? 继续, 有点败情绪。 开门吧, 心里又不甘心。 白沐川咬牙, 那汗湿潮红的脸色, 极其难看。 当然, 也有可能是他生病的原因, 呼吸特别急促, 人也特别生气。 这模样, 看得向晚特别想象。 先去开门吧。 他好心地建议, 却得到白沐川狠力的一击, 他无辜闭上眼, 一副任由宰割的样子。 那大人继续吧。 白沐川脸一沉, 更难看了, 向晚勒住他的脖子, 觉得此刻好像说什么都是徒劳。 小白先生, 他认真地看着他俊朗的容颜, 你好像, 软了。 本世纪以来最悲剧的男主角, 草草收场, 黑着脸收拾好自己, 去开门的时候, 像是上战场杀人。 呲, 门一开, 里面的人表情如同冰刀, 丁一凡下意识一抖。 哎, 老大。 也是个机灵的小伙子, 求生欲可以说很强了。 他看了看房间, 意识到了什么, 勉强一笑。 我,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你最好有天大了事情。 而这, 丁一凡沉默片刻。 寻思着要怎样, 把这件事情描述得比天还大。 吸了一口冷风, 白牧川又咳嗽起来。 丁一凡来不及组织语言, 先关心起他的身体。 老大, 生病了就好好休息嘛, 你看你, 何必这么操劳啊。 好好的一句话, 放在这当前, 突然就变了味儿了。 向晚在屋里, 听着, 莫名觉得好笑, 猛地一下把头蒙在被子里。 这重案一组的人, 在全少童的传染下, 一个个都变成了冷幽默呀。 白牧川沉了脸。 瞧瞧什么事儿? 丁一凡想了正事儿, 脸色凝重。 唐元初刚才来了个电话, 让我务必把情况当面告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相满》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乐 当面? 白牧川严肃脸。 进来说。 单身宿舍是一套一, 里面一间是卧室, 外面一间是小客厅。 向晚在里面, 不影响他们对话。 丁一凡进门, 瞄了一眼白牧川的脸, 拘束地坐在沙发上。 唐元初说, 谢婉婉昨天本来已经平静下来了, 可今儿好像是接了个什么电话, 吵着闹着又出去大发雷霆。 白牧川的脸秒沉。 胡闹, 他没有同意吧? 没有, 不过…… 丁一凡沉吟着, 看着他表情。 唐元初有个建议。 嗯? 白牧川扯得扯领口。 什么建议? 谢婉婉的情况非常不好, 一直在家里暴走, 生气, 砸东西, 非走不可。 唐元初试图与他交流, 他拒绝, 所以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虽然暂时阻止了他出门, 但非常的辛苦。 你知道的, 这小子对美女向来没有什么抵抗力, 不过他觉得从谢婉婉的表情来看, 不那么简单。 会不会与杀人剧本有关? 杀人剧本? 白牧川想到从向婉手机上看到的恐怖描述。 在剧本上, 谢婉婉也是事先得到一个消息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谢婉婉不直接告诉他? 问题就在这里啊。 丁一凡又瞄一眼内视的方向, 似乎怕向婉听见, 特地压低了嗓子。 小唐的意思谢婉婉对他没什么好脾气, 不肯掏心掏肺地说话, 但对你, 应该是不一样的, 他想让你出面。 白牧川微微沉下脸。 主要是为了案子啊。 丁一凡轻壳一下, 挽回话里那种淡淡的暧昧感。 谢婉婉那个人确实是不太好打交道, 他如果不肯交流, 哪怕把他带到重案一号来审讯, 大概也问不出什么结果。 所以, 我和唐元初的意见是一致的, 对他, 还是情感牌, 比较好使。 情感牌, 为什么要白牧川? 这内里的含义不言而喻, 白牧川沉着脸不吭声, 向婉却在这时走了出来。 我觉得可行, 丁一凡偷偷摸摸找白牧川单独说, 就是不想让向婉知道, 影响他们的感情。 不料, 向婉浑然不在意, 一脸温和地笑。 不要这么看我呀, 不是为了案子吗? 丁警官,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再说, 谢婉婉和白牧川, 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暧昧, 并不存在的。 你们呢, 放心去吧。 丁一凡竖拇指。 嫂子大气。 大气个毛啊, 向婉心里哼声。 所以这种事呢, 不用逼着我。 丁一凡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尴尬了。 白牧川冷峻的面孔, 没什么表情, 好像根本就不关注这中间的微妙, 仅仅只是在思索案子的事情而已。 好半生, 他突然抬头。 向婉。 嗯? 向婉不知道他为什么叫她。 他已在房门口, 一脸正惊地盯住她。 我觉得唐元初的想法, 是合理的。 向婉一睁, 轻轻扁了扁嘴。 同尚。 收拾下楼之前, 向婉又让白牧川吃了一次药。 他不情不愿地合着水咽下, 苦着脸找向婉讨了个亲亲。 吃个药怎么像孩子一样。 向婉好笑, 又喜欢。 白牧川稚气的一面, 除了他, 再没有别人能看到。 分享彼此的小秘密, 对恋人来讲, 是特别温馨的。 众案一号的清晨, 一如既往的忙碌。 白牧川叫了情报队和技术队的几个人过来, 在办公室里聊了大半个小时。 交换了一下案情, 对了个细节。 白牧川又给全少腾打电话, 这个家伙昨天晚上就没回来, 今天上班仍然没有见到人。 行动队在这个节骨眼上是最忙的, 他们一直在布控, 寻找抓捕叶伦。 然而一个晚上过去了, 没有消息。 全老五在电话里的声音, 听上去极为烦躁。 老子就不信, 叶伦这小子能长翅膀飞出镜多去。 不会飞, 但情况很严重。 红刺那边也在寻找天怒和生化武器。 再听说红刺亲自下场, 而且是白牧轩带队, 全少腾就更挤了。 不能阴沟里翻船, 被后生小辈给比下去。 小辈你放心, 我一定会抢在他们之前找到人。 白牧轩入伍, 与全少腾和白牧川都要稳, 在他们心里, 那就是一个后辈。 他不能在调到重案一号后, 被原单位的人给抢了头工。 真要这样, 他的脸往哪里割? 这回啊, 你看我的。 白牧川不如他那么乐观。 硬碰硬你不怕任何人, 但, 但什么? 就怕对手狡猾, 根本就不跟你正面碰撞。 在全少腾以前执行了任务里, 性质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重案一号和红刺的工作形势也有极大的差别。 哼, 他要是孙猴子, 他权益就是如来佛, 等着瞧吧。 全少腾拍着胸膛保证, 白牧川叹息。 记住, 要一对李保持密切联系, 有情况马上汇报, 不可擅自行动。 稍等。 白牧川把工作安排好, 随地一帆出门, 去谢婉婉家里。 当然, 他带上了向婉。 本来向婉是不愿意去的, 感觉像个小跟班, 但是白牧川为了避嫌, 死活要拉上他一块。 向婉心里暗叹, 觉得白牧川太小心了, 显得刻意。 多不自在呢。 不过, 有案子托底, 其他都是小事。 去谢婉婉家的路上, 向婉接到方芸芸的电话。 她已经在机场了, 过了安检, 准备去登机口。 拜拜, 有空赶紧滚回锦场。 好, 路上小心, 空了再来京都玩。 我靠, 咱们能不说得这么客气吗? 管别扭的。 好了好了, 不跟你闲扯了。 记得啊, 答应我的事, 买猫粮回来, 我家宝姐就指着你生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提到宝姐, 向晚就想到了小黑黑, 她的猫去哪儿了呢? 怕是找不到了吧。 世界之大, 上哪里找一只猫啊? 喂喂, 说话。 方圆圆在催促。 一定。 向晚打起精神, 回家等着收获吧。 拜拜, 找到小黑黑, 记得告诉我。 嗯, 拜。 谢婉婉家住在城市的东边, 穿越大半个城, 好不容易到了地方, 来开门的人是唐元初。 她表情晦暗, 双唇紧抿着, 黑眼圈相当严重。 很显然, 昨天晚上也没有睡好, 而谢婉婉家里的情况, 比丁英凡描述的还要糟糕。 那一地的狼藉, 上向晚简直有一点怀疑, 前几天住在白牧川家里的谢婉婉 与这个谢婉婉 压根儿不是同一个人。 在白牧川家里, 她容不得一点脏乱, 可现在她的家, 就像一个垃圾厂。 衣服, 鞋子, 袜子, 包包, 吃的, 用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丢在地上。 香奈尔, 姑奇, LV, 卡蒂亚, 各种奢侈品, 被她像垃圾一样四处丢弃, 客厅里连一个下角的地方都没有。 嗯, 向晚震惊, 原来有钱人的生活是这样的。 白牧川站在门口, 大概看不得那一地的糟乱, 咳嗽起来, 向晚瞥他一眼, 没有作声。 这个男人其实是有点小洁癖的, 哪怕是一个人生活的时候, 他过得也相当精致, 家里一年四季都干净地不染一尘。 这个明星的家里刷新了新眼界, 几个人一时争冲, 正在发脾气的谢婉婉, 最先出声。 他手上扬起的一本书, 慢慢地丢在地上, 朝白木川走过来。 你来得正好。 他语气不太友善, 披头散发, 黑着一张脸, 就像是看到了仇人。 我是犯人吗? 你们凭什么限制我的自由? 白木川皱着眉, 没有回答。 向晚低头扫一眼, 那本被无辜连累的书, 是灰名单实体书。 谢小姐, 你先别生气。 大家都是女人, 向晚相信自己比任何人 都能体会到谢婉婉的心情。 她受不了的, 不仅仅是被限制的自由, 还有一天二十四小时 和唐元初的相处吧。 矛盾的她, 每时每分都是煎熬。 那个, 我们可以先进来说吧。 向晚指了指客厅, 又指了指自己和白木川 第一反几个。 谢婉婉脸色不太好, 但看到向晚温和的表情, 脾气压了痒。 进来说吧。 她穿了一身居家服, 随意地扎了个马尾, 神态安静下来, 看上去没什么脾气了。 进屋还顺手收拾了一下 沙发上的几本杂志 和乱七八糟的小物识, 把地方疼了出来。 有点乱, 不好意思啊。 她是看着向晚说的, 尽量克制情绪。 谢谢。 今天白木川带她来, 是明智的选择。 女人和男人 根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 她们几个都是大男人, 而谢婉婉 是一个大美女, 一个漂亮的女神 在男人面前作起来, 杀伤力是极大的。 相信这里的人 都很难收拾得了她。 毕竟她不是犯罪嫌疑人, 更不是罪犯, 限制她的行为 本身就很被动, 哪怕是出于好意。 白木川大概有意识到这个, 坐下来的时候, 轻轻捏了一下向晚的手, 她没有说话, 向晚却领悟到她的意思, 让她继续, 把谈话的主动权交给了她。 向晚余光扫她一眼, 两个人视线在空中交换, 一秒她挪开, 面带微笑地看着谢婉婉。 听说你把我们的唐警官 折腾惨了。 她用开玩笑的语气说的, 主要是找个话题开始, 谢婉婉没什么表情。 我不接受这样的揭示, 她不接向晚的话, 继续陈述自己的意思。 你们没有权利对我这么做, 我也不接受 唐警官对我个人行动的 约束和控制。 向晚点点头。 嗯, 我理解你, 毕竟这样生活很不方便, 谢婉婉眯起眼睛, 似乎对她的附和表示怀疑。 向晚一笑, 半眯起眼, 语气又严肃起来。 可是谢小姐 大概弄错了一个问题, 唐警官对你的看管和约束 不是以警察的身份, 只是朋友。 朋友? 谢婉婉冷笑, 哼, 我跟她不是朋友。 直接了当, 可以说很不给面子了, 唐元初站在边上, 有些尴尬, 向晚看她一眼。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我的意思是, 只是你的朋友, 白牧川委托她来照顾你, 保护你的。 谢婉婉没想到, 向晚会这么说, 稍微一睁, 她勾起嘴角。 我与白警官, 现在大概也不是朋友了吧。 所以, 我们不谈感情, 还是就事论事好一点, 你们说呢? 我能理解你的情绪, 但不认同你的看法。 当初你借助到白牧川的家里, 是因为感觉到危险, 当时, 她是以朋友的身份接待你的。 现在的情况是, 你的危险性提高了, 更需要保护, 对吧? 看似温和的话, 直接打脸。 不是朋友, 当初为什么住进人家的家里啊? 当初那么怕危险, 现在更危险了, 那为什么又不怕了? 谢婉婉面色沉了下来, 好不容易压抑下去的狂躁, 隐隐浮动在脸上。 不管你们说什么, 我不接受。 不但向晚回答, 她加重语气重申。 如果你们执意如此, 我宁愿死。 这么严重? 向晚看着她灰白的脸色, 意识到这句话里, 还有一些没有明示的前台词。 他们不是不让你出去, 你得搞明白这一点。 问题是, 你现在的安全无法保障, 如果你一定要出去, 那必须让唐元柱跟着你。 不行。 谢婉婉语速飞快。 我需要自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孕悦。 哎呀, 你太固执了。 我宁愿死。 又来了, 排斥的程度到达了痛恨, 是他真的这么讨厌唐元柱吗? 向晚认为, 未必。 他沉了沉眉头。 可以告诉我, 究竟是因为什么事, 必须单独出去吗? 谢婉婉脸色微微发白, 张了张嘴, 然后慢慢摇头。 就是讨厌有人在我跟前晃。 那换个人呢? 也不行。 向晚审视着谢婉婉执拗的表情, 又偏头看了看白木川, 突然玩耳一笑。 那这样好了, 我们两个单独说吧, 不让这些男人听。 出于女性的直觉, 她觉得谢婉婉有难言之隐, 提出单独聊, 本来不抱希望她会同意, 不曾想, 谢婉婉沉宁片刻, 竟点点头。 好。 两个人进了谢婉婉的卧室, 房间里的情况比外面好太多。 很明显, 这里没有受到荼毒, 很干净整洁, 摆设也很整齐, 外面客厅的脏乱, 是谢婉婉为了碾客, 故意搞的。 向晚看着案子一探, 两个人在窗边沙发上相对坐下, 谢婉婉一直沉默, 向晚无奈, 主动拉开了画匣子。 你心里藏了什么事, 可以告诉我吗? 谢婉婉咬着下唇, 眉心紧紧揪在一起, 眼睛泛红, 表情极为难看。 认识这么久, 向晚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她。 在向晚心里, 谢婉婉是有一点游戏人间的人, 尽管在粉丝面前被包装成玉女人设, 但她本人恣意放纵, 不羁狂傲, 不喜欢受拘束, 对人对事总会带着一点淡淡的嘲弄, 不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单纯女人, 也从来不掩饰自己的不单纯, 活得算是比较帅直的样子。 她的嘴里几乎没有什么不敢说, 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这样了? 向晚沉默思考, 那一天与詹瑟探讨的心理问题浮上脑子, 她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挑战, 一个对她所学专业的挑战。 跟詹瑟学了这么久, 自己为什么就不能试试, 想办法打开谢婉婉的心扉呢? 这样一想, 她热血起来, 神经突突地跳, 目光深邃复杂。 婉婉, 她放软了声音, 轻轻唤她。 这个称呼, 明显让谢婉婉微微一睁, 向晚履头发, 轻轻一笑。 你知道为什么, 我每次都叫你谢小姐, 不叫你名字吗? 因为婉, 和婉的发音是一样的呢? 叫你婉婉, 我会别扭, 像是在叫自己, 婉婉, 婉婉。 说来, 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 是挺有缘的。 谢婉婉唇脚勾勾, 似有若无的一笑, 转眼又沉了下眉头。 毒荫是一样, 可我这个婉婉, 却没有你那个婉婉好命。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有白木穿? 谢婉婉说得直截, 目光望向窗外。 我不是嫉妒你, 只是羡慕你。 向婉沉默, 房间里安静片刻, 慢慢一盘, 向婉轻笑。 你也可以有的。 有什么, 白木穿吗? 谢婉婉挑挑眉, 似笑非笑。 难不成你让给我? 你不会有白木穿, 但你可以有属于你自己的爱啊。 向婉目光带着微笑, 友善, 真诚, 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人最怕的就是钻牛角尖, 其实你对她, 更多的已经不是爱, 而是后悔吧。 谢婉婉喝声, 冷冷一笑。 哼, 我? 后悔什么? 后悔在那么长的岁月里, 选择了做白木穿的哥们儿, 一开始就把彼此的感情定位了, 在他心里也定位了, 很难再改变。 其实, 你们成为朋友的时候, 还没有我, 你有大把的机会, 你感觉自己错过了, 懊恼。 你似乎很了解我, 笑婉顿了顿, 微笑。 人性本贱, 爱的不一定是那个人, 爱的是, 失去的东西。 这句话很深刻, 毫不留情, 直接扎心。 不过, 对谢婉婉来说, 这才是最好的交流方式。 她通透, 什么都懂得, 与她绕弯子, 说些客套的东西, 毫无意义。 你说得好像很对, 其实, 又不对。 谢婉婉说到这里, 将修长的腿叠起来, 翘起二郎腿, 摸了摸鼻子, 懒洋洋地问。 我抽着烟, 没问题吧。 向婉摊手, 这是你家。 现婉婉勾起唇, 站起来找到烟, 点燃, 没有再坐到向婉对面, 而是拉开了窗户, 就那样懒洋洋地 倚在窗边, 妖娆的身段, 吸烟时, 无意流露的风尘味道, 让她整个人 散发着一种忧郁。 没吐出一口烟雾, 就像一个 飘荡在灵魂里的故事。 向婉默默地看她, 一言不发, 抽烟, 就是想倾诉。 她在等, 等谢婉婉先开口。 其实, 你真的想错了。 谢婉婉果然开了口, 犹豫地说。 我并不后悔。 你说的那些话, 我曾经也有想过, 就算是老天再给我一次 从头再来的机会, 我也不会向她表白, 更不会告诉她 我喜欢她。 为什么? 谢婉婉回头, 看她一眼, 冷不丁地笑了。 我配不上她。 是为了以前那些事吗? 谢婉婉沉默, 那些难堪的往事, 不是每个人 都有勇气直面的。 如果我安慰你, 那些过去的事情,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都过去了。 而且不是你选择的, 你肯定会认为 我站着说话不腰疼, 对不对? 但我真的这么想。 并且, 我相信 只要是善良的人, 都会这么理解。 谢婉婉喝一声, 笑了。 善良的人, 不都死绝了吗? 这话有些极端了, 向婉皱眉。 你太消极, 谢婉婉勾唇。 是, 比如你向婉, 就是好人。 她的补充, 听得向婉汗蹭蹭的。 哎, 别, 你别这么说, 严格来讲, 我也算不得什么好人。 我很自私, 像大多数人一样, 会把自己的利益 摆在前面。 其实, 这并没有什么错, 我们不能要求自己 或者别人道德完美, 一定要是圣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谢婉婉不致可否, 抬抬眉 懒懒地吸烟, 笑婉审视着 她的表情 慢了声音。 人的一生 其实很短, 过去的每一天 都不可再改变。 我们能做的 是当下, 每一天爬起来, 哦, 世界又是崭新的了。 新的一天里, 你是漂亮的大明星, 拥有无数的粉丝, 拥有无数人 穷尽一生 也赚不到的金钱, 可以享受 无数人 听都没有听说过的 富足生活。 说到这里, 向婉卿笑一下。 这样想, 会不会好过一点? 谢婉婉婉 怂怂怂肩膀。 习惯了, 不觉得。 唉, 扎心了, 向婉慢慢勾唇, 给她一个温暖的笑。 那你想想, 如果你现在的 功成名就, 就是上天 对你曾经苦难的 一种补偿呢, 很公平的, 对不对? 公平吗? 谢婉婉望着天 歇了口烟。 不公平, 不公平。 两个不公平 叠声加重了语气。 所以, 让你突然暴躁的 不是那些事吧? 谢婉婉回头 吐了个烟圈。 你又知道了。 向婉微微一笑。 你曾经坐上过天台, 没有跳下去。 你曾经被绑在 潭边做人身炸弹, 还是微笑着面对。 你曾经经历过 无数的苦难, 你一定要活得 好好的。 在我的印象里, 你一直很坚强, 不是不在意, 至少 你可以表现得 不在意。 这则是什么事情 让你突然在意了呢? 哼。 常常一哼。 谢婉婉不说话, 但她的情绪 没有明显的排斥, 可以交流, 那就是好的。 向婉观察着 她的表情, 试探地说。 因为, 唐元初? 不。 谢婉婉 矢口否认, 末了, 又冷冷补充。 不完全是。 不完全已经代表 唐元初对她来说 是不一样的, 向婉觉得这一段 谈话, 重点到了, 时机也到了。 那还有什么人 让你这么在意, 非要出去不可? 叶伦吗? 不是。 谢婉婉回答很快, 说完, 还给了她 一个讽刺的笑。 她对我来说, 完全不重要。 很奇怪, 在白木川 和唐元初面前, 她不愿意 居士回答的事情。 在向婉面前, 很轻松就可以出口。 还是女人了解女人。 她感慨一句, 你早就看出来了吧。 所以, 我说, 我们原本 可以做朋友的。 我们做不成朋友。 向婉还是那句话, 一点不松口, 但给她的表情 是温暖的, 比朋友更像是朋友。 因为我没有 那么伟大, 我们做朋友 会很尴尬, 我也不放心。 有这样一个 漂亮的朋友, 与我的男朋友 是好朋友。 我承认, 我不自信。 说得太真诚了, 谢婉婉 阴霾的目光 微微亮开。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说过了? 如果我是男人, 也会像那些男人一样, 千方百计地 想得到你。 那些男人? 向婉扑齿一笑。 至今为止, 这样的男人 还没有出现过呢。 我和你不一样, 我不是万人迷, 只是一个普通女人。 谢婉婉 再次沉默。 女人与女人间, 尤其是漂亮的女人间, 很容易产生敌对 和抵触的情绪。 这与男人是英雄 重英雄不一样的。 漂亮的女人, 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 塑料花姐妹的说法 就是这么来的。 谢婉婉没有朋友, 无数人讨厌她。 向婉也没有什么朋友, 无数人讨厌她。 如果不是因为白木川, 他们这样的性格 其实是处得来的。 至少, 谢婉婉是这么认为。 这一刻, 看着向婉微笑的脸, 她突然相信了一句 曾经鄙视的鸡汤。 有些人, 天生就有让人舒服的能力, 与这样的人在一起, 容易放松。 她是能够让人信任的, 可以交心的。 向婉就是这种人。 谢婉婉喉喉咙火灼灼的, 有些话就在那里堵着, 想说出来, 又差那么一点勇气。 告诉我吧, 向婉徐徐说, 声音像是会催眠。 到底是什么事? 谢婉婉指尖的烟还在燃烧。 燃烧? 似乎要烧到天荒地老。 吐的, 火星落下来, 烫到了她的手。 一个哆嗦, 她忙不迭地丢掉, 拍衣服上的烟灰。 她手忙脚乱的动作里, 向婉看到的, 却是突然红透的眼圈。 我, 不能说。 蹲下身, 谢婉婉原本想捡烟头, 可动作没做完, 突然又无力了。 双脚一转, 就那么靠着墙坐下来, 整个人转在窗户下, 蜷缩一团, 像一个无助的孩子。 有人威胁你了吗? 向婉不动, 也不去扶她。 谢婉婉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 这是好事, 只有这样, 她才会有想要倾诉的欲望。 我不能说。 告诉我, 向婉语气肯定, 你需要帮助。 我不能说。 谢婉婉的唇在抖, 嗓子沙哑得如同乌叶。 我可以帮你。 向婉不停地给她心理暗示, 就算我不能, 还有白牧川, 你对白牧川也没有信心了吗? 不, 我不能让他们知道,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谢婉婉摇头摇头, 哭得, 她双手抱头, 垂到膝盖上, 哽咽着, 肩膀在怂动, 哭了。 印象中, 好像没见她哭过。 那么艰难的时刻, 都不哭的女人, 为什么? 向婉这时站起, 走过去, 抱住她的肩膀。 不要怕, 你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我们, 我们会帮助你的。 谢婉婉轻轻哭起来, 情绪反应很大, 肩膀在抖, 整个人都在抖, 像是压抑到了极点, 突然崩溃一般, 转身将向婉抱住, 紧紧的, 紧紧的, 向溺水的人, 抓住一块浮沫。 我, 我有个孩子, 有个孩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牟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向婉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有个孩子? 她有个孩子? 纯情月女明星谢婉婉, 居然会有一个孩子? 你, 没逗我吧? 谢婉婉身体一僵, 啜气声更重了, 只是哭, 不回答。 向婉侧过头, 看那一张梨花带雨的脸, 默默地抬手, 轻拍她的后背。 这样一来, 谢婉婉的好多事情就可以解释了。 以前的她喜欢白木川, 不敢表白, 现在的她喜欢唐渊初, 不敢接受。 她有太多的故事, 太多的伤。 她是一个被命运狠狠折腾过的女性, 在她的骨子里, 已经放弃了爱情这种东西, 不会爱, 也不敢去爱。 向婉吸口气, 冷静下来, 那个孩子在哪里? 谢婉婉摇头, 摇头, 眼泪落下来, 打湿了向婉的肩膀。 我不知道, 我不, 我不知道。 什么叫不知道呢? 向婉轻轻拍着她的后背, 慢慢说, 告诉我。 谢婉婉吸着鼻子, 当年我被孟家从学校带走的时候, 就怀上了。 男生五个月, 不过我身子弱, 不太嫌坏。 一开始谁都不知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 后来, 慢慢有点感觉, 不敢去查, 不敢告诉别人, 直到肚子大得瞒不住了, 孟妈妈带我去医院, 医生说我年纪太小, 不能隐产。 孩子生下来了, 孟妈妈告诉我, 因为先天不足, 死, 死了。 这么多年过去, 她渐渐忘记, 强压自己忘记, 她告诉自己, 少女时期的谢良死了, 从此, 她改名叫孟良。 后来做了艺人, 她又恢复本性, 把艺名改成谢婉婉, 她以为谢婉婉是先生的一个人, 过往一切都过去了, 结果还是太天真, 什么事都过不去。 娃娃里的录音, 把她的伤口撕开, 告诉了全世界, 那个她一眼都没有看见过的孩子, 突然间又冒了出来。 网上那个杀人的剧本, 第二集, 你应该看到了吧? 谢婉婉吸着鼻子, 慢慢松开向婉的肩膀, 向婉点点头, 她当然不会告诉谢婉婉, 其实剧本在网上流传之前, 她就已经从手机里看到了, 只谨慎地回答, 嗯, 我看了, 不是太相信, 也不太理解。 谢婉婉摇头, 冷笑着摇头。 其实很好理解。 当她告诉向婉 有一个孩子的时候, 是最艰难的关口, 一旦突破, 接下来的话, 就容易多了。 向婉是一个适合倾诉的对象, 她的目光恰到好处, 并不十分同情, 也不一惊一乍地, 表现得太过激动。 她平静地听着, 偶尔给她一个鼓励的目光。 难道你认为, 那个剧本里写的孩子就是, 你那个孩子? 是。 谢婉婉目光忧郁, 神情倦怠。 你看那个剧本的时候, 难道就没有怀疑过吗? 如果第二个要杀的人是我, 为什么会突然多出一个孩子? 我又为什么, 会拼了命去救那个孩子? 向婉无法反驳, 看剧本的第一遍, 她就有这个疑问。 当时, 还曾经与白牧川探讨过, 那时候没有得出结论, 今天就明白。 那今天, 是谁给你打电话了? 说到这个程度, 她不再避讳了。 可惜, 谢婉婉摇摇头。 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 男人, 还是女人? 男人。 她说什么? 谢婉婉沉默, 慢慢地, 闭上了眼睛。 我不能告诉警察。 说了, 孩子就会死。 我不是警察, 向婉握住她的手, 我是可以信赖的人, 而且你不说, 就能保证孩子的安全了吗? 谢婉婉一睁, 手冰冷似铁, 向婉紧握了握, 给她力量。 相信我。 谢婉婉微微一抖, 那个人自称是孩子的养父, 说要约我见个面, 谈一谈这些年的抚养费。 抚养费? 养父? 说是她的孩子, 就是她的孩子吗? 向婉不可置信地瞪住她。 红口白牙一句话, 你就相信了? 谢婉婉摇头, 突然掏出手机, 翻到一条信息递给她。 你看了, 就明白了。 上面有两张照片, 一张是孩子的出生证明, 另一张是一个乖巧的小男孩, 大概十一二岁的样子, 戴着个棒球帽, 甜甜地笑着, 比着剪刀手。 哦,天哪, 男孩果然像妈多一些吗? 这孩子的五官, 分明有谢婉婉的影子。 看到孩子的第一眼, 向婉就明白, 谢婉婉为什么会那么狂躁了, 太像了。 基因遗传这东西, 太强大了, 不需要什么鉴定, 只看看这长相, 基本就跑不了。 向婉突然有点难受, 明知道不该问, 又不得不问。 孩子的父亲, 是谁? 谢婉婉慢慢闭上眼睛, 后背倚靠在墙上, 抬头看着天花板, 慢慢地摇。 我知道, 我不知道。 那年那月, 她在特殊学校, 活得不如一条狗, 疯狂, 罪孽, 臣服。 在她的求饶生里, 留下了一颗罪恶的种子, 一个孩子。 这件事情的冲击力太强, 向婉一直强自镇定, 但是有点胆战心惊。 她也是个女人, 太明白这些经历, 对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了。 陪着谢婉婉, 她在房间里, 待了足足一个小时, 用了各种办法, 试图说服谢婉婉, 改变现在蜗牛一样的做法。 走出来好吧, 只要你有勇气, 就没有什么不可战胜。 而且这伙人来势汹汹, 显然不只是为了孩子的抚养费那么单纯。 在谢婉婉婉面前, 她不能直接暴露天怒与生化武器的事情, 只能劝, 从她的角度, 用她的方式, 寻寻善诱。 不管孩子是真是假, 与警方配合, 总会真相大白。 可以吗? 谢婉婉双眼迷茫, 默的, 她一颤, 捂住脸。 不可以, 不能让人知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牟川相板》,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俊倩。 向婉叹口气。 我明白你的顾虑, 不过, 说句不该说的, 你也别介意。 谢婉婉抬头看她。 你说…… 向婉扯了扯嘴角。 实际上, 并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你, 更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你的死活。 你是什么人, 你过得怎么样, 与别人是没有关系的, 哪怕你是大明星。 社会节奏这么快, 大家都太忙了, 自家那一亩三分地都还管不过来呢。 八卦娱乐层出不穷, 用不了几天热缩一过, 谁还会想起你。 谢婉婉摇头, 眼泪往下落。 人的妄性很大, 你以为刻骨铭心的事在别人那里, 不值一提。 谢婉婉还是摇头, 向婉揽住她的肩膀。 你自己选择吧, 如果你坚持不说, 我会为你保密。 不过, 如果不据事相告, 他们一定不会让你出去, 你见不到那个人的。 如果你说出来, 大家还可以一起为你想办法。 沉默, 安静地等待片刻, 谢婉婉嗓子干哑地问。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你是男人, 你会接受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吗? 连孩子父亲都不知道是谁的, 那种女人。 向婉一争, 她在在意什么? 想到唐元初那张年轻帅气的脸, 想到那个戴棒球帽, 酷似谢婉婉的小男孩, 向婉内心突然有一点悲凉。 唐元初现在, 也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 原来如此, 因为喜欢, 所以在意。 哪怕是谢婉婉这样的女人, 爱上了, 也会自卑。 我给不了你答案, 因为我不是男人, 向婉搬过她的肩膀, 让她面对着自己, 微微一笑。 不过你可以勇敢地问她, 可以吗? 客厅里, 几个男人等了很久, 一支烟抽完, 谢助理又为他们添了三次茶水, 紧闭的卧室门终于打开。 唐元初站起身, 目光比任何人都担心。 嫂子, 这都一个小时了, 你俩都说什么了? 女人家的事, 你小伙子问什么问呢? 唐元初闭嘴, 目光不停描写婉婉, 可惜她的眼神, 却不在她的身上。 唐元初有些落寞, 又望白目穿, 可她一言不发, 向婉不说, 她便不问。 这是属于她俩之间的默契, 外人理解不了, 也感受不到。 向婉婉儿, 感激地看她一眼, 走到她身边, 神色淡淡。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先回去吧。 嗯。 唐元初却有点不理解了。 这就回去了。 不然留我们下来吃饭吗? 好了, 搞定了, 走吧。 向婉微微一笑, 回头望一眼谢婉婉。 我都跟谢小姐讲清楚了, 你们大家都是为她安全着想, 她也答应了, 会好好配合警方, 不会再一个人单独行动了。 白沐川看了看谢婉婉, 她眉眼微垂, 对向婉的话不置可否, 经验告诉她,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走吧。 现任向婉, 白沐川不拆她的台, 看了丁一凡一眼, 就站起来。 谢婉婉身体斜斜地 也在房门口, 没有什么情绪。 慢走。 白沐川没有回头, 拍拍唐元初的肩膀。 好好工作, 有事及时回报。 嗯。 唐元初比这屋子里的任何人, 都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不是个敏感的人, 但这样子的气氛, 哪怕她再迟钝, 也能感受到谢婉婉有事。 嫂子。 她追上去, 仍是想问。 啊, 对了, 向婉停下脚步, 没有直接回答她, 转过身来, 笑看一眼她和谢婉婉。 今天晚上, 我请你们吃饭吧。 她请? 众人微争, 包括白沐川。 向婉一笑, 眨个眼。 发稿废了呀, 每一次都是吃你们的, 我也会不好意思的嘛。 偶尔回请一下, 大家就不要用这样的眼睛看我了。 白沐川的脸瞬间沉下来, 什么叫她请, 什么叫每次吃他们的, 这是要跟她分清楚的意思。 唐元初和丁一凡笑着硬了。 好的好的, 谢谢嫂子。 谢婉婉嘴唇动了动, 没事, 向婉比个手势, 特地看着她。 一定要到哦。 谢婉婉与她对视。 嗯。 从谢婉婉家里出来, 白沐川就问他们谈话的细节, 然而向婉却不肯说, 无视她的黑脸。 一直回到重案一号, 等丁一凡离开, 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 她才叹息了一声。 唉, 我好像无意中知道了一个谢婉婉的秘密, 又答应了她要为她保守秘密。 好纠结呢, 你说, 我该怎么办呢? 白沐川一睁, 向婉恩一声, 俏皮地弹了台眉眼, 这一眼不单纯。 白沐川是个聪明人, 很快就意识到她表情里的含义是什么, 因为她也这样过。 曾经她以涉及到谢婉婉的个人隐私为由, 拒绝向她透露一些事情。 风水轮流转, 今天轮到向婉以牙还牙了。 白沐川哭笑不得, 身子往前一倾, 碾了碾她的鼻子。 小东西, 你学坏了呀。 向婉飞快地偏开头, 嗯, 讨厌, 你不知道人家的鼻子很敏感的吗, 碰不得。 鼻子都敏感了, 白沐川沉下眼眸。 敏感点还挺多的嘛, 好, 朕很喜欢。 她冷冷哼声, 拉了一张椅子, 在向婉的办公桌对面坐下来, 一副不说就不走的样子。 这件事情不是她的私事, 关系到一个危及国家安全的大案子。 所以, 向婉同志, 你必须告诉我。 这, 组织找谈话的节奏啊。 事实上, 向婉没有想过瞒她。 刚才那一下, 只是学她傲娇一下而已。 白沐川同志, 我很明白这一点。 向婉挑挑眉, 一本正经地说道。 谢婉婉觉得很难启齿, 很难试人的事, 我同样认为与这个案子脱不了干系。 而且就目前为止, 我分不出真假。 所以, 需要与你讨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季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郡月。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丁一凡在啊。 向晚抿了一下唇, 目光暗下。 谢婉婉非常介意别人, 尤其是唐元初知道。 白沐川眉头促起, 脸色沉沉, 见状向晚戏血一笑。 怎么? 是不是有点失落呀? 人家最喜欢的人, 已经不是你了喂? 白沐川瞪他。 你以为我是你啊? 我? 我怎么了? 快说。 哎呀, 好凶啊。 重案一号, 大家都在忙, 就他俩在办公室, 关着门说事。 向晚也不急, 知道他感冒嗓子不舒服, 先为他倒了水, 看着他喝光, 这才开始慢慢讲述谢婉婉的事情。 对一个女神来说, 这确实太残忍了。 向晚自己都忍不住唏嘘。 如果那个孩子真的是他的, 对方又以孩子的名义约他见面, 而我们执意不让, 好像更残忍。 这是一件两难的事, 谢婉婉不愿意把事情捅破, 他犹豫, 痛苦。 但如果不说破, 警方又怎么帮他? 他需要一个智囊, 告诉他下一步该怎么走。 这就是向晚答应了保守秘密, 最终又告诉白牧川的原因。 然而, 白牧川的反应, 却没那么强烈。 就为了这个, 不愿意说? 不然呢, 看他冷静的表情, 向晚奇怪。 难道你认为这是小事? 当然不是小事。 白牧川沉眉。 但是为了这个事情, 不像谢婉婉的风格呀。 确实, 在向晚心里, 他一向敢作敢为, 过去种种事情曝光, 他也忍了下来, 这一次, 却害怕了。 只能说, 向晚拖着嗓子, 微微一笑, 是真爱了吧? 女人有时候挺矛盾的, 爱了就完了, 无欲则刚, 有了爱就有了欲, 刚不起来了。 白牧川沉默, 可能他爱唐元初, 比爱你还更爱呢。 向晚又笑着补充, 故意逗他。 他爱你的时候, 什么不堪的事情, 都可以告诉你, 一股脑地说, 从不隐瞒。 恕我直言, 这种感情, 倾向于朋友多一点。 女人只有在喜欢的人面前, 才会在乎自己的形象, 在意自己在对方心里, 是什么样子。 这件事儿不能这么干。 白牧川不理会他的言语, 认真地说着案子。 谢婉婉必须去。 向晚微惊, 啊, 去了不是狼入虎口吗? 杀人剧本上面, 写得很清楚了呀, 对方会给他一个消息, 他会去到一个大厦, 那个孩子也会坠楼而死。 对啊, 向晚突然反应过来, 如果他去了, 那个孩子会死啊, 如果不去, 就能活吗? 白牧川哼声。 目前有没有这样一个孩子, 都是未知数我大姐? 我不是你大姐。 宝贝。 白牧川咳嗽两声。 就算真有这么一个孩子存在, 那个孩子如今也在人家手上, 生死能让谢婉婉控制吗? 要杀要剐, 他能有什么办法? 他只能去, 和我们一起去, 还有一些希望。 你是说, 向晚盯住他的眼, 白牧川目光一凉。 说服谢婉婉, 太后们。 我说过了, 他不肯, 对方告诉他, 如果报警, 或者这件事让警察知道, 就马上杀掉孩子。 那他不肯, 是想好怎么解救孩子了? 向晚摇头, 拖着腮, 他定定地看着白牧川。 哎, 我觉得, 他内心一定很挣扎, 换了谁也得挣扎吧, 白牧川沉下眸子。 所以啊, 你请吃饭, 就为了找机会让他开口? 向晚眼睛一亮。 对的, 不过也不全然, 我本来也想请大家吃个饭, 这么久了, 我一次都没请过, 多不好意思啊。 白牧川给他一个冷眼。 我请和你请区别很大吗? 当然很大, 向晚点头, 继续点头, 我自己的钱和你的钱, 是不一样的。 白牧川的脸彻底沉下来了。 向晚, 咱俩的感情, 原来还有一顿饭的剧烈。 嗯, 没那么严重, 但这是向晚坚持的底线。 不止一顿饭, 他很认真, 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向晚? 白牧川拔高声音, 不乐意了。 你怎么就非得跟我算明白呢? 哎呀, 不是那个意思呀。 向晚拧着眉头, 有些发愁了。 这种告诉女人一秒就懂的逻辑, 对钢铁直男来说, 很难理解吧。 男人在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肯定是乐意养她的, 恨不得把她捧在掌心里, 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捧到她的面前。 但女人怎么能安于现状, 真的接受呢? 一旦男人的爱不在了, 她靠什么? 向晚在重案一号上班, 是为了理想与爱情, 但她从来没想过要放弃事业, 写作也是她的工作, 她要赚钱, 赚自己的钱, 花自己的钱, 心里踏实。 小川子, 向晚伸手去碰碰她的脸。 你生气了? 白木川沉着脸, 倒是没生气, 只是不喜欢她把彼此分得这么轻。 不过, 她这弱弱的小动作, 一秒就让她软了心肠, 忍不住笑。 你呀, 唉。 快下班的时候, 白木川收到消息, 昨天在她家里发现的有毒气体, 基本确认了成分, 在有资料记载的历史中, 还不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 如此, 侧面佐证了, 这是某国试验室的新型生化武器的可能性。 至于保密性, 有毒气体成分以及其他数据都没有公开。 二部为它命名为天怒病毒。 天怒病毒的成分有了, 可令人遗憾的是, 那两位民警在经过抢救后, 没有行转过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牧川相满》,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牺牲了, 这个消息很沉重, 如果不是晚上的聚餐有目的性, 向晚真没有心情 在这个时候去打吃打喝。 但谢晚晚是他的攻略目标, 如果不是请客吃饭这样的机会, 很难让他打开心扉。 气氛有点沉重, 战友牺牲, 每个人都感同身受, 他们比任何人都要难过。 赛里木的工作性质, 决定了他在群里冒泡的时间最多。 大家都沉默, 他又一次发表了看法。 可为什么这么伟大的工作, 却得不到应该有的理解和尊重呢? 他一个人碎碎念, 半赏, 唐渊初出现了。 你又怎么了? 不是今天心里不舒坦吗? 你哪天舒坦? 今天特别不舒坦。 我们这边有个哥们说, 家里本来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 一开始听说他是211毕业, 学电子工程技术的, 工作稳定, 人长得也精神, 很感兴趣。 结果人家父母听说他是干刑警的, 马上就返回了, 说大家还是做朋友比较好。 我擦。 有个警察朋友是挺好的, 有事打听一下, 有危险来得也比别的朋友快。 可是做老公怎么就不愿意了呢? 你感慨这么多, 怎么听着像是你自己的感受啊? 沉默好一会儿, 赛里木突然冒出一句。 我倒是想有个爸妈帮我找女朋友相亲。 群又一次沉默了, 赛里木的身世大家都知道的。 从南木走出来的孩子, 平常性格很开朗, 乐观, 可今天这样的日子, 难免有了一些不同的情绪。 可大家懂他, 要的不是同情。 全少腾懒洋洋地冒出一句。 要不你管我教练, 我负责给你找女朋友。 我, 全对我认真的。 我也很认真的。 你认真, 你还是先把自己的个人问题解决了吧。 小爷要找, 分分钟的事儿, 只不过啊, 配得上我的妹子, 大概还没出声呢, 苦恼啊。 凝重的气氛, 吃, 吃, 银座, 不是一个特别高档的地方, 但也不便宜。 向老师发了稿费, 本想大方一回, 但白木川为他预算了一个价格适中的地方, 不会让他被大伙儿吃得肉疼, 也不会让人觉得档次太低丢人。 可以说, 为了女朋友请客, 也算是操碎了心。 定好地方的时候, 他还曾找向晚邀功, 不过, 得到的却是一个冷眼。 知道你以前到处吃喝玩乐, 对这个有经验, 就不要炫耀了吗? 小白先生, 在下是花丛小白, 请多关照啊。 白木川无语, 敲他额头。 会不会说话? 怎么了吗? 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手机都快要翻烫了, 你却这样对我? 爱是不求回报的, 小白先生。 向晚将手插入他的臂弯里, 俏皮一笑。 我知道, 你最喜欢为我付出了, 这是你的爽点吗? 几个人约好晚上吃饭, 就都没走, 一直在重案待着, 恰好今天诚心也没有离开。 他往常基本是准点下班的, 今天好不容易加个班, 突然发现队里的气氛有些不对, 这几个人又要搞什么小动作吗? 抓到赛里木, 他就问。 你们干嘛去? 赛里木是个老实孩子。 吃饭啊, 向老师请客。 承仙眉头都拧紧了。 都请了哪些人啊? 赛里木继续做老实孩子。 好像除了你, 都叫了吧? 承仙的脸都黑了下来。 什么意思啊他? 意思就是, 哎呦, 我得先走了。 赛里木摆摆手。 会会啊。 向晚哪有全请啊, 就吃瓜群里那几个熟悉的人而已。 没有想到, 赛里木捉弄一下诚心, 倒是被他当真了。 向晚刚刚从厕所出来, 还没有去跟白木川他们会合, 就被诚心给劫住了。 这个女人又找什么事, 向晚挑眉。 程警官找我有事吗? 听说你今天晚上请客啊? 是啊。 为什么不叫? 我是说, 你们都去啊。 哪有这样问人家的, 向晚哭笑不得。 不是啊, 我们主要是有点正事, 吃饭是顺便。 哦, 正事。 程兴受不了, 总是被他们排斥在外的感觉。 同在一个单位, 同在一个环境, 所有人都打成一片, 他也竭力想要融入大家的圈子, 可不论他怎么努力, 这些人始终把他当外人。 诚心那些很不爽, 强忍住, 他咬了咬唇, 尴尬地笑。 向老师, 我也刚好没碗饭吃啊。 这暗示可以说太明显了, 一般人这么说了, 迫于面子, 也会说一声, 那咱们一起吧。 然而向晚今天晚上, 确实有正事要干, 又跟他不对盘, 怎么会接这个盘呢? 相视一笑, 大家都尴尬。 向晚轻轻嗓子, 低头捋并发, 盯住程兴红色的小高跟鞋。 我还约了别人, 恐怕不太方便。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牟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俊阅。 别人? 别人是谁? 有什么不方便? 这人到底是情伤太低, 还是太自以为是了? 向晚内心为他默哀, 又不得不摆出一张笑脸。 是谢婉婉, 你上次当面那么说人家, 挺不给面子的, 要是碰到一起, 多尴尬呀, 对不对? 嗯, 那什么, 程警官, 我先走了啊, 明天见。 向晚走得飞快, 不去看承心难看的脸。 那逃命一样的小动作, 出门就被白木川看到, 他奇怪。 看什么, 见鬼了? 比鬼还恐怖呢, 程大小姐一定要跟我们去吃饭。 你拒绝了? 向晚挑挑眉, 不然呢, 带来给你下酒啊。 人都到齐了, 唐元初是带着谢婉婉过来的, 他和卫兵, 还有谢婉婉的女助理, 四个人都在。 程正眉心眼来了, 还带了一个小跟班, 苗子晨, 再加上丁一凡, 赛里木, 全少腾, 凑成了满满一桌。 在群里, 看到向晚请客吃饭的方圆圆, 一直哇哇怪叫, 凭什么, 为什么干什么呀, 我前脚一走, 你后脚就请客吃饭。 别闹, 猫粮给你快递来了。 我靠, 你可以的, 可以的, 这么对的一个全心全意, 爱你宠你呵护你的女人。 呵呵, 呵呵, 去婆家了吗? 你猜我现在在哪儿? 不是去婆家? No, 去婆家的路上。 这一路太他们难走了, 我快要崩溃了, 你猜我穿多高的鞋呀? 啊, 十公分呢。 哎呀, 小姐姐, 我快要死了。 哼, 好好享受吧啊, 不说了, 我们准备吃大餐, 不要流口水哦。 滚不滚, 没良心的东西。 一直玩手机不是太好, 向晚发了个表情, 把手机放下, 听大家聊天。 今天有最新的时事热点, 白木川家的生化喷雾装置, 牺牲的两位民警, 大家说起来, 都是唏嘘与难过。 最后, 在全少腾的提议下, 大家共同举杯, 敬了两位牺牲的战友, 缅怀了一番。 不过, 有谢婉婉和女助理在场, 他们没有把案子说深。 一些网络上都传开的东西, 大家共同的话题。 全程, 谢婉婉没有说话, 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唐元初却屡次表示了歉疚, 他认为, 自己是被调皮离山了, 如果不是他中途离开, 那两个人就不敢进屋, 更不可能装好生化喷雾, 再淡然离去。 闻言, 谢婉婉看他一眼。 你要这么说, 责任最大的人, 是我。 如果不是他执意去见宋总, 不会有后面的事, 气氛容易凝滞。 谢婉婉半眯几眼, 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我好像总是把事情搞砸。 唐元初深深手, 想要挡住他, 半途又收回来。 你少喝一点。 谢婉婉不看他, 也不说话, 喝完一杯, 继续拿酒自己满上。 今天晚上是谢婉婉请客, 他当然不好劝人不喝酒。 不, 原则上他倒是希望谢婉婉多喝一点, 人的情绪需要一个宣泄点, 酒精有时候真是个利器, 他可以很容易将人降服, 轻而易举地让人打开心扉。 谢婉婉的酒量不太好, 没两杯酒脸就红了, 那张嚼好的容颜飞红一片, 双眼似有流光, 妖娃而性感。 唐元初看得有些吃了, 谢婉婉却突然打了个阁, 双手撑着桌面。 我去个洗手间。 他一动, 唐元初就跟着站起来。 上个洗手间而已, 我还能飞了。 谢婉婉似笑非笑, 用一种不太友好的目光看着唐元初, 不过, 他并没有阻止他的跟随, 因为阻止不了。 唐元初是一个严格执行命令的人, 不管谢婉婉说什么, 他都一样会跟。 当然, 他也担心他的安全。 杀人剧本在网上流传的时候, 他看了不止一次。 与向婉一样, 他也有过困惑。 在那个乱七八糟的剧本里, 为什么会有一个小孩子? 谢婉婉又为什么会去为了一个孩子, 在黑暗的大厦里拼命地奔跑? 想不通的东西一定有秘密, 唐元初心里其实也藏着一个问候。 银座的洗手间光线不是太好, 谢婉婉走到门口, 伸手推了推门, 突然回头, 悠悠一笑。 你是要跟着进来吗? 唐元初背过身去。 我在外面等你。 谢婉婉瞇了眯眼, 突然一笑。 你就不怕我 从洗手间里溜走了? 唐元初一愣, 回头, 目光沉沉看着他。 如果你聪明, 就不会这么做。 谢婉婉似笑非笑。 为什么? 因为现在只有警察能保护你, 你又不想死。 谢婉婉看着他, 眉眸一眨不眨, 好一会儿突然勾唇笑了。 谁说我聪明了, 也许, 我突然就对死产生了兴趣呢。 唐元初愣了, 你怕我死。 唐元初当初是怕的, 他曾经这样做过, 还制造过耸人听闻的大事故。 你怕? 那你敢不敢跟我进女洗手间? 嗯? 谢婉婉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突然就想逗他, 想挑战一下他的底线, 他对自己的容忍底线, 为他能容忍到什么程度? 谢婉婉挑衅着下巴, 微微抬起, 弧度极为漂亮。 唐元初不回答, 他死死地盯住他, 一双眼灼热而复杂。 问你话呢? 谢婉婉像是知道了答案, 讽刺地勾起唇, 用一种细谑的表情逆视他, 漫条丝里地懒笑。 原来胆子这么小啊。 他说完掉头, 唐元初却突然冲了过来, 一把搂住他的腰, 将他抱离地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运阅。 谢婉婉一睁。 你干什么? 唐元初不回答, 敲了敲女洗手间的门, 没有听到回答, 推门就走了进去, 将他往地上一放。 上吧, 我守着你。 谢婉婉震惊,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唐元初抖了抖衣服, 一脸平静。 上不上? 谢婉婉看着他突兀地 横在洗手间的样子, 撇着嘴, 一言不发。 唐元初没一条。 你不上, 那我上了。 谢婉婉愣愣了, 一个妹子恰好在这时 推门进来, 看到唐元初, 听到他的话, 愣了片刻, 突然尖叫一声, 见鬼似的转身就跑, 砰, 门关上了, 外面有谈话声。 怎么了? 有个变态在里面。 两个人对视, 突然的, 唐元初有点忍不住想笑。 弄够了吧? 洗手间不是谈话的地方, 谢婉婉喉间压着一块大石头, 张了张嘴, 最终仍是指向了门。 你去外面等我? 我说了, 我守着你。 一会儿你就被人当成变态打出去, 你信不信? 变态就变态, 有什么了不起啊? 唐元初很固执, 不由分说地背靠着门, 挡在那里, 又弹了台下巴, 是以他赶紧去上。 你快点啊。 这样我上不了, 你出去。 这种洗手间都不隔音的, 让他在外面替他上厕所, 谢婉婉可做不到。 唐元初演艺沉, 思考片刻, 拉开每一个门观察一下, 洗手间没有窗户, 每一个蹲坑都没有人, 他点点头。 嗯, 我就在门口, 有事叫我。 我叫你干什么? 谢婉婉气解。 比方说……, 唐元初回头眨眼, 灿烂地笑。 哪指? 这真是一个大胆起来, 连自己都害怕的人。 快点啊, 久了不出来, 我是会闯进来的。 唐元初对他之前的话, 似乎深信不疑, 出去的时候, 在他脸上扫尸了一遍, 又不信任, 又有一些隐藏的紧张。 白皙的面孔, 镇刻着一股子没有褪去的少年青涩, 目光单纯温暖。 谢婉婉恩了一声, 慢慢低头, 不再看他。 为什么会对这个人动心? 明明感情那么浅, 为什么入心, 却那样深呢? 谢婉婉有想过, 这一刻, 终于明白。 这种单纯的少年感, 青涩, 执着, 为爱情至少, 是他一直缺少, 且内心向往的。 每一次, 当他带一点憨气的凶他, 不仅不让他讨厌, 甚至还怪异地被他诱惑。 很想单纯地与这样单纯的他, 谈一场单纯的恋爱。 可惜, 回不去少年时光, 他已错过。 两个人从厕所回去, 神情都有些怪怪的, 向晚敏感地察觉到了什么, 朝谢婉婉偷偷一笑。 快来, 你喜欢的菜上了。 谢婉婉的位置就挨着他。 他勉强牵了牵唇, 面无表情地坐着, 吃饭的时候一直走神。 向晚小声问, 说了吗? 谢婉婉一睁, 摇头。 说不了。 这辈子都说不了。 可这辈子也隐瞒不了的呀, 早晚而已, 向晚头皮都发麻了, 以为谢婉婉是个干脆的女人, 没想到在这世上却拖泥带水。 怎么办, 这世拖不得呀。 向晚偏头看了一眼白木川, 正巧他也在看她。 两个人在空中交换了一下眼神, 向晚就领会到她的指示, 轻轻咳嗽一下。 嗯, 当断不断, 反授其论。 谢婉婉听见了, 头微垂, 不言不语。 唐元初坐在对面, 听到她小声的嘀咕, 笑盈盈地问她。 嫂子, 说什么悄悄话的? 向晚瞄过去, 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说。 既然是悄悄话, 当然是不能告诉你的了。 哦, 扎心了。 唐元初捂着心脏, 往后一仰, 倚在椅子上, 眼睛却盯住谢婉婉, 然而她头也不抬。 不过, 你可以单独问人家吗? 反正都住在一个屋檐下的, 不是吗? 这话就有点暧昧了, 满桌的人都看过来, 意识到什么, 一个个笑而不语。 谢婉婉从来不是一个害羞的人, 可是这会儿心却砰砰跳, 然后又嗖嗖地凉。 眼皮垂着, 她拿着酒杯, 默默地喝, 一个人喝, 不敬酒也不跟人交流。 唐元初尴尬地咳嗽。 吃菜, 大家吃菜啊, 你怎么也咳起来了, 被老大传染的? 唐元初瞪她一眼。 知道就好, 都费什么话呢, 能不能有点正型了? 众人表示, 领导的精神他们领会不到, 吃饭需要什么正型啊? 白木川一说话, 气氛就严肃了不少。 大家还在聊天, 但没有嬉皮笑脸。 笑完扫一眼白木川, 寻思这样下去该怎么办? 要怎样才能撬开谢婉婉的心锁, 让她心甘情愿地配合呢? 这时, 一阵突兀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不是一个人, 是两个人的手机都在尖叫, 一个是全少腾, 一个是白木川。 全少腾看一眼手机, 立马放下筷子, 神情严肃起来。 喂, 说。 什么? 好, 我马上到。 他说完, 正准备跟白木川讲话, 白木川就开了口。 我知道了。 两人的脸色都颇为冷峻, 一桌子人都停下了吃喝, 紧张地绷着。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吃个饭而已啊, 就想好好吃个饭, 也这么不省心吗? 向晚也抬头朝白木川望去, 他回尸一眼, 脸色有点难看, 说话的时候又看向城镇。 你妹妹, 说是被人跟踪了, 现在很害怕, 躲到了示意间里, 等着救援。 城镇皱眉。 哪里? 白木川指了指地板。 一楼的游衣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牟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众人不吭声, 这就尴尬了, 程鑫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 知道他们吃饭, 跟踪他们来的? 这个妹子, 真是个谜一样的存在。 我下去看看。 小白。 全绍腾不等白木川回应, 拉开凳子, 抢过话。 王威刚来电话, 疑似目标出现。 疑似? 全绍腾看着他, 又瞄一眼桌上的人。 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人。 叶伦出现了, 向晚立马一震, 找到他, 一切真相就会大白了。 大家都很迫切, 全绍腾却说。 他出现在经纪人家附近的一个商场, 王威和他有一段距离, 现在人已经跟过去了, 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 说到这里, 他抬腕看看时间。 饭我就不吃了, 先过去看看。 白木川点头。 好, 小心, 保持联系。 啊。 全绍腾和承正 一前一后离开了, 好好的一个饭局, 又吃惨了。 大家重新坐下, 说些不着边的话。 不到十分钟, 承正回来了, 后面跟着一个 弱弱低头的承心。 我来拿外套。 承正解释, 站在门口, 让眉心把他的外套递过来, 承心却往里面看了一眼。 那个, 那个哥啊, 我还没有吃晚饭呢。 这货为了融入圈子, 算是把脸面都豁出去了。 承正面孔一沉, 表情极是难看。 他正要训人, 承心却突然看见了什么似的, 笑了起来。 苗姐姐, 你也在这里啊, 真是太好了。 说着, 他就自动走了进去。 苗子晨微微尴尬。 嗨, 承心, 你也来了。 是啊, 碰到你们, 真是太好了。 苗子晨一笑, 接不下去了。 大家都是同事, 在这种情况下, 换了谁都会骑虎难下, 肯定会邀请坐下来一起吃。 不过, 向晚已经彻底败坏了性质, 不想做这种大多数人眼中的老好人。 承心刚刚坐下, 他就站了起来。 唉, 我吃好了, 今天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呢, 得先回去了。 承心尴尬, 苗子晨也尴尬, 向晚微笑。 那你们慢用, 我先去买单了。 他要走, 白木川当然不会留。 谢晚晚见状, 把杯子里最后一口酒喝光, 也跟着站起来。 他比向晚更直接, 一句话不说, 也不跟谁交代, 拎着自己的包, 转身就走。 只不过, 多吃了两杯酒。 他双脚通红, 转身时, 双脚有些走不稳。 见状, 唐元初也默默地起身。 眉心东看看, 西看看, 吃不下去了。 那个, 我好像也有点事, 先走了。 丁一凡看看大家, 跟着站起来。 你们慢吃。 这饭, 还怎么吃啊? 诚心坐在原地, 尴尬得满脸通红, 这不是明显排斥他吗? 他也不给他面子了。 他生气, 口无遮拦。 你们这是几个意思? 众人微争, 你慢吃。 谢晚晚哼声, 人已经走远, 向晚跟了上去, 与谢晚晚说完, 只有丁一凡和赛里木 很不好意思, 在原地多留了一下, 不停对程仙笑。 慢慢吃啊, 我们来得早, 都已经吃饱了, 队上还有事先走了。 哎, 你不着急, 你不着急, 慢慢吃啊。 众人鱼贯而出, 程正站在门口, 一动不动, 等人都走光了, 他才冷冷问。 现在开心了。 诚心呆滞的脸, 终于回神, 委屈地撇嘴, 生气起来。 我又没有说谎, 真的有人跟踪我吗? 一直跟着, 快把我吓死了。 我这才匆匆进了游衣库, 拿了一件衣服, 就躲到市医间去打电话的。 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要打给白木川? 你是技术队的, 又不管这些事。 再说了, 如果真遇到坏人, 你打得过人家吗? 这句话, 能活生生把人气死, 程正恨不得拂袖而去, 可谁让这是他的表妹呢? 我告诉你, 程鑫, 以后再玩这种小把戏, 我不会再管你。 你已经警告过了。 程鑫委屈地拔高了声音。 我也已经告诉过你, 我没有玩小把戏, 我也不知道你们在楼上吃饭, 我只是恰好过来逛街, 恰好遇到有人跟踪我而已。 好自为之吧你。 换谁都不会信, 程正当然也不会。 走。 他把外套搭在肩膀上, 拿着包就要走人, 程鑫委屈到极点。 哥。 苗子晨有些看不下去了。 师哥, 要不我们找个地方, 带程鑫先吃点东西垫个肚子, 你也消消气。 程正原本平静的脸上, 突然烦躁。 他是一个斯文有理的人, 尤其对苗子晨向来很照顾, 最近更是想要准备和他发展一下关系。 这姑娘对他不错, 各方面条件也都不错。 可以说, 很符合他最初的择偶标准, 也符合他曾经对向晚说过的现实。 找一个合适的在一起的人, 不用花费太多心思, 不用浪费人生的时间, 也不需要去在意感情的意义。 原本他是想好的, 想好这辈子就这样, 找一个妻子, 生一个孩子, 过平常人都在过的日子。 他已经妥协, 对自己妥协, 对所有人妥协, 放弃蠢蠢欲动的感情, 放弃他。 可这一刻, 当苗子晨站出来老好人似的霍西尼, 为程鑫说话的时候, 他突然有点厌烦了, 为什么不能有点个性呢? 好的就是好的, 不好的就是不好的, 为什么他不能有自己的立场呢? 走吧。 程正心里窝着火, 语气却软下来, 一颗心悲凉。 不是那个人, 就不是那个人, 其他人再好也不是他, 怎么看都不会像他那么好。 苗子晨喜欢他, 他已经用尽力气了, 还是喜欢不上。 今天晚上就不敢来吃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回去的路上, 向晚很担心, 权练练练那边没有消息, 谢婉婉婉那里又没进展。 他们着急, 又不能逼得太急。 谢婉婉的性格与普通人不同, 他太容易走极端。 最后, 他把希望寄托在唐渊初身上, 左想右想, 忍不住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女人要的幸福, 无非是有那么一个人陪伴, 保护, 将他珍藏, 风里雨里都能把他温暖。 他们要的不多, 更不敢奢望全世界, 只是希望, 就算他有再多的不堪, 你仍然把他当成全世界, 爱他, 就给他足够多的包容。 包容到你认为自己的心, 都快包容不住, 也要再包容一次。 发送, 他心里矛盾, 这段话有点中二, 文艺, 提醒得不够到位, 他怕唐渊初不理解, 又实在不知怎么开口。 干什么? 白牧川看了他一眼。 跟谁发消息呢? 一个男人, 向晚似笑非笑, 白牧川哼了一声, 不搭他那个茬儿, 而是专注地盯住他, 突然问。 你说, 一轮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呢? 不是故意出现的吧? 行动队不是一直都在监视他家, 和他经纪人家吗? 我以为, 是他们突然发现了。 如果这么容易被发现, 当初他又何必避开啊? 向晚微微一顿, 看着白牧川的双眼, 醒悟过来, 确实是藏得好好的, 突然冒出头, 目的不单纯。 可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要么是为了试探一下警方的反应, 想知道警方究竟是不是在监视他, 准备抓他。 要么, 就是故意吸引警方的注意力。 吸引注意力, 又为了什么呢? 白牧川目光微深, 向晚拖着嗓子, 差不多十来秒, 脑子里灵光一闪。 出现在A点, 就必定不在B点。 难道是, 为了做不在场证明? 不在场? 不在哪个场呢? 向晚心里默默念叨着, 低头看自己的手机。 刚才那条短信, 唐元初一直没有回复, 他心里有点揣测不安。 你说谢婉婉那边, 不会出什么事吧? 白牧川面色冷沉, 没有回答。 向晚瞄他一眼, 慢声分析。 对方拿孩子要挟他出去, 他一直没有动静。 那对方会不会采取一些 顾激的行动呢? 那就得看, 他叫谢婉婉出去, 是为了什么了? 墓地决定行动, 但目前为止, 对方杀人的墓地 并不十分明确。 天怒, 谢婉婉大明星的身份, 这些都只是猜测。 气氛突然沉默。 汽车慢慢行驶在公路上, 天已经黑了, 车窗外霓虹闪烁。 夜幕下的都市繁华而妖娆, 向晚和白牧川都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 等待着全少腾传来消息。 然而, 全少腾的电话还没有传来, 唐元初就来了。 老大, 谢婉婉偷偷溜走了。 溜走了? 向晚心里闪过不祥的预感。 事情发生在半小时之前, 谢婉婉今天晚上喝了不少酒, 从饭桌上离开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他驼红的脸, 徐浮的脚步, 就连上车都是助理扶着的, 自己根本就走不稳。 回到家, 他直接回了卧室, 谢助理进去照顾他。 唐元初是个男人, 在别人家里本来就不方便, 虽然担心他, 但不可能进去。 中途, 谢助理出来客厅一趟, 当时, 唐元初和组里另一个年轻的警察卫兵都在。 助理说, 谢婉婉喝大了, 已经睡下。 唐元初寻思没什么事故, 卫兵在客厅里看电视, 他就回房去洗澡。 然而等他醒完早出来, 卫兵告诉他, 谢助理说, 谢婉婉醒过来了, 胃力难受, 吐了好几次, 他出去买醒酒的药了。 出去了, 唐元初觉得有点不对。 我去洗澡后, 他一共出来几趟? 两趟。 两趟? 第一趟忙不迭地找药, 说是谢婉婉在里面吐, 然后没找着, 他回房间拿了个包, 披着件衣服, 就出去了。 第二趟, 他有跟你说话吗? 卫兵一争, 有点明白, 摇头。 没有。 唐元初当即去敲谢婉婉的门, 好一会儿, 里面没动静, 他大声叫谢助理, 里面的人实在挨不住了, 终于把门拉开, 正是谢助理, 假醉走人。 谢婉婉在周末睽回下, 玩了一出瞒天过海。 接到电话, 白牧川气得想打人, 把唐元初好一顿骂, 向晚制止了他。 与其生气, 不如将计就计。 白牧川一张脸漆黑。 将计就计? 找到他, 跟上去。 说吧, 他回头看赛里木。 那, 需要你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人已经走了, 怎么合理利用才是王道? 白牧川吐口气, 捏捏他的肩膀, 吩咐赛里木。 照他说的做。 这么大个城市, 要找一个人不容易, 但如果有确定的目标, 对于警方来说也不难。 谢婉婉开的是自己的车, 那辆车直接开出了小区。 那是一辆红色的马沙拉蒂, 辨识度非常高, 车牌号也是很好认, 小区门进, 沿途监控都可以看到他。 最后, 目标锁定在地行大厦前面的十字路口, 红色的马沙拉蒂与一辆SUV相撞, 车停在那里, 等附近交警赶到的时候, 马沙拉蒂的车主已经走人了, 只有SUV的车主, 面色灰白地在那儿碎碎念, 他怕赔不起, 更不明白这么一辆车撞了, 对方怎么会走了。 老大, 监控只能拍到他的一个背影, 然后他人具体去了哪里, 找不到了。 找。 白牧川马上绕第一帆驱车前往。 地豪大厦。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在地豪的附近, 有很多商家, 白牧川派人一家一家调监控寻找, 自己直接前往地豪大厦。 路上, 接到全少腾的电话。 那小子溜了? 猜到了。 白牧川揉了揉太阳穴。 回来吧。 不, 我刚到地方, 王位告诉我他就在这附近, 我一定要把他给救出来。 白牧川看了看不远处的地豪大厦楼顶, 闪着光的巨大广告牌和logo, 皱了皱眉头。 你注意安全。 稍等。 那分头行动。 你在哪儿? 地豪大厦。 白牧川把事情说了一遍, 全少腾突然说, 我离你不远, 大概就两三条街的样子, 一会儿我就赶过来跟你回合。 白牧川说着话, 喉咙有点痒, 又忍不住咳嗽。 向晚健壮, 不停拿手去拍他的后背。 其实你可以不用来的, 那么多人可以用, 你非得亲力亲为。 向晚语气有些责怪, 表情也不太好。 白牧川以为他介意自己找谢婉婉, 咳嗽着神色威丽。 今天晚上的行动, 我必须散家。 他目光抬起, 看着那一幢高楼上很远可见的logo。 也许, 神就在哪里。 这是一种直觉, 做警察多年的直觉。 向向晚, 一会儿你就在车里, 不要跟上去。 为什么? 向晚不放心, 你生着病都去了, 我好端端的。 你不许去。 白牧川伸手过来, 握住他的手, 再掌心牢牢一握。 我不希望你有危险, 你去了, 我还得分心照顾你。 好吧, 这也是事实。 向晚沉默片刻, 乖乖点头。 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会的。 夜幕的地豪大厦看着很近, 汽车走过去却很慢。 尤其路口又刚刚出了车祸, 马沙拉地足够吸睛, 车主汽车足够引人。 交警在处理事故, 一群人围着看热闹, 严重妨碍了交通。 等丁一凡把车驶入大厦楼下, 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分钟了。 老大, 到了。 丁一凡松口气, 白牧川抬头看一眼。 路边能停车吗? 这里可以的。 画着白线, 是可以停车的位点。 白牧川点点头, 转身抱了抱向晚。 在这里等我回来。 嗯, 好的。 向晚的背包是随身携带的, 他笑着打开, 从里面掏出电脑, 拍了拍。 我在这里码字, 你放心吧。 码字的时间会过得很快, 一个人在车里也不会枯燥。 白牧川捏他的手, 乖。 地豪大厦是行事的产业, 一直由行烈火的妹妹 行小酒在打理。 不过, 她婚后新建了办公楼, 这一幢大厦 就一直是对外出租的状态。 此刻, 楼底的商铺里灯火通明, 各种各样的商品 琳琅满目。 玻璃橱窗照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一片繁华之态。 二楼是餐饮, 好几家都在排号, 人山人海。 三楼是娱乐, 大人小孩, 歌舞升平。 四楼, 五楼, 六楼。 上面的写字楼是租出去的, 这个时间点已经下班关门, 八楼以上渐渐没有灯光, 再往上, 有很多是空闲的写字间。 晚上没有灯的地方, 黑漆漆一片, 格外阴森。 电梯不开, 扶梯怎么也不运行啊? 大晚上的又没有人上来, 干嘛要浪费电啊? 这个时候, 唐元初和卫兵也赶到了, 还有另外两个 重案一号的队员。 大家看到这样的地方, 心里都是一尘。 这画面, 好熟悉的感觉, 杀人剧本? 对。 谢晚晚的电话打得通吗? 关机了。 唐元初捏着手机, 不停地拨, 然后没有反应。 大家小心。 白木川看着眼入黑暗里长长的扶梯, 慢慢拔出腰间的配枪, 一步一步往上走。 跟手。 众人跟上, 赛里木在他身后, 看着他的后背额头泛凉。 老大, 怎么我心里冷嗖嗖的? 怕什么? 会不会有一支狙击枪, 已经瞄准了我们的头啊? 会。 白木川沉声。 那你上不上? 这, 上啊。 赛里木胆子最小, 回答得有点犹豫。 我要是牺牲了, 能拿到多少抚恤金啊? 滚吧你, 少他们胡说八道。 唐元初低声骂他, 拍拍他的背, 然后挪到他左边, 护住他的身体。 啊, 老大已经通知了特警队, 会有人来资源的。 哦, 就是怕他们来不及嘛。 闭嘴。 白木川突然冷声回头, 众人看着他眼睛里的光芒, 严肃起来。 行动的时候, 少说废话, 多注意观察。 众人沉默着往上走, 扶梯一级一级的, 画面惊悚。 仿佛电影里的某个情节, 杀人剧本的提前心理暗示, 让人极为紧张。 谢王往会在这里吗? 赛里木忍不住又嘀咕一句, 要不我们喊一下他? 不要。 白木川回头横他一眼。 跟我走就是。 上楼之前, 白木川不仅通知了特警队, 还打了电话给行列伙, 了解地行大厦现在的管理情况。 然后, 也顺便通知了白木轩。 之前, 白木轩到重案组找他, 代表红刺和他通过气。 遇到突发情况, 相互间是一定要通报的。 本来他没有见到人, 是不当大动干戈的, 但白木川今天晚上的预感非常不好, 通知红刺也是为了安全。 他相信白木轩来得会很快, 所以, 往上走的时候, 走得也格外慢。 来了。 大厦的楼上, 一双眼睛从狙击镜里, 触示着几个从扶梯上来的人。 白木川。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相满》,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俊阅。 他轻轻地低难, 目光带着笑。 跟我玩, 好玩吗? 会的, 会特别好玩。 他一个人自言自语, 双目硕硕, 夜市的狙击镜 瞄准了扶梯的位置, 忽然扣动了扳机。 子弹打在扶梯, 击出一串火花。 但枪声经过相音器处理, 并没有惊动楼下的人。 楼下依如往常地热闹着, 商铺里的音乐声 覆盖了楼上的枪声。 白木川看着那火光溅起的地方, 闪身进入扶梯的转角, 朝大家招手。 要去击手。 完了完了, 果然有一把狙击箱 逼着我的脑袋。 你说我这破摧草就这么准呢? 好的不灵坏的, 我不喜欢抚恤剑 我不想做英雄 我不要牺牲 我还没有娶媳妇呢 赛里木紧张得快抽风了 低声碎碎念 没有人回答他 每个人都严阵以待 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刑警 而赛里木是属于特招进入警队的 受过训练 心理素质与他们不一样 充其量只是一个警队里的技术人员 白木川回头看他 你马上下楼去找向晚 赛里木心已经恨不得飞走 可双脚却像生了根 他咽了咽唾沫 看着同行的几个同事 算了 说好同生共死的 我也不能太怂 白木川皱着眉头 下去 或者留在这里 那我 赛里木犹豫片刻 为了不拖你的后腿 我还是留在这里 给你们做后援吧 扶梯的转角相当于一个引体 可以保证不会被狙击枪击中 这样安全一点 白木川盯他一眼 不再管他了 其他人 跟我上 发现目标 肯定是要追的 别说对方有狙击枪 就算有炸弹核弹 他们也不能退缩 大家注意脚下 一定要跟好我 白木川吩咐着 率先走在前面 他是红刺出来的人 是受过特殊训练的特种兵 就刚才那一枪 他已然知道 对方手上是什么武器 大概在什么位置 更懂得怎么利用掩体 躲避危险 众人跟着他左闪右臂 心脏高悬着 一层一层往上爬 楼上狙击镜里的十字矿 也在不停地移动 寻找目标 老大 没有人啊 到处都空荡荡的 那王八蛋藏在哪里呢 不对 对方难道只有一个人 现王如果上来 就去了哪里啊 这是大家的疑问 但是白木川这时候 没办法回答他们 他看到了黑暗里 一个微小的光点 一闪而过 那种危险的直觉 紧紧抓住他的心 趴下 沉声一吼 他原地几个翻滚 子弹击中地板 火星冒了起来 回头一看 就在他刚才停留的地方 白木川迅速移动 几个翻滚后 黑豹一般突然 窜至对面的写字间 背靠着墙举起枪 手撞击了一下身边的玻璃 里面的人 出来 黑暗里静悄悄的 空间里呼吸可闻 就像根本没有人 又像潜伏着一只野兽 白木川安静地等待片刻 招手示意另外几个人 找好位置 他不相信 刚才那小光点是自己的错觉 第二次 他拿脚踢了踢门 开门 再不开门 我就开枪了 冰冷的枪支 在暗夜里 仿佛也闪着寒光 他目光凌厉 站着绝佳的射击位置 然而里面的人 就像没有听见一样 始终静默 白木川拉了拉领口 眼睛微眯 鸟准 哼 他一脚踢向门 随着一个闪身 同一时间 一股浓烟卷着气浪 从屋里传来 爆炸 白木川就站在门口 离门稍远的几个人 眼睛瞬间流露出惊恐的光芒 老大 快跑 白木川一个飞扑 落地就滚 几个翻转后 躲在墙根处 注意掩蔽 天花板上 速速落下的灰尘 扑了他一脸 他咳嗽着 拿手扇了扇 并没有等来爆炸 不对 白木川心里一惊 手电 光芒一亮 召开了那扇门 烟雾渐渐散去 刚才只是一个烟雾弹 白木川摒弃凝神 举枪慢慢靠近 招手 带着几人 从烟雾里进入房间 手电一照 只看到谢婉婉 他被人捆绑得 像一只蜷缩的大虾 丢在地上 堵着嘴巴 灰头土脸 一双眼睛 盛满了惊恐 谢婉婉呢 谁呢 开枪那小子呢 大家在问 被堵住嘴的谢婉婉 无法回答 白木川脖子 刚才被划出一道伤 渗了一些鲜血 冷着脸走近的样子 看着像一个索命的无常 他一把扯开谢婉婉 嘴里的破布 谁在哪里 谢婉婉喘着粗气 动了动被捆成了 粽子的身体 看着不远处 那一扇破碎的玻璃 那边 这个地方 原本是一个写字间 面积很大 里面的东西 都被搬空了 人在里面说话 仿佛有回音 白木川急步走到那窗户 探出头一看 有一个人影 正沿着墙壁上的管道 迅速往下爬行 他举枪 一枪下去 没击中 又是一枪 那人叫了一声 身体顿了顿 滑降的速度更快 他受伤了 白木川目光沉沉 追 说完 他将枪插入枪袋 双手攀在窗檐上 忽然跃出 老大 众人吃惊地喊 迅速不恐抓人 不要让人溜了 白木川 立声命令着 自己迅速 沿着那人的位置 顺着管道 往下滑落 在没有系 安全绳的情况下 这么高的楼 简直就是在玩命啊 幸好 地豪大厦的建筑 比较老 楼面上有管道 和窗户板 即便这样 众人仍是看得心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牟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丁一凡挥手 下楼 追 是 唐元初迅速解开泄碗碗 拎了出去 剩下的人飞快往下跑 楼到处 碰上文讯赶来的一群特警队员 还有白木轩 白木轩全副武装 带队前来 在楼下就听到了枪声 碰上人却没有看到白木川 脸色微变 你们白队呢 丁一凡说明了情况 白木轩一个转身就跑了 快 追 发生这样的事情 地豪大厦直接炸开了锅 烟雾弹的爆炸 几道枪声 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远的近的 很多人涌过来看热闹 大厦里的人也知道出事了 有人拿着手机在拍 有人更是不顾警察的劝阻 不要命的往里冲 看热闹的人 永远多过做事的人 白木轩好不容易冲出人群 烧到地行大厦的背后 看到的是地上的一滩血迹 人在那边 往那边追 一路有鲜血的痕迹 他们寻路追去 刚进入对面的一条巷子 就看到白木轩将人摁在了地上 痛 痛 那人被他反捡了双手 手臂又中了枪 痛得直哀嚎 白木轩沉声不语 一把将趴在地上的人 翻转过来 拨开他遮住额头的长发 拍了拍 开枪的人 是你 那人手臂上鲜血闪红了衣服 一脸苍白 神色看着极是圣人 但他惊恐地盯住白木轩 只是痛呼 并不开口 说话 白木轩提了提他的胳膊 又在他身上搜查了一下 没有发现武器 白木轩皱着眉头 不说是吧 想当英雄 话音未落 他将那人重重地提起 又摔下去 那人痛得惊叫 我说我说 我说啊 他哭嗓着脸 一身鲜血 呲牙咧嘴地喝起 不是我 不是我 我没有开枪 不不不 我根本就没有枪 是谁 谁在哪 我 我也不知道啊 还不说老实话 警官 我 我是真的 真的不知道 那人咽了一口唾沫 从兜里掏出一叠钱 吓得手脚直哆嗦 我 我只是来偷东西的 原本是想偷东西的 结果碰上了一个同行 他给了我很多钱 让我帮他 帮他 帮他把女朋友 绑起来 女朋友 对对对 就是那个女的 他说他们吵架了 女朋友要跟他分手 他挽回不了 就想出了一招 英雄救美 说我绑架了他 等他来救 然后我就跑了 这样你都同意了 他说事后 还要给 给我好处费 剧情发展到这里 就很尴尬了 这个人根本就 一无所知的样子 对方教唆他 把谢婉婉绑了 并没有伤害他 他对白牧川开枪 更像是掩护自己离开 要不然 他不可能在白牧川 赶到之前 走得这么从容 他为什么这么做 为了什么呢 白牧川一把扯开领口 有点呼吸不过来 他感冒美好 一路追过来 这贼跑得又快 害得他喉咙难受的不行 咳嗽好一阵 他猝着眉 擦了擦嘴 转身吩咐 封锁地号大厦 这位交通 设卡拦截 是 白牧川回头 又看了看白牧轩 这里没什么事了 你去忙 白牧轩找他的时候 一脸都是担忧 此时也是平静下来 好 他点点头 我去地号 他准备转身 可目光不经意一闪 落在白牧川的手上 你的手 从窗户月下追人的时候 白牧川没有来得及戴手套 手心手背都有磨破的地方 渗着血 看着争鸣 可是 他面无表情 没事 白牧轩微微皱眉 看着那血 嗓子微压 去处理一下伤口吧 工作而已 不要这么玩面 知道 还有 白牧轩张了张嘴 像是想说点什么 最终又咽了回去 抽个时间 回去看看奶奶 白牧川微皱 小巷子里过来很多人 白牧轩看了一眼 倾咳一下 冷队叫我过来配合你们的 有事你尽管吩咐 需要人说一声 我马上就到 嗯 白牧川皱眉 私心里觉得 这人有点啰嗦 娘不及及的 但是这个时候 他能感觉到 那声音里的关切 这种感觉 怪异又别扭 他来不及细细思考 不耐烦地挥手 你快去忙吧 别磨蹭了 好 弟号交给我 白牧轩没有停留 转头大不离去 白牧川站在原地 看着他的背影 甩了甩手 正准备走人 就看到小巷口的路灯下 跑过来几个人 打头的人正是全少腾 小白 他气喘吁吁 额头上都是汗 看着有点焦急 你没事吧 白牧川眉目阴冷 摇头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抓到了 可他骂的不是叶伦 全少腾抹了一把额头 那家伙身心酷似叶伦 又穿了件 跟他一样的衣服 说到这里 他像是想到什么似的 突然咦了一声 对了 你的车忘了锁吧 车 白牧川眉心一跳 向晚不在里面 向晚 我没见着人呢 我看你车门没关好 就帮你 全少腾说到这里 只见白牧川脸色一变 突然叫了一声 不好 话没说完 他已经大步跑开了 想完出事了 他们在地豪大厦 背面的小巷子 白牧川的汽车 却是停在前门方向的 这个时候 地豪大厦附近 早已热闹起来 白牧川看着门口围观的人群 感觉不到腿酸脚软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到达停车处 将身边紧追的一群人 远远地抛在背后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然而 仍是迟了 汽车安静地停在路边 车里没有人 向晚的电脑滑落在椅座下 车厢里黑油油 死寂一片 白牧川看着这一切 心脏狂跳 鹅脚青筋都露了出来 好半声才平息了情绪 打开车里的灯 椅座上 安静地躺着一张纸条 它拿起来 上面是一行打印的字体 要人 拿贴弩病毒来换 阴森森的几个字 像一把杀人的刀 白牧川浑身的血液 一瞬凉头 醉翁之意不再久 对方的目标 根本不是卸碗碗 而是向碗 杀人剧本第三集更新了 换了个小号 又一次发布在微博上 博主愉快地告诉大家 第二集的内容 只是一个小小的铺垫 目的是 为了满足有部分观众的意淫 杀害大明星 但卸碗碗不是他的目标 那个小孩子 更是子虚乌有的杜撰 因为他已经不满足于 这样的杀人游戏 接下来 他要杀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无数人 同时 博主在杀人剧本上披露 他绑架了一个重要人物 可以得到一种极端武器 这种武器足可以毁灭世界 毁灭人类 在末尾 他甚至开心地预告 现在看铁的各位 将来的某一天 都会因此而死 舆论哗然 有人感到恐惧 更多的人是觉得有趣 他们根本不相信 在世界的某一个阴暗角落里 真的有人想置他们于死地 他们愉快地狂欢 愉快地讨论 愉快地等待着后续 娱乐至上的时代 人心胶着而浮躁 越吸引眼球 越让人欢喜 重案一号 气氛死气沉沉 白木川坐在办公室里 许久都没有动弹 香烟快要烧到他的手指了 他丝毫不察 一张脸隐在背光处 没有表情 如阎王灵世 充满了力气 小白 全少腾进来 窗户开着 他被冷风呛了一下 小白 你干什么呢 白木川抬了抬眼 目光不太友好 你看不出来 烟烧到手指了 白木川低头看了一眼 直接掐面 找我做什么 有消息吗 没有 什么消息都没有 向晚已经失踪 整整一天一夜了 他们通过各个渠道寻找 养无音讯 除了对方留下的那一张纸条 半点线索都没有 这一天一夜里 白木川一直为何言 说到办公室瞇一下 却一支烟接着一支烟的抽 找不到人 他内心的胶着 何想而知 全少腾理解他的心情 可看不下去他这个样子 你好歹休息一下行吗 不管怎么说 对方有诉求 那上晚就是安全的 白木川撩他一眼 咳嗽起来 一直咳 咳着咳着 他居然笑了起来 不知道是想到了 什么好笑的事 一张脸笑的凉透 你说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一直保护着谢婉婉 竟丝毫没有发现 神家的爪子 已经伸到了我的身边 全少腾皱眉 向晚几乎和你同进同处 你没有想到也很正常 人最容易忽略的人是谁 恰恰是身边的人 全少腾说得没错 最近一段时间 白木川在哪里 向晚几乎就在哪里 他不在他身边 也是待在重案一号的 除了家和重案 他哪里都没去 谁会想到 他会有危险 白木川 搓着额头 又是苦笑 是我他妈的粉糊涂 全少腾眉头紧皱 说这个有用的话 那我让你说一晚上 别泄气 但是有用吗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分析案情 找人 不是自责和检讨错误 白木川 别让老子瞧不上你 白木川看了一眼 目光微沉 我想不明白 绑架向晚的王八蛋 居然来找我们 要天弄病毒 这到底是什么诉求 天弄病毒 不在他那里吗 全少腾沉默 不仅白木川想不明白 他也想不明白 将唐元初调虎离山 再在他卫生间 安装生化喷雾的人 杀死谢婉婉的助理 再利用杀人剧本的预告 让警方把注意力 放在谢婉婉身上的人 还有如今 突然反转目标 带走向晚的人 难道不是一个 妈的 白木川咳嗽起来 一边咳一边抬手 把塞里面叫来 啊 全少腾冷着脸打电话 很快 赛里木弱弱地推门 老大 他很少看到白木川这个样子 有点紧张 毕竟 如果他当时听白木川的话 下去找向晚 也许 他就和向晚一起被绑走了 嫂子的手机 没有开机 不开机 就没法定位 白木川抬抬手 密切关注 是 老大 你注意身体啊 塞里木这一天 也几乎没有睡个觉 一直密切关注着 各个方面的情报 哪怕过来找白木川汇报 手上也拿着仪器设备呢 你别管我 白木川咳得脸都红了 注意消息 我一直看着他 赛里木低头 看了一眼一气 脸上突然露出狂喜 老大老大 开了 白木川脸一变 快 定位 赛里木 焦急地抱着设备 放在白木川的桌子上 三秒后 哭嗓着脸抬头 手机定位被人关闭了 白木川拳头捏紧 捶了捶额头 体定装置 赛里木愣了愣 突然惊喜 是 我马上调试 之前送向晚手机的时候 白木川为了安全 让赛里木偷偷在手机上 安装了一个小型的窃听装置 这件事除了他俩 没有人知道 白木川甚至都没告诉过向晚 怕他对此伸出反感 平常 他也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东西 因为他无意窥探向晚的隐私 这个时候 终于派上了用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木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季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快快点 赛里木紧张的手心都在哆嗦 马上马上 电流声 设备的小屏幕上 有一条绿色的小波浪 随着人的声音起伏 叶伦 是向晚的声音 叶伦果然是你 白木川眉头一跳 凑见射稳 声波里传了一阵冷笑 接着喷一声 没了 只有电流声 没了人声 没有叶伦 也没有了向晚的声音 白木川脸孔弯向赛里木 一脸冰霜 赛里木也白着脸 弱弱的回事 弱弱的解释 可能向老师偷偷打开手机 被他们发现了 可惜了 他有机会关掉DPS定位 也有可能会发现别的旋即 一秒之差 如果被定位到DPS 也没什么卵用 狡兔都有三窟 何况狡猾的人类呢 赛里木盯着他的设备摆弄 白木川沉默地坐着 却是在想 向晚究竟遇到了什么 让他冒险开机 又在几秒后 被人掐断了信号 他怕向晚落入危险 不知道叶伦发现了 会怎么对付他 男人担心自己的女人时 情绪的急切 是可以毁天灭地的 保护欲 让他们肾上腺激素飙升 双眼冲血 以身力气 这个时候 叶伦要是在他面前 能被他活生生掐死 可他是白木川 冷静 冷静下来 才不会失去理智 在全少腾紧张地注视里 白木川慢慢地坐了回去 他们没有听到叶伦的声音 但向晚的话 可以证实这一点 全少腾担忧地看着他 怕他乱了分寸 小白 向晚吉人自有天相 而且他那么聪明 那么会说话 一定不会有事的 叶伦那小子 瘦得跟个鸡子似的 大概也没什么杀伤力的 最后这句安慰 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如果真没有杀伤力 又怎么能搞出 这么一堆事来呢 白木川淡淡弯他 牟底神色 平静如一汪深潭 怀疑是即何 这是向晚失踪 第二天的傍晚 中晚一号除了成心 没有一个人下班 大家收到白木川的消息 彤彤感到会议室 满满的会议室 人不少 却一点声音都没有 向晚失踪 不同于别的案子 老大的女人不见了 不管是心理因素 还是别的方面 都容易受到情绪主导 这个时候 每个人都很紧张 心弦都绷着呢 白木川坐在首位 一脸阴霾 但精神看着很好 他让赛里木 把刚才唯一的两句录音 在会议室里播放了一遍 轻轻咳了两声 发言的时候 逻辑清晰 语言平稳 比他们料想的状态要好 就木坚掌握的情况来看 一轮很大可能 不是带天怒病毒 以及深化装置入境的人 也不是天怒在国内 安排的行动目标 二是 向晚平安 第二点 对他 对所有人 都是最重要的 这一天一夜 没有消息的日子里 大家都快崩溃了 文言 会议室里 气氛略略一松 可是 叶伦是暗影的儿子 当初说服暗影 参加天怒丧尸计划的人 也是叶伦 丧尸药系列案件 更是由天怒组织 引导暗影 一手策划和实施的 那脱不了叶伦的干系 为什么现在天怒组织 要实施生化病毒攻击 叶伦 居然置身事外了 有两种可能 白木川冷静分析 一时叶伦在故弄玄虚 故意把我们带入沟里 二是 天怒组织在实施第一次的丧尸行动计划 失败之后 对叶伦丧尸的信心 叶伦和天怒翻了脸 众人窃窃私语 讨论一下 纷纷点头 如果翻脸 天怒就会在国内 重新找别人接替叶伦 叶伦手上要是真的没有天怒病毒 那他就一定不是天怒组织 选定的执行者 那就会另有欺人了 是不是因为这样 引起了叶伦的不满 那叶伦 为什么绑架向老师 报复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 报复谁呢 报复向老师 白老大 或者 天怒组织 或者报复这个社会的所有人 就像杀人剧本里写的一样 他想杀的是更多的人 白沐川听着 久久点头 又补充一句 还有一种可能 众人都看向他 天怒重新选定了执行人 不仅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大概叶伦也不知道 也论要我们拿天怒病毒去换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也想知道 这个机体他的人是谁 这个人比他掩藏得更深 以他自己的力量 根本找不到 所以 他挟着夏老师 让警察为他所有 白沐川 白沐川眯了眯眼 这一招与梦池当初的手法 倒是如出一拙 向晚须眯着眼睛 受不了眼前刺眼的光亮 黑暗的时间太久 他已经习惯 房间里突然的灯光大赤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夏老师 叶伦把玩着那个 从向晚手上夺过来的手机 懒洋洋地坐在他面前 轻描着他 翘着二郎腿 一脸带着邪气地笑 脑瓜子挺好使的 怪不得白队长疼爱入骨啊 向晚不动声色地看着他 不说话 叶伦勾唇 将灯光调高一个亮度 照着向晚白皙的脸 默默注视 向晚受不了 偏头半眯眼 不去看他光 叶伦很满意他的反应 不舒服 我还以为你喜欢 敞亮点讲话呢 他的声音和温柔 徐徐到来 带一点缠绵的味道 向春风拂过 慈性 悦耳 一个受无数粉丝追捧的大明星 不管是颜值还是声音 自然都不是普通男人可以比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尽管他的外形 不是向晚喜欢的那一款 但他仍是听得一声鸡皮疙瘩 有颜值 又会勾引女人的男人 很危险 向晚小心地敲着警钟 脑子里对叶伦的印象 仍停留在第一次地宫喷泉那一眼 以及灰名单里 秦树的角色 那个角色的定装照 向晚看过很多次 与他心里的秦树几乎是重合的 叶伦是个小鲜肉没错 但他绝对不是没有演技的小鲜肉 虽然大多数黑他的人表示 他饰演秦树只是本色出演 与演技没有关系 向晚却从来没有看清过这个人 怎么不说话 叶伦低下头凑近他的脸 似笑非笑 如果灯光太亮 让你不舒服 你为什么不求我 我没有那么脆弱 不向敌人陆倩 是白沐川交给向晚的 灯光直射眼睛 没有人会说服 但向晚嘴硬 老说人了 不用磨叽 你绑了我来 对白沐川有什么诉求 或者 你希望我做点什么 直说吧 叶伦一睁 他笑了 向老师 够坦率 说吧 听说向老师很会揣测人心 不如 你来猜一猜 叶伦轻轻笑着 几颗白亮亮的牙 黄眼睛 向晚倾壳一下 换了个舒适的位置 坐在地上 避开那刺目的灯 果真一本正经地说了起来 人做事总是有动机的 财 你不缺 色 你也不缺 明 我给不了你 那么 只剩下力了 轻轻一笑 向晚翻了个眼皮 你想从白沐川那里 得到什么利益 叶伦专注地看着向晚 莫得 他笑了起来 那张脸灿烂得分外好看 听上去 答案很贴近真相 不过 这种笼络的说法 可以适用到任何一个人身上 向老师不觉得自己 像个算命先生 一本正经在瞎扯 去 向晚付费着 吸了一口气 努力保持镇定 甚至露出那么一丝丝笑 其实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反正现在我落在你手上了 你想怎么对付白沐川 也不是我说了算的 我呀 我呀 只是为你感觉可惜 可惜 叶伦向了起来 可惜什么 老天给了你一副好牌 你却打得稀赖 叶伦挑挑眉 不知可否 走出这一步 势必前途近毁 这是何必呢 谁说我会前途近毁 而不是 即将走上人山的巅峰 向晚轻蔑地瞄过去 那你倒是说说 你这巅峰 是怎么一个走法 向晚盯住叶伦 叶伦也盯住他 半晌 叶伦笑了起来 轻声叹息 你看你 跟警察在一起时间长了 养成了这种坏毛病 上来就想套话 哎呀 我们就不能 好好聊个天吗 向晚淡笑不语 他不知道 该用什么目光 去审视这个男人 目前为止 他还一头雾水 我不觉得我们之间 嗯 一个绑架和肉票 有什么可聊的 有的 有很多 叶伦慢条斯理地笑 比如 聊一聊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挥民丹 向晚敏唇 看着他不吭声 叶伦笑了一声 在小说里 秦术的命运 是怎样的 你没有看过吗 叶伦低头摸摸鼻子 玩耳一笑 忘了 不是演过秦术吗 杀青才没有多久吧 这都能忘 叶伦摇头 剧本和小说 情节是不一样的 老实说 在这种情况下 跟绑匪聊小说 哪怕向晚是一个喜欢挥民丹的作者 也提不起半点兴趣 但是叶伦竟然主动提到挥民丹这个问题 有话题一直讲下去 就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他没有理由拒绝 秦术活到了大结局 向晚认真地看着他 又笑了起来 精亮的眼光描向他 笑得意味深长 这样的一个坏人 沐二少居然让他活到了大结局 实在是罪过 也是我不太理解的地方 换了我 早就给搞死了 叶伦斜一眼过去 半赏挑眉 他最后怎么样了 死了 笑完简单明了 末了奉上一笑 怎么死的 笑完梳了梳眉头 戏谑地问他 干嘛这么关心啊 世术系太深 把自己当成琴术了 电视剧都杀青了 还走不出来啊 不会吧 看你也不像那么敬业的人呢 叶伦轻慢一笑 手指在膝盖上 有节奏地扣积着 你是昏明丹的粉 应该很清楚 情书这个反面人物的设定 受读者喜爱的程度 超过了男主 人物也更为饱满 而男主 伪光阵 没什么惊喜的地方 深讨论小说来 向晚困惑 鲜鲜唇 不吭声 对情书这个人物的秘密 我一直很感慨 我忘了 原作者是怎么安排他的 真想知道 自己翻一下不就知道了 向晚凉凉腻的 被枪杀的 死得其所 哦 叶伦满不在意地 挑了下眉头 似笑非笑地 看着向晚 你看书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可惜 情书算得上 是一个犯罪天才 警察抓了他 整整三年 抓了一本书 抓到了大结局 这么辛苦地 安排了他的命运 为什么就不能 让他活下来呢 哪怕开放式结局也好 所以这个书啊 结局太不合理了 最后的话 他像在自言自语 向晚有些好笑 你错了 我以一个作者的身份 告诉你 秦树从出场开始 就被决定了命运 他肯定会死 一定会死 差别只在于 怎么死 死在哪里而已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 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叶伦皱起眉头 为什么 为什么他一定要死 你没有听过吗 善恶终有报 善 恶 叶伦像听了个笑话 那你呢 夏老师 你认为自己是善 是恶 在向晚的意识里 当然认为自己是个善良的人 不过 人性善与恶 有时候只一线之隔 尤其学了犯罪心理后 向晚更明白人性的复杂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世界上 就没有纯粹的好坏之分 好人的心里 也会有暗的一面 坏人的心里 也会有光的一面 善良的麻木与漠视 一句恶言恶语 可能造成大恶 恶人的一次测隐心 也可能是大善 区别只在于 人在事情面前的选择 所以他不敢说自己是好人 勾沉笑了笑 不回答 叶伦目光阴霾 紧紧盯着向晚 并没有放过这个话题 低沉的声音 带着一点诱导性的细血 你说 赵家衡这些人 算不算是因为你而死的 他 以及你书里写过的人 笑碗一睁 明解双唇 叶伦脸上的笑容扩大 那张脸在灯光下 显得更为要挟 你说你不那么写 说不定 他们都还活着呢 你写那些案子的时候 就没有一点阴暗的心思 嫉妒 欲望 贪婪 嫉妒 欲望 贪婪 只要是个人 谁会没有呢 有过吗 向晚其实不知道 叶伦难难待笑 所以 你与我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都不是好人 向晚看着叶伦 这个鬼秘难懂的男人 他在看他的眼 想透过那一双眼睛 看清他的心 他的欲望 我很好奇 沉默好一会儿 向晚终于慢声开口 我和你 是不是有什么渊源 让你这么大费周章地针对我 又是偷手机 又是写剧本 又是丧失计划 又是天怒病毒 这辈子 我都没有被人这么关注过 突然发现 自己成了一个重要的人 还有些不习惯呢 说得好轻松 就像朋友在聊天 叶伦斜他一眼 我没有针对你 他的手指 继续在膝盖上敲击 表情良辰 却是一直带笑 一开始我只是好奇 白牧川的女人 是个什么样子 也好奇 你是个什么样子 白牧川的女人和你 这两者有本质区别吗 向晚琢磨着这句话 你和白牧川 难道也有什么渊源 渊源嘛 有的 叶伦的眼窝深处 浮上一丝凉凉的光 不过 我不能告诉你 笑完冷笑 翻了个眼皮 对她的说法 极其不屑的样子 特殊学校里的事吗 她帮谢婉婉 把你的父亲维刚 送入了监狱 从此改变了你的生活 叶伦微微一睁 她笑了 知道的还挺多的 当然 向晚微台下巴 双眼直视她 勾起的唇角上 那种不屑感更深了 她想用自己的方式 从心理上摧毁 自己的罪恶自助的长城 恕我直言 叶先生 如果就因为这点破事 就让你走上犯罪的道路 毁人毁己 那么你的心智 也太薄弱了 与三岁小孩子 吃不到糖就撒泼 有什么区别 这么不堪一击的 我挺瞧不上你的 叶伦目光一凉 泛着寒光 像把刀子 恨不得 恨不得动穿她 没有人愿意听 人家的诋毁 叶伦也一样 而这个女人 接下囚了 还敢这么挑衅她 叶伦目光阴了下来 你不怕死 向晚正视她的脸 我现在的生死 与我说什么话 并无关系 可你会激怒我 女人 叶伦突然伸出手 一把捏住向晚的下巴 狠狠抬起 直面着自己 一双优良的眼里 邪气 冷智 冷气四溢 像是要把面前的女人 弯出一个血淋淋的窟窿 手指越捏越紧 你凭什么这么说 凭什么 你没有经历过我的痛苦 凭什么指责我的活发 向晚无惧 仰着头回视她 微笑 那你告诉我呀 告诉我 你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嗯 叶伦一动不动 好一会儿 扭了扭脖子 咔的一声 你会知道的 她又加重了力道 向晚只能不停仰头 脖子都快被拧断了 才听叶伦缓缓地笑 等着你的白母川 拿生化武器来换的时候 拿天怒病毒 向晚这一惊 非同小可 天怒病毒不在你手上 叶伦挟她一眼 丢开她的下巴 我只是一颗弃子 弃子 两个字不多 足够向晚罗列出因果关系 暗影是你的父亲 他进去了 天怒组织就不信任你了 他们另外找了别人来实施这个恐怖的计划 他们放弃了你 不再信任你 而你 不甘心 不服气 想要毁了那个人 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还是你本来就想报复社会 向老师 叶伦 慢慢站起来 你知道的太多了 会被灭口吗 知道的越多 死得越快 沉默 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下来 叶伦又关了灯 他似乎喜欢黑暗 黑暗 是他的保护色 向晚再也看不清黑暗里的他 只有看到他指尖燃烧的香烟 泛着一抹火光 弱眼弱现 连续三天 叶伦没有联系白牧川 更没有提出别的诉求 他们知道 叶伦在等 等白牧川为他找到那个人 找到天怒病毒和生化装置 他可以等 白牧川却不可以 这三天 他没有放弃寻找向晚的下落 为此 他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 总参二部情报中心 红次情报大队 甚至寻求了ZMI情报机关的帮助 各部门协同投入到 这一场寻找天怒与向晚的工作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不过为了不引起公众口慌 天怒的事属于绝密 不披露 不公布 即便寻找 也只能秘密进行 然而 一直杳无音讯 叶伦没有动 那个天怒组织的新执行者 仍然没有动 静默状态的人 是最难寻找的 向晚那一天消失的地方 是闹市区 刚发生过车祸 又有发生枪战后 鬼拢的无数号逝者 犯罪痕迹被完全抹掉 这三天里 他们的行动 找到一堆暗门余念 也抓捕了无数的各类罪犯 一些嗅觉灵敏的捞骗者 察觉到警方的异常行为 无人敢再动 即便是走街串巷的小贼 都规矩老实起来 治安空前良好 白牧川却受了将近十斤 三天而已 十斤 比什么减肥方式都有效 他感冒胃郁 咳嗽加重 下巴都尖了 受他影响 整个重案一号冷气森森 人人浸入寒蝉 为了表示歉意 谢婉婉数次致电白牧川 都被他掐断电话 不过唐元初的任务 仍然没有改变 谢婉婉的人身安全 隐忧还在 这一次他不是目标 不代表下一次不会 毕竟在这一系列案子里 他始终深陷其中 仍然是一个需要 密切监视的人物 第四天 黄河带着方圆圆抵径 飞机刚刚落地 他就直奔重案一号 到底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 在面对事情的时候 将老刑警的本色 发挥得格外出色 不仅成功安抚了 坐立不安的方圆圆 见到白牧川的第一眼 就马上进入工作状态 找一个静默的人 犹如大海捞针 但是 他目光灼灼 直视着白牧川 我们可以化被动为主动 白牧川咳嗽着 一脸清黑 说说看 黄河拉椅子坐下来 双手平放在膝盖上 背脊挺得笔直 白队 跟你坐视久了 很容易养成一个致命的优点 啊 优点 也有致命的 白牧川沉了沉眸子 什么 太正了 正 白牧川勾唇 冷笑 请对上下谁不知道 我白牧川坐视不讲手段 只管结果 你是第一个说我正的人 我是只骨子里你太正 黄河面色冷静 几个月的卧底生涯 我学会了很多 白队 因为我们是警察 做事总是束手束脚 我们有太多的不敢 不变 不能 这些限制了我们的能力 因为我曾经也有这些顾虑 吃了很多的亏 可实际上 犯罪分子不是这样的 他们才是真正的指讲结果 不管手段 说重点 白牧川冷眼弯他 简单 对方要什么 我们就给他什么 给他 天怒病毒 生化装置 且不说他没有 就算有 又怎么可能给他呢 白牧川冷嗖嗖地弯着他 黄河一笑 没有 我们造一个给他呀 风口浪尖上 有多少人盯着他们的行动 这次协同的单位 可不止重案一号 不是白牧川想干嘛就干嘛的 这么做的分量 黄河清楚 白牧川更明白 做了 意味着什么 也许是违反纪律 也许是毁掉一世英明 和他的前途 办公室寂静良久 白牧川点头 好 黄河松了口气 不过 咱们得合计一下 时间也得掐好 这个对手可不好呼弄 白牧川拿定主意 从容了许久 在这之前 我得去见一个人 谁 孟赤 孟赤坐在会见室里 手铐 脚链 一样都不少 坐姿却很端正 两名御警背着手 站在他身后不远 白牧川和黄河 一起走进去 看他第一眼 眉心便是一皱 出自名门的人 与暗影这种 半路发家的爆发户 是有明显区别的 孟赤头发剪短了 瘦了 也黑了 但他还是孟赤 优雅 英俊 一动不动 依旧从容有气度 深陷淋雨后 还能保持这份 平常心的人 可不多 白牧川坐下来 让人给他倒了一杯水 他没有着急问 孟赤也是淡淡地看着呢 好久不见了 白静管 好久不见 两人脸上都很平静 不像是警察与罪犯 倒像是久别重逢的朋友 在相互道好 案子移交检察院以后 白牧川就只来看过孟赤一次 那一次短暂的交谈 孟赤的表情 与现在一模一样 不抗拒 不热情 这个人实在无趣 无趣到了极点 心理素质也很高 他不想说的话 任凭你说破嘴皮 也听不到半句 孟赤 今天我来找你 相信你知道 是为了什么事情吧 白牧川开门见山 孟赤也不装傻 案子不是结了吗 难道检察院 还要求你们补充侦查 白牧川唇角微勾 真是一个有意思的 犯罪嫌疑人呢 对刑事诉讼法的流程 熟悉得就像吃饭喝水似的 孟赤是一个有本事的商人 男人走上这条路 如果就这样去死 实在是令人唏嘘 是的 白牧川想了想 索性不否认 案子还有一些细节上的问题 需要补充一些证据 必须要找你求证 哦 孟赤抬抬眉 可是我该说的 都已经说过了 他今天的态度 好像比以前更好 看来在这里 对人是真的有改造效果的 白牧川看着孟赤 想到同样在看守所的暗影 眉头拧起 听说案子快要开庭了 你就没有想过 我会自己解释一下 我解释过了 可你们认为是我 我无话可说 又是这句 无话可说了 一个人对待自己的性命 也无话可说 要么杀人的确实是他 那是真的无话可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相满》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季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孕悦 要么 这中间 一定比他性命更重要的东西 需要让他闭嘴 梦赤是哪一种 白牧川瞄他一眼 书看完了吗 书 梦赤眉稍微动 灰名单 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白名单出版了吗 没有时间写 那还真是令人遗憾 梦赤说到这里 抿了抿唇 又慢慢抬一眼 看白牧川 上次忘了感谢 木耳少的提字 上次给他的 灰名单实体书上 白牧川写了一句话 黑暗外面 关着阳光 你在门里 我在门外 可是 我并不太认同 二少这句话 梦赤慢声说着 眼睛里 有燃烧起来的光芒 只瞬间又沉下 归于冷寂 我在黑暗里 你又何尝不是 我们活在这世上的人 哪一个又不是 没有光何来暗 没有暗又何来光 这两者 难道不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吗 这 白牧川微笑 这就是一个哲学问题了 没了 他目光严肃下来 我们今天来找你 要讨论的是案情问题 对他的回答 梦赤显然不太满意 我与白警官 现在能聊的 大概也就只剩哲学问题了 案子的事 我还能说什么呢 你可以告诉我 涂亮不是你杀的 法庭还没有终审 你可以随时翻案 梦赤一睁 笑了 有用吗 有 杀不杀涂亮 对我的判决会有什么区别 白牧川沉下毛子 从在涂亮死亡的现场 抓捕梦赤到现在 他说过的所有话 都没有这一句话那么有用 这句话看上去寻常 却是梦赤第一次就案情表态 仔细琢磨 至少有几层意思在里头 一是间接否认了涂亮是他杀 二是他知道 除去涂亮那些案子 证据对他实在不利 他靠这件事翻不了身 三是 他默认这件事 是有保护其他人的动机 白牧川沉阴半傻 笑了 哼 与你有关系的人 不是七科吗 难道你的真爱是叶伦 突兀的话带点笑 梦赤表情微微有些变化 看着白牧川 他说话更谨慎了 我的态度还是那个样子 你们愿意怎么想是你的事 要怎么判决是法院的事 白警官 我认为你们不必浪费时间在我身上 白牧川不理会他言语间的游走 直接了当地说 那天 叶伦和谢婉婉两个人昏迷 那间屋子里面只有你一个人 涂亮破门而入被击毙 理论上来说 杀人的只有你 对 孟赤点头 所以 我无法否认 你刚才已经否认了 杀人的 是叶伦 孟赤敏纯 突然良笑起来 你当然也可以这么认为 不过 这句话你应该去对叶伦说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白牧川咳嗽着笑起来 你倒是会甩锅 不过孟赤 你想保护的人 如果现在保护不了了 而叶伦自己都已经暴露了 你难道还想要一口咬定 什么都不知道吗 孟赤一震 他没有回答 似乎在琢磨白牧川话里的意思 在这样的角度看去 他的脸色有些苍白 几乎没有血色 几个月的监狱 磨去了他身上的一些锐气 唯一没有改变的 还是这点狡猾 白牧川不主动抬口 他就不问 行吧 你不说我来替你说 白牧川咳嗽着 拿起水杯喝了一口 突然悠悠叹气 胜症病呢 本来是不想说那么多话的 看被你逼的 孟赤一言不发 那天 叶伦和谢婉婉 并不是被人绑架 更不是被你绑架 而是叶伦自导自演的绑架 他请谢婉婉去喝酒 告诉谢婉婉 他怀疑一二一案的主谋是你 误导他 在趁机对他下了药 并提前通知你 带着书金去救人 有了秃鹰嘴的事 他料定 你更愿意拿钱消灾 不会轻易地选择报警 但他同时也猜到 戏婉婉的助理整夜不见的 会主动来找我 孟赤一动不动 白牧川清了清嗓子 这个时间点 被他掐得很准 那一天是向婉的生日 向婉在锦城 我们是处于分手的状态 所以去的人是我 还是涂亮 他未必一定能够料中 但是这个并不重要 他需要的只是你亲自持枪杀人 并顺理成章地替他背锅 孟赤依旧一言不发 向晚被人绑到了问心安的时候 你和七科在南木的一个休闲山庄 利马和阿布德坠崖身亡的时候 你在行侦队 如果没有更加直接的证据 哪怕问心安和利马家里面 都有你的录音 哪怕是 余波指认他见过你 认为是你 唆使杀死一二一案的几个女读者 哪怕叶伦亲自下场指证你 说见过你在南木宾馆外面 与余波 鬼鬼祟祟地待在一辆车里 但警方对你杀人指控 仍然不够有利 头亮的死 才是你定罪的关键 一二一案死的几个人 那个凶手是余波 这已经是证实的事情 但余波对孟赤的教祖指认 因为余波本身存在精神上的问题 算不算完全明示行为能力人 在法律上还存在争议 兔鹰嘴事件是崔明主使 问兴安上崔明的死 以及立马和阿布德 倒是有孟赤的录音佐证 然而在现代化的今天 何成某人的声音 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谢婉婉说 她曾经亲口来问过你 问你那些事 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你反问她 如果你说不是你 问她会不会相信 她不相信 并且告诉你 爱上一个男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板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认阅 你对他说你不是好人 也不是坏人 孟赤 你现在还有机会 告诉我们 你没有杀人 沉默 沉默 沉默中 孟赤慢慢低着头 仍是不说话 白牧川又咳嗽起来 会见事 只有他的咳嗽声 气氛无端冷静 几个人安安静静 没有插话 缓过这一口气 白牧川再喝一口水 你看过心理医生 吉安的卷宗上 也有关于你人格分裂的 就诊记录 你是不是一直存在 侥幸心里 认为这样就可以 凭着你强大的律师团队 逃过一劫 孟赤一争 表情有明显的变化 白牧川缓缓一笑 所以你接受了 叶伦的交易 顶了这个过 孟赤沉默 我今天来这里之前 其实一直想不通 你和叶伦到底有什么交情 值得你这么做 但就在刚才 我在与你交谈的时候 突然就李顺了 白牧川慢慢站起身 从审讯区走入被审讯区 走到孟赤面前 居高临下地 看着他的手铐 你想保护的人 是谢婉婉 孟赤猛地抬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说你不喜欢男人 你喜欢的人 是谢婉婉 一字一顿 极为有力 孟赤没有众人以为的 反应那么大 不知是不是 被白牧川的咳嗽传染 他也忍不住咳了起来 木耳少果然是木耳少 兵故事的能力一流 我听得都快要入迷了 可是 他冷冷看着白牧川 就算我要保护的人 是谢婉婉 但这和凶手是叶伦 又有什么关系呢 简单 叶伦绑走谢婉婉 用实际行动告诉你 他要献你入狱 要杀死谢婉婉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毕竟他可以伪造你的声音 可以迷惑余波 可以骗过乘驼 甚至可以杀死催明 导演突鹰嘴那么大的案子 杀死一个谢婉婉 算什么呢 这个反转太快 会见市里 两名狱警震惊 就连黄河也有些措手不及 来见孟赤之前 白牧川并没有告诉过他 具体要做的事 这一句又一句地交谈下来 几乎完全推翻了之前的案情 令人相当惊悚 只有孟赤 只有他一直平静 他抬着头 与背着光的白牧川互视着 他看不清白牧川的眼睛 却能感受到那别人的压力 孟赤 现在还不能说吗 为什么 为什么你来问的是我 而不是叶伦 我不瞒你 我们还没有抓到他 说到这里 白牧川慢慢打开自己的手机 把那个杀人剧本第二集翻出来 递到孟赤面前 慢声告诉他 你以为你为他顶了锅 他就能够放过谢婉婉吗 天真 一个男人要保护心爱的女人 不是用这种方式的 把钱财都给他 再把他置身于一个恶魔的虎口之下 孟赤 我真怀疑 你当初是怎么斗过继母 斗过继地 夺得孟是权杖的 孟赤深吸一口气 我不完全是为了保护他 我是没有办法 死鸭子嘴硬 不过 总算是突破了第一步 肯开口就好 白牧川坐了回去 继续与他平视的状态 说吧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 当初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在他冰冷的目光下 孟赤没有抗拒的能力 他已经是阶下囚 不管他要活下去 还是要保护谁 只能靠警察 我见过雨伯 是真的 白牧川静静地听 就是叶伦指认看到我的那次 南牧宾馆外面 他没有说谎 然后呢 我想拆散你和向外 也是真的 因为孟良喜欢你 继续说 没了 没了 其他事情你都说了 白牧川微微眯一眼 我要听你说 图亮 孟赤默默瞄他一眼 是我杀的 但我不是故意的 怎么解释 说到图亮的死 白牧川心脏一抽 似有隐头 说清楚一点 那天我去的时候 带着赎金 也带着枪 那把枪的确是我的 进到屋子里面 我看到了昏迷的夜轮和谢婉婉 当时那把枪 我是握在手上的 这个时候警察来了 但我并不知道那是警察 我以为是绑匪 所以条件反射的举枪转身 是你开枪射击的 不 不算 孟赤摇头 再摇头 眼睛都眯起来了 似乎对那一个瞬间的回忆 自己也有些迷惑 我本来是蹲着的 那时 我正在查看夜轮和谢婉婉的情况 转身的时候 夜轮突然醒了 他笑着支住我的手 我抠动的扳机 还是他 我 他再次摇头 我说不太清楚了 那一瞬太慌乱 在看到是警察的时候 在看到夜轮冰冷的笑容时 在听到夜轮说没关系 我会帮你保护好他的时候 孟赤看到涂亮的震惊 却看不到自己的震惊 不过短短几秒 他没有回过神 又有警察冲进来 夜轮已经倒了回去 昏迷在地上 我们检验过 夜轮确实是中毒昏迷的 孟赤摇头 所以 我白口莫变 何必再变 不过 离图亮中枪 到对夜轮进行检查 这中间有一个时间差 夜轮利用的 就是这个时间差 完美的犯罪 陷害了孟赤 摘清了自己 将孟赤 彻底定在法律的戒指下 在看守所里 我想了很多 很多以前想不通的 都想明白了 其实你们的判断没有错 确实有人利用121案 把警察的注意力 引向秃鹰嘴 引向暗门 不过 那不是我 而是叶伦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季 演播 清零 武一先生 欢迎运阅 他的目的是想借警方的手 剿灭暗门 杀掉催眠 而我不巧被他利用 做了中间环节的一个炮灰 不得不说 这个人真的是一个犯罪天才 与回名单里的情书一样 他的每一个布局 都缜密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说到这里 孟赤眉头皱了起来 不过有一点 我还是不太明白 叶伦与催明有什么过节 剿灭暗门 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好处 他摇头苦笑 白木川血液却是一冷 他不知道的 白木川知道 催明不死 哪里有暗影掌控暗门的机会 天怒组织的计划 又如何生根发芽呢 在催明的时代 他是极其痛恨 与国外势力勾结的 这好大一盘棋 催明恐怕到死也不知道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他做了这么多 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 从看守所出来 白木川在大厅里碰到了七颗 他带了两个助理 墨镜 大风衣 几乎把自己 遮了个严严实实 形势也非常低调 如果不注意看 谁也不会发现 他是大明星七颗 看到白木川 七颗主动过来打招呼 白队 白木川许久没有见他 闻声停下脚步 七先生 白队最近挺好的 挺好的 好像 七颗突然端详他 眼睛眯了起来 是瘦了些 白木川挑挑眉头 不回答这个问题 还是反问他 七先生到这里是 看孟总 七颗默认 转瞬又苦笑 可惜啊 我见不着他 只能来给他送点东西 孟赤涉及这样的重罪 在没有开庭审理之前 是不能随便让人探视的 白木川了解的点点头 经常来 也不经常 偶尔吧 哦 白木川勾唇 若有四无地笑 七颗没看他的眼睛 扶了扶墨镜 他还好吗 白木川微微敏唇 试图从他的脸上 看出些什么别的情绪 可惜 七颗的个人形象 已经深入人心 好像从来都是 同样的模样 如他所扮演的 灰名单的男主 正派 好人 灵飞闻 人品好 人缘好 如果说七颗的 演艺生涯里 有什么污点 那就是和梦池之间的 那一段八卦了 现在梦池进去了 人人都说会判死刑 遇上这种事 一般人肯定 避之唯恐不及 如此看来 七颗也算是个 有情有义的人了 不枉梦池那样待他 白木川眯眼 点点头 他挺好的 和以前差不多 七颗松了口气 那就好 那就好 两个人不是朋友 寒暄到这里 接下去 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七颗看白木川 行色匆匆 懂事地告辞 那 白队你忙吧 我准备走了 白木川点头 说一声再见 从他跟前走过 黄河开车 白木川坐在副驾上 看了片刻车水马龙的街面 慢慢逃出电话 响了好几声 成正接起来 喂 我 白木川 有显示号码 白木川慢慢眯起毛子 你在队上吧 有个事 我带找你帮忙 电话那头 安静了片刻 成正慢声道 违反纪律的事 不要找我 沉默片刻 白木川捋了一下头发 冷笑 我还没有说明来意 你就知道我违反纪律 不违反纪律 你会直接告诉我怎么做 命令我怎么做 不会说请我帮忙的 很好 这个人太聪明 也太了解他了 不用说 彼此就知道了意图 白木川忍不住笑起来 你在技术队 还真是屈才了 你错了 技术队需要比侦察员 更高的智商 白木川沉默 队上等我 我很快就到 白木川 这一次 我不会允许你乱来 白木川想到黄河 说他正 忍不住勾唇 斜斜地笑了 这次 我他们还就要乱来了 汽车稳稳停在 正万一号 白木川让黄河 先回侦察队 自己上楼去技术队 找成正 门半开着 从技术队里 飘出来的空气 中年四季冷嗖嗖的 带着一种透鲜的凉 白木川敲敲门 坐在厅里 正跟一个小师弟 说话的苗子晨 抬起头来 白队 他有些诧异 白木川没事 是很少来技术队的 哪怕他上班不久 也能够感受到 这个白队 与他家师哥 关系有些微妙 那么无事 不登三宝殿了 白队有什么事吗 苗子晨甜甜地笑 遇上的 却是白木川的一张冷脸 城正在哪儿 苗子晨疑惑地 看着他眼里的冷意 刚刚下楼去了 白木川有些生气 低骂一声 转头走人 留下苗子晨 愣愣地站在原地 白木川被放了鸽子 飞快下楼 在后院找到城镇 那里原本是 队里重灾的绿植 城镇来了之后 重案一号 不向景城洪江区的 刑侦队 没有那么大的阳台 给他发挥 他就把这里借来了 在那里开出一小块地 种了一片多肉 平常没事 会来转悠转悠 这个时节 树木光秃秃的 天寒地动 那多肉地 却被他试弄得挺好 白木川走近 你对人要是有对多肉 这么好 大概就能够 像个正常人 城镇头也不抬 少绕着弯子骂人啊 我已经说过了 你的要求我办不到 你办得到 白木川转了一个方向 站到他面前 刚想张嘴 吃了个冷风 又忍不住咳嗽起来 城镇手上的多肉铲 微微一顿 瞄他一眼 见他脸壳得胀红 眉心一年 没吃药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月 吃了 白木川白白手 表示不防事 继续说他的来意 你放心了 真出了什么事 有我担着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你可以说是我命令你干的 你完全不用承担半点责任 城镇冷笑 把铲子插入土里 直挤腰来 你认为我是怕承担责任 白木川挑挑眉 不然你是为了什么呢 不想看着你走错路 白木川勾唇 痴笑 说得你好像很关心我 城镇又慢慢捡起铲子 不语回答 你走吧 如果是为了这件事 不用浪费时间了 后尔城镇 你 白木川黑着脸 剩下的话又说不出来 他能说向晚在叶伦手上 他就一点不着急吗 不能 但这件事还非得找城镇不可 叶伦要的天怒病毒 生化装备 白木川别说还没拿到 就算拿到 当然也不可能真的交给他 不过上次在他家里 缴获过的小型生死喷雾装置 还有研究药物成分的样本 这些技术类分析工作 城镇都全程参与了 目前那个装置的样本 就放在技术队里 他想要在叶伦那里 蒙混过头 至少得有那东西做投名状 我原本可以命令你的 我会拒绝的 城镇面无表情 认真办案 不要走外门邪道 白木川被掖住 冷冷地看着他 外门邪道 城镇 难道你的血 真是冷的吗 城镇面不改色 你认为是 就是吧 不再与白木川对视 他收解工具 转身就要走 擦肩时 被白木川一把握住手腕 城镇 他低头侧过脸来 就当是我求你 帮我这一次 没有用 城镇不看他 脊背挺得笔直 目视前方 不论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同意 说吧 他甩袖子甩不开 又蹭过身来 一根一根 扯开白木川的手指 冷漠地大步离去 城镇 城镇头也不回 妈的 白木川原地转个圈 抱住脑袋 慢慢蹲下 开春了 京都的天 还有些凉 院子里 一个人都没有 天地聚迹 更显凉意 白木川 看着那一块 多肉地 想到向晚的脸 心里胶着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叶伦 有没有对他怎么样 这几天 他一直阻止自己 去想向晚的现状 明知不会太好 私心里 又逃避着 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叶伦从来 就不是个好人 哪怕没有暴露之前 他在圈子里的 风平就不好 与各种女人 保持着乱七八糟的关系 以前的孙上丽 后来的丽马 都曾经和他 发生过男女关系 其他与案子 无关的女人 更是数不胜数 向晚落在他手上 他长得那么好看 不是羊肉虎口 是什么 作为一个男人 白木川不想去推测 一直回避去推测 又忍不住去想 去干嘛的 他突然站起 踢了踢成正的多肉 转身走了回去 黄河在办公室等他 两人见面 看白木川的表情 黄河就知道 事情办得不顺利 成正这个人 确实顽固 他与成正 在锦城 洪江区共事过 非常清楚 这个人是个什么性子 冷漠 顽固 不见人情 只遵从 自己内心的形式准则 很难将别人的建议 听进去 而且 他父亲是成为继 也很少有人 能真正让他 违背自己的意愿 去做事 你不是说我太正吗 白木川冷笑一下 双手捧着脸 我就办点 不正的事给你考 这一天 对重案一号的人来说 与往常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 向晚离开白木川 又多出了十几个小时 压在他心里的大石头 又沉重了许久 傍晚的时候 白木川叫了几个 负责案子的人过来 碰了个头 讨论了一下案情 和下一步行动 就吩咐他们回家休息去 这几天 不仅他一个人熬着 其实大家都陪他熬着 小白 全少腾看他这样 不忍心 你也谢谢 就算不回去 上楼睡一觉也好啊 我会的 白木川沉默看他 你走吧 行 全少腾确实有点累 拍拍额头 有事叫我 大家都陆续散了 成正也离开了重案 他与其他人不同 大家加班的时候 他会在重案的单身宿舍里 将就一宿 而他 要么就在技术队里熬夜 要么就一定要回家 才能睡觉的人 按队里人对他的看法 就是一个讲究到了极点的精致男人 成正的为人 与队里是格格不入的 不过 由于成为季的关系 大家乐于这样的相处方式 领导的儿子 离得近了 远了 都不太好 技术队 晚上有人值班 一般情况 至少会留两个人 白木川 挨到半夜十二点才上去 一眼就看到 在工作台前 打短的眉心 听到咳嗽声 眉心一秒抬头 白队 他诧异地站起来 一脸疑惑地 看着白木川 你这是 发生什么事了吗 白木川恩一声 面色沉静 队上有紧急任务 我来拿个东西 什么 上次在我家 取回的喷雾装置 他是领导 眉心是下属 他没有想太多 点点头 我马上告诉成队 不用 白木川阻止 你直接给我就行 等一下 我会跟他联系的 眉心瞄他一眼 尽管心里有疑惑 不过 谁让人家是领导呢 好吧 眉心没有再问 领白木川 到了故政存放室 开启了指纹锁 然而等他打开 那个标号为 WB0003的 故政档案柜时 发现里面 空空如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眉心顿时瞪大了眼睛 怎么不见了 四周一片黑暗 向晚蜷缩着身体 不知这是第几次醒来了 她一直被夜轮 关在这个房间里 不见天日 不知时间 所以也根本不知道 已经过去了几天 有吃有睡 就是不能走 这种像猪一样的日子 她从来没有经历过 不过 在第一天的紧张慌乱过后 她已经渐渐平静下来 既来之 则安之 至少夜轮目前 没有对她做什么过分的事 这已经比料想的情况要好 正想着 灯亮了 向晚不适地眯起眼 看到门开 看到夜轮进来 睡得还好吗 她笑盈盈地问着 像一个朋友在嘘寒问暖 这些天 她俩的相处模式一直是这样 夜轮表现得还算绅士 并没有过分为难她 向晚疑惑 几点了 向晚是想知道 现在是几点 夜轮为什么会突然进来 夜轮玩耳 不打反问 你和城镇 什么关系 突如其来的问题 让向晚略略吃惊 没反应过来 夜轮看她一脸懵懂的状态 笑着重复一遍 城镇 成为记的儿子 你和她什么关系 这么怪异的问题 向晚很难回答 她猜不到夜轮的目的 条条眉声 一定要回答吗 你这个回答 已经很有趣了 不正面回答 就是有什么内涵了 夜轮笑着摸摸鼻子 懒洋洋地在她身边坐下来 认真地打量她 从上到下 不知在想些什么 一双狭长的毛子 有流光闪过 带着一些坏坏的笑 向老师长得确实不错 怪不得 怪不得 怪不得什么鬼 向晚不知道 她在嘟弄什么 扁住嘴 她选择沉默 夜轮唇角危险 突然伸手 勾起她的下巴 这沉默的小模样 就更勾人了 向晚斜眼看她 刚才我还疑惑 成正这么做是为什么 有什么目的 可现在 突然又懂了 夜轮似笑非笑 盯住向晚 雾气迷蒙的双眼 笑得有些邪 向晚不反抗 不挣扎 不主动去催生 她的邪恶念头 夜轮抬眉 笑着往她脸上凑过来 自古英雄难过 每一人关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 不懂 我可以告诉你的呀 这句话 她说得很轻 带着笑 温热的呼吸 几乎凑到向晚的耳朵 向晚有些不适 偏开头 胃力一阵翻腾 强忍着没有吱声 可那一张苦瓜脸 仍是落入了夜轮的眼底 她双眼阴质 纸上的力度突然加重 不喜欢我碰你 孤男寡女 在同一个房间里 背后就是一张床 这样的话 很暧昧 很尴尬 一不小心 就可能为自己引来祸端 向晚难受地拧着眉头 索性不反驳 严肃地看着她 是有点不舒服 夜轮的脸果然一沉 健壮 向晚马上说 我在想 可不可以请你帮我 带一包卫生棉来 夜轮审视地看她 日子差不多到了 我本来就不舒服 又被你关在这里 现在肚子痛 浑身哪儿哪儿都在痛 你觉得 我能开心 舒服 这回答很中庸 夜轮凉凉看她片刻 你很聪明 向晚迎向她的毛子 不作声 夜轮又笑 露出白晃晃的牙 像一只狡猾的狐狸 你以为这样 我就会放过你 哎呀 向老师 你可能对男人 还不是太了解 至少 对我这样的男人 不太了解 说到这里 夜轮四是想到什么 自顾自得乐了 英俊的脸上 满是细血 女人特殊时期的时候 体验会与平常更好 你不知道吗 你对我 无至于有兴趣吧 本来兴趣不大 可现在 突然有点兴趣了 向晚闭紧嘴巴 不去激怒她 什么都不说 夜轮勾唇微笑 我想知道白木川的女人 是个什么滋味 到底有什么魅力 迷得她放弃了 谢婉婉这样的大美人 还把晨晨这种 不识人间烟火的男人 勾得神魂颠倒 这他们就搞笑了 晨晨到底做什么了 向晚心里是大写的问号 脸上 也是 可不可以告诉我 究竟发生了什么 关成正什么事 顺理成章地转移注意力 叶伦也顺理成章地 转移了注意力 她手指 曼斧着向晚的下巴 端详着她精致的五官 微微抬眉 成正给我那个 杀人剧本第三集的发布账号 留了私信 说愿意拿天怒病毒的烹雾装备 以及制作技术 交换你 什么 向晚争主 换言之 他要拿他自己 换你 叶伦继续笑 似乎对这个买卖很有兴趣 他告诉我 他参与了对天怒病毒的研究 可以复制出与天怒组织 从某国到处的生化病毒 一模一样的生化武器 你说这个人 我应不应该相信他呢 向晚一言不发 很有趣 他说的对 就算我拿到天怒病毒 有什么用呢 他们从某国到处 也不过就那么一点 总会有用完的时候 会制作的人 才是个宝啊 说到这里 他转头看向晚 恩了一声 点点头 似笑非笑 就我所知 他是X国詹姆斯教授的得意弟子 而詹姆斯 正是参与生化武器研究的 科研人员之一 这个叶伦知道的还真不少啊 向晚不回答这个问题 话锋突然一转 叶先生 其实我认为 你应该拿我 先把你的父亲换出来 毕竟 这样做更有意义 也符合孝道 你说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季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郡月 提到暗影 叶伦面色猛的沉下 好心情被他破坏 别的兴致也就没了 他丢开向晚的下巴 你以为警方会同意吗 你当我傻 那你找警方 换天怒病毒 凭什么就认为 警方会同意 因为有白木川和陈镇 这样的傻瓜呀 他们不可能去劫狱 带人拿个东西 还是可以的 向晚无言以对 笑什么 是不是特别开心 我一个人质 有什么开心呢 承正这样的优秀男人 愿意为你而已 一生赋血 你不该开心吗 在这之前 向晚已经很久 没有与承正交流过了 他们同在一幢大楼里 平常都很少见面 最近的一次 是承正在食堂告诉她 她身边有了一个合适的女性 她准备与她发展发展关系 那个时候 向晚是打心眼里 为她开心的 甚至也认为 那才是承正应该选择的人生 也符合她一贯的人设 精致的利己主义 对 这就是向晚心里的承正 承正似乎对谁 都没有特别的感情 不同情 不关心 活在自己的世界 永远以一副冰冷的两口世人 除了爱她自己 她不爱任何人 锦承相亲 这就是向晚拒绝她的最大原因 哪怕她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但向晚不希望找一个冷血怪物做老公 当未来有一天 生活状态发生变故 或者有什么危险来临 这种人无法同甘 她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她 没想到 向晚是真的没想到 如果来的人是白木川 她不意外 而承正 认真说 她不愿意 唯恐情多 情观难过 负了深情的歉意 向晚承受不起 承正到底有没有制作天怒病毒的能力 向晚不知道 叶伦当然也不会全然相信 不过对她来说 有人愿意自投罗网 她没有拒绝的理由 多一个二 有什么不好呢 毕竟 她从来就没想过要放掉向晚 凌晨时分 公路上一片浓雾 雾气模糊了汽车挡风玻璃 湿透一片 凝结成一串串的小水珠 慢慢往下躺 承正打开雨刮器 这条路没有路灯 汽车前灯 在这样的浓雾天气里 照射的范围有限 因此 它开得很慢 手机响起的时候 似乎整个汽车都在震动 承正看一眼来电 接通 喂 你在哪里 电话里 是白木川急切的声音 你应该能查到我的位置 你可以把我当成违反对归来处理 查到位置赶过来 这样我就可以把自己摘清了吗 天真 快点 保卫者 不要让我大张旗鼓地去查你 大张旗鼓地查 就意味着 知道的人会很多 知道的人一旦多了 这件事情的后续 就不好处理 承正沉默 我有把握能保证他的安全 接下来 就看你的 我能问你 人在哪里 电话的那头 白木川打断了 嘶吼起来 承正 为了你和向晚的安全 你必须马上 立刻 告诉我你的行动 并且配合我的行动 几天来 这是向晚第一次 被带出那个漆黑一片的房间 外面是一个大客厅 简陋 但干净 陈设简单 但什么都有 客厅里只有一个窗户 他透过没有拉延的窗帘 望出去 外面一片漆黑 是晚上 除此 看不出什么名堂 向晚嘴皮动了动 望向沙发上的叶伦 你要带我去哪里 看戏 看戏 向晚可没有他这么好的心情 从叶伦胸有成竹的表情来看 他已经有计划了 向晚内心 十分不愿意成正因为他而涉险 可这个时候 他什么也做不了 我可以不去吗 嗯 这要求有点诡异 便是燕伦也惊诧了一下 然后 他玩耳一笑 没有理会他 双腿叠放着 拿起面前的一个对讲机 进来 向晚偏头 看向紧闭的大门 只见两个马仔模样的年轻男人走了进来 他们手上带着工具 腹绳 口腮 头套 向晚一看着架势 顿时变了脸色 不过 这一次他没有问 叶伦看着他的表情 满意地笑了 为了安全起见 麻烦向老师配合一下 毕竟 你也不希望我们谁 出点危险 对不对 在对他说话的时候 叶伦拿着干净的白布 一直在擦拭一把手枪 一把精致小巧的手枪 即便向晚这种不懂枪的人看了 也能从他精巧的设计 和冰冷的金属质感里 感受到他的美 以及他的主人对他的爱 这把枪 受到了叶伦很好的对待 他一遍一遍地擦拭着 带着笑看向晚 被两个男人捆绑起来 还出声调侃 可能会有一点不舒服 但很快就过去了 就一会儿 不要紧的 声音和煦 就像在跟他开玩笑 向晚看他一眼 没有表情 这个时候多说多做都无意 更不能逞英雄 叶伦笑道 你说这个城镇 会不会食言呢 嗯 向晚挑挑眉头 看着他一眼不发 他说他是一个人 孤身起来的 绝对不会报警 可是我 叶伦摸了摸眉头 不太敢相信他 你说呢 向晚当然不会说 他垂着眼 像一个木桩 叶伦狭长的眼一扫 笑着吹了吹手机 像抚摸心爱的女人一般 又从枪身上抚过 慢慢站起 叫那两个马仔 把人带上 跟我走 向晚又一次处在黑暗中 头套一照 外面的一切都看不见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牟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四季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孕阅 口塞堵了嘴 也说不了话 向晚对自己的一切 失去了控制 恐惧 向毒蛇钻入心里 头皮发麻 一身冰冷 这是一种 令人绝望的感觉 对自己的生命 都失去了掌控 又不得不强自镇定 用耳朵倾听周围的动静 然后 四周静悄悄的 一点声音都没有 叶伦坐在他身边 不和任何人交谈 马仔不知有几个 也一直处于安静的状态 汽车默默地行驶 颠簸 是向晚唯一的感受 路不太好 一直很颠簸 不知过去多久 汽车缓缓停了下来 到了 到了 他人到了吗 好像还没有 看看 几个人的交谈 清晰入耳 向晚微微一睁 就听叶伦笑了 那边 把车再开过去一点 是 汽车又开动一段 再次停下 向晚的头照 也被叶伦扯了下来 他眼睛终于可以失雾了 但天地间一片昏暗 凌晨的山里雾气弥漫 哪里看得清什么鬼 他调转过头 看着叶伦 眼睛里充满了疑惑 啊 这是我和你情人约好的地方 叶伦细谑地解释着 从座椅上取出一个望远镜 摁开车窗往外看 一边调试望远镜 一边对向晚说 想不想看看 向晚一动不动 我这望远镜不仅有夜视功能 还能破误 花了很多钱才搞到的呢 你就没兴趣 向晚无语 他有兴趣有用吗 他会解开他的束缚 他会把他的望远镜给他 神经 向晚不说话 在叶伦的清言细语里 慢慢地适应了周围的黑暗 他发现所在的地方 是在一个高坡上 叶伦把汽车停放得极为巧妙 有山林做掩护 又可以通过望远镜 直视看到坡下公路的情况 当然前提得有夜视望远镜 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城镜 城镜看不到他 选择这个地方 他就没有存什么好心 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 叶伦突然笑了一声 笑完努力地看出去 然后他什么也看不见 叶伦回头看他一眼 少有兴趣地研究一下他的表情 将手机与望远镜进行了连接 然后让马仔拿起来 把画面展示在向晚的面前 只见一辆汽车 缓缓驶到坡下的一块平地 片刻 喇叭声响彻山谷 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 城镜在告诉叶伦 他已经赶到地方了 叶伦勾纯 凉凉地看着汽车的位置 一声不发 静默中 城镜又摁了两次喇叭 然后叶伦打开手机 发布杀人剧本的账号上 果然有成正的私信 我到了 你在哪里 叶伦似笑非笑 像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我看到你了 你看到我了吗 看不到 哦 我忘了 你看不到我的 想必 这是最难受的一种心理状态了吧 对方可以观察到自己 而自己 却不知对方在哪里 城镜观察着黑暗的山野 我们要怎么调话 叶伦泽一声 笑声轻悦 打字速度很快 我现在感觉不太安全 不想见你 不是说好的 说好的 也可以反悔的呀 叶伦 你要得到天鹿病毒 就要懂得抓住机会 不不不 我是在想 你的屁股干净吗 成正显然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叶伦觉得有趣 又笑一声 继续打字 我是说 你的屁股后面 会不会跟了一堆警察 我一个人来的 没有通知任何人 我要怎么相信你呢 你不相信你可以派人去看一下 这样好了 现在你下车 拿着我要的东西 往南走 看到一棵很高的树 嗯 那个方向有唯一的一棵大树 你走过去 到了那里 再跟我联系 成正没有犹豫 凌晨的山林里 没有一丝灯光 他把汽车熄了火 拎一个手电 慢慢地下车 往叶伦指示的参照物走去 不过 为了寻找叶伦在哪里 他条件反射地拿着手电 往四周晃了一下 叶伦看的画面 懒洋洋给他敲了一行字过去 不要四处乱晃 我会没有安全感 那样 我就不跟你交换了 成正的手电不再乱动 这句话让他相信 叶伦就在他的周围不远 下完了 只要你有诚意 会接到他的 成正不再说话 大约十来分钟 他走到了那棵大树下面 我到了 先个走座 继续下来 叶伦指挥 前面还有一棵大树 你到底在干什么 听话 我想接你都玩完了吗 成正没有再回复 但他继续往前 很快 又一次到达了叶伦指定的地方 这次 叶伦继续没有停下他的指挥游戏 在望远镜里看着 又逗成正走了好几圈 大约过了两三分钟 他慢慢地说 再往右边走一百米左右 然后等在那里 下定决心来换人 成正没有反抗的意思 他照旧听话地走到地方 然后发现 那是在公路的边上 他低头 手机上传来叶伦的命令 上次 成正一惊 顿了不够片刻 就在远处的公路上 有一辆汽车驶过来 这不公平 不要忘了 我是有条件的交换 你得让我看到向晚 没有公平 从来没有 从你准备拿自己 与我交换向晚开始 你就已经失去了这东西 成对啊 心里有惦念的女人 就像助理一个催眠的魔鬼 这样的你跟我谈公平 不觉得幼稚吗 嗯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叶伦 我现在还有选择的权利 哦 当然 你可以选择一个人离去 不管向晚的生死 也可以选择赌一把 等你为我制作出需要的东西 我会善心大发地放了它 我猜 你会选第二个 叶伦 车来了 上车吧 很快 你就能见到你心爱的女人了 向晚瞪大眼睛 看到那一辆汽车 驶到城正的身边 车门打开 城正犹豫一瞬 慢慢上了车 车灯在屏幕上逐渐消失 向晚的心里凉透 挣扎着 叶伦关掉设备 回头看他 摊了摊手 你都看见了 我没有逼他 这他们还不叫逼 向晚红着眼圈 瞪是他 叶伦愣愣 笑了 看来你还是很在意这个男人的嘛 之前我奚落你 可没有看到 你这么激动的时候呢 向晚气得双颊胀 呼呼呼喘着气 却无法说话 叶伦似乎觉得这样逗他特别有意思 手一伸 轻轻挑高他的下巴 上下打量着他被束缚的样子 一双眼里冒着细微的火花 向老师 你知道这样的你 有多美吗 他的手指在向晚脸上轻轻移动 辅助 向晚几倍僵硬 鸡皮疙瘩冒了出来 一动也不敢再动 不能激怒他 不能 叶伦与他对视 发现了他眼里伪装的镇定 当然也知道他在怕什么 良久 他突然一笑 放心 今天晚上 我对女人没心智 毕竟 我已经有了更有兴趣的东西 说到这里 他拿起座椅上的头套 一把罩在向晚的脑袋上 开车 魏飞一兵一卒 就带回了城镇 叶伦有些得意 回去的路上 驾驶室放着他自己唱的歌 他甚至愉悦地哼唱起来 悠扬的调子 雌性的声音 无法把这样的他 与一个犯罪分子联系在一起 向晚头重脚轻 在汽车的颠簸里 不知走了多久 都快被颠吐了 汽车终于停了下来 像来时一样 他始终被人脱带着 看不到四周的环境 直到再次回到那个 没有窗户的房间 没了头套 口腮 绳子也被解开了 向晚重获自由 看到光明的第一句话 就是问叶伦 那个人是不是你 叶伦 秦号码很熟悉 向晚轻而易举地背了出来 然后冷冷盯住叶伦 当时 我们曾在大梁的手机里 发现了一张账号卡 找到他登录这个账号的痕迹 当时 所有的犯罪事实 指向的幕后人 都是死去的大梁 我们有疑惑 不过 当时死无对证 然后呢 向晚顿了顿 直视他 其实是你 对不对 叶伦深深看得一眼 这个对你重要吗 重要 好呀 叶伦又笑了起来 洁白的牙 让他看上去 像个无害的帅气大男孩 那我就告诉你好了 是我 他眨个眼 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随意地调笑着 不知是炫耀自己的能力 还是为了证实 自己确实是那个人 轻轻念了两句 曾经让向晚 胆战心惊的留言内容 好好写 我一定会让你活起来的 大红大紫 彻底释放你内心的魔鬼 疯狂起来吧 疯狂地引诱出 你内心的魔鬼 把这本小说 把这个世界 变成人间炼狱吧 果然是他 向晚心里一沉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那样做 字面意思 不是写得很清楚 我希望你彻底释放出 你心里的魔鬼 写出更多 耸人听闻的案子 让崔明可以借鉴 把事情办得更漂亮 崔明 那个时候 你就已经认识他了 向晚抓住 他话里的漏洞 眯了眯一眼 试探性学问 其实崔明犯的案 你都不能置身事外了 这个怎么说 难道是我 让他报仇杀人吗 向晚冷笑 回事他 哼 我记得很清楚 孙上莉死的那天晚上 那个局是你组的 孙上莉也是你邀请他 去跳舞的 而且网络传言 孙上莉是你的情人 长期和你保持 不正当关系 孙上莉去见 孔心穷的时候 你也在场 诶 传闻和我有 不正当关系的女人 那就太多了 叶伦满不在乎的笑 不直接否认 也不承认 你看你和我吧 搭在一起 时间长了 说不定外面的人 也会说 你和我有 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呢 看他沉默 叶伦知道 刺中了他的软处 唇角又弯了起来 你知道的 那些人的嘴 是多么多 你长得这么漂亮 被人绑架几天 还会有人相信 你是干净的吗 叶伦说着 手指在他脸上 轻轻地刮 他似乎极为 喜欢他的皮肤触感 笑容绽放得更大了 包括你的白木川 你说 他会相信你的清白吗 他不会 那些无关的看客 他更不会 他们不会因为 你是受害者 就放过你 那些人的嘴有多毒 你是知道的 受害者有罪呀 你说不定会被人嘲笑 是个荡妇 人家会说 便宜那个女人了吧 毕竟叶伦那么帅 说不定啊 是他尚赶着扑上去的 话虽丑 但句句惊心 向晚仿佛看到了 网络上各种恶毒的言论 心凉凉一锁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然后 向晚笑了起来 这个不重要 我不是太在乎这个的人 叶伦 你差一点就把我的话带偏了 叶伦挑挑眉 我们在讨论的是 你和崔明的关系 似乎并不那么单纯 对吧 在崔明所犯的案子里 几乎每一桩 都有你的影子 可警方始终没有查出 你和案子有什么直接关系 不得不说 你很高明 恐怕崔明到死 也认为要杀他的人是孟赤 不是你吧 叶伦轮 叶伦 转动着玻璃杯 你说呢 真是这样 哼 叶伦笑着 目光微微一闪 并不直接回答 只是笑看着他 邱老师 我对你的兴趣 好像越来越大了呢 你说 怎么办 要不我们就坐实了吧 坐实 向晚一睁听她笑 反正人家会猜测你和我睡过来 何不趁着这个机会 咱们好好享受享受 为什么要逃避话题呢 向晚对她的话心惊肉跳 不得不继续转移她的注意力 谈紫阳被封在地宫里的事情 是你告诉孙上丽的吧 你蛊惑了她 祖局请她来 设计好她的死亡 又向暗方报案说有人聚重吸毒 再把脏水泼给警方 我猜测 你原本想要陷害的人是白木川 不是黄河吧 黄河只是无辜躺枪 叶伦眉心拧了起来 似笑非笑 就算有这些事情 我需要自己去做 当然需要 那时候 崔明还活着呢 你忌惮她 日子可不得现在这么自由 如果你不做得干净漂亮一点 被她发现你在利用她 达到自己的目的 你说她会不会饶过你 叶伦沉默 冷笑 不回答就是有戏 证明推测的大方向是对的 你和崔明到底什么关系 难道说 你从维刚的儿子变成叶伦 变成家喻户晓的童星 这一段光彩的人生履历 都是出自崔明之手 她栽培你 也控制你 可你有什么呢 钱 是不是她榨取了你的财富 还逼迫你为其所用 让你帮她杀人 帮她犯罪 比如 孙上丽的死 你其实是被她胁迫 那么做的 叶伦看着她 目光优良 这么想就对了 你和孙上丽 无仇无怨呢 为什么要设计陷害她了 你好好一个大明星 有钱 有粉丝 有无数的追随者 好好的日子不过 干嘛要做这些 违法犯罪的事 这么一想 我就明白了 那几个案子里死的人 全是崔明的仇人啊 是他从十九年前 那一桩意外里 找出来的仇人 叶伦抬了抬下巴 笑容有点军烈 你还想猜点什么 还有你的亲生父亲 维刚 他出狱后 没有人肯理会他 崔明却向他 伸出了援手 这其中 是你的功劳吧 当然 这也是维刚 在暗门待了那么长时间 却一直不得 崔明重用的原因 崔明打些眼里 是瞧不上他的 是因为你的原因 收留他而已 叶伦笑着拍起了巴掌 好故事 果然是作家 想象力丰富 过脚 向晚与他对视 看他一双 沉浮着情绪的眼 那你告诉我 我推测的对是不对 叶伦眯起眼 冷冷地看他 许久不说话 像是在思考什么 向老师 其实你最应该感激的人 是我 感激他 从何说起呢 向晚笑了起来 试探 我欠过你的钱吗 嗯 钱没有 勤就有了 叶伦似笑非笑 眼里划过一抹邪气的光 如果不是我 你早就死在崔明的手上了 不是我 你的书 又怎么会突然大火呢 不是我 你又怎么会认识白木川 一串笑声 毛骨悚然 这些 难道不足以让你说声感谢吗 叶伦深深的一瞥 向晚似懂非懂 死在崔明手上 这是什么意思 向晚张了张嘴 正想问 只听得低一声 叶伦的手机响了 打破寂静的同时 也拉回了他的思绪 叶伦瞄向晚一眼 低头看手机 轻敲膝盖 这个时候 你为什么还有先行跟我扯淡 难道不应该问一下 你的情人 什么情况吗 向晚脸上的笑容僵住 他不是我的情人 哼 你对我否认没有用 确实 他怎么说不重要 向晚不做徒劳的挣扎 成正在哪里 哦 紧张 看你紧张的样子 果然是有一腿吧 叶伦指着他 开怀大笑 我呢 是很愿意成全有情人的 就是向老师 他突然凑近向晚的脸 双眼直勾勾地看着他 什么时候 把我也收了 我功夫肯定比他们都好 保证把你伺候输的 要不要试试 笑碗沉默 不回答他这种恶趣味的话题 因为任何一种回答 都可能引得他更兴奋 叶伦看着他微醋的眉 哼笑一声 那只手突然落在了他的领口 低沉的声音 带着一点怪异的沙哑 这么漂亮的女人 放着不用 不是太可惜了吗 向晚 来试试我 你会爱上我的 叶伦说着话 眼睛里沉郁的情绪 似乎化成了一滩水 就要渗出来 渗出来 带着笑 向晚心里一致 不敢看他的眼睛 这几天来 他最担心 其实就是这个 他一直避免 让自己表现得太女人 就是不让 身在男人窝里的自己 成为男人的目标 为此 这几天连洗漱这种东西 都直接忍了 强迫自己 克服各种生活习惯 幸好是冬天 窝几天 也就那么回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牟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在想什么 你是我见过的 最奇怪的女人 笑完抿了抿嘴唇 不退缩 无表情 心里却砰砰乱跳 这个叶伦 不仅会表演 恐怕还会勾人呢 看谁都可以是一副情深的样子 让人误以为 她真的动了心 向晚偏开头 冷冰冰地哼 哼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叶伦健壮 笑叹一声 擒刮一下向晚的脸 一般女人听到男人 有这样的要求 不论好坏 肯定是会有情绪反应的 可你 一点表情都没有 是在想什么呢 她的脸再次低下来 嘴唇几乎靠近向晚呢 是在想怎么逃过我 还是在想 要怎么做 才能够让彼此更舒服一点 嗯 说话 叶伦一把捏住向晚的下巴 迫使她的头抬起 这些天来 她不止一次 使用这个带着明显 征服与强迫的动作 向晚冷冷凝视她 我是在想 是什么原因 促使你这么急不择时的 难道你完全没有发现 我几天都没有洗澡洗头 脑袋上都有嗦味了吗 叶伦一睁 嗯 我不嫌弃 她又笑了起来 不被向晚带节奏 美人的汗是香的 美人身上的污告 当然 也是香的 向晚皱眉 做了个嫌弃的表情 好歹也是一个英俊帅气的大明星 能不能有点品味啊 叶伦见她情绪上并无抗拒 忍不住又笑 听你这个意思 不是不愿意 而是 觉得自己太脏 向晚不去细思这句话的内涵 冷冷一横 哼 怎么着 也得给我找个地方洗澡洗头 梳理梳理吧 这么急不择时 太配不上你的身份了 有道理 叶伦捏了捏她白皙的脸 我正就让人准备 不过 这个地方不那么方便 可能得委屈你一下了 这个地方不方便 这个地方是哪里 叶伦看到她灼灼的眼 又俯身来 低笑 女人 你的眼神出卖了你 不太单纯的内心 是不是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想着逃跑 很有趣 我喜欢 向晚一身鸡皮疙瘩 她不太受得了叶伦这么肉麻的表态 还有过分亲密的举动 但她不抗拒 不助长她的兽性 淡淡地说 那就多谢了 不过 反正我被你软禁在这里 你只要想 随时我都可以是你的人 倒是成正 人家东西都给你带来了 你就不急着见一见它吗 不急 比起美人 那些东西都是次要的 古人说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我这不过是多耽搁一会儿时间 有什么关系 哼 我可真谢谢你了 我不是牡丹 哼 你是带刺的玫瑰 会要人命的 叶伦漫不经心地掐掐她的下巴 举止里多少带了一点风流的习性 乖 等着 她意味深长地看着向晚 正要起身 对讲机里传来声音 有人在找她 叶伦颇是不耐烦 什么事 那个人一定要马上见到你 说是有很重要的事 必须马上谈 那个人 指的是成正 向晚猜测着 叶伦的目光就望了过来 这一眼 让向晚确定了心中所想 叶伦哼笑 看见了吧 他比我都急 好了 告诉他 我马上就来 是 房间里寂静片刻 叶伦笑了起来 看来今天晚上 还真不是个好时候 他扯了扯衣领 转着脖子逆笑 我去会会你的情人 等把这个事情处理完 那时候咱俩在一起 那就是双喜临门了 向晚看着他 默不作声 叶伦勾唇 不好意思了 我实在不知道能说什么 这是实话 对着这么一个人 他能说什么 叶伦玩耳 那你心里 在想什么 不好告诉你吧 为什么 说了怕你受不了 叶伦搂了一下 他的肩膀 轻腻地笑 说说看 这个傻逼 真把自己当客算了 是不是以为 每个女人都喜欢他这样了呢 可以说这想法很毒舌 叶伦争了片刻 却笑了 很真实 很有趣 因为真实和有趣 也因为向晚 没有刻意地逢迎和对抗 他没有再为难向晚 似笑非笑地瞄他一眼 转身离开了 向晚常常地松了一口气 浑身无力地弹倒 刚才的经历 就像噩梦一样 在他脑子里驱散不尽 此时虚脱一般 那些冷静与克制 都是从他经历的恐惧里 提炼出来的应对办法 有没有效果 其实他并不知道 唯一知道的是 就在刚刚 叶伦对他是动了预念的 男人眼里的情绪 不会骗人 他读了出来 生怕落入魔爪 现在想想 还有些后怕 逃过一劫 他又活过来了 高璇的心脏 堵在嗓子里 他看着这一间 狭小的囚室 沉默 叶伦出去的时候 关上了门 也关上了灯 于是本就逼色的房间 更是一点光都没有 黑暗的环境 不仅容易让人恐惧 也更容易散发思维 向晚抱着头 想了很多 想到白牧川 也想了成正 白牧川此刻 在做什么呢 想办法救他 还是在寻找他的下落 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 他有没有好好吃饭 还能不能保持 一贯的冷静呢 为什么他还没有来 是没有找到 还是有别的顾虑 还有成正 他这么做 孤注一掷 又有什么意义 太不值得了 为了他把自己搭进来 真的不值 向晚坐立不安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香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阅 但这个房间四面墙壁 没有人 没有人声音 在这里一无所知 向晚精神亢奋 并无睡意 不知过了多久 门口突然有一次动静 门开了 他条件反射地转头 灯光在这一刹那亮起 门口站着几个人 除了叶伦和他的马仔 还有成正 他像以前一样 穿得干净而体面 头发修理得整整齐齐 高大挺拔的个子 不管站在哪里 都有一种行业精英的感觉 还有声人物净的清贵 往那一站 与叶伦几人气质格格不入 不过 此刻的他 面色较往常更深沉 眼睛更冷漠 表情更漠然 哪怕看到向晚 也没有表现出一点惊喜的样子 向晚不适应灯光 双眼轻轻眯起来 他们不说话 他也不 一双眸子 只是盯着几个男人 看见了吧 这位美丽的女球 就是你的向老师 叶伦双手插在裤兜里 似向非向的逆成正 不太正经地笑 活生生地在这里 没少一根头发 我们很尊重她 就像对待客人一样 一根手指都不曾动过 他又深深看向晚 唇角笑得一丝野鱼 你说是不是 向老师 向晚哼声 不回答 成正面色漠然 我想和他单独说会儿话 叶伦轻笑 低头揉了一下鼻子 你觉得 可能吗 陈警官 这样的要求 让我很为难的 这是你的地方 我和他都走不了 你在担心什么 就这么没有自信 激将法 不 我只是想在我们的深度合作之前 了却一桩心事 成正缓缓说着 声音淡淡的 几乎没有情绪 我想 为了我们更好的合作 你会答应我这个小小的请求 深度合作 成正答应叶伦什么了 向晚心一沉 隔着空气 与成正互视 没有吭声 叶伦思考片刻 笑了 哎呀 行 我是个好说话的人 今天晚上 这里 就属于你们了 等明天 他意味深长地看着向晚说 我再来和向老师 单独沟通 这句话里 莫名多了几分暧昧 向晚听得皱起了眉头 成正像是没听懂 误以为意 谢谢 得到同意 他不再多言 大步走了进来 向晚看着他快速走动的双脚 心里有些沉重 一言不发地等着 直到他走到自己面前 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向晚猴头微紧 摇头 你为什么要来冒这个险 你知道的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一个人做人质 已经够麻烦了 现在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 不是让营救的人 难上加难吗 向晚对他的做法 从始至终都是不认同的 哪怕他是为了救自己 成正显然了解他的想法 沉默着 偏头看了一眼 已经反锁的门 走过去查看一眼 又走回来 直接坐在向晚对面的椅子上 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除了这么做 他还能做什么呢 而且就算他不这么做 白牧川也会 而且 他认为自己做这件事 比白牧川更有优势 他有技术 白牧川有武力 他适合和敌人周旋 白牧川适合事后解救 这些话他没有说 在这个时候 说这些也没有意义 向晚理解 沉默片刻 不再问已经成为事实的东西 你和叶伦 达成什么合作了 他为我提供设备 我帮他制作生化病毒 向晚微睁 眼睛睁大 你 真的可以 既然天怒病毒 是X国实验室里 偷出来的东西 肯定是一个团队的研究成果 哪怕他们拿到了一部分样品 恐怕也不能在短时间内 轻易攻克技术难题 做到完美复刻吧 向晚谋底有怀疑 然而成正淡淡恩了一声 却点了头 这种东西没有什么难度 向晚看着他的眼睛 他不知道真假 因为他不确定这个房间 会不会被叶伦监控 向晚 成正大概也意识到这一点 换了一声他的名字 并没有继续下文 向晚抬头看呢 两个人交换一个眼神 你怎么不讲话 不是你说 你有话要跟我讲吗 刚才在门外 他是这么对叶伦说的 成正一睁 嘴唇微微掀起一丝笑 片刻又掩入了昏黄的灯火里 向晚 我是想感谢你 感谢 从何说起 向晚措手不及 吃惊得抬抬眉 又笑了 成对 不 你这么说 我有点懵啊 语太一轻松 环境和氛围 也瞬间松缓 成正接下来的话 说的也就顺畅了不少 一个人认清别人容易 认清自己最难 我想 我是想说 你不必认为我来是单纯为了救你 或者是为了得到什么 就当 这是我来寻找自我的过程 寻找自我 说得太文艺了 向晚摇头 失笑 不懂 好高深的样子 成正身体往后危痒 双手交叉紧扣 轻描淡写地说 这么讲吧 大概我的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认识白牧川之前 第二个阶段 是认识白牧川之后 到认识向晚之前 第三个阶段 就是认识向晚之后 向晚微微敏唇 听着 只是笑 成正注视着他的表情 你不用吃惊和怀疑 你和白牧川 对我的人生确实影响很大 可以说 是白牧川的存在和到来 戳破了我对幸福家庭的泡影式幻想 对我的人生和成长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你的到来 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牧川向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四锦 演播 清零 五一先生 欢迎运跃 成正看着向晚 目光里饱含爱意 一种纯粹的 温润的 不带攻击性的爱意 你说 我不该感谢你吗 她没有说 重新认识了一个怎样的自己 但有一些话 已经落在了语气里 不用说 向晚也明白 其实你不用这样的 成队 以前的你 并没有什么不好 利己是正常的人性 精致的利己主义 即便会有些让人不适 但只要他没有主动 去伤害别人 或者损害别人的利益 那不论做什么 都无可厚非 旁人也不能对其人品 做评判 可是你不喜欢啊 成正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说着 抚了抚额头 像是在笑 语气 有点推心致富的意思 向晚 你都不知道 你当初的拒绝 对我的打击有多大 我的自尊 自信 自我评判 还有内心的堡垒 都在那刻垮塌了 甚至有一段时间 产生了强烈的好胜心 一定要得到你 哪怕把你从 白木川的身边 抢过来 也在所不惜 那个时候我认为 没有你 我整个人生 都是有缺憾的 是灰暗的 这 大概就是嫉妒 和自尊的双重反应吧 入了魔一样 有这么分析自己的吗 向晚被他说笑了 那实在是 有点抱歉了 其实当时的我 和现在的我 也不大一样 确实 如果那时候的你 是现在的你 我又怎么会犹豫呢 这么坦诚地说开 向晚觉得很轻松 那个时候 我不如现在想得开 与其说是拒绝了你 不如说是一种 对自我的变相保护 因为我也没有自信呢 不认为那样的我 与那样的你在一起 会有幸福的未来 说到底 我也是一个自私的人 拒绝你 只是为了寻找 更好的人生出路 成正似乎没有想到 微微一争 你不是看不上我 哈 哼 向晚笑容扩大 不停撸脸 不好意思地笑 我有什么资格 看不上你啊 且不说你的家庭背景 就连你的个人情况 也是数一数二的 试魂男人 我小姨不会害我 她给我选的相亲对象 绝对不是很拙恋的男人 肯定是符合她对人生 要有上升空间的观念的 向晚眨了个眼 又笑了一声 所以认真说 是那时的我 配不上那时的你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 不是我真心想拒绝你 而是我发现 你并不是因为喜欢我 才跟我在一起 只是觉得我适合结婚 才愿意考虑我 嗯 嗯 这只是一种 下意识的自我保护 嗯 自尊心受不了 也可以解释为 文人的酸腐病吧 成正许久没有说话 那么久的心结 不是一下可以解开的 你不是在安慰我 我是那样的人吗 哎呀不存在的 我没那么善良 向晚认真脸 都在这时候了 更是没必要了 对不对 毕竟我们都不知道 还能活几天呢 有没有明天都不知道 哎 谈到明天 话题突然沉重下来 这显然不是成正想要的 他深吸一口气 抚了抚脖子 顺便松了松领口 哎 听你这么说 我心里舒服多了 啊 第一次被女人 践踏的自尊 又被你扶起来了 成正勾了勾唇 望着她的眼睛 向老师心理学造诣不错 很懂得怎么安抚人心 谢谢 她还是认为 向晚是为了安慰她 或者感谢她来营救 故意那么说的 而向晚 半真半假吧 我谢谢你了 向晚似笑非笑 眉眼弯弯 不过今天有机会 能跟你把这些话说开 我还是挺高兴的 相信你能说出来 也已经走出来了 不会再记恨我了对吧 走出来了吗 成正微微眯眼 苦笑 是 走出来了 明白了一些 以前不明白的东西 那就好 不过 有一点 成正话说到一半 顿了片刻 审视向晚 为什么你对白木川 没有你说的那种 那种所谓的自我保护啊 有的 我认识她的时候 其实也是这样的人 成正意外地看着她 那 那 为什么 为什么跟她没成 跟白木川却成了呢 她没有问透 向晚却看明白了 因为白木川跟你呢 你俩的性格差异 其实挺大的吧 那时候的白木川 与成正是不同的 至少在她心里 白木川的形式 要优秀敞亮得多 白木川 几乎是向晚心里的 白月光一般的存在 是她的出现 解开了向晚身上的魔咒 打开了她的心结 让她变得勇敢 变成了今天这个向晚 有什么不一样 成正 少有兴趣 向晚 却不能实话实说 大概是她 比你脸皮厚吧 向晚挑挑眉 似笑非笑地看着成正 这句话 让成正忍不住 也笑了起来 这倒是 她小的时候就那样 要做什么事 一定要做成 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脸皮也是超厚的 我还记得 她为了要我的一个手办 一口气不歇地 叫了一百声 哥哥最好了 你说这个人 成正笑着笑着 脸上的表情 突然凝固 哥哥最好了 这辈子 怕是再也听不到了 她和向晚回不去 和白木川也回不去了 向晚看到了 她表情的微妙变化 稍稍有些叹息 那个 其实我对你 跟她的关系 一直挺纳闷的 有很多 不能理解的部分 她曾经说 现任过一个人 后来被背叛 指的就是你 这个哥哥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